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一个小气泡 演播何其潜下安宁 第1004集 紧接着耿城峰立刻一溜烟地朝着寺庙外逃窜而去 那速度之快只一瞬 众人便是看到那大门口没人了 看到这儿 众人心中虽然有些不甘 但最终还是没有多说什么 毕竟啊 事已至此再多说也是徒劳的 而在众人无语间 唐峰则是缓缓地踏步而出 走到了秦轩的面前 将他搀扶了起来 怎么样 还好吗 面对唐峰的问话 秦轩红着脸满是愧疚地说道 唐队我对不起你 唐峰文言摇了摇头 然后他说道 你还是别叫我唐队了 这话一出 在场众人都是一愣 他们都以为唐峰这是生气的 所以让秦轩别叫他唐队了 然而正当他们那么响的时候 唐峰的身上突然散出屡屡奇异的雾气 而在那雾气中 唐峰的形象便是剥落的烟灰般层层的塌下 从而露出了他藏在烟雾中的真正模样 众人看得眼前这唐峰的真面目 皆是直接倒戏了口凉起 压抑说道 魏老 不错 眼前的这道身影不是唐峰 而是好不容易和他们碰上的魏金元 魏老 怎么会是你 秦轩看着眼前的这道身影 眼眸大瞪着 神色满是难以视信 毕竟他一直认为眼前的是唐峰啊 面对他的文化 魏金元面露苦笑道 除了我 还有谁啊 难不成你们当真以为唐队 他会出现在这里吗 是啊 此时的唐峰 理应还在另一座灵葬中 而且很可能和他们一样 遇到了不小的麻烦 怎么可能会出现在这里 想到这 众人也是纷纷的行语过来 然后司徒寻看着魏金元道 怪不得 你刚才放过了耿承锋 毕竟以唐峰的性格 是不可能放过耿承锋的 我放过他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因为我自身受了很重的内伤啊 魏金元无奈地摇了摇头 他其实也不想放过耿承锋啊 但是自身的情况留不下耿承锋 什么 魏老 你受了很重的内伤 可是 我刚才看你移动得到佛像那边 很快 很灵活 半点都不像受伤的样子 秦轩眉头微皱 满是不解的道 那也是我的幻术 毕竟 我如果不这样做 怎么下得到耿承锋啊 怎么能够让他知难而退啊 魏金元道 众人文言 纷纷恍然地点头 原来是这样 那魏老 你是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会突然一个人出现在这里 司徒巡 看着眼前的魏金元 询问说道 面对他的询问 魏金元也是没有隐瞒 直接说道 我自从和你们分散以后 便和几个兄弟 落到了一处诡异的深渊里 那深渊处处是陷阱 到处是诡异的杀人物 而且每天夜里啊 还有只凶手会在深渊里徘徊 食人肉 饮人血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几个想尽办法冲出深渊 到到最后 深渊是的确被我们冲出来了 但是 人也死得差不多了 魏金元说到这里 脸上满是悲伤的痛苦 显然在这段一日子里 他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绝望 看到了很多的生离死闭 将来 如果不是他本就见惯了战场生死 锤炼出了强大的意志 恐怕他纵使能走出来 那心里也是崩溃的 门言 红英 司徒寻等人 都是陷入了沉默当中 他们本来还想着魏金元 应该会比他们好一点 所以一直想等魏金元来救他们 可是没想到 魏金元等人所经历的比他们痛苦多了 魏老 那你们一共有多少人走出来 红英看着魏金元 沉默了一下问道 原本有三人 后面在寻找你们的路上 又死了两个 现在只剩下我了 魏金元说着那眼眸里 忍不住的放过了寂寞阴霾 闻言 新轩还想开口再问 想问问魏金元有没有遇到 闫老子 但是 他刚打算开口 魏金元便是剧烈的咳嗽了起来 可得魏金元那整个人都是勾搂着 弯到了地上 口徒鲜血 看到这 秦轩 红英等人都是神色骤变 然后 几名稍微缓过了一点 能够站起身的人 立刻上前 搀扶起了魏金元 观心说道 魏老 你没事吧 面对他们的问语 魏金元无故面颊惨白 体躯疼痛 直接摇了摇头道 我没事 你们快点吃了解药 然后我们离开这里 这里不安全 毕竟这里本来就很诡异 再加上 他们现在一个个中毒的中毒 受伤的受伤 这如果耿承风忽然折返了 那对他们来说 可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离开这 的确是上策 众人文言也是纷纷的打算点头 然而正当他们点头的时候 一道熟悉的朗笑声 却是突然响起 哈哈哈哈 现在想走 太晚了 这一道笑语 直接让了众人心神一振 他们转头看去 便是见到那原本已经走了的 耿承风竟然在此时 去而复返 站在了那大门主 他看着众人 脸上满是阴阴的笑意 原来你是假的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05集 寺庙里 原本还松起了几分的秦轩 红英等人 在看到那耿承风 出现在院子门口的时候 他们的神色 都是一变 他们显然 都没有想到耿承风 竟然会回来 与此同时 那嘴角还流淌着 纤细的魏晶元 也是眉头紧皱起来 他看着眼前的耿承风 心中 波澜微起 他竟然回来了 他自认为 自己装的并没有问题 可这耿承风竟然看不回来了 这让他有些难以置信 而魏晶元心中惊察间 耿承风则是笑眯眯的看着魏晶元 道 你一定很奇怪 我是怎么看穿你的伪装的吧 那我告诉你 我其实没有看穿你的伪装 我之所以会回来 纯粹是因为一瓶解药少了 我想回来再给你一瓶 活取你的好感 赢得你的信任 可是我却是没有想到 竟然让我发现了那么惊喜的一幕 看来这一趟 真是回来的值啊 耿承风说着 他的嘴角的弧度都是扬到了极点 那脸上笑意 异常的明显 看着紫警 魏晶元等人的神色 都是变得难看了起来 他们怎么都没有想到 耿承风竟然小拍腾风的马屁 结果才造成了眼下这个局面 看穿了真相 耿承风 虽然腾队不在 但凭老夫也足以杀你 魏晶元强行 是忍着体恤的疼意 看似冷静的看着耿承风说道 哈哈哈哈 老头啊 你觉得你现在说的话 我还灰心吗 耿承风 朗笑一语 然后他直接大大咧咧的走了进来 看到这一幕 在场众人瞬间惊惕起来 然后 同样缓过了几分的司徒寻 直接在此时 看着耿承风 呵斥说道 耿承风 立刻停下脚步 不然 别怪我们不客气 耿承风顿了顿脚 然后他笑吟吟的看着司徒寻 我还真的看看 你打算怎么对我不客气啊 说完 他再度放肆的迈开脚步 朝着他们走去 那场景 让他秦轩 司徒轩等人 都是神色微变 对此魏晶元则是咬了咬牙 然后 他看着眼前 朝着他们不停靠近的耿承风 沉声说道 看来老夫不给你点教训 你是不会明白什么叫支进退了 砰 猛的一脚跺在地上 魏晶元那整个人 直接在此时抱着而出 他身形冲裂到耿承风的面前 然后 他无知是直接紧握而起 对着耿承风便是一拳轰下 对此耿承风眼眸一闪 然后 他下意识的便是双臂伸出 等于自己的身前 拳头轰在了双臂上 耿承风只感觉一股恐怖的力量 在拳头上爆发而开 然后 他整个人便是在这股力量下 直接倒射而去 他于地间直接倒射出了一条长长的身后 看到这 秦轩等人不由是眼眸一闪 心中一喜 毕竟 对他们来说 只要魏晶元能够将耿承风给击杀 那么 一切都还算好的 然而 正当他们心中那么想的时候 一拳打完的魏晶元 直接便是忍不住一口鲜血 从嘴中喷了出来 阴红色的鲜血 忽洒于空 魏晶元整个人 都是直直的倒退了术 差一点 便是没有站稳 摔倒而下 看到这 耿承风是直接便是笑了 他看着眼前的魏晶元道 哈哈哈哈 老匹夫 我本来还以为 你当真有这一战之力 却没想到 你这其实就是垂死挣扎呀 说完 耿承风再度的朗笑出声 那笑声里满是轻蔑和得意 文言秦轩 此图寻等人 神色相当的难看 他们并不怪魏晶元 因为他们知道 魏晶元已经是尽力了 他们只是看耿承风那丑恶的嘴脸 有些受不了了 如果可以 他们真的想上去 宰了耿承风 而在他们那么想见 耿承风看着眼前 面色苍白的魏晶元 笑着朝着他们 缓缓走近 说道 魏老 刚才你打我一拳 把我打疼了 那么现在 便轮到我打你一拳了 刷 眼眸猛的一领 耿承风那整个人 直接在此时抱舌而出 他以极快的速度 冲到了魏晶元的面前 对着魏晶元 积拳而去 对此 魏晶元是神色已变 然后他不敢多想 下意识地 便是举拳和耿承风对轰起来 不错 魏晶元选择了对轰 因为他很清楚 按照他现在的状态 被动防守 他守不了舵 所以他冒险地 选择了直接和耿承风对轰 他想要争取在自己倒下前 打败耿承风 下一次 魏晶元和耿承风 这两道身影 直接便是在此地激斗起来 那拳风霍霍间 无尽的尘土 伴随着他们激斗扬起 看到这 在场中人 全部都是紧张起来 他们的眼眸 都是死死地 盯着魏晶元和耿承风二人 想要看清 这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当然 他们也想上去帮忙的 只是此时的他们 状态最好的几个人 也不过是强行将体内的毒素 镇压下去一点 能够勉强地站起来了 而想他们进行打斗 那是真的不可能的 所以他们只能站在一旁 紧张地观看 而在他们的注视下 耿承风和魏晶元的打斗 也是越打越凶烈 越打越狂猛 打到后面 双方都已经是不顾防守了 都是拼命地将自己的拳头 往对方的身上招呼 角置对方于死地 而或许是因为魏晶元的境界高 实战经验丰富 所以纵使耿承风已经是拼了命 他还是没能够打败魏晶元 反倒被魏晶元死死地压制着 甚至开始出现破绽了 又是一拳击打在耿承风的肩膀之上 耿承风那整个左臂都是在死尸一麻 然后他那原本要出拳的右手 下意识地要去捂左臂 当然只是下意识地举动 很快地他便反应过来 不打算去捂 只是 虽然耿承风反应过来 但是这个破绽已经是诞生了 魏晶元剑壮直接眼眸一闪 就是现在 他想着猛地再度地一拳轰出 打算轰碎耿承风的拨梗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 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06集 看到这 耿承风神色浸变 弯了 他知道 这一拳被轰中 他是必死 而在他那么想见 原本还紧张无比的 秦轩 司徒 寻等人 瞬间都露出了细色 成了 他们也清楚 如果这一拳打中魏晶元 便赢了 他们也就安全了 然而正当 他们面露喜色的同时 魏晶元那体内的伤势 终是压制不住 直接传出了一阵 钻心的痛意 在这股痛意下 魏晶元直接是 面露难受之色 同时 他那手上的拳头 不受控制的 顿了顿 看到这 耿承风 眼眸直接一闪 然后他抓住时机 立刻反应过来 对着魏晶元是一脚踢出 下一刹 魏晶元连瞳孔都没来得及一缩 他那整个人 便是被耿承风 一脚给踢得 飞得出去 于半空当中 划出了一道弧度以后 重重的摔落在那不远处的一张 破旧的桌子上 体驱 砸在了破旧的桌子上 魏晶元直接便是将那桌子撞得粉碎 然后 他那整个人便是带着那碎木 摔落在了地上 一口阴红色的鲜血 直接于他的嘴中吐了出来 魏老 秦璇 红莹等人看的此景 皆是深色一变 而在他们色变间 耿承风 也是平稳地站定了身子 然后他面带戏谑笑意地 看着那倒在地上的魏晶元 说道 看来你们的救星不给力呀 这一语满含着嘲讽 文言 红莹等人的神色难看到了几点 他们是真的没有想到 这最后竟然会这样的反转了 明明他们刚才都要赢了 而看他们的神色 难看的模样 耿承风也是觉得心中畅快 然后他缓缓地转过头 走到了那魏晶元的面前 他腐蚀着地上满是狼狈的魏晶元 嘴角微勾地细虐而笑 呵呵呵 魏老啊 刚才是谁说要打死我来着 是你吗 面对耿承风这明显的挑衅之意 魏晶元神色难看 他嘴角躺起地看着耿承风 怒然道 若非老父有伤在身 你岂是我的对手 耿承风笑了笑 哈哈哈哈 然后他看着眼前的魏晶元道 魏老啊 这种无知的话 您就别说了 我现在就想知道 刚才是你说要打死我吗 嗯 如果是你的话 那你快点起来呀 打死我呀 我等着呢 耿承风说着那嘴角的弧度一样的更高了 显然他就是看魏晶元起步来 所以故意挑衅魏晶元 刺激魏晶元 魏晶元文言也是忍不住的咬了咬牙 但是他最终还是没有起来对付耿承风 不是他不想啊 而是他实在是起步来了 院子里耿承风眼看的魏晶元躺在地上 无法站起 那嘴角的弧度忍不住的再度的加深了几分 然后他看着魏晶元继续的戏谑而笑道 哈哈哈哈 魏老啊 你不站起来打死我吗 如果你不站起来打死我 那我可要动手打死你了呀 随着这话语的吐出 耿承风在看了眼魏晶元以后 他直接便是踏步而出走到了旁边 捡起了一根损毁的铜棍 这铜棍很粗的 有点像是曾经这寺庙曾经武僧所用的 然后他又拿着铜棍 重新走到了魏晶元的面前 他看着魏晶元嘴角糊涂微扬地戏嘴而笑道 魏老啊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哦 你要起来打死我吗 你如果不起来 我就要动手了呀 闻言 红鹏直接叫贺说道 耿承风 你敢 他柳眉树立 眼眸中透着熊熊的怒意 只是对于他的合适 耿承风非但没有被吓住 万道更兴奋了 他看着红鹰 邪笑说道 嘿嘿嘿嘿嘿 你很快便会知道 我究竟敢不敢了 说完他直接转头重新看向了魏晶元 他笑着道 魏老 我现在数五声 如果五声之后 你还没有起来打我的话 那我就不客气了 要用这根铜棍 打爆你的脑袋了 现在 我开始数了 一 二 三 四 五 这五个数字 不短 但也绝对不长 所以 很快的耿承风便是在众人紧张的目光下 数完了 然后 他看着地上根本动弹不得的魏晶元 嘴角邪笑 依旧说道 嘿嘿嘿 魏老啊 你还是没有起身打我呀 既然是这样 那没有办法了 那只能我打你了 刷 眼眸 猛的一脸 耿承风 看着眼前的魏晶元 手中猛的用力 拿着那铜棍 便是对着魏晶元的头颅狠狠的跪下 那力道之强 都带起了破空声 这一击弱重 魏晶元 必死 看到这 红鹰 此都寻等人神色骤变 眼眸中满是愤怒和绝望 完了 然而正当他们那么响的时候 一道破空声 突然从院子外面传了进来 然而 一颗石子便是以迅雷不羁焰尔之势 击打在了耿承风的铜棍上 砰 石子打在了铜棍上 直接便是崩碎而开 化成了尘土四散 然后 那石子击打的恐怖尽力 也是直接在铜棍上爆发而开 从而 硬生生的将那铜棍 逃着旁边是偏移而去 同时 耿承风那整个人 直接在这股的尽力之下 被震得直直倒退了数 那场景 直接将众人给看愣 而在他们冷神的目光下 腾风那道熟悉的身影 直接从寺庙外走了进来 他缓缓踏进寺庙内 一双黑隧道 仿如深渊的眼眸 宁看向了耿承风道 你 该死 只一语 透着无尽杀机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 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07集 寺庙内 当他唐风 拿到身影出现的时候 在场中人 全部都是愣的 包括红莹 包括耿承风 他们都是在此时 愣愣的看了 唐风良久 然后 耿承风率先 反应了过来 他直接冷声的大笑道 哈哈哈哈 喂老头啊 这又是你施展的 什么欢术手段啊 这次装的 还挺像的嘛 显然 耿承风这事 将眼前的唐风 又当成魏金元 施展的什么 千门手段了 毕竟 魏金元 可是有过前科的人 这是很有可能的呀 而随着 耿承风 这话语的突出 那原本 还新潮翻涌 有些激动的秦轩 死图群等人 也是一个个 眉头皱了起来 说实话 他们此时也担心 这不过是 魏金元 没有办法下 施展的手段 用来 下耿承风的 如果是这样 那他们 当真是白高兴了 想到这儿 他们下意志的 将目光 看下了 倒在地上的魏金元 他们想看看 这一切 究竟是不是 魏金元 搞的鬼 然而 面对他们的目光 魏金元 却是直接摇了摇头 不是我 他以很直白的方式 告诉了众人 眼前的 不是他搞的鬼 不是魏老 难道眼前这个 真的是唐队 秦轩 司徒寻等人 眼看着魏金元 摇头以后 他们那激动的心 又翻涌了起来 毕竟 这不是魏金元 那自然是有八九 就是唐峰本人了 只不过 他们的激动 没有持续多久 并又被耿承风 有几句话给带偏了 只听到 耿承风 冲着唐峰 冷笑道 不是魏老头吗 那你就是 阎老四了 毕竟我清楚 你们两个 都擅长使用 骗人的幻术手段 总之 他是绝对不会相信 眼前这个是唐峰 可以说 现在的耿承风 在被魏金元 是骗过了一次以后 他便不信唐峰 会出现在这里 他觉得呀 只要是出现唐峰 那一定是阎老四 或者是魏金元的手段 而面对耿承风 这自信的想法 秦轩 司徒寻等人的思绪 也是被干扰了 他们也开始在想 眼前的 会不会是阎老四呢 难道 真的是阎老 众人看着眼前的唐峰 眼眸里透着困惑 他们有些怀疑 这究竟是不是阎老四 弄出来的呀 啊 毕竟阎老四 会幻术 他们都清楚 而在他们心绪微起间 唐峰则是直接忽略了 耿承风的话语 他一言不发的 直接走到了魏金元的身前 然后 他将魏金元鼓起 还好吗 口吻很平静 但是却依旧让魏金元 瞬间听了出来 眼前的这个人 确确实实就是唐峰 那个曾经为他占有超度的唐峰 感受到这儿 魏金元老眼瞬间就通红 他满是激动的看着唐峰道 我没事主子 听到魏金元这么说 秦轩 司徒勋等人都是愣了 他们有些雅异的看着唐峰和魏金元 心中波澜危起 这 真的是唐队 而在他们那么想的时候 耿承风却是直接笑了 笑得大声而放肆 耿承风笑看下了魏金元道 哈哈哈哈 魏金元 你这戏演的是越来越不错了啊 连眼泪都出来了 他说着又看向眼前的唐峰 嘴角戏嘴说道 不错 你们两个人配合演的不错啊 哈哈哈哈 显然 耿承风 依朽不相信眼前的这个人 是真的唐峰 魏金元文言 不由的咳了咳 然后 他直接看向耿承风 嘴角带起的 冷笑说道 小子 你也不想想 你算什么东西 你有资格让主子演戏给你看吗 这一语说的有些霸道 而不将严密 所以当耿承风听到这话以后 他的脸色瞬间便是沉了下来 他看着魏金元眼眸阴厉的深声说道 到现在还要嘴硬 行 等我把你这个假唐峰给打死的时候 我倒想看看 你还有什么能够嘴硬的 耍 猛的一脚踩在了地上 耿承风的那道身影 直接在此时 抱舍而出 然后 他以极快的速度 冲到唐峰的面前 他无指紧握而起 对着便是一拳轰下 那脸面满是正义 我让你装 这一拳 全力强厚 耿承风直接将大部分的力量 都灌注到了这拳头当中 那疯狂的模样 显然是打算一拳将唐峰给打死 对此 秦轩 司徒勋等人 都是屏息凝神 心中紧张到了极点 毕竟如果唐峰真被这一拳给打怕了 那可就完了 而在他们的注视下 耿承风的拳头 直接便是于空中划过 直奔唐峰的头颅 然后 他看着一动不动的唐峰 嘴角掀起的一惊灭的凝笑 去死吧 刷 几乎是在耿承风这话说出了一场 那一直没动的唐峰 在此时动了 他以极快的速度抬起脚 然后一脚踹踩在耿承风的体躯之上 脚踢在体躯之上 耿承风只感觉自己一股恐怖的劲力 在体躯上爆发而开 然后 他那整个人便是在这股力量下被提的倒舍而出 他于那空中滑出了一道小弧度以后 重重的摔落在了地上 一口阴红色的鲜血从口中吐了出来 同时 原本那手中的那根铜棍直接就脱手了 掉落到了地上 看他这一幕 秦轩 红鹰等人全都是愣了 他们眼眸大瞪着 那目光满是难以置信的 在耿承风和唐峰之间来回的转换 难道眼前真的是唐队 而在他们那么响的时候 唐峰则是看着那满是狼狈的模样 神色平静说道 我以为你哥已经够蠢了 没有想到你比他还蠢 闻眼耿承风的神色难看到了极点 他看着唐峰 傻白的脸上 满是难以置信 你 你是唐峰 不错 眼前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那从灵葬出来的唐峰 他在走出来 没有看到红鹰等人以后 便是不放心 直接来到了这里面寻找红鹰等人 结果便碰上了眼前的这一幕 他不是假的 而是货真价实的 我不是唐峰 难道你是吗 唐峰神色淡漠的 看着耿承风 那神色像是俯视着一个傻子 对此耿承风心潮疯狂的翻涌而起 他猛的会走道 不可能的 这绝对不可能的 你明明在另外的一座灵葬 怎么可能会出现在这里 假的 一定是假的 他不信 他不愿意相信眼前的人 就是唐峰 唐峰文言直接走上前 将掉落在地上的铜棍 捡了起来 然后 他拿着铜棍 缓缓地朝着耿承风靠近过去 他神色淡漠道 我是假的 还是真的 其实你没必要纠结 毕竟 你马上就要死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 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08集 当的唐峰 那最后一句话 从嘴里说出来的时候 耿承风心里 直接就一颤 然后 他看着那 缓缓朝着他 靠近过来的唐峰 神色变换了几分 紧接着 他看似面色照红 额头晶晶爆起 有些猙獰地 看着唐峰说道 我纵使是死 也要拉着你垫背 说完 耿承风猛地起身 像是要和唐峰拼命 看到这 秦宣 红莹等人 都是心中一提 紧张了下来 尤其是红莹 直接便打算 是咬着牙 强行上前 帮助唐峰 然而 正当他们 都为唐峰担心的时候 那猛然起身 像是发疯 要拼命的 耿承风 却是在此时猛地将手中 抓握住的两把泥土 朝着唐峰 回得过去 哗啦啦 泥土在空中飘扬 直接扑向了唐峰 阻碍了他的视线 也是趁着这一场 耿承风想都不想 转身便是朝着寺庙大门 跑去 那行径啊 流利而顺畅 显然 耿承风从一开始 便没有真正打算和唐峰拼命 他只是扬装愤怒的样子 来起身 然后便像是撒石灰一样 将这些泥土撒向了唐峰 阻碍他的视线 从而给自己创造逃跑的机会 因为他知道 眼前的似乎是真的唐峰啊 不好 他要跑 秦轩 司徒寻等人 看到耿承风撒土以后 他们也是立刻反应过来 耿承风没有真的要拼命 他只是要跑 他们急忙 纷纷想要起身去追 但可惜 死时的他们 依旧是身躯中毒 根本就起不来 或者说 纵使他们能够起身 也跑不出去几步 便是倒下了 所以他们虽然心中不甘 但也只能看着耿承风 朝着外面逃窜而去 一时逃窜寺庙离开死地 看到这 众人皆是不甘 该死 被他跑了 闻言 那被沙徒给遮了眼睛的唐峰 直接挥了挥手 让他面前的尘毒散去 然后 他神色平静地说道 放心 他跑不了 此语吐出 唐峰手中 握着那铜棍 直接便是转过了身来 然后 他手中猛地用力 直接将那铜棍 给扔了出去 下一场 铜棍犹如流星 带着凛冽的破空声 此时 暴射而出 而后 整根铜棍 直接就轰穿了 寺庙的墙壁 并带着那恐怖的劲力 迟迟地朝着那钢逃出去 没有多远的耿承风 激烈而去 那速度之快 金一瞬 便是飞到了 耿承风的身后 并与他的后背 洞穿而过 铜棍 穿透了 耿承风的后背 然后 他的逃窜的整个人 直接便是一只 停了下来 紧接着他低下头 看着胸膛上 那被铜棍 洞穿的伤口 看着那 阴红色鲜血 流淌的孔洞 整个人 都是愣在那里 他眼眸大瞪 满身难以置信 这 怎么可能 碰 随着词语的吐出 耿承风再也站立不住 整个人直直地 向前倾倒而去 从而 重拱地摔落在他地上 那阴红色的鲜血 直接从他的嘴中吐出 同时 他的体穀抽搐着 大睁的眼眸 满身难以置信 显然 纵使到死 耿承风都无法相信 唐风竟然能够在 被尘土迷了眼的情况下 用铜棍直接射穿了墙壁 取了他的性命 而随着耿承风的死去 那被铜棍洞穿的寺庙墙壁 像是也是有些承受不住 那铜棍穿过的鱼里般 直接便是军裂而开 塌陷而下 那无数的碎石散了一地 而墙壁被毁 那寺庙外 荒地上 倒地死去的耿承风 也是彻底显露在了众人的面前 众人看的事 且是齐齐地道歇了口凉起 心中震撼 真不愧是汤队啊 这都把他给杀了 汤风当真霸气 而在他们轻产翻涌间 汤风则是看着那远处的尸体 淡漠地说道 别以为死了我就会放过你 你犯的罪 死不足惜 他说着直接对着尸体 驱使一弹 嗡 这一弹 一缕火苗直接变像是幽灵一般 窜了出去 然后落到了 耿承风的体躯之上 火苗落到耿承风的体躯上 耿承风那具尸体 瞬间便是燃烧了起来 而后那还有点点意识 没有完全死干净的耿承风 直接痛苦的哀嚎起来 他想翻滚身子 污蔑着火焰 但可惜的 他的体躯被铜棍冻穿以后 鲜血和生机都在流失 他根本就动弹不了身子 所以在那一刻 众人只能看见耿承风痛苦的哀嚎 但看不见他动 凄厉的哀嚎声在此时疯狂的传荡着 最终躺在地上的耿承风 被这股火焰给活生生的烧成了交叹 看到这一幕 秦轩等人都是大感痛快 毕竟就耿承风之前的所作所为 他们巴不得耿承风能死 而且是死得越惨越好 不过相对于他们的痛快 红莺便没有那么痛快了 他眼睁睁地看着耿承风 在哀嚎中死去 那眼眸里不由犯过复杂的波澜 他忍不住地喃喃说道 为什么 他会变成这样 曾几何时 耿承风 耿玄 都是他的好朋友 尤其是耿承风 那个时候的耿承风 心底善良 纯真 让得红莺非常喜欢 所以他一直将他当成 很好的弟弟看待 可是却没有想到 耿承风最终竟然会变成这样 他有些常然 有些于心不忍 人总会变的 汤丰似乎感受到了红莺的想法 神色平静地说道 是啊 人总是会变的 只不过是变好 还是变坏 红莺看着远方耿承风 那娇黑的尸体 心中怅然 汤丰闻言 神色平静 似乎有些不知道说什么 安慰他了 好在红莺的心理条件能力也不弱 他直接是自己调整了过来 转头对着唐风笑着说道 好了 不想那么多了 唐队 谢谢你啊 敢来救我们 唐风白心的面颊 泛起了一抹笑意 然后他说道 快点扶起药 疗伤吧 红莺闻言直接点头 毕竟 眼下众人的这种状态 的确是不适合多说 还是得快点解读 疗伤才行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 继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 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09集 接下去 红莺 直接拿过了解药 给众人 一一地扶下 然后 他又取过了唐风 递给他的疗伤丹药 分给了众人 而随着唐风 这疗伤丹药 吞入了肚中 众人的状态 直接便是好转了不少 那丹药 所凝聚的暖瘤 充当于他们的四肢百害 修复着他们体内的伤势 不过 虽然 内伤因为这些丹药 有着极大的恢复 但是皮外伤 依旧是没有很好的恢复 所以 红莺在吃完疗伤丹药以后 便就地地开始给众人包扎 一个接着一个 他足足将大部分受伤的人 全部包扎完毕 为什么说是大部分人呢 因为 还有几个是女生 而且这几个女生受伤的地方 比较隐晦 不易给旁人看见 所以 红莺没有直接给他们包扎 唐队 你能不能帮个忙 我想带他们几个 去寺庙的后院 单独包扎 红莺在给最后一个人 包扎好之后 他 直接是 伸过了那血手 擦拭了一下额头的汗水道 毕竟眼下众人都受着伤 也只有唐峰 情况好些 能帮忙了 嗯 唐峰直接点头答应 有了他这话 红莺也是面颊露出了一抹柔笑 然后 他直接在唐峰的帮助下 带着三名女生 直接走进了后院 相对来说 这寺庙的后院 要比前院 要干净一些 而且这里 除了有两件可以住人的屋子以后 还有了一个小型人工池塘 池塘里 还有着精彻的水 红莺等人走进后院以后 直接便是走进了那小屋子内 然后 唐峰配合着红莺 将三名女子 安置在屋内的土床上以后 直接离开了屋子 走到了院子的石桌旁 等待起来 毕竟 他也是男的 也得避嫌 而在这等等待下 唐峰也是足足等了两个小时 红莺才是将里面的人 全部的包扎好 当然也包括他自己 然后门打开 一脸疲惫的红莺 直接从屋子里走了出来 他走到唐峰的面前 石桌的旁边 直接坐了下来 重重的呼了口气 看到这儿 唐峰直接将他早已盛好的杯子 推了过去 喝口水 休息休息吧 谢谢 红莺拿过杯子 一饮而尽 然后 他便用玉手 扇着身上的汗水 便醋没说 有点热了 洗个脸 说完 他直接起身 走到了小池塘边 蹲下身子 用手摇水洗脸 只是 红莺起到后面 似乎有些不对劲 或者说 他感受身上 那淋答答的汗水 有些不舒服 所以他竟然 不再满足于洗脸 而是直接起身 打算 解衣服洗澡 至于身后的唐峰 他半点都不在意 毕竟红莺清楚 唐峰眼睛是看不见的 他是依靠耳朵 在活动着 所以在他看来 唐峰在他身后 也没什么关系 只是他不知道 唐峰的眼睛 其实早就恢复了 他现在不是靠耳朵活动 而是靠着眼睛 那个 你是打算洗澡吗 唐峰 看着那旁若无人 伸出手 把身上多余的东西 全部甩到一旁 整个人 变得空空荡荡的红莺 有些忍不住地说道 嗯 红莺背对着唐峰 十分随意地回答了一声 而等他这一声 回答完 他忽然意识到不对呢 等等 唐峰对他怎么知道 我要洗澡 他不是看不见吗 后院当中 红莺听着唐峰的问话 他忽然意识到 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唐峰他究竟 看不看得见呢 想到是 而红莺用那 玉手般光滑的背脊 对着唐峰 有些不敢回头的颤声说道 唐队 你看得见我 唐峰沉引了一下 最终 说了句违背良心的安慰话 哦 我看不见 只是他的这句话 实在是太假了 所以红莺一听 便听出来了 面颊瞬间 就红得像是番茄 红莺直接在此时尖叫一声 然后他猛的一跃而起 跳进了小池塘里 瞬间便是溅起了无数的水花 而在这水花溅起的时候 那原本还在屋子里休息的三名女子 听到外面的动静 立刻便是从屋子里冲了出来 然后他们看着 那坐在石桌旁的唐峰 满是紧张的收到 怎么了 出事了吗 他们说着 又将目光朝着小池塘看去 他们看到了那潜藏在水里的红莺 已经那散落在池塘边的衣服 只是他们虽然看到衣服 还是有些不明白 是怎么回事 毕竟如果是红莺出事 那也没必要把这些衣服给拿下来啊 呃 那个红莺她不知道 我眼睛看得见了 正当他们有些困惑的时候 唐峰有些解释般的说了去 闻言这几名女子的脸瞬间就红了 因为他们明白怎么回事了 而在他们脸红的时候 那后院的入口中 也是传来了一阵急速的脚步声 还有那秦轩 司徒巡等人满是焦急的喊语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红莺姐她怎么了 显然红莺的喊声 也是把他们给惊到了 所以受伤的他们 来不及多想 便是下意识地从寺庙前 满是关心地跑了过来 想看看是什么情况 对此几名女生神色直接一变 然后他们立刻冲上去 站在那入口处 拦住了跑过来的人 他们说道 没什么事 没什么事 你们快出去 快出去 面对她这话 秦轩这愣头青还不放心 她直接嚷嚷的 我刚刚明明听到 红莺姐的惊叫声 红莺姐她一定是出事了 我要进去 她说着还当真想要闯进去 救红莺 而她这么一带头 其余那些本来都想要退回去的人 也是纷纷地被鼓动起来了 他们一个个都跟着秦轩 冲上前想要救所谓的红莺 这下几名女生也是拦不住了 毕竟这人太多了 啊 完了完了 三名女生眼看的众人冲破他们的拦阻 想冲进院子 那心中也是既焦急又绝望 不过也是在他们绝望的时候 那朝着里面冲的人群停下来了 因为那云本坐在石桌旁的唐峰 此时站在了院子的入口 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那神色凭倾地看着众人说道 回去 面对唐峰的话语 秦轩 司徒勋等人都是一愣 然后 秦轩率先反应过来说道 唐队 那个 滚 唐峰直接打断了他的话 这话一出 秦轩等人彻底的愣了 他们没有想到 唐峰竟然会直接的凶他们 当然 这也不能怪唐峰 谁让眼下情况不一样呢 这为了轰应着想 他也只能是直接一点 把他们先轰走再说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 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01世纪 毕竟这种时候 说的越多 越容易出事 而面对唐峰这忽然的凶语 秦轩等人也是反应过来 事情似乎 有些不对劲 所以 失去的他们 立刻默默地后退 离开了这里 重新 退回四秒前 等到他们走了以后 三名女生 这才是松了口气 他们拍着胸脯说道 哦 还好 还好 毕竟刚才 如果没有唐峰拦着 那这群人 可全部冲进去了 而如果红鹰 被那么多人 看到他现在的样子 那恐怕红鹰 想死的心都有了 啊 真是多亏了 躺对了 其中一名女生 拍着胸膛 满是松气的 对着唐峰道 客气了 唐峰 平静地说道 你们好好地照顾他吧 我先出去 说完 他直接便是走了 毕竟 他们的感谢 他受之有亏 离开后院 唐峰直接便是 走到了寺庙的前院 而他一到前院 秦轩那些人 便立刻 眼巴巴地看下了他 他们很想上前 问唐峰究竟是 怎么回事 但又怕像刚才一样 惹唐峰不高兴 所以他们只能 眼巴巴地看着唐峰 想知道 究竟是什么情况 而感受到他们的目光 唐峰内心 不由地叹了口气 毕竟实话是肯定不能说了 那就只能是靠边了 想到这儿 唐峰看似神色平静地 看着他们道 我知道你们想问什么 其实也不是什么 大不了的事情 只要是刚才 有一只很大的老鼠 红鹰见到了 吓得晕过去了 然后 我又不想让你们太担心 所以直接 让你们出来了 说实话 唐峰的这个解释 有些牵强 但是没办法 他是唐峰的 秦宣等人 最敬佩的人 所以唐峰的话 再牵强 他们也是 无条件地相信 他们只是看着 唐峰说道 那后面 那这老鼠怎么样了 唐峰随口说道 一脚被我踢飞了 哦 原来是这样啊 秦宣等人 纷纷地点头恍然 所以最终 还是唐队出手 英雄就美了呀 唐峰沉咽了一下 对 相信我 我这么说 都是为了红鹰 绝对不是为了 往自己脸上贴金 众人文言 纷纷地点头 他们看着唐峰 满是温和的笑意 嗯 不愧是唐队 有唐队在 就安心了 他们互相说着 那看向唐峰的目光 敬意更深了 唐峰见状 神色平静地说道 好了 都各自再休息一会儿 等红鹰他们出来以后 我们便去寻找 阎老四 然后离开这里 是 唐队 众人纷纷地点头答应 然后 他们皆是各自的 开始修炼 回复 大约一个小时以后 红鹰几个人出来了 但纵使是 经过了那么久 红鹰的脸 依旧是有些苏红 而众人看到红鹰出来 也是立刻地赢了上去 他们看着红鹰 满是关心地说道 红鹰姐 你没事吧 面对他们的问语 红鹰想到刚才的事情 他红着脸 有些心虚地说道 啊 没 没事 新轩看着他 心虚的模样 还以为 他是觉得自己 这么一个武道强者 竟然会怕老鼠 感觉有些不好意思 所以 他直接宽慰说道 红鹰姐 你不用怕 刚刚堂队啊 已经把所有的事情 都告诉我们了 没什么的 这话一出 红鹰眼眸直接大瞪 然后 他下意识地惊声说道 什么 他把我在他面前 迷目张胆 下池塘的事情 和你们说了 寺庙里面 当的红鹰 下意识地问话 从嘴中吐出来的时候 秦轩 司徒勋等人 都是一愣 然后 他们都是看着红鹰 满是困惑地说道 你下池塘的事情 唐队他不是说 吃老鼠的事情吗 难道 我们听啥了 众人 你言我一语地说着 显然 他们都有些 搞不清楚状况的 而从他们的话语里 红鹰也是意识到 自己说错话了 唐峰并没有 把真相告诉他们 而是 直接编了个 所谓的真相 想到这儿 红鹰的脸更红了 他恨不得直接 便找个地方钻进去 毕竟 这等于 是他自己不打自招啊 而就在红鹰 满脸通红的时候 唐峰 则是直接站出来 打圆场说道 红鹰他看到老鼠 先是被吓得 跳进了池塘里 然后 才是晕了过去 哦 原来是 这么个下池塘啊 众人 像是恍然般 纷纷地点头 嗯 就是这么个情况 红鹰脸红着 点头附和 只是 也是在他复合的时候 秦轩有些困惑地说道 可是如果是这样 那为什么红鹰姐刚才的说 要加个明目张胆呢 这话一出 众人再度不诫了 是啊 这被吓进 跳的池塘里面 是很正常的举动啊 为什么要加个明目张胆呢 不明白 他们想着 然后将目光 朝着红鹰看去 对此 红鹰的脸 瞬间红得 像个熟透的番茄 他有些不知道 怎么解释 好在 在红鹰满面羞红的时候 唐峰再度出声说道 好了 别在这里瞎想了 快点收拾收拾 跟我一起出发 去找闫老四他们 面对唐峰这话 秦轩他们 这才反应了过来 他们现在的主要任务 是寻找闫老四 毕竟闫老四等人 还没有被救出来 指不定现在 正处于什么苦难当中呢 想到这儿 众人立刻转移的思绪 他们纷纷开始收拾 准备离开 去寻找闫老四 看到这一幕 红鹰不由松了口气 然后 他朝着唐峰 投去的感谢的目光 只是对于红鹰 这个感谢的目光 唐峰却感觉怪怪的 毕竟 当时看了他的人 是他 占了便宜的 也是他 结果现在 红鹰竟然来感谢的 这从逻辑上来说 总感觉有些怪怪的 似乎有些受之有愧 对啊 半个小时以后 唐峰等人 差不多全部收拾完毕 然后 他们直接离开了寺庙 先去寻找闫老四等人 而或许是因为他们运气好 也或许是因为唐峰的经验丰富 总之 他们很轻易的便是离开了这寺庙的范围 同时 找到了闫老四 而相对于悲衰的秦轩等人 闫老四等人 便有些好得多了 他们只是被困在了一座小岛上 那小岛的四周 都是海蛇 这些海蛇不会上岸 但是却会攻击下海的人 所以闫老四等人 全部都安静地待在岛上 和海蛇近未分明地待着 这一让的他们 没有多大的伤亡 对此 唐峰没有二话 直接便是让无为出动 而身为连龙都吃得无为 再看到这些小蛇以后 他二话不说 直接便是张开了那鸟汇 轻易地将那些海蛇吸进了腹中 当然并没有全部吞进去 因为当他吸到一半的时候 那剩余的海蛇 便全部被下坡弹跑了 所以无为也只能吃那么些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 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一间零一事一集 乌鸦站在唐峰的肩膀上 看着那逃窜而走的海蛇 不满地叫了两声 对此 秦轩忍不住地问道 唐队 他这是在叫什么 是把他们吓走吗 没有 他是在叫这些海蛇胆子太小 逃得太快 害得他没有吃饱 众人不由暗暗地咧嘴 说实话 这真的不怪海蛇胆子小 实在是大佬你太萌了呀 这一张嘴 便吃了他们四分之一的铜板 这能不被吓跑吗 不过 他们也只敢在心中想想 不敢直接说出来 他们只是笑着点头覆盒 对 对 这些蛇胆子太小太小 我这是招谁惹谁了 接下去在无为的帮助下 唐峰等人很轻松的 便是将阎老四等人救了出来 然后 他们在原地 再度修整了一下之后 起身离开了这座假灵藏 十多分钟以后 灵藏到外面 此时的苏蒙 金采恩等人 正在此地修整 等待唐峰 至于火神教的布朗特等人 则是在出来以后便离开了 他们需要回到驻地 先去和总部汇报此地的情况 也不知道 里面的情况怎么样 唐队他找到呼应他们没 关同坐在一旁的草地上 看着那些 依旧泛着光滑的假灵藏 说道 找没找到 你也得待在这里 毕竟 唐队说了 让我们在这里等 曹烈撇了他一眼 说道 他知道关同是新阳 想要进假灵藏玩 这话 就是闲不住的人 关同文言 咧嘴笑着道 我知道 我知道 我这不就是担心 唐队他们吗 曹烈撇了他一眼 我信你个鬼 你个糟老头子 坏得很 而就在曹烈 那么想的时候 一道清幽的熟悉话语 直接在不远处 传荡而来 担心他 那就滚进去找他呗 关同等人听的这话 皆是下意识地寻声望去 这一望 他们便是看到 那原本已经消失的 沈心仪等人 正从远处缓缓走来 沈心仪走在去前头 那秦守卫 昂着有些神迹 看到这 关同直接站了起来 然后 他眉头微皱 看着那走到 他们面前的沈心仪 毛头厌恶道 你怎么来了 面对他的问语 沈心仪满是高傲地 撇着他一眼道 怎么 这里难道是你家吗 别人还不能来 他那话语说得直白 而透着挑衅 听得关同心中怒火 直接生腾起来 与此同时 金三 苏蒙等人 也都是眉头一皱 然后 苏蒙本着给沈心仪 活命的机会 好心地 对着他说道 沈心仪 刚才唐队给你的教训 还不够吗 你还来胡闹什么 他说这话 其实就是想让沈心仪 明白过来 唐峰的脾气不好 不要再来招惹唐峰 快点回去 只是沈心仪 根本就没有听进 苏蒙这话的神意 他只是把苏蒙这话 当成威胁 当成用唐峰 来对他的挑衅 想到这儿 沈心仪看着苏蒙 冷笑说道 哼 苏蒙 你还真是够贱的呀 才多久呢 你就学会怎么当一条好狗了 知道怎么利用主子来压人了 面对沈心仪这阴阳怪弃的话语 苏蒙也是被气得不行 他怎么都没想到 他这最后的善意 竟然会换来沈心仪那么一番话 而在苏蒙憋气间 关桐也是直接的恼了 他怒视着沈心仪道 文赵 到到现在还不知悔改 还敢口出恶语 我今天如果不教训你 我便不叫关桐 说完 他直接一个箭步踏上 猛的伸手对着沈心仪掌握而去 凌厉的进风在此时卷起 关桐的手掌就这样直直的 对着沈心仪的面颊扇去 没有过多的留情 他是真的想教训沈心仪 下一叉 一道清脆的发掌声直接响起 然后一道身影 便是直接在众人的视线下 飞的出去 重重的摔在了地上 看到这一幕 在场众人惊了 因为那个被打飞的人 不是沈心仪 而是关桐 只限着此时的关桐 面颊上 像是承受了重重的掌握般 印上了一道红印子 同时他那嘴中还有着碎牙 裹杂着鲜血吐出来 那整体的模样看上去满是狼狈 众人看的此情都是忍不住 气息的倒气的口凉气 然后他们下意识的 朝着沈心仪那边看去 他们直接看到 沈心仪的身边 不知道什么时候 出现了一道略显 精瘦的身影 这身影站在沈心仪的身边 手上把玩着匕首 满是挑衅的笑意 诸位 别来无恙啊 众人闻言 神色都是一变 竟然是他 曹聂直接皱眉道 沈展你怎么来了 不错 眼前来人正是那龙吟的手下沈展 这沈展在离开龙幼以后 便一直在寻找唐峰等人的下落 只不过由于沈心仪等人 跟着唐峰进了灵场 手机没了信号 所以他才迟迟的没有找到 他只是在蚁人区这一块活动 想碰运气 看看能不能碰到唐峰 而似乎也是他运气好 沈心仪出来后没多久 便被他给碰上了 然后沈心仪便带着沙展杀过来 报仇了 很明显 我这是来接你们回家 沙展看着眼前的曹聂 直接露出了那人畜无害的笑容 对着曹聂道 曹聂自然不信 毕竟沙展这帮人是什么尿性 他又不是不知道 曹聂接着说道 我们自己会回去 不需要你来接 众人纷纷地附和 不错 我们自己会走 不用你来接 他们不住地说着 竟然都是在排斥沙展 向轰走沙展 对此沙展依旧笑着 但是他那笑意里的含义也是越来越深 他看着他们道 既然你们不要我接的话 那我也不强求 来 你们将崩缺剑拿出来 交给我 我便走了 面对沙展的话 童霸金蚕等人都是眼眸一闪 然后他们都将目光看向沈心仪 而感受到他们的目光 沈心仪十分的坦荡 她直接昂着头冷笑说道 你们不用那么看着我 我承认 崩缺的事情 就是我告诉沙展的 因为 我觉得 唐风他根本没有资格驾驭崩缺 真正有资格驾驭崩缺的 是龙幼 也只有龙幼 有资格使用这把武器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12期 沈心仪不住地说着 直接将唐风给贬低 将龙幼给抬得高 高高在上 所以 听得他这话 曹丽金三等人 也是气得不行 其中 那关童 更是直接从地上爬起来 他直接吐了口血水 对着沈心一道 我放你娘的狗丑屁 风缺是属于汤队的 也只有汤队有资格拥有 其他的闭关是龙幼 蛇幼 还有泥球幼 都没有自够 关童的话刚说到这儿 那原本还随着戴笑的沙斩 便是猛地冲了出去 他一迅雷腹肌 一样而知识 来到了关童的面前 然后 他看着眼前的面颊 那周五遍的关童 歇笑道 你这种垃圾 也有资格说诱歌吗 你还真是找死啊 说完 他猛地一把 抓住了关童的衣领 然后 他猛地转过身来 给他关童 一个过肩摔 耍 下一差 那关童 还没有反应过来呢 他那整个人 便是直接被沙斩 给扔得飞了出去 他在空中 划出了一道抛物线以后 重重地摔落在了地上 摔在沈心仪的面前 啵 体躯坠地 关童那整个人 便像是散了架一般 一股疼意 从他体躯的四肢百害 传荡而上 让他难受地说不出话来 看到这 曹烈等人都是神色一变 关童 而在他们色变间 沈心仪则是有些得意的 看着关童 他像是俯视着一只蝼蚁般 俯视着他 然后将脚 直接踩在了他的身上 戏虐说道 你这种垃圾 刚刚也想打我 显然 他是在学杀斩的话 羞辱关童 关童文言 也是羞愤无比 他想要起身 收拾沈心仪 然而他刚打算起身 便是看到了 那体躯极为魁梧 有些像西域人的红意 在此时 直接手上拿着一个巨大的铜锤 从不远处走了过来 他缓缓走到沈心仪的身边 俯视着关童道 你别乱动啊 不然我怕我会拿不住我的锤子 让它掉起来 而如果它掉起来 砸到你的脑袋 并把你的脑袋砸成稀巴烂 那可就不好了 这一句话 也是十分明显的危险了 关童文言 也是神色相当的难看 看到这 曹列再度的忍不住了 他直接怒视着沙山几人说道 沙斩 沈心仪 你们究竟想怎么样 面对他的怒吼 沙斩却是悠悠一笑 然后他看着眼前的曹列 眼眸一瞪道 什么时候 这里轮到你这种废物说话了 他说完 脚步猛地踩在了地上 嗡 这一踩一股流沙 像是活着的沙龙一般 直接在此时于沙地上席卷而出 然后以轩雷不羁掩耳之势 轰荡在了曹列的胸膛上 下一差 曹列都没来得及反应 但那整个人便是被这条沙龙给轰得废了出去 他于半空中滑出了一大弧度以后 重重地摔落在了地上 然后一口阴红色的鲜血 于是也从他的口中吐出 除此以外 曹列还感受到了胸膛上一股钻心的剧动 很明显 他胸膛上的骨头被轰断了 看到这儿 苏蒙等人都是围了上去 他们满是关心的 曹列 他们一个个都是紧张地看着曹列 心中满是担忧 而和他们相反的 沈心仪则非但不担忧 反倒是感觉非常的解气 似乎对他来说 只要唐风这群人能够在他面前挨打 他便很高兴 想到这儿 他看着倒在地上的曹列 戏虐说道 曹列啊 以后乖乖记住 像你这种小角色 就不要出来说多余的废话了 老老实实地站在旁边听就好了 这一语满是羞辱的韵味 听到这儿 不只是曹列怒然 连他在场其他人都是怒了 其中一名马脸男子看着沈心仪 直接咬牙怒骂说道 沈心仪 你这狗状人士的东西 汤队和苏蒙姑娘当初心善 放你一马 没想到你竟然还恩将仇报 还带着人来恨我们 你这个畜生 他怒视着沈心仪 话语也是骂得直接 并没有什么收敛 沈心仪文言 欲面直接便缠了下来 他直接看见了沙展 呵斥说道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收拾他 把他杀了 竟然此时的他已经完全把自己当龙幼的女人了 所以在面对沙展的时候 他根本就没有伪装 直接便用那命令的口吻 命令沙展做事 那模样俨然一副大解大 对此 沙展眼眸里直接闪过了一抹寒毛 说实话 沈心仪那呵斥的话语 听出来的实话 沙展动了沙心 毕竟在他眼里 沈心仪算什么东西 但是想到这个的时候 并不是最好翻脸的时候 所以沙展还是忍下来了 他还是没有直接就对着沈心仪动手 他只是捏嘴的笑了笑道 好嘞 好嘞 嫂子 说完 他那整个人猛的爆射而出 像是一道幻影般出现在了那名马脸男子的面前 看到这儿 马脸男子身色骤变 然后 他想都不想 便是对着眼前的沙展一拳打过去 砰 下一差 马脸男的拳头也就这样 直接施大施的打在了沙展的体恤之上 发出了沉重的声音 只是 虽然有着沉重的吉他声响起 但是马脸男却并没有看到沙展飞出去 更没有在沙展的脸上看到半点痛苦的神情 沙展的脸色没有半点的变化 就好像什么事都没有一般 看到这儿马脸男意识到不对劲 他想抽身逃离 只是 他还没那么做呢 沙展便是对着他邪笑道 打完我就想走 这未免有些不合规矩了 至少 你也得挨我一拳呢 他说着直接举起手中的匕首 对着马脸男的脖梗便是挥了出去 匕首划过脖梗 马脸男只感觉脖子上一疼 然后 他那整个人便是直接倒舍而出 重重的摔在了不远处的地上 同时 脖子上的鲜血像是水流般疯狂的流出 纸都止不住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 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013集 看着这一幕 在场中人再度愣了 而在他们愣神间 马脸男则是手捂着拨梗 满身难受地看着沙尘道 你 你说好的用拳头 为什么 为什么用匕首 面对他的话语 沙尘伸出手指尖 拨弄着那匕首的刀身 对着马脸男斜笑道 你活了那么久 难道没有听说过有句话 叫兵不厌渣吗 你 马脸男 灭色帐红的语色的一句 然后 他看着眼前 那满是嘲弄神情的沙盏 也是气得体内气血翻译 鲜血流逝得更快了 所以接下去 马脸男 只是蹬了两下脚 他便是直接断气呢 他那眼眸大瞪着 显然 有些死不明目 看到这 金蚕 关童等人 都是神色大病 他们纷纷冲到马脸男的身边 喊着他的名字 但可惜马脸男 终究已经死了 文章沙尘 你竟然当真的敢直接杀人 关童蹲在了马脸男的身边 看着他那死不明目的断气模样 直接转过头来 眼眸 带着怒意地看下了沙盏 少赵 我们可是你们的战友 是一个蒙里的 你竟然也能通下杀手 那名体驱敦式的男子 也是在此时 怒视向了沙盏 而面对他们的话语 沙盏却是十分淡然的轻蔑一笑 他看着关童等人道 你错了 我不是通下杀手 我是随随便便就下杀手了 你 众人被这话 也是气得 语色恼怒 看到这 总是使童巴 也是看不下去的 他直接皱眉说道 沙盏 大家怎么说 都是自己人 你那么做 未免过分 沙盏文言 撇了童巴一眼 然后 他把玩着手上的匕首 嘴角微笑道 真不好意思 我沙盏只和有实力的人 当自己人 至于那些废物 没有资格当我的自己人 这一语 也是进一步将众人给激怒 而面对众人的愤怒 沙盏则像个美食人一般 他只是把玩着手上的匕首 对着众人说道 好了 别浪费我的时间了 乖乖将崩穴交出来吧 呵呵 向我们交崩穴 关童冷笑了一句以后 他猛地吐了口痰 在地上 对着沙盏怒道 我呸 下辈子吧 沙盏眼眸闪过了一抹寒意 然后他看着关童 笑呵呵地说道 呵呵 知道为什么每一次我们蒙里出去执行任务的时候总是会死那么多人吗 就是因为像你这种愚蠢的人太多了 刷 叶某抖然一领 沙盏的那道身影直接在此时暴射而出 然后他无时紧握而起 直接便是对着关童一拳轰去 竟然他这是连关童都要杀了 看到这儿 关童也是神色周边 他很清楚 真的打起来他绝不是沙盏的对手 所以如果他被沙盏一拳轰中 不死即惨 而在关童色变间 沙盏的那刀身影也是直接靠近了他的身前 然后他眼眸中凶猛也是直接避险 给我死 他说是那权力直接提升 准备以更为恐怖的力量 将关童轰杀 也是这一刹 金采恩的那道身影忽然射掠而出 挡在了关童的面前 对着沙盏一掌硬汗而去 下一刹 金采恩的御掌轰荡在沙盏的拳头之上 直接便是爆发出了一股 恐怖的灵力风暴 然后他们的两道身影 全部都是在此时倒射而出 其中金采恩倒射出了二十步的距离 而沙盏则是倒退了二十三四步 竟然在这次的交锋上 金采恩略战上风 看到这 赛场中人无不都是松了口气 在他们看来 只要有人能够压制得住沙盏就可以 这样的话 他们进 可以拖延时间 等唐风出来 把沙盏给解决定 退 可以让金采恩压着沙盏 保持几方不平 而在他们松起间 稳住 身形的沙盏 则是看了看自己有些发麻的拳头 然后他抬起头 满是顽尾笑意地看下了金采恩道 真没有想到 一群废渣当中 也能逃出金子呢 听得这话 关通等人也是气怒无比 不过 此时的他们既不如人 也只能怒视着沙盏 没有说什么 当然 他们不说 金采恩会说 他神色冷漠地看着沙盏说道 我也没有想到 酒药联盟这群金子里 也会出现几个废渣 这话很明显 便是在说 沙盏等人是金子的废渣的 对此 沙盏也听得出来 但是他并不生气 反倒更加对金采恩感兴趣了 他谋带贪婪地看着金采恩 戏虐说道 呵呵 说真的 我就喜欢嘴硬的姑娘 那种直接倒提上来的 我真的是一点兴趣都没有 所以我要喜欢你 我要得到你 金采恩文言神色淡漠地撇了他一眼 然后他冷淡地说道 哼 有你 有佩 面对他这话 沙盏依旧是没有生机 他只是笑隐隐地看着金采恩道 我如果记得不错 你原本不是他们队伍里的人吧 你是后来加入的 金采恩冷漠地看着他 是又如何 如果是的话 那就很好办了 沙盏笑呵呵地说道 你既然是他们来到这里以后才加入的 那就说明你对他们并没有什么感情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就等我把他们都杀了以后 你就可以理事气壮地加入我们的队伍了 也不会心里过不去 或者感到愧疚什么的了 你觉得我会让你杀了他们吗 金采恩神色冰冷 面对他的这句话 沙盏都没有开口 那魁梧的红义便是直接轻蔑地冷横道 就凭你阻止不了我们杀人 金采恩直接看见他 就凭你杀不了我户的人 这一句针锋相对的话 也是让得红义心中怒火直接是升腾而起 他直接在此时双拳一握 双臂横肉紧绷地踏前一步 然后怒道 你找死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14集 说完他便想要上前收拾金采 不过红义还没有那么做 沙盏便是立刻拦住了他 沙盏笑眯眯地道 大块头 你别动 这娘们儿是我的 面对他这话 红义这才强忍下上前 虐杀金采安的举动 退了回去 而红义退回去以后 沙盏也是直接转过身 看一下了金采安 吸女儿笑道 女人我现在对你很感兴趣 所以我们打个毒怎么样啊 金采安说道 什么毒 沙盏笑呵呵呵地道 沙盏笑呵呵地道 这样我们打一场 如果你赢了 那么我便放你们走 或者我们走 他话一出 沈欣怡直接就不答应了 他立刻说道 怎么能够放他们走 不行 这绝对不行 沙盏闻言没有理审心意 依旧笑呵呵地看着金采 像是等金采的回话 而在他的住址下 金采也是直接说道 那如果输了呢 沙盏笑呵呵地道 说了的话 那当然是你做我的女人了 金采眼眸微凝 你不杀他们 为了你 我不杀 沙盏笑呵呵地说着 他的心中想得很清楚 他是不会杀 但是他会让红义他们杀呀 对此金采 虽然不知道沙盏内心的如意算法 但是显然 他也是不太相信沙盏的话 所以他有些狐疑地看着沙盏 而在他目光狐疑间 沈欣仪则是忍不住了 他直接站出来 怒视着沙盏道 沙盏 是谁允许你 不杀他们的 他这一语质问 说得盛气凌人 让他沙盏的心中 也是有些不爽了 沙盏眼眸闪过了一缕凶光 然后 他那身影猛地 闪到了沈欣仪的面前 用自己那略显阴白的面颊 靠近了沈欣仪的面前 对着他说道 是我自己允许我不杀他们的 你有意见吗 沙盏的这一话 说得充满着阴力的气息 让他沈欣仪心头都是一颤 所以 他原本还底气十足 有些盛气凌人的他 瞬间说不出话来了 而看到沈欣仪不说话 沙盏则是直接眼眸阴力的寄居道 以后记住 别用这种态度和我说话 不然我怕我控制不住撕烂你的嘴 面对他这话 沈欣仪则是彻底说不出话来了 他只是鬓角嘘汗流淌 心中战力 其实 别说是他 纵使是周全几人 都是被吓到了 他们没有想到 沙盏这疯子竟然这么的狠 竟然敢威胁龙幼的女人 当然他们 如果知道 龙幼根本就没有把沈欣仪当自己的女人 只是当个玩物而已 那他们便不会觉得稀奇了 接下去 在他们的注视下 沙盏则是最后阴厉的看了沈欣仪 然后 他缓缓的收回目光 不再理会沈欣仪 转身 继续的前去和金采恩谈 而看到沙盏转身离开 金采也是松了口气 然后 他看着沙盏的背影 眼眸深处泛起的屡屡 阴狠的波澜 沙盏你个混账东西 你给我等着 等回去之后 我一定要和龙幼说 让他狠狠地教训你 这笔账 他沈欣仪记下来 很明显沈欣仪是彻底恨上 这让他丢人的沙盏了 对此 那站在后面的红衣 也有看出来 但是他半点都没有在意 因为和沙盏一样 此时的沈欣仪 在他们的眼中不过是龙幼 可有可无的废物其子 龙幼根本就不会帮他 他们也随时可以杀了他 少逼女 红衣冷冷的 是向沈欣仪看了一眼 然后 他便是收回了目光 继续看沙盏去了 而在他和众人的注视之下 沙盏也是重新走到了 金采恩的对面 他看着金采恩再度恢复了那戏谑的笑容 怎么样 你答不答应啊 面对沙盏的话 金采恩显示看了一眼红衣 他觉得如果他不答应的话 那红衣肯定会和沙盏一起对他们动手的 而一旦打起来 他有信心拖住沙盏 但是他却没有信心 同罢能够拖住红衣 而一旦同罢拖不住红衣 那这事情便麻烦了 他们轻则伤亡惨重 重则群军覆没 所以金采恩想了想 终止决定采用缓兵之策 他看着沙盏道 好 我答应你 我们一战定高下 他打算和沙盏慢慢的来 拖到唐峰出来 对此 沙盏也不知道有没有看出来 总之他直接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意道 行 既然如此 那我们便动手吧 刷 几乎在他那后面几个字说出来的一刹 他那整个人直接强行一步 暴射而出 以迅雷不及掩饵之势 冲到了金采恩的面前 然后 他提起手中的匕首 便是对着金采恩的拨梗挥去 显然 虽然是鄙视 沙盏下手 依旧是狠 面颊上感受到 匕首传来的紧风 金采恩瞳孔直接一缩 而后 他想都不想 便是猛的往后一仰 朝着地上弯倒而去 从而硬生生的躲开了沙盏这一击 看到这儿 沙盏嘴角也是勾起了一抹糊涂 有趣 然后 他看着呢 为了躲他这致命一击 而直接后仰倒在地上的金采恩 猛的便是跃身而起 继续追击 直接对着地上的金采恩 狠刺而去 那力量之强 直接带起了刺耳的破空声 这一下 如果被刺中金采 当真是纵使不死 体区也得留下好几个坑洞 所以当众人看到这的时候 也都是神色一变 紧张说道 小心 而面对他们的提醒 那倒在地上 都还没有来得及站起来的金采恩 也是直接咬了咬牙 转身朝着旁边 翻滚而去 此时的他 已经不在乎什么形象不行象了 保命第一 砰 金采翻滚而开 杀斩的那匕首再度刺了个空 直接便是刺在了那土地里 不过对此 杀斩却并没有生气 相反的 他嘴角的笑意更深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 《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一千零一十五集 嗯 真的有趣 随着此语的吐出 杀斩的身影猛地从地上掠起 然后 他就像是一只螳螂般 飞扑而出 再度对着那滚到旁边的金采恩刺去 而和刚才一样 此时的金采恩依旧没有来得及站起身 所以他能住 只能是继续逃着旁边滚 对滚 杀斩的那一匕首 也是再度的刺攻 匕首刺进了泥土里 当然 和之前一样 虽然匕首再度刺攻 杀斩依旧没有介意 他还是再度略身而起 对着那旁边的金采恩刺去 没有办法 来不及起身的金采 只能再度的翻滚而开 接下去 他们两个人 也是一个不停的朝着对方死 一个则是不停的翻滚着 躲避对方的刺激 那场景既显得惊心动魄 也显得古怪有趣 毕竟一个人一直持续的挑刺 另一个人一个劲的持续翻滚着 这怎么看啊 都会让人感觉到有几分怪异的 当然如果可以的话 金采恩也是不想的 但问题是 从刚才到现在 杀斩一个劲的朝着他疯狂的进攻 根本就没有给他喘息的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 他虽然不想 但也没有办法 这当真是一步失误 后面步步艰难 耍 而正当金采恩头疼尖 杀斩那心的意思 也是刺过来了 对此金采恩几乎想都不想 条件反射的 便是朝着一旁滚去 只是这一次 杀斩似乎对于他这举动 早有预料 杀斩看着朝着一旁滚去的金采恩 嘴角一翘 等的就是现在 下一刹 杀斩想都不想 直接举起另一时不拿匕首 但不知何时拿着三枚暗镖的手 对着金采恩挥标而去 三道暗镖 直接滑布半空 直直地朝着金采恩的体躯 要滚停的地方射去 那角度成功预判 看到这儿 关同等人都是神色一变 不吼 因为此时的金采恩还在翻滚的过程里 他根本就来不及反应躲避 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体躯 滚到那块土地上 然后被那紧随而至的暗镖刺住 冲心 滚同眼看着金采恩要出事 他终是忍不住 直接一个纵身 整个人飞扑出去 他这一步 也是不偏不倚 正正地扑到了金采恩的体躯之上 而几乎在关同的体躯扑到金采恩的身上 将金采恩护住自己身下的同时 那三道暗镖到了 扑扑扑 下一查 只听到三道闷哼 那三道暗镖 便是直直打在了关同的背脊之上 刺激了他的血肉之中 让他那鲜血 刺激而起 众人看的刺激都是神色一变 积极地道歇了狗粮 他们惊声道 关同 而在他们紧张间 那被关同护在身下的金采恩 也是反应过来的 他看着眼前 那紧咬着牙关 面颊因为疼痛 而有些扭曲的关同 面色同样微变 他看着关同说道 你过来做什么 显然金采恩这句话 带着几分喝止的意思 但是 这正是因为他在乎关同 所以才会急慌慌地说这样的话 他不想关同过来 不想关同 因为他而受伤 而面对金采恩的问话 关同也是裂开那牙缝里 已经一血的嘴 笑着道 我也不想过来的 但是这身体 他就是不听使 完了呀 你 金采恩听着他这狠烂的谎话 他的眼眶失红了 而在他眼眶失红间 沙闪则是不爽了 毕竟 在他的眼中 金采恩可是他的囊中之物 是他的人 他怎么能够允许别人到他面前来英雄救美 来占便宜 想到这儿 沙闪看着他扑在金采恩的身上 将金采恩护住的关同 眼皮叼了跳 雨掉阴冷道 小子 既然你那么喜欢党的话 那么我便成全你党个够 随着词语吐出 沙闪眼眸直接一领 然后 他那手上再度显露出五个暗标 紧接着 他对着关同便是猛的甩住 下一刹那五道暗标 直接便是对着关同的体虚 飞蛇而去 而且每一道都是正对死血 显然 沙闪这是想至关同于死地的 看到这儿 金采恩彻底的恼了 混账 他叫喝一声 然后直接用御手抓住了地上的沙子 这抓住以后 他想都不想直接将体内的灵力 全部灌注到那沙力当中 而后 他猛的挥手而出 将这些蕴含着浓郁灵力的沙力 对着那五道暗标回去 当当 下一刹 那些沙力便像是雨地一般 疯狂地打在那五道暗标之上 最终 打得五道暗标 承受不住 旋转着倒飞而回 无力地坠落于地 看到这一幕 同爸等人也是不由松了口气 而在他们松起间 金采恩则是不敢停顿 他直接猛地一拍地面 那反阵的力道 抱着关童站起了身子 因为他很了解沙展 如果他不趁着这个时候立起身子 那沙展下一次的杀招 便会立刻跟来了 到的那时 便又是一次次打的 他找不到还手的机会 蒙的起身站立住 金采恩立刻带着受伤的关童 来到了苏蒙的身边 然后他匆匆地将关童交给苏蒙的 替我照顾他 这一句替我 到当真有自家男人的意思了 所以听到这 那原本还感觉快挂了一般的关童 立刻来了精神 他看着金采恩 直接咧嘴笑道 你不用那么担心我 你男人我讲着的 没事的 说完话 当金采恩听到关童那么说的时候 他当真有种立刻撕烂关童的嘴 把他弄死的冲动 但是一想到关童刚才 那为他所作所为 一想到他现在的负伤 他便忍不住了 他只是看着他说道 等打完再收拾你 说完金采恩直接转身 朝着沙斩走去 对此关童是不由地满身迷恋地 看着金采恩的背影 悠悠地说道 哎 真不愧是我的女人 连放狠话都放得那么美 那么迷人 不知道为什么 他有点想打关童的意思 对 趁人之危地打关童 而在苏蒙那么想间 金采则是继续地朝着沙斩走着 他边走 边有着两柄短刃 从袖口直接落到了手上 然后他拿着那两柄短刃 不断地朝着沙斩靠近 眼眸泛起了屡屡的杀意 你伤我 没关系 但是 你为什么要伤他 你伤他 你就得死 此时此刻连的金采恩 自己都没有注意力 他在愤怒的时候 所说出来的话 已经完全偏向关童了 而且 天得像恋人 刷 猛地此时 纵身而出 金采恩拿着两柄短刃 直接便是冲到了沙斩的面前 然后 他想都不想 举起两柄短刃 便是对着沙斩 呼一杀而去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 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01-6集 两刀寒光 随着短刃的挥击 在此时应召而起 看到这儿 沙斩也是眼眸一闪 然后 他想都不想 下意识地 便是抬起手中的匕首 迎击上去 下一场 沙斩 也只直接两击 挡在金采恩的短刃上 从而将金采恩的进攻 给硬生生地挡了下来 那星火四千千 沙斩那整个人 也是直直倒退出了 颇长的一段距离 然后 他都还没有来得及 稳住身形 金采恩便再度地冲杀过来 他再次对着沙斩挥杀而去 看到这儿 沙斩设法 只能再次举起 不一手疙瘩 接下去 双方的进攻 也是直接对调的 从一开始的沙斩宫 金采恩房 变成了金采恩宫 沙斩房 而且相对于 沙斩的充满艺术气息的性功 金采恩的进攻 便显得暴力多了 他每一次都是挥击得极为用力 每次都是打的那星火四千 沙斩整个人直直的倒退而出 而在金采恩这样狂猛的进攻下 沙斩的匕首都是打得有些崩 一个个缺口在匕首上显露 眼看的都有崩断的迹象 也是因为看到这个迹象 金采恩直接眼眸一闪 出手便更加的猛了 猛的一息 打在沙斩的匕首上 沙斩的整个人直接 便是被轰得倒舍而出 他与地间划出一套长长的划痕后 停落而下 然后一道轻微的军猎声 直接响起 众人寻声望去 便是看到沙斩的虎口 在此时崩裂了 那阴红色的鲜血 直接从其中流淌而出 低落于地 看到这 红叶都是眼眸一闪 心中微惊 这女人竟然当真能打败沙斩 他可是很清楚的 沙斩虽然不擅长正面硬汉 但是沙斩的力量依旧不容小觑 而金采恩能够将沙斩打得虎口崩裂 这足以证明金采恩实力的恐怖 可以让人敬畏 而在红意那么响的时候 关童 苏蒙等人 则是直接乐了 毕竟沙斩吃饼 可是他们最想看到的事情 呵呵呵呵呵 看到 你有没有看到 这就是我的女人 厉害吧 那在苏蒙等人的帮助下 拔去背上暗镖的关童 直接趴在旁边的岩石上 嘚瑟的说道 文言 众人强忍着上去打他的冲动 继续看向沙斩和金采 而在他们的注视下 沙斩则是彻底的活的 他看着崩裂的虎口 看着那虎口上溢橱的阴红色鲜血 一股愤怒的怒意 于心中生疼而起 长这么大 还没有哪个女人能够伤到我 你是第一个 但也是最后一个 猛的一脚躲在地上 沙斩这次是转手围攻 直接对着金采安杀去 眼看着沙斩冲刹而来 金采安也是不甘示弱 同样冲出 对着沙斩硬汗而去 下一差 他们那两套身影 也是直接在半空相遇 然后疯狂的对着对方 崩荡而去 硬汗而洗 随着那匕首和短刃 在此时不断的相击着 无数星火也是直接剑洒而去 当然 这还只是开始 接下去 随着他们双方在此地的相撞 打斗起来 金采安和沙斩这两个人 也是像疯了一般 开始在此地毫不留情的疯狂激斗起来 只打得此地飞沙走时 恐怖的灵气 剑射四方 让得四方大地变得坑坑洼洼 无数虫鸟都只在这个时候选择搬家逃离 避免自身受到波及 那恐怖的灵气疯狂的席卷着 犹如雷霆咆哮 看到这 在场中人也是心中紧张起来 他们都想看看 这疯狂激斗的二人 到的最后究竟是谁会赢 三 你可一定要加油啊 那些酒药的人 看着已经打到半空之上的金采 一个个眼眸里 也满是紧张的期待 他们是真的不想金采安输 毕竟那样的话 代价太大了 与此同时 关董也满是紧张的 看着半空上的金采 悠悠的道 老伯 你可千万别出事啊 我可不想我刚叫了女朋友 变成了寡男 而在他们紧张的注视下 又是一道激烈的碰撞声 在此地响荡而起 然后 他们便是看到 那苍穹上原本一直 胶着战斗的二人 直接在此时有着一道身影 像是受了伤一般 被轰的倒舍而回 从而重重的携坠在地间 体骑移椎到地上 直接便是将地面砸住了一个深坑 那碎石和尘土立刻便是砸剑而出 看到这关童苏蒙等人的神色 不由的难看了起来 当然 他们不是被深坑出现 而神色难看 而是那深坑里面 渐渐显露出声音的是金采恩 而神色难看 金采恩他败了 众人看着那躺倒在深坑里的金采恩 看着他那双手虎口崩裂 嘴角腾血的模样 也是心中有些惊骇 要知道他们还以为金采恩能够赢的 结果却没有想到他们输了 是沙斩赢的 而在他们那么想见 那体局同样有着伤势 整体不太好看的沙斩 直接从宫中缓缓地落了下来 然后他看着深坑里的金采恩 面目中透着几分自傲 看来你输了 嘴中再度吐出了一口闲息 金采恩看着眼前的沙斩 缓缓站起了身子 然后他看着沙斩说道 你并没有把我打败 我也没有输 他说着玉手紧握着两柄匕首 再度对着沙斩冲杀而去 看到这 总是是沙斩都忍不住地皱了皱眉头 说实话 此时的他状态其实不比金采恩好多少 所以如非必要 他其实是不想再和金采恩打的 他想最好是金采恩自己能够识趣投降 而在沙斩那么响的时候 金采恩的身影也是立刻逼近了 眼看的便要靠近他了 刷 也是在这个时候 红义那道极为魁梧的身影 竟然放弃了站在沈欣怡身边 放弃了继续镇压那一直压制的槽里 他直接从鞋地里冲到了金采恩的面前 然后他想都不想举起拳头 便是对着金采恩一拳砸去 对此金采恩虽然意外 但也没有办法 他只能是转而进行割挡这一招 下一刹 红义那一拳轰荡在金采恩的双臂之上 直接便是将那金采恩那整个人 都得轰得倒飞了出去 重重摔倒在这沙地之上 并且还滚了几圈 最后 一口阴红色的鲜血 从他的嘴里吐出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017集 啊 陈 关童 苏蒙等人看到此景 皆是神色一变 而后关童猛地怒视向红义 怒制道 说好了 蛋打都督 你竟然出手偷袭 面对他的问语 红义像是看小手般 神色淡漠地说道 是他们打得实在太慢 所以我才忍不住出的手 更何况你刚才不是也出手了吗 这最后的一句话 也是说得关童 有些哑口无言 好一会儿他才是反应过来道 我出手只是为了自保 但你出手却是要对方的性命 这完全是两个概念 不一样 面对关童的话 沙展直接是冷声吃笑道 哼 出手就是出手 没有人不一样的 你 关童气得语色 沙展没有继续理会他 而是直接对着那躺在地上的金蚕道 现在你已经输了 那么接下去你是我的人了 面对他的话语 金蚕抢忍着身上的剧痛 缓缓站起了身子 然后他伸出手抹去嘴角的鲜血 看着沙展倔强地说道 我还没有说 可以再来 沙展的眼眸闪了闪 然后他看着金蚕道 不得不说我是真的对你挺感兴趣的 很想把你给带回去 当我们队伍的第八元 同时当我沙展的女人 但是无论我多想把你带回去 我的耐心也是有限的 如果你一个劲地想要强行拖延的话 那么我只能忍痛割爱 宰了你 很明显沙展之前是知道金蚕在拖延时间的 只不过他一开始沙展时间终于 没有去在意这些 但是现在 他开始在意这些了 毕竟时间有限 他拖了太久的时间 一旦龙幼生气 那可就麻烦了 闻言金蚕也是眼眸闪了闪 因为从沙展的话语 他听出来了 他的时间不多了 沙展已经没有时间和耐心 继续和他耗了 他要强行动手了 不过对此 金蚕并没有什么太多的畏惧 可以说当他选择和沙展等人对抗的时候 他便已经预料到这一天了 真抱歉 我对你的爱 没有兴趣 金蚕直接像是针锋香对般 看着沙展道 沙展闻言 眼眸直接犯过了一抹凶猛 然后他看着金蚕道 看来你是不掉棺材不落泪了 行 既然如此 那我便将你打死 让你明白你究竟输了没 随着此语的吐出 沙展猛地在此时搅护踏地 然后他那整个人直接在此时纵上而出 对着金蚕杀去 这一次 他的速度很快 只转瞬间便是出现在金蚕的面前 半空之上 然后沙展守时 那已经有了崩了口的匕首 直接对着金蚕的头颅 狠刺而下去 看到这一幕 关童 苏蒙等人的心 瞬间便是紧揪起来 不好 此时此刻他们看向金蚕的目光满是担忧 而和他们相反的 沈欣怡的嘴角 则是直接掀起了一抹笑意 他眼眸满是戏谑地看着金蚕 心道 死的 给我快点去死吧 很明显 他对看到金蚕能够死在他的面前很兴奋 或者说 只要唐风 苏蒙等人不好 他便高兴 接下去 在众人心绪各异的目光中 沙展那手中的匕首 也是就这样不偏不倚地朝着金蚕的头颅刺了下去 然后他看着那根本来不及反抗的金蚕 面预备 面预夹上泛起了一抹虚伪的惋惜 哎 你我终究还是无缘 死吧 贱人 刷 伴随着沙展那后半句的吐出 他的眼眸直接在此时变得凶杀 同时 他看向金蚕的目光 已经变得像是在看一颗死人了 与此同时 金蚕感受到了头顶那裹鞋车的进风 狠刺而下的匕首 心中也是生起了一股无力的绝望 抱歉 很对 我尽力了 他说是缓缓闭上了眼睛 准备等死 然而正当金蚕那么做的时候 一道凌厉的破空声突然从那甲铃藏当中传了出来 而后 众人便是看到一块小石子 以极快的速度 划破了半空重重的击打在了沙展的左肋之上 是的 这一次他直接打在了沙展的身上 而并没有打在他的匕首上 石子打在沙展的左肋 他只感觉一股恐怖的劲力爆发而开 然后他那整个人便是被这颗石子轰得朝着侧边飞了出去 重重的摔倒在了地上 同时 他那肋骨的骨壳直接断了 一口阴红色的鲜血从嘴中吐出 众人看到这一幕 都是齐齐到齐的口凉起 愣住了 然后 他们齐齐的转头看去 便是看到了那带着红鹰 秦轩等一群人 从甲铃藏中缓缓走出来的唐峰 唐峰那一双深邃的眼眸 冰冷地看着沙展说道 你这举动便是在生死步上跳舞 自己找死 这一举满含着沙戏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18集 草地上 当他关童苏蒙等人 看到汤峰的出现时 他们的面颊上其实露出了喜色 心中激动 啊 唐队 在他们看来 汤峰来了 那他们 并不用再怕了 与此同时 金蚕铃看着出现的汤峰 也是松了口气 得救了 而和他们相反的 沈欣仪则是 直接眸中 透出了浓浓的恨意 他眼眸 死死地盯着汤峰 宇宙在此时紧握 信道 汤峰 你个混账东西 你等着吧 接下去 我一定要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沈欣仪想过了 他一定要让沙蝉他们杀了汤峰 弄死他们 当然 其实不用沈欣仪说 沙蝉也会那么做的 毕竟在会馆的时候 沙蝉便已经和汤峰杠上了 此时 沙蝉眼看着汤峰的出现 他那眼眸 也是忍不住地缓缓 眯了起来 然后 他毛头 阴冷沙意地看着汤峰 嘴角斜笑道 汤峰 你出来了呀 我可是等你很久了呀 汤峰微言 直接淡漠地走到了 金三恩的面前 然后 他拍了拍金三恩的肩膀 示意他 退下去以后 直接转头 看见了沙蝉道 等着我来 娶你的狗头吗 如果是这样 你当真是太客气了 这话一出 那苏蒙等人 都是忍不住地笑了出来 显然 他们被唐峰的话 给逗笑 而听到他们的轻笑声 沙蝉的身色 也是显得越加的难看 他皮笑肉不笑地 看着汤峰道 汤峰 你现在嘴是挺硬的 就是不知道 我把你的头颅 斩下来的时候 你的嘴 还能不能那么硬 汤峰文言 白皙的面颊上 泛起了一抹 异味深长的笑意 然后 他看着沙蝉 没有半句多余的废话 直接便是纵身而出 对着沙蝉 一拳轰荡而去 看到这 沙蝉也是眼眸一闪 似乎 连他都没有料到 汤峰竟然会 二话不说 直接动手 这行径 当真是果断无比 下一插 汤峰 那身影 直接冲到了沙蝉的面前 然后 他直接 五指紧握成拳 对着沙蝉 便是一拳轰荡而下 对此 沙蝉想都不想 条件反射的 便是将双臂 护于身前 而在他双臂 护在身前的那一刻 汤峰的拳头 也也是到了 拳头轰荡在双臂上 沙蝉只感觉一股极为恐怖的力量 在双臂上爆发而开 然后 他那双手臂的衣袖 直接便是崩裂而开了 同时 他的整个人 直接在此时倒舍而出 他一路上的 划出的一道不深 但也不浅的划汗 那滚滚尘土 在此时四扬而起 那场景 看得红翼都是眼眸一闪 而在他眼眸微闪间 汤峰则是神色平静的 看着沙蝉说道 这是第一拳 沙蝉闻言是眉头一动 然后 他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汤峰那套身影再度纵身而出 对着他轰圈而来 那速度极快 直接再度以迅雷不惜 一耳之势冲到了沙蝉的面前 然后 对着沙蝉是一拳轰下 看到这儿 那双臂都已经被 唐峰刚才那一拳 轰麻辣的沙蝉 只能咬了咬牙 再度举起 金星格达 砰 双臂举起 唐峰那一拳 再度不偏不倚的轰在了上面 然后 不出半点的预料 沙蝉那整个人 便是被一拳轰的飞了出去 不错 这一次是直接飞出去的 沙蝉那整个人在半空中 飞出了一道弧心 重重的摔落在了地间 然后 他整个人在地上 又直直的倒退了数步以后 才是堪堪 稳住了身形 而随着他身形的稳住 在场的沈欣仪等人 也无不是道歉的口凉起 因为他们竟然看到 沙蝉的那双臂 在腾峰这两拳之下 直接便是被轰得污肿了 隐约还有着淤血要爆出来 那场景看上去 有些甚人 有些惨 而在众人的心境间 腾峰则是神色平静的 看着沙蝉的 这是第二拳 随着他这句话吐出 众人忽然意识到了 腾峰这是打算一拳一拳的 将沙蝉直接给打死 果然 他们这想法诞生 唐峰那身影便再度的涉略而出 他五指紧握对着沙蝉 是再度的一拳打去 而这一次 唐峰更快 更猛 那拳头锁过 连的空间 都是泛起了层层的波澜 刺耳的空气爆裂之音 相当的明显 看到这儿 沙蝉瞳孔皱缩 然后 他直接便打算仰面翻滚了 因为他清楚 这一拳来不及借的 不过 正当沙蝉要这么做的时候 红翼的那道身影 直接挡在着他的面前 然后红翼猛的双脚 让得自己的双脚 像是植物般深深的陷进了地里 扎根于地体深处以后 双手猛然紧握 从而让得全身的肌肉 都是在此时紧绷而起 也便是让得全身的肌肉 都在此时陷入最紧绷的状态 以此欲敌 而差不多也是在沙蝉体区 肌肉紧绷的一刹 唐峰的拳头到了 砰 下一刹 唐峰的拳头 直接轰荡在红翼那胸膛上的横肉上 从而直接便是轰出了一道沉闷的撞击声 然后他那脚下的大地直接军立而开 列文朝着四处疯狂的蔓延而去 不过纵使是这样 红翼的体虚依旧没变 他站在那仿佛不动如山 倒是腾风 看着拳头打在了红翼的身上 便像是打在了何等铁板之上 非但没有轰伤红翼 反倒还被红翼那体虚上所带来的反阵之力 给震的倒退了回去 他吱吱的倒退了十数步以后 停落了脚步 看到这 看到这 在场的关童等人都是神色一变 心中微惊 这红翼的右身 竟然那么的强吗 还将唐队硬生生给挡了回来吗 他们神色震撼 有些难性 毕竟 唐峰那一拳的威力究竟有多强 他们可都是清楚的 与此同时 唐峰感受着手上的蚂蚁 那看着红翼的眼眸 唯唯的拧了拧 好强悍的肉身 而在唐峰那么想见 红翼则是不卑不喜看了唐峰一眼 然后 是吊转过头 看下了沙斩 怎么样 你没死吧 沙斩咧咧咧 那一出血丝的嘴 没事 我只是有点疼而已 红翼看了他一眼 倒还是那么嘴硬 沙斩咧嘴而笑 没有反驳 红翼说道 既然你没事 那么接下来 你我配合 杀了他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 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119集 沙斩咧开了嘴 笑得何许 行 虽然他刚才被唐风 打得有些惨 但是他依旧不去唐风 因为刚才 他之所以会惨 是因为他和唐风 比拼了肉身 而他最强悍的 可不是肉身 而是身法 那种神鬼莫测 杀人于无形的身法 红翼擅长的 才是肉身 所以沙斩觉得 如果他和红翼搭配 一个以肉身 硬扛唐风的攻击 一个以诡辩的身法 袭杀唐风 那么唐风不是对手 他们定然能够杀了唐风 懂手 沙斩眼眸一领 然后他的身影率先 冲掠而出 对着唐风 冲杀而去 那速度之快 当真是仿如幻影 娇游而过 看到这儿 纵使是连唐风 都是忍不住的眼眸微缩 心中波澜微动 这家伙的身法 到底确不俗 但可惜 光有着身法 没有杀伤力 是没有用的 轰 体内的灵力 直接奔涌而出 唐风 脚步都无须地坐地 那身影 便像是一抹流光一般 带着道道的残影 在此时 飞舍而出 然后他无耻紧握而起 直接对着杀伸硬汗而去 下一差 两道身影在此地交汇 直接便是疯狂地厮杀而起 他们双方二人 都是凭借着自身的身法手段 快速变换着位置 疯狂地攻击着对方 而或是因为双方的身法手段 着实是太高了 所以他们打了才十多分钟 硬生生 没有伤害到对方分号 唐风的拳头 都会被杀伸的匕首给挡下 而杀伸的匕首 每一次都会被唐风 轻而易举的多闪而开 所以他们打了半天 都没有被伤到分号 看到这 沈欣怡 不由是暗暗咬牙 这个废伍竟然连唐风都打不过 还好意思自称欺人队的人 废伍废伍废伍 他在信中 暗骂了一通以后 直接将目光看向红义 他沉喝道 你个傻大哥 还愣着干嘛 还不上去帮忙 帮助他一起杀了唐风 说实话 如果不是因为眼下战斗在袭 情况不明了 那当红义听到沈欣怡的话以后 他恐怕直接便是动手 一拳将沈欣怡打成渣了 毕竟你沈欣怡算什么东西 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指手画脚 不过最终红义还是忍了下来 他看着眼前那打得看似轻松 实则胶着的唐风和沈欣 重视打算出手 帮助沈欣收拾唐风 然而正当红义打算出手帮忙的时候 同霸和金采恩的身影 直接挡在了他的面前 他们看着他满是警惕的敌意 你最好别乱动 不然 我怕我会忍不住宰了你 金采恩神色平静地看着红义 眼眸里透着寒意 此时的他对红义等人 他是真的半点好感都没有 所以他说话非常的直接 红义文言神色淡漠地看着他们道 既然你们想死 那我便要成全你们 先杀了你们再去收拾唐风 说完他抬头看了眼 依旧没那么容易分出胜负的唐风二人 直接纵事而出 对着铜蛙和金采恩杀去 他那体虚冲出 仿如黑熊出山 凶煞无匹 看到这 金采恩想都不想立刻迎接而上 而铜霸则是在沈心仪的目光下 迟疑了一下 然后才是冲上去和金采恩配合 一起收拾红义 碰碰 下一插三道身影在此地会去 他们直接便是疯狂的轰荡而起 各思相迎 而不得不说 红义的肉身是当真的恐怖 在金采恩和铜霸的联手攻击下 被打中好几次的他竟然半点事都没有 反观金采恩和铜霸 明明没有被打中其次 却已经开始伤痕显露了 看到这 关同 苏蒙等人的心虚 更加紧张了起来 尤其是关同 那紧张的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他紧咬着牙倒 这个红义的究竟是做什么的 怎么做到肉身那么的强横 这简直 单凭这肉身 便可以和十一田的强者相抗横了 众人文言纷纷的点头 因为红义的肉身实在是太恐怖了 而在他们那么响间 苍穹上唐峰和沙斩的颤抖 也是缓缓提升到了一个顶点 那沙斩在避开唐峰的又一次击杀以后 整个人直接出现在唐峰的不远处 然后他看着眼前的唐峰 嘴角糊涂微勾道 唐峰 我和你打了半天 本以为你是很强的对手 但是现在看来 你其实也不过如此 半天无法伤我分好 唐峰文言神色平静地说道 我不伤你 不是我打不过你 而是因为你的脸太丑了 如果我再打伤你的脸 那便彻底地无以加负了 唐峰你 沙斩不傻 自然听得出来 唐峰的这句话 其实就是在嘲讽的 所以当他听完这话以后 他也是直接的怒了 好 既然你那么说 那我便要好好看看 这世界上究竟是你丑 还是我丑 耍耍 体内的灵力直接爆发而出 然后沙斩那道身影 竟是在此时以极端诡异的状态 在半空之中化成了树道杀斩 一模一样连的气息都一样 然后树道杀斩 直接在此时 由各个风向对着唐峰杀绿而去 那场景像极的所谓的分身杀敌数 看到这儿 唐峰不由缓缓地吐了口气 然后他缓缓抽出了腰间的银色软件 悠悠地说道 今天我便让你明白 什么叫一剑 何当百万石 耍耍 伴随着唐峰这话语的突出 他那手中的银色软件 直接便是在此时挥动而起 对着那射杀而来的树道杀斩 攻防而去 下一场 唐峰的体虚四周 在这银色的软件下 直接便是显现了无数的寒光 掀起了所谓的剑力风暴 那风暴包裹着唐峰全身 将那些杀战的一切进攻 全部都割荡于外 众人看着此景 皆是忍不住的倒戏的口凉起 心中震撼 真不愧是唐队啊 一手剑术 是这样的滴水不漏 那一刻他们看着唐峰 挥舞力剑 当真有种金钟照护身的感觉 割荡了一切进攻 而在众人为唐峰的剑术感到惊叹时 那铜霸他们的战斗 也是直接达到了胶着的点上 铜霸和金蚕 开始撑不住了 砰 猛的一拳轰出 铜霸直接便是打在红翼的左侧肋骨处 在他看来 红翼的肉身再强悍 但总归有相对来说偏弱的地方 而在这左侧肋骨处 便应该是偏弱的地方 所以他想轰击这里 打伤红翼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20集 只是当铜霸的拳头 接触上红翼的左侧肋下时 他才是发现红翼的这里 一样强悍 似乎红翼早已修炼到 全身坚硬如铁的境界了 他竟然这么强 铜霸感受到红翼肉身的恐怖 不由眼眸泛过的一缕波澜 也是他心起波澜的一刹 红翼的拳头来了 下一刹 红翼趁着铜霸一拳 刚打在他的左侧肋下 还没来得及 其手力反击的空隙 直接一拳是轰在了 铜霸的胸膛上 砰 拳头轰荡在胸膛上 铜霸只感觉一股恐怖的蛮力 在他的胸膛上爆发而开 然后他那整个人 便是在此时直直的倒舍而出 于半空中挖住了一道弧度以后 重重的摔落余地 以后鲜血直接从他的嘴中吐出 似乎在肉身的对汗中 同样一肉身见长的铜霸 败了 看到这一幕 在场中人都是神色微变 尤其是关童 苏蒙等人 他们都没有想到 铜霸竟然会败得那么快 而在他们 有些惊骇间 沈欣怡的嘴角 却是缓缓地勾起 他看着那倒在地上的铜霸 心中冷笑 哼 铜霸 算你失去 你如果再慢点倒下 那等会儿 我定要和你好好算算账 既然他知道铜霸败得那么快 不是他的肉身真的弱到了这个地步 而是因为铜霸是故意装疏 他才为他们提供便利 对子鸿叶似乎也是知道一般 所以他将铜霸打退以后 并没有成胜追击 一举杀了铜霸 他只是平静地撇了铜霸一眼 便是转过头对着金蚕继续攻击 而此时的金蚕 本就是刚刚和沙斩打完 处于负伤的状态 完全是靠铜霸的配合 才苦苦支撑着 现在铜霸败了 他一个人独目难知 根本斗不了红衣 所以没几招 红衣便是一拳哄在了他的胸膛之上 和给铜霸的一拳相比 红衣的这一拳 便显得更为的霸厉了 那拳头轰在金蚕胸腾的一场 众人便都能够清晰地 听到骨头碎裂的声音 咔嚓 而随着骨头的碎裂 金蚕那娇小的身影 直接便是倒舍而出 然后像是一只脱着线的风筝 在半空当中摇摇晃晃地落坠而下 重重地坠落在地间 带起滚滚的尘头 蹭 官通看着此景神色骤变 然后他顾不得身上的伤势 立刻上前抱住地上的金蚕 满是担忧地问道 咱 你没事吧 与此同时 红衣苏蒙等人也是在此纷纷地上前 关心着问鱼 而和他们相反的 沈心仪则是随小掀起了一抹糊涂 猫头精灭 在龙幼的小弟面前 他们一个两个的都是废物 没用的废物 文章我宰了你 沙地上官通眼看了金蚕受了重伤 有些出气多 进气少的感觉 直接便是忍不住地起身 小和红衣薄命 但是却被苏蒙 红衣等人给拦了下来 毕竟他们都清楚 以官通的实力 别说他现在受伤 哪怕不受伤 上去都是送死 而随着官通被他们给拦住 红衣也是淡漠地撇了官通一眼 便是忽略了官通 逃着唐风那边踏掠而去 他加入战场和沙斩 一起对付唐风 看到这 官通的小暴脾气 更加的忍不住了 毕竟红衣这时 既打伤了他喜欢的女人 又轻视于他呀 官通紧握拳头道 混账东西你别走 老子打死你 文言 苏蒙 金蚕等人 都是打算开口喧语 只是他们还没真的开口呢 官通那整个人 便是直挺挺地向后倒许 晕在了众人的怀里 是的 他因为失血过多 以及怒气攻心的影响 晕过去了 不知道为什么 众人此时的心绪 都有些复杂 当然 他们也没有复杂太久 因为那不远处 唐风 那愈加激烈的扇头 直接便是将他们的目光 吸引过去了 恐怖的激动声 在此时响起 那远处的沙斩和红义 在这个时候都是疯狂地朝着 唐风 硬喊着 其中 沙斩是凭借着他道道的身影 以各个角度 疯狂地进攻着唐风 将从唐风的身上突破一个口子来 杀了唐风 而红义则像是所谓的坦克 那正面碾压的姿态 一拳一拳地轰荡着 不过 纵使他们两个人 攻势那么的凌厉 那么的狂猛 但他们却依旧没有供获唐风的剑阵防御 唐风手中的银剑挥舞着 并像是那金钟罩 护住了他的政客体虚 让得他们攻击 都靠近不了自己分行 看得刺激 苏蒙等人也是不由松了口气 说真的 他们是真的担心唐风扛不住 毕竟以他们现在一个个都受伤的状态 如果唐风扛不住 那差不多他们就完了 大家都别光看着 速速疗伤的疗伤 恢复的恢复 尽可能的快点调整过来 帮助唐队 或许这一路走来 经历的多了 所以红莺都生出经验来了 他直接便是让大家快速调整 不要当看着唐风的战斗 毕竟那样帮不了唐风 还浪费时间 众人文言也是纷纷点头 然后他们一个个的就开始直升 恢复自身 而其余情况稍微好一点的 类似颜老四等人 则护在了金散 红莺等人的四周 保护他们 让他们能够尽情的疗伤 同时时刻关注着战局 不远处 沈信仪眼看着红莺 严老四等人 开始调整状态 也是急呢 因为如果真的让严老四 魏金元等所有人都恢复过来 然后他们一拥而上的话 凭红莺和沙展 还真不一定能赢 想到这儿 沈信仪再也忍不住 直接对着不远处的小土坡喊道 你还磨蹭什么 还不出来 配合沙展他们 杀了唐风 杀了这群狗东西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21集 伴随着沈信仪的话语响起 杨老四 红莺等人 其实心中一颤 然后 他们的目光 极其朝着 沈信仪所望的地方看去 还有人 而在他们略先紧张的出事下 果然有着一道倩影 从土坡的背面 环环走上土坡的顶端 然后 他又顺着那顶端 环环走下来 一路走到他们的面前 这是 毒田 严老四 红莺等人看到这道倩影 看着他 那扎着无数辫子 穿着超短牛仔裤的熟悉模样 神色瞬间一变 心中悲惨 他们又认出来 此人就是七人队里的 卢田 七人队 来了三个 他们 这是完全有备而来 严老四 看着他缓缓 走进了这里的卢田 也是 新潮翻涌 他觉得 龙幼他们这次 就是针对他们而来 而在卢田 新潮翻涌间 沈青衣则是看着他 走到前面的卢田气道 卢田 你刚才在做什么 为什么不早早出来帮忙 卢田 伸了个懒腰 满是慵懒的说道 嗯 哎呀 我在睡觉 沈青衣闻言 瞬间就火了 他怒视着卢田 喝止道 大家都在打架 你却在睡觉 你这是没有脑子的吗 叭 叶某 陡然一领 卢田 想都不想 便是一个巴掌 甩在了沈青衣的脸上 那精确的巴掌 响起间 一道红色的手印 直接印了上去 看到这儿 不仅是关童 苏蒙等人愣了 就连周全他们都愣了 他们都没有想到 卢田 竟然二话不说 直接出手 打沈青衣 毕竟沈青衣 可是龙幼的女人 哎 猛的在此时尖叫出声 沈青衣感受到 面颊上 那火辣辣的疼意 整个人 已是陷入了疯狂了 她伸出手指 指着卢田 怒然说道 你 你竟然敢打我 你竟然敢打我 面对她的话 卢田不耐烦的 是皱了皱眉头 哼 活躁 她说着 又扬起了手 一巴掌 打在了沈青衣的脸上 打得沈青衣 那话语 戛然而止 当然 话虽然是止住了 但是沈青衣心中的怒意 却没有止 她看着眼前的卢田 感受着 又一道清脆的巴掌 彻底的 有些疯狂了 她喊道 卢田 你疯了吗 我可是龙幼的女人 你竟然敢打我 你 啊 沈青衣的话语 都还没有说完 卢田 又是一巴掌 打在了沈青衣的脸上 而这接连的 三巴掌 也终于 是让沈青衣 冷静了下来 她看着眼前 像是根本不在意 她身份的卢田 咽了口唾沫 心虚的 不敢说话了 而看到沈青衣 不再骂了 卢田 才是意犹未尽地 放下她 那刚刚抬起 准备 再来一巴掌的手 她撇了撇嘴道 嗯 怎么就不骂了呢 如果实力允许 她恐怕真的 要上去打死卢田了 这也太过分了 而在沈青衣心中 骂语之间 卢田则是兴趣缺缺地 看着沈青衣道 以后记住 你不是佑哥 你没有资格命令我们做事 这次是第一次 我只给你点教训 如果还有下一次 那我就直接把你的头颅 给扭下来 卢田说得平静而淡漠 好像是在阐述一件 很稀松平常的事情 但是听在沈青衣的耳中 却是让得她心头微挺 她着实无法将眼前模样 还不错的卢田 和那专门 是喜欢拧人头颅的疯子 联想到一起 而在沈青衣的心产间 卢田则是直接 淡漠地撇了她一眼 然后 她便是直接踏步而过 朝着阎老四等人走去 她走至阎老四等人面前说道 我现在问你们 你们愿不愿意投诚 如果愿意投诚 我饶你们的命 如果不愿意 你们都得死 听到这话 沈青衣瞬间又不爽了 这什么意思 难不成他们投降了 就不杀他们了 这怎么行啊 她可是要让他们全部死的 只不过沈青衣 虽然是心中不爽 但是又是之前的几巴掌 她还是不敢开口 她只能忍着心中的怒意 看着阎老四等人 而在沈青衣的注视下 阎老四则是想了想说道 好 我们愿意投诚 这话一出 关通等人瞬间就不爽了 他们想要开口 却是被 金蚕和魏金元 给暗中阻止了 他们一换书 在关通等人的耳边说道 阎老四这是假意投诚 众人闻言也是看到阎老四 那背部在身后的手 正在和他们打着手势 看到这 众人也是明白了 阎老四的确是假意投诚 而说实话 阎老四选择假投诚 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因为正常来说 那么他们这一方肯定会损失惨重 毕竟他们现在的状态 没有人能够真正的和卢天打 所以阎老四想了半天 他决定主动带头 假意投诚 从而来保全几方众人的不受损伤 当然他知道 他这么做 很可能会引起唐峰的不满 感觉他毫无气节 为了自保 说投诚便投诚 哪怕是假的 也一样是投诚 但是阎老四更清楚 如果唐峰理解的 那么便非但不会怪的 还会欣赏他 欣赏他牺牲自己的名声 领头假投诚 从而保全了众人 所以可以说 阎老四其实是在赌 赌他这举动 能够得到唐峰的认可 能够让自己和唐峰的距离 更进一步 毕竟无论怎么说 他都是祥臣 和红鹰这些人 还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如果是想要和唐峰 更近一些 便得更努力 我愿意投诚 但你得保证 不动我们 让我们安静地在这里休息 阎老四神色平静地 看着卢田岛 听到这 沈欣怡终于忍不住了 他直接说道 不能答应他 他是故意在拖延时间 他想等他们都聊完伤以后 再对你们出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 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22集 这话一出 阎老四 苏蒙等人的新人 下意识地就提了起来 因为他们此时的确是这个想法 所以如果卢田听了沈欣怡的话 不答应 或者说 不让他们休息 要让他们直接动手 对付唐峰的话 那他们的偷诚 也就等于是失败了 而在他们注视下 卢田则是直接笑了笑 他看着阎老四 说答应他 这话一出 阎老四等人 不由地松了口气 而沈欣怡 则是直接愣住了 然后 他怒气不争地 看着卢田道 你是蠢猪吗 这明显是他们的拖延之策 你竟然还答应他们 你的脑子呢 沈欣怡是真的忍不住了 他感觉 自己都已经是看头一切 帮卢田给点出来了 结果卢田还蠢货一样的答应 这真的让他受不了了 而面对沈欣怡的话 卢田则是眼眸一寒 然后他猛地闪声而过 来到沈欣怡的面颊 便是左右开空地打了几个巴掌 打得沈欣怡 面颊彻底轰肿 血丝隐线 紧接着 卢田眼眸淋漓地看着沈欣怡 我说了 我做事 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 你听不懂吗 说实话 他何尝看不出来 阎老四吃点小心思 但是他不在意 你不是想恢复过来以后 再和我打吗 那行啊 我就等你恢复过来以后和我打 我要在你全胜的状态下 打败你 让你心服口服 所以他才答应了阎老四 只是卢田没有想到 沈欣怡竟然这么的自所聪明 自认为自己看穿了一切 而他又没有按照沈欣怡说的去做 所以便来喝骂他了 真是自以为是的蠢货 如果你再到我面前指手画脚半句 或者再用上位者的口吻来教训我 那我保证 我一定会扭断你的脑袋 哪怕是又哥护你 我也一样扭断你的脑袋 卢田也摸死死地盯着沈欣怡继续道 面对卢田这话 沈欣怡这才反应过来 眼前这个家伙就是个疯子 一个什么都不管的疯子 我 我知道了 沈欣怡忍着那脸上的疼意 压制着心中不满地对着卢田颤声道 卢田闻眼神色淡漠地看了他一眼 然后他才是转过身来 看一下了阎老四 现在你们可以继续休息了 我不会打扰你们 也不会让别人打扰你们 阎老四等人听到这话 其实重重地松了口气 而在他们松气间 卢田则是直接走到一旁的一块巨石上 躺了下来 然后他对着阎老四等人说道 不过你们记住 你们的头诚只有一次 一旦你们没有把握好这次机会 或者闹什么幺蛾子的话 那我只能告诉你们 迎接你们的只有死 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 很显然 他只是在变相警告阎老四等人 让他们在休息的过程里考虑清楚 究竟是要假偷诚还是真偷诚 阎老四 秦轩等人文言 都是略显尴尬地笑着 没有多说 他们只是开始安静地疗伤 休息起来 对此 卢田撇了他们一眼 便是用玉壁枕着头 睡去了 他半点没打算帮沙珊和红毅二人 因为他很清楚 沙珊和红毅两个人的能力 在一定程度上是互补的 在这种情况下 有他的加入和没他的加入 对整个战局来说影响不大 甚至说他的加入还可能会影响他们的配合 所以卢田没有直接上去帮忙 他打算先静观其变 等到真正该出手的时候再出手 当然在他的意识里 他觉得他是不需要出手的 毕竟沙珊和红毅搭配起来 可是连十品武者都诛杀过的存在 又更何况唐峰这区区的九品 加油吧 早点杀了唐峰 早点回去睡觉 卢田瞥了眼那依旧激斗着的沙珊和红毅 直接依靠他的那块巨石上 缓缓地睡去 看着这一幕 连的周全都忍不住地暗暗咧嘴 他看着那旁若无人般 在石头上睡着的卢田心 这女的心那么大吗 都不这样去帮忙的吗 在他看来 眼下这个时候 的确是杀唐峰 杀严老四等人的最佳时机 但是卢田却是什么都没有做 而是直接睡觉了 这当真让他是理解不了 闻言 沈金仪看着那躺在那睡觉的卢田 暗暗地咬牙低声说道 这女的就是个诚实不足 败事有余的废物 我真不明白 龙佑怎么会派这种人来保护我 沈金仪不知道的是 龙佑根本就没派他们来保护他们 他们来这儿 纯粹就是因为杀产啊 想杀唐峰 以及收拢严老四等人的心 至于他沈金仪随时可杀 是啊 就这种人真不明白龙佑派他来干什么呀 还对你那么的不敬 周璇此时俨然是将自己当成沈金仪的手下了 所以那说起话来都带着拍马屁的嫌疑 而对他这马屁 沈金仪倒还当真受用 沈金仪直接看着卢田愣横说道 哼 等着吧 等这里的事情解决了 回到会馆里面 我就让龙佑废了这个女人 让你们加入七人队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23集 说实话 原本周璇旗人对自己的未来并没有抱太远大的目标 他们只想能够跟着龙佑混就可以了 毕竟龙佑可是有着东方幻神之称的 是下国最为优秀的后辈之一 未来肯定是要问鼎至高 他们能够跟在这么一个强者的下面打杂 也是很不错的 至少面子上是有了 但是现在 当沈欣怡说出这样的话来 他们的目标瞬间变得高大了 毕竟能够活得更好 没人会不高兴吧 欣怡 你说的是真的吗 你要让我们加入龙佑的七人队 周璇看向沈欣怡那眼眸里满是期待 虽然她感觉这很不现实 很梦幻 但人就是这样 纵使是梦幻的事情 在看到一丁点希望的时候 也是愿意去信的 对 我要让你们加入七人队 沈欣怡点头 她已经是想过了 回去以后 她一定要让龙佑教训卢田等人 反正在她看来 卢田等人再强 不过就是龙佑的下属 无关重要 只是沈欣怡不知道 最不重要的 其实是她 仙人 你等着吧 等回去以后 我便让龙佑打断你的手脚 把你踢出七人队 让你的后半生 一口都不如 沈欣怡看着 她躺在巨石上的卢田 心中恨恨恨的说道 她那眼眸里满是怨恨 同一时刻 此时的唐风和沙斩二人 则是依旧激斗着 只是唐风的防御 着实太恐怖了 所以纵使他们打了那么久 都依旧没有供获唐风的防御 他们唯一取得的一点战绩 便是将唐风所占立的位置 打得偏移了一些 该死 这样下去我们恐怕 还没有将她打败 便自己先活生生的累死了 刚刚打完一招的沙斩 停落在了红翼的身边 看着那同样停下 灰衣线的唐风 喘着粗气说道 红翼文言沉默了一下 然后他看着唐风道 你再试一次 还要试 沙斩眉头皱了起来 刚才打了那么久 都没有起到效果 现在 试还有什么用 相信我再试一次 红翼似乎 也是知道沙斩的想法 但是 不喜欢多话的他 并没有过多的解释 只是重复道 沙斩文言皱了皱眉头 然后 他咬了咬牙道 行啊 那我便听你的再试一次 随着此语吐出 沙斩之间 便是重重的吐了口气 然后 他看着眼前的唐风 眼眸在一瞬间变得凌厉 同时 他那整个人之间 如豹子般冲了出去 也是在他冲出去的一刹 他那原本正常的身影 再度分裂成了树道沙斩 然后 这树道沙斩 以各个角度 对着唐风掠杀而去 看着死警 唐风没有多想 直接便是举起手中的银剑 继续进行格挡 而他这一挡 又变成了刚才的攻防场景 沙斩于四面八方疯狂的进攻 而唐风则是挥舞着银剑 密不透风的进行格挡 一切似乎又恢复了原样 对此沈心仪 也是眉头皱下来 心有不满 白痴 刚刚都已经失败过的招数 竟然还用 真不知道 你们是怎么踏入酒品的 一群废物 然而正当沈心仪心中 贬低沙斩和红翼的时候 那红翼却是一反常态 并没有和沙斩一样 对着唐风猛攻而去 他只是深深的起了口气 然后红翼缓缓的踏步而出 朝着唐风走去 他的每一步都是走得不急不缓 看到这在场中人 都是不由的眉头皱起 满是困惑的朝着红翼看去 这家伙叫做什么呀 与此同时 卢田也是趴在了那石块上 看着那缓缓踏步而去的红翼 嘴角微翘道 怎么 终于忍不住 要动真格的了吗 他想着那嘴角的糊涂更深了 而在卢田的注视下 红翼则是直接走到了 唐风的面前 然后他看着眼前的唐风 猛的双脚一跺地 轰 这一跺 他的体居之上 直接便是有着极为恐怖的灵力 席卷而出 同时 他那上半身的衣服 全部崩裂而开 从而 露出了他那满身的横肉 犹如钢铁恐怖 而又凶杀 看到这儿 众人不由的 是眼眸一跳 心中 生出了不安 也是在他们心中 生出不安的时候 红翼的右手之上 直接便是有着古铜色的火焰 升腾而起 然后 他那力量凝聚 硬生生地将这些灵力火焰 压缩成了一块块的冰晶 从而 让他这些冰晶 像是甲鸥一般 覆盖在了他的手上 一块又一块 遍布了全手 我的天哪 他竟然将灵力 硬生生地 给压缩成冰晶了 关铜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他的眼眸 都是忍不住的 大灯而起 毕竟 只要对灵力掌控 有多么大的造诣 才做得到呢 这七人队 能够名阳下国 当真是不简单啊 操猎站在关铜的身边 您看着眼前的场景 同样 也是眉头微皱的悠悠感叹 以前 他们觉得 七人队能够名阳天下 主要是因为龙幼 而现在 他们明白了 七人队能够名阳 不是因为龙幼 而是因为 这七个人 都很优秀 只不过 相对来说 龙幼是最为优秀 所以遮掩了 其他人的光芒而已 倘若是没有龙幼 这六个人 也绝对是 最顶尖的存在 而在他们 那么想的时候 那将整只手都凝聚出 黑色晶体的红衣 直接便是在此时 沉合了一声 然后 他猛地伸出手 朝着唐风探去 是的 他是伸出手掌去探 而不是伸出 拳头去轰击 他那行径 就像是 平身手掌 去抓什么一样 看了此景 唐风也是眼眸一闪 然后他想都不想 手中的利剑 挥舞得更快了 他不想让 红衣的那只手 叹起来 所以 当红衣的指甲 刚刚触起唐风 那尽影的范围 唐风的利剑 便是配合着 那疯狂的挥舞 一次次打在旗上 几乎是一秒数十剑 所以只那么一剑 红衣的指甲 不知道 遭受了唐风多少剑 那无数的星火 也是在此时 伺心而起 只是纵使指甲 受了唐风那么多剑 红衣依旧 没有收手的打算 他依旧缓缓地 将手朝着唐风 靠近过去 看到之 唐风也像是 看穿了红衣的意图 所以他手中的利剑 为了更快 更猛 当当 下一刻 在众人的眼中 便是唐风的利剑 如咒语般 席卷于他的周身 轰荡在红衣的手上 让他红衣的手 每进一步 都显得困难 那无数的星火 在此时 疯狂地刺剑 而在那星火 刺剑间 红衣的手 也是一寸 又一次呢 突破唐风的见解 逃着唐风 缓缓地靠近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 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24集 眼看着红衣的手 步步靠近 沙珊似乎是明白了 红衣的意图 所以他眼眸一闪 那身形对着唐风的进攻 更快了 他要疯狂地进攻唐风 以配合红衣 分唐风的心 接下去 这三人便是陷入了 一个循环版 在此地疯狂地 各自重复着一件事 而在他们这重复下 红衣 那不住前进的手 也是终于开始 承受不住唐风的剑机 军裂开来 这一军裂 便就代表着 这甲州的内部稳定 被破坏了 所以 随着这一道裂纹的展现 接下去 便是有着无数的裂纹 不断地显露而出 看到这儿 红衣也是紧张了起来 但那额头渗出汗水 毕竟 如果这些甲州 在他的手 他还没有完全靠近唐风 便崩裂了 那他刚才所做的一切努力 可就全部白费了 而且他还能搭上一只手 我绝不允许这样就输了 红衣眼眸闪烁起决绝的凶猛 然后他那体内灵力疯狂地涌向了那手上 从而让他手中军裂的甲州开始恢复 只可惜每一次他的恢复才到一半 便被唐风新的一剑给斩毁了 所以红衣修复半天 也是没有让他手上的甲州恢复原貌 不过 倒是维持的甲州没有那么快崩碎 如此大约持续了几分钟 红衣眼看着自己的手有四分之一 深见了唐风那剑刃风暴的范围内 那甲州遭受着那无数剑影攻击 隐约的也要彻底地坚持不住崩溃了 他终于是忍不住了 红衣直接面颊仗红地称赫道 唐风 哄 伴随着这一语的喊出 红衣的体内的力量也是彻底地爆发而出 然后他那冲进剑阵四分之一的手 猛地在此时体力 硬生生地让他那半个手掌 全部进到了唐风那剑里的范围内 也是在他这手伸进范围的铜刹 唐风的一剑又斩道了 这一剑斩在红衣的手掌心 直接便是将红衣的手掌上的灵力较轴 给彻底地崩溃而去 那所谓的较轴 直接在此时崩溃四散 看到这周全等人都是眼眸一闪 要输了吗 然而他们这个念头刚起 红衣便是不顾苦痛的一般 抓住了唐风的力剑 而后他直接对着沙山喊道 动手 也是这一刹 众人才彻底地明白 原来红衣是想要用自己的手 直接抓住唐风的剑 毕竟唐风能够抵挡下他们的进攻 好的就是这兵软件 而如果唐风没有这兵件 自然也就制造不出完美的防御了 可以说 红衣的这个想法 简单却有效 刷刷 下一场那反应过来的沙山 体内的力量骤然提升 然后他那身影像是高速飞行的影子般 在此时于四面八方对着唐风冲去 那速度之快 让人的眼眸都有些捕捉不清 看到这儿唐风的眼眸也是一闪 然后他那持剑的手 力量猛然运转而起 从而让他的软件爆发出了无数道的剑气 那无数道剑气 轰荡在红衣的手掌上 直接让他那手掌上增加了无数道的剑痕 圈圈鲜血 也是直接从他的手上流淌而下 但 纵实是这样 红衣都没有放开手 他还是死死的握着手中的力剑 不然唐风把剑抽回 对死唐风也是眼眸一闪 麻烦了 他知道不能在第一时间把红衣的手给震开 抽回手 那他便失去了最好的防御时机 要落入下风了 果然 唐风这念头刚起 那沙斩到了 下一场 这数道沙斩便像这道道幻影般冲到了唐风的面前 然后 对着唐风挥出那手中的匕首 寒光翻飞 唐风只感觉身上一疼 然后 他那体居之上便是多了十数道的伤痕 阴红色的鲜血直接顺着那些伤痕流淌而下 看到这儿 关童 苏蒙等人 都是神色微变 但是 他们并没有起身 也没有含雨 毕竟 此时的他们 算是投诚的人 他们只是看着唐风 谋中 透着担忧 而在他们担忧的目光下 挥完一轮的沙斩则是直接退回了远处 而沙斩一退 红衣 也是同样暴退 毕竟他不杀 沙斩退了 他如果不退 唐风一定会拿他开刀的 刷 体居猛的暴退 是沙斩的身边 红衣看着眼前 那身上伤痕倒倒 显得有些凄惨的唐风 对着沙斩 皱眉说道 你怎么没有杀了他 要知道他那么辛苦的握着唐风手上的剑 是希望沙斩杀了唐风 结果沙斩 却没有杀了唐风 只是伤了唐风 这让他心中有些不舒服 沙斩文言伸出手 舔了舔手中燃起的匕首 斜笑地看着唐风道 为什么要杀了他 慢慢地玩 慢慢地折磨他 不是更好吗 红衣眉头微皱 你这是想我再帮你去抓他的剑 我告诉你 他刚才已经吃过一丝亏了 不可能再是第二丝亏的 沙斩昔眉的一笑 然后他看着唐风道 你放心 不用你握剑 他也死定了 什么意思 红衣不解 沙斩看着唐风 嘴角笑意更浓了 我的匕首上 涂着剧毒 现在那些剧毒已经随着唐风的血液进到了他的身体里 用不了多久便会爆发了 而一旦那剧毒爆发 那唐风自保都是问题 用哪来的能力还手呢 红衣闻言 眼眸一闪 他倒是没有想到 沙斩竟然还有这一手 你小子倒果然还是那么的鬼精鬼精 不过 你这匕首上有毒 你还舔 你不怕毒发生亡 红衣看着那一直舔着匕首上的鲜血的沙斩 忍不住的 我毒上去的毒 我自然有解药了 沙斩邪笑着 然后继续舔着手中的匕首 那享受的模样倒是像极了在吃棒棒糖 当然 他吃的不是糖 而是唐风的鲜血 不知道是不是印证了沙斩的话 唐风擦在站立了一会儿以后 他那嘴角竟然真的突出血来 而且还是黑色的血 看到这儿 沙斩的嘴角直接掀起了一目糊涂 看到了吧 这小子中毒了 红衣文言也是笑了 然后他看着不远处的唐风 双拳互相的握了握 笑着道 既然是这样 那我变得好好的教训教训这小子了 毕竟刚才那手掌被剑气轰伤的杖 这是让他很不爽的 对此沙斩也是没有拒绝 他只是对着红衣笑道 行 你先虐 我后虐 面对沙斩的话 红衣直接朗声笑了下 然后他缓缓踏步而出 大步流星的朝着唐风走去 沙斩见妆笑着紧随而上 看到这儿 那躺在不远处银石上的炉田 也是嘴角掀起的一抹笑意 解决了 他想着眼眸壁上缓缓地休息起来 这一次是真的休息 因为在他看来眼下沙斩和红衣已经赢了 他们已经掌控全局了 再也不用担心什么 防着什么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一个小气泡 演播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25集 而在炉田彻底放下心来间 苏萌 尹老四等人的心神 则是彻底的被提起来了 他们都是眼眸紧张地看着唐风 在考虑究竟要不要在此时出手 至于受伤的魏金元 红鹰等人 他们则都是在此时疯狂地运转灵力 治疗自身 恢复力量 他们要在唐风真正出事前 尽可能地把力量恢复过来 然后才有希望救唐风 不远处 此时的周全等人 也是有些紧张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然后周全有些小心翼翼地说道 信一信 好像唐风 他受伤了 刘伟点了点头 对 咱们要不要过去抢弓 把唐风的头颅给斩下来 这话一出 周全三人 都是将目光看向神性 他们感觉 唐风的头颅 其实就是一个价值不低的战利品 如果他们能够拿去给龙幼的话 一定会让龙幼对他们高看的 别急 再看看情况 沈欣怡眼眸盯着唐风 说实话 他比任何人都想上去 把唐风的头颅给砍下来 但是他不敢乱动 他担心唐风是装的 或者还有反抗的余力 如果是那样的话 可麻烦了 而有了沈欣怡的话 虽然周全等人蠢蠢欲动 但还是忍下去的 他们都是静静地看着唐风 看着那红衣和沙盏 朝着唐风靠近而去 其实 此时的红衣也紧张 因为他并不确定 唐风究竟有没有被毒到 有没有被毒得完全丧失战利 倒是沙盏颇为轻松 因为他对自己的毒 十分有自信 唐风 红衣缓缓走到他的面前 然后他神色看似淡漠地说道 我想和你和解 这话一出 在场所有人全部都愣住了 包括沙盏 大块头 你在说什么 沙盏额微瞪地看着他 一脸的难以置信 毕竟他可是好不容易把唐风堵到 眼看着他们就能够斩下唐风的头颅了 结果红衣临时放弃了 这他怎么可能乐意 红衣文言没有理会杀战 他继续看着唐风道 怎么样 你愿不愿意 唐风看了他一眼 理由 红衣说道 因为我从一开始便没有真的想杀了你 我只是想打败你 让你交出崩区而已 毕竟我们都是九一联盟的人 不应该真的如此互相残杀下去 唐风笑了笑 竟然是不信 对此 红衣思索了一下 然后他直接取出了背上背着的刀 我知道你不信 但是我说的是实话 如果你不信 我可以将我的刀送给你 表达我的诚意 说完他当真以城堡的姿态 双手捧着刀递给唐风 看到这 在场中人不由神色复杂了起来 难道红衣真的打算和解了 对此杀战则是更加心急 他只是看着红衣的神色肃然的模样 想忍着没有多说 而在众人的注视下 红衣看着眼前依旧没有动作的唐风 直接单膝下跪 十分诚心的 唐风 我为我们刚才的举动向你道歉 现在我奉上我的刀 我希望你能够原谅我们 达成和解 这一举动 也让得在场众人哗然而开 因为他们怎么都没有想到 红衣竟然会直接的跪下来 毕竟对他们折腾羞武的人来说 气节 傲骨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正常的情况下 是绝对不可能跪下来的 更别提在自身还处于优势的情况下 对一个伤者跪下来了 一时间 秦宣 司徒巡等人都隐隐地开始相信了 毕竟红衣的这个诚意太足了 而在他们相信间 沈欣怡则是快骂娘了 毕竟这眼看着唐风的人头 便要到手了 结果红衣却卑躬屈膝地主动下跪认输 这让他怎么能忍 红衣这个废物 沈欣怡紧咬着牙关 将来如果不是因为刚才 有着卢田的前哲之剑 怕再度挨打的话 他此时已经冲上去骂人了 而在沈欣怡愤怒间 唐风则是看了眼前极为真诚的红衣 然后他思考了骗许 像是终于相信了一般 伸出手前去握那红衣手中的刀 就是现在 红衣眼看着唐风 毫无防备地伸出手 眼眸直接一闪 而后 他想都不想立刻手中用力 他手中的刀 硬生生地给扭碎而去 寒刀崩碎 那刀身直接化成了无数的碎片 朝着唐风射掠而去 对此唐风瞳孔直接一锁 然后他像是多闪不及般 直接便是被那无数的碎片给正面击中 下一刹 那些碎片全部都是打在了唐风的体虚之上 那血雾似散间 唐风那整个人直接便是被打得倒舍而输 于空中划出了一道弧度以后 重重地摔落在地上 然后翻滚了几圈 趴落余地 一动不动 看着此景 关童 苏蒙 以及红衣等人 神色骤变 唐队 然后他们立刻便想要起身去救唐风 然而他们刚刚动了身子 一股无形的力量便是将他们笼罩 从而将他们硬生生地给震了下去 这是阵力 关童 红衣等人感受到这股力量 神色骤变 而后他们猛地抬起头来 倒是看到了一道虚无的大阵 在此时缓缓地凝现而出 笼罩于他们的四周将他们震于其中 看到这儿 关童神色在变 这哪里来的大阵 面对他的问语 不远处 直接传来了一道悠悠的笑语 从我这里来的 关童等人寻声望去 便是看到了那卢田 正在冲着他们盈盈而下 他那手指轻动间 点点虚无的阵纹 弯绕指尖跳动 是你 关童 红衣等人神色一变 直到这个时候 他们才终于明白 原来卢田并非完全相信了他们的话 他早已暗中不下后手 随时准备镇压他们 岩石上 卢田趴在那里 对着他们 盈盈而笑 既然头成了 那就好好待着休息 不要乱生出别的想法 不然 真的会死的 毕竟我说过 机会 只有一次哦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 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26集 面对卢田的威胁 关童 红英等人 直接便是怒了 他们直接想起身搏命 只是他们还没动 卫星员便是低寒住了他们 都别动 卢田是其人队里最擅长布大阵的人 他所布的大阵 普通人根本就过不了 所以你们 如果这个时候动手 非但救不了唐队 还会让自己有生命之威 那怎么办 难道 闭隐睁睁看着唐队被杀吗 关童详细压着自己那激动的情绪 低吼道 再等等 只要等大家的实力稍微再恢复一点 我们便冲枕 那样更有把握 魏金员盘坐在地上 其实他也近 但是眼下的情况反倒更需要离职 不能乱来 不然一步错便将万劫不复 可是 关童还想再说 但是金采恩打断了他 金采恩说道 魏老说得对 情势越急迫 我们越不能乱来 所以 因为老的 再忍忍 恢复伤势和力量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保自身不死 才能够救唐队 或许是爱情的力量够伟大 那原本还焦急的关童 听到金采恩的话 便是冷静地下来 然后 他看着远处受伤的唐风 咬了牙道 好 那我们快点恢复 说完 他直接是闭眸开始疗伤 恢复力量 而关童都那么做了 其余的人自然也是纷纷地盘袭闭目 开始疗伤了 呼吁远处 卢天看着他们忽然又安静了下来的模样 粉嫩的唇角 补油扬了呀 倒是识时务 他说着便忽略他们 转头继续闭眸休息了 至于唐风那里 他没有去看 因为在他的眼中 唐风现在是死定了 红衣 沙展他们肯定能够将他解决的 而在卢天闭眸休息间 红衣和沙展则只看着不远处的唐风 脸上笑一惊起 沙展看着那趴在地上 浑身鲜血淋漓 像是死狗一样的唐风 笑着他 哈哈 大块头 我刚刚还差点以为 你是真的要和解了呢 没有想到你是阴这小子 红衣神色透着光 我虽然块头大 但我不准 这小子太过阴险 为他假装中毒 那就麻烦了 所以我故意再阴的一手 进一步重创于他 以确保安全 哈哈哈哈 可以可以 沙展直接朗笑出声 对于红衣那么心思缜密的刑警 他是散同的 反正伤的是唐风 保的是刺激人 那现在我们可以上去收拾他了 沙展嘴角勾笑的 看着不远处 一动不动的唐风 对着红衣继续说道 当然 红衣同样面露笑意 沙展笑了笑 然后他缓缓朝着唐风走去 他直接走到唐风的面前 缓缓地蹲下身来 对着那唐风 邪窍道 唐风 你之前不是狗猪狗言要杀了我吗 怎么那么快就倒下了 面对他的话语 唐风没有说话 像是昏迷地趴着 对此 沙展像是故意折腾般 突然抓住了唐风的双臂 故作紧张地说道 唐队唐队 唐队 你怎么了 你怎么躺在地上不动了 你快和我说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啊 沙展疯狂地摇着 硬生生摇到唐风身上的伤口 鲜血流得更厉害了 看着这一幕 关同 曹列等人都是 全都紧握而起 那面色张红肩 额头青筋 都是微微暴起 他们眼眸大瞪 看着沙展 心中只有一句话 这个畜生 不知道是感觉到了 关同等人的注视 沙展更兴奋了 沙展猛地一拳 打在唐风的后背之上 激动地说道 唐队 你醒来啊 不 在沙展这一拳下 唐风的嘴里 直接吐出了一口鲜血 然后 他拿整个人 像是从昏迷中 清醒过来般 面容扭曲痛苦 沙展现状 嘴角勾起了一抹笑意 然后 他再度举拳 对着唐风的后背 一拳轰下 故意的是 睁着眼说瞎话道 唐队 你醒来啊 碰 又是一拳轰 在唐风的背脊之上 直轰了唐队 那整个人 都是一阵 然后一口 阴红色的鲜血 再度于他的嘴中吐出 忽洒于空 散落 在他前方的沙土地里 那顶顶斑驳 十分刺眼 混账 关通紧握着拳头 牙关紧咬着 他快忍不住了 当然 不只是他忍不住了 其余的红英等人 其实都快忍不住了 将来 如果不是顾全所谓的大局 担心自己一个人 影响了其余的人 他们恐怕已经冲出去拨命了 而在他们气氛间 红一 沈心一 沈心一等人 则结实面楼笑意 尤其是沈心一 他看着唐风 那被残虐的模样 心中相当的畅快 唐风 你之前是怎么对我的 现在遭报应了吧 虐吧 虐死他 虐得越狠越好 沈心一心中得意朗笑着 他甚至打算直接上前 自己也动手了 而在沈心一兴奋间 沙展则是继续虐着唐风 他邪笑着缓缓地伸出手 抓住了唐风的头颅 并将其头颅强行地拉了起来 对着唐风道 唐风 你之前不是很牛吗 你起来打我呀 起来打我呀 唐风嘴中吐了几口鲜血 神识像是有心模糊不清 没有回答 沈展见状 嘴角糊涂更深 然后他看着唐风 在他耳边说道 唐风 就凭你这模样 你也想和我斗 你想和龙幼搁斗 你也不看看 你算什么东西 唐风文言 依旧是恍恍惚惚没有回答 沈展有些不爽 他抓着唐风的头颅 邪笑道 你这是故意装傻 不回答我的话 是吗 如果是这样 那你就太不友好了 你这么不友好 我会很不爽的 毕竟沈展在这里嘚瑟 唐风一句话不说 这毫无胜利者的爽感 只是面对他的话语 唐风仅仅是眼神略微地浑浊地 看了他一眼 还是没有回答 沈展看到这儿 眼眸闪过了一抹凶光 然后他笑呵呵地看着唐风道 好好好 既然你还是不回答 那我就只能逼着你说话了 说完沈展放开唐风的头颅 直接站起了身子 他看着趴在地上的唐风 面目猙獰地对着唐风 一脚踹出 给老子说话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 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27集 砰 猛的一脚踩在唐风的背脊之上 沈展甚至感觉到了 他那脚踩碎唐风骨刀的触感 那触感让他快意 让他感觉到美妙 他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唐风 曾经的你多么的嚣张 多么的不可一世 还想和我一正高低 可是现在呢 你只能像狗一样 在我的脚下狗言残喘 像狗一样 然而正当沈展内心 广小仙 一道冰冷而缩起的声音 突然在他的身后 响了起来 怎么样 感觉很爽吗 这一语 让他沈展脸上的笑容 瞬间凝固 整个人直接一颤 因为这道声音 是唐风的 可是 这怎么可能 沈展眼眸一瞪 心中振扎 正当沈展心惊惊 那出现在他身后的唐风 直接伸过手 将他那软剑移到了沈展的脖子上 然后 他一手捂着沈展的嘴 一手猛的将剑移拉 噗哧 下一场 沈展都没有来得起反应 唐风手中的利剑 便是在他的脖子上 隔膜而过 那阴红色的鲜血 直接从中 溅洒而出 同时 沈展还能够清晰的 听见那利剑 割过血肉的声音 那声音让他绝望 看他这一幕 在场众人 全部都是愣住了 包括关童 卢田等人 他们都是神色震撼的 看着眼前的一切 看着 那突然出现了第二个唐风 而在他们惊骇的目光下 唐风则是缓缓放开了手 退离了沈展 趴着一退 那沈展自然 也便独自站立了 他眼眸大瞪着 满是难以置信的 感受着脖子上 浸洒的鲜血 感受着 身上那不断的流散的声积 整个人摇摇晃晃 惊骇呢喃 这 怎么可能 说着沈展还忍不住地 转过身来 看向唐风 他抬起手指向唐风 嘴中吐息 你 你 唐风知道沈展是想问的 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但可惜 唐风不想告诉沈展 他就是要其死不明目 最终再度吐出了两口线线 沈展摇摇晃晃地朝着 唐风走了两步以后 他那整个身子 便是再也抗持不住 直接摔倒在了地上 他眼眸大瞪着 身子不住地抽搐 看到这 唐风缓缓地走上前去 蹲下身来 你想知道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是吗 沈展嘴中吐着血 但那神色里承认的 唐风神色淡漠 那真抱歉 你这辈子都可能不知道的 沈展文言像是被气到了 直接嘴中吐出了一口鲜血 然后一口气没有提上来 彻底地拒绝死亡 他那眼眸死死的大瞪的模样 显然是死不明目 可怜这七人对的沈展 这素来最为心高巧 邪性无比的人 就这样死了 死得不明不白 死得无法明目 而随着沈展的死去 红义和卢田彻底地愣住了 他们都是眼眸大瞪着 满是惊骇难心 这 怎么可能 明明刚刚是大好的徐敏 明明他们都已经那么小心了 怎么还会被唐风反杀 他们想不明白 想不明白 而在他们想不明白期间 唐风则是缓缓地转过身来 看见了红义 他那白皙的面颊 泛着笑意 接下来 轮到你了 面对唐风的话语 红义瞬间回过身来 然后 他双眸冲斜 透怒地看着眼前的唐风道 我不知道你究竟用的什么邪法 阴了阿展 但不吃 红义的话刚说到一半 一股透心凉的寒义便是从他的胸膛上升起 他低头看去 便是看到一柄立剑的剑尖 带着那阴红色的鲜血 从他的胸膛上透了出来 那温热的鲜血顺着那剑尖 无助地滴落在地 众人看着这一幕再度倒下的口凉起 尤其是沈欣义 整个面颊都是变的 他眼眸死死地盯着那像幽灵一样 突然又出现在红义身后的唐风 心中恐惧到了极点 毕竟这太诡异了 前一刻还在地上被沙盏踩着 后一刻又从后面抹了沙盏的脖子 前一刻还在远处和红义说话 后一刻又站在红义的身后 冻穿了他的胸膛 这一切的一切 着实太诡异了 啊 鬼 一定是鬼 沈欣义玉面透着无尽的恐惧 然后他抛开了刚刚声出来 想虐待徐安白的念头 整个人直接朝着不远处的越野车跑去 他这一跑 那刘伟等人也是反应过来 立刻跟上 一时间沈欣义等人纷纷朝着越野车跑去 上了越野车 对此在场众人也都有注意到 只不过此时的众人已经没有人 有心思续管沈欣义等人了 他们都是将注意力 放在唐峰和红义的身上 猛地抽出了手中的利剑 唐峰直接便是拿着那利剑 带出了点点的鲜血 而随着他利剑的抽出 红义那整个人在那股力量之下 直接在此时被带着旋转了几圈 然后贵服在了地上 是的 他只是贵服 没有直接翻倒在地 由此可见 他的肉身和意志的确强好 纵使心脏重创 他都没有直接失去力气 倒地殒命 看来 你做不到和我拼命了 唐峰缓缓 从红义的身后走到他的面前 实践 不视着他道 红义文言嘴中 流淌着鲜血 他半跪着抬头看向眼前的唐峰 面色痛苦道 能不能告诉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可不信这世上真的会有三个唐峰 一个倒地 一个杀了沙斩 一个杀了他 唐峰文言淡淡地叫了下 然后他看着红义吐出了两个字 龙幼 当着唐峰将这两个字吐出来的时候 红义瞬间恍然大悟 是幻术 这一切都是幻术 你是什么时候动用幻术的 红义抬着头 看着眼前的唐峰 他感觉唐峰的幻术太可怕了 竟然让他半点察觉都没有 开始布局的时候 是出来的时候 而真正动用的时候 应该是沙斩说我中毒的时候 唐峰平静地说道 所以中毒以及后面被我长刀轰杀 都是假的 红义说道 唐峰平静地看着他 没有否认 红义继续说道 那杀我呢 你明明是用尸体杀的沙斩 总是是换属你的尸体 也应该有一段时间 才能够到我身边 你为什么能够那么快便出现在我身后 唐峰说道 当我杀了沙斩以后 我的尸体便已经向你靠近了 红义眼眸遗产 然后他恍然大雾般地瞪谋道 所以从你将剑拔出沙斩的体驱时 你无缝前进地用幻术取得理解 而用尸体暗中朝我靠近 是的 唐峰扁头 红义面露苦笑 这等恐怖的幻术造诣 这等恐怖的缜密心思 他焉能不败 我输了 输得心服口服我 红义张开双臂 对着沧胸低沉地喊了声 然后 他那眼眸突然变得空洞 那生气在这一刹 消失而去 红义死 至此 七人对三人 一死二人 而这一切的转变 不过虚余之间 然后 唐峰缓缓转过身 看向了卢田 接下去 轮到你了 面对唐峰的这句话 卢田想都不想 手掌一翻 便是让这一只匕首出现于掌心 然后他没有半点的犹豫 转身 就对着身后痛去 在他看来 前两次唐峰 是用这招杀的杀斩和红义 这一次定然如此 所以他先发誓人 收拾唐峰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 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28集 猛的一匹手朝着后面刺去 卢田那交好的玉面 透着几分争议 他那牙关紧咬的模样 显然是想狠狠的刺死后面的唐峰 只是出乎意料的是 卢田这一次 并没有刺到什么血肉 反倒是直接 是刺了个空 整个匕首前 除了轻飘飘的空气 什么都没有 看到这儿 卢田的神色直接一变 不好 卢田立刻就意识到了坏事 但是 当他要反应过来的时候 一切已经迟了 迟了 冰冷的剑尖 再度于卢田的背脊四入 然后 从胸膛之上 洞穿而过 那阴红色的尖血 顺着剑尖 不住的低腾于地 怎么会这样 卢田低头看着那 从胸膛上透出的利剑 那轻膜大瞪着 眼里写满了难以置信 他是真的不信 更无法接受 自己也中招了 而在卢田心产间 唐峰则是神色平静地 站在他的身后了 同一个方法 既然用了两次 那我便肯定不会用第三次 毕竟 事不过三 卢田文言神色极为不甘地 再度吐了口线线 然后 他那整个体虚 便是彻底站立不住 整个人只停停地向前倒去 呼在了地上 体虚坠地 直接便是震起了点点的尘土 他那眼眸大瞪着 显然是死不明 对此唐峰只是淡漠地撇了他一眼 便是没有再理会他了 至此 七人队 三人 全灭 看到这 那坐在车上的沈心仪 都不等唐峰转过头来看向他 直接便是猛地一脚油门踩下 飞也似的冲了出去 他脚力之猛 让他那车子在一瞬间开出百米 然后 带着滚滚的尘烟 扬长而去 看到这一幕 红莹 严老四等人纷纷起身 打算去追沈心仪 毕竟现在卢天已经死了 法阵也自动崩溃了 他们不用再受禁锢了 只是他们才刚跑出两步 唐峰便是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阴红色的鲜血从唐峰的嘴中吐出 他那整个人 都是蹬蹬的倒退了术步 然后 他一见称地 直接单膝跪了下来 那场景也是让他在场众人神色一变 唐队 他们立刻跑到唐峰的面前 满是担忧地扶起的 然后 七嘴八舌地说道 唐队 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面对他们的问语 唐峰摇了摇头道 没事 只是体内中了点毒 让我调整一会儿便好 这话一出众人才是明白 唐峰他是中了沙斩的毒了 只不过他一直扛着没有表现出来 直到他将沙斩三人 全部解决以后 他才是说出来 接下来 唐峰直接在众人的帮助下 盘棋坐下 开始挑戏解读 而至于众人 则是都守在他的身边护着的 这一次 他们一定要护着唐峰 不让他出事 同一时刻 乌城会馆内 此时的龙友称 静静地坐在会馆的中央 而在他的下方两旁 则分别坐着其余两支队伍的队长 李光源和胡宗兰 以及他们队伍里的人 当然他们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还有乌城会馆的馆主 古墨哈等人 也都坐在下方两旁 是的 连古墨哈都坐在了下方 而没有坐在上方正中间的位置 由此可见 他们现在对龙友是什么态度 他们已经奉龙友为主了 诸位 刚才我已经和你们说了 我的人传来了消息 唐峰他已经是得到了灵葬 而且还在灵葬内得到了传承 拿到了不少的宝物 龙友端坐在上尾 神色平静地说 对此 我派了人过去 想要让唐峰把宝物拿出来 给大家平分 可是唐峰他不愿意 叫独吞 然后他就把我派过去的三个兄弟给杀掉了 古墨哈 李光源等人文言皆是奇奇的道歉了口良起 他们当然清楚 龙友这是说场面话 即使龙友他是就是派人过去抢的 但问题是纵使是抢 也避免不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这些人都被唐峰杀了 而要知道 这些人可都是七队里 都是九品当中 悄悄者呀 这些人都被唐峰一人给杀了 这唐峰的实力得有多强 李光源想着忍不住咽了口唾沫 唐峰能够靠一己之力杀了又哥的三个兄弟 他不会已经踏入食品了吧 众人文言神色皆是一变 如果唐峰真的是食品 那他们可打不过 甚至说他们这些人全部加起来都不一定打得过 而对李光源的话 龙友神色淡默地看了他一眼道 无论是食品还是九品 总之他杀了我的兄弟 这是事实 所以我现在就想问一下诸位 诸位打算怎么办 是打算严惩唐峰呢 还是打算与他何谈呢 这一语便很明显在试探众人的心中想法了 想来如果有人敢表现出动摇 那龙友便会毫不犹豫地将其杀死 免除临阵反水的后患 对此李光源也听出来了 所以他看了看四周古墨哈等人以后 直接一眼咕噜转了转 他低个浪声道 唐峰行尸恶毒 竟然为了灵葬 三杀自己的同胞 死人当中 龙友文言满意地点了点头 然后他说道 李队长已经说出了他的想法和建议 那其余诸位呢 面对他这门话 古墨哈和胡松兰再纯 也是听出来了 他们纷纷在此时附和说道 我们也赞同李队长的话 应该诛杀唐峰 将他严惩 好 龙友满意地点了点头 然后他说道 既然大家都赞同那么做 那么我们便做好准备 等唐峰来的时候 我们便一起动手 将他擒杀 事成之后 我们再一起向总谋汇报 便说唐峰得到灵葬 与一人战之 并想杀我们所有人灭口 我们无奈之下 只能奋起反抗 杀了唐峰 众人文言纷纷点头 表示赞同 好 就那么说 那场景看着龙友 面露笑意 我反对 正当此时一道 轻轻的声音响了起来 龙友等人抬眼看去 便是看到那卓音 在此时 带着他那一队伍的人 从外面走了进来 他略显狼狈地看着龙友 唐峰他为联盟出生入死 我们绝不能这样对待他 龙友文言 看着卓音的眼眸 缓缓地眯了起来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29集 吴城会馆内 卓音等人在收到集合的消息以后 匆匆赶回来这里 他们身上都还带着伤 那布满着尘土的模样 显得有些狼狈 不过此时的众人 并没有关注在他们的狼狈上 而是都眼眸凝视着卓音 关注着他刚才说的那句话 不能这样对待唐峰 一时间会馆里面的气氛 因为卓音的这句话 而显得有些怪异 所有人都是在此时安静了下来 凝视着卓音 包括龙幼 看到这儿 古墨哈也是快速反应过来 然后他满是尴尬而笑的起身道 卓音啊 你终于回来了 来来来 快带着大家去休息 休息先啊 他说着直接起身 打算让卓音等人先离开这里 对于这一点 古墨哈其实是为卓音考虑了 只可惜卓音并没有领他的情 他直接看着古墨哈道 管主 我们不能这样对待唐峰 他是我们的同伴 面对他这话 李光源直接冷笑道 哼 他杀了我们自己人 已经不是我们的同伴了 众人文言纷纷点头 表示赞同 对此卓音却是半点都不随波逐流 依旧坚持己见地质问道 证据呢 你们有证据吗 这一语问 也是把李光源等人给问住了 好一会儿李光源才是说道 证据就是龙幼队长手下的三个兄弟死了 他们死在唐峰的手中了 卓音说 这也只是你们口上说的 并没有实质性的证据证明 他们是死在唐峰手上的 你 李光源有些被气到 毕竟 卓音这时他说一句 他怼一句 卓音继续说道 更何况 哪怕唐峰真的像你们说的一样 那也应该由总盟的人来处理 而不是你们在这里动私行 面对他的话语 龙幼拿起酒杯 饮了一口道 等总盟的人赶来 恐怕唐峰他早就跑了吧 就是 等总盟的人来 唐峰早就跑路了 我们还怎么处理啊 李光源等人纷纷在此时附和出声 卓音平静地说道 我们可以先将他们抓起来 但不杀他 等总盟的人来处理 毕竟 我们不是只有杀他和不杀他两条路可以选 我们可以先扣押他 他说的有理有据 也属于情理之中 所以 对于他的这句话 众人倒是有些不知道怎么反驳了 一时间 那气氛再度陷入了诡异的安静 看到这 古墨哈只能对着卓音继续道 好了卓音 你的想法我们知道了 我们会再商量的 你先下去休息吧 他是真的不像卓音和龙幼对上 因为那样卓音注定死亡 只是 对于古墨哈的好意 卓音再度拒绝了 他直接说道 我得看着你们定下 不做残杀同胞的决定 才能离开 身为会馆的副馆长 他绝对不能对自相残杀的事件坐视不理 古墨哈文言也是急呢 在他看来 卓音平时管得多也就算了 但是眼下这件事真的不是卓音能够管的 而在他那么想见 龙幼则是突然笑了一下 然后他摇晃着手中的红酒杯 满身迷人笑意地看着卓音道 卓姑娘 你这是和唐峰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吗 一定要那么保护他 卓音道 我和他没有特殊关系 龙幼笑隐隐地道 那我便不明白了 既然卓姑娘和他没有特殊的关系 那为何要极力阻止我们杀他呢 卓音说道 因为他是联盟的人 是我们自己人 就那么简单吗 就那么简单 龙幼文言摇晃着红酒杯 笑看着他 然后他说道 那如果换成对象是我呢 卓音坚定地说道 我也会那么做 哦 当真 当真 因为这是我 身为乌城会馆副馆长的职责 龙幼微微地点头 像是听懂了 卓音 见状直接继续说道 所以 我绝对不允许你们自相残杀 对唐风下私行 我可以允许你们先将他擒下 然后再做定夺 他是一语说的坚定 传到了在场众人的耳中 让他众人都是微微 屏息凝声而起 他们都是目光看下的龙幼 像是想看他的决定 而在众人的注视下 龙幼则是拿着酒杯 静静地摇晃了很久 然后 他才是缓缓地开口道 那如果我不答应你的要求呢 你会如何呀 这一语出 众人心神都是提得起来 尤其是古墨哈 毕竟 这个回答 可是一个不小心会死人的 想到这儿 古墨哈立刻对着龙幼 裴笑说道 那当然是以龙幼队长为主了 毕竟 龙幼队长眼光锐利 处事公正 是不会有错的 他说着还强行将卓音挡在了身后 不让他上前乱说话 对此龙幼直接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我没有问你 我现在问的是他 面对他这冰冷的一语 古墨哈也是心中遗产 也是趁着他心颤的遗产 卓音直接避开古墨哈的阻挡 直接上到了前面 对着龙幼说道 如果你不答应 那我一定会阻止你 这话一出 众人直接笑了 毕竟在他们的眼中 卓音虽然实力不错 但也就那样的 真的和他们搭起来 卓音根本就不够看了 与此同时 龙幼那白皙的面颊上 也是泛起了一抹轻蔑的笑意 他同样看不起卓音 而面对众人的笑意 卓音倒依旧平静 他只是目光坚定地看着龙幼说道 当然 我知道 我是打不过你们的 但是 我会通知总盟的人 让他们来的 我想 凭他们 应该能够镇住你们了 耍 此话一出 龙幼的眼眸里 瞬间闪过了一抹寒意 他那手中的酒杯 都是此时 被他捏得粉碎 碎裂而开 啵 酒杯碎裂 那玻璃渣 带着那酒水 直接洒落雨底 看到之 在场中人 全都是屏息紧张起来 尤其是古墨哈 都是直接吓了一跳 他心中颤抖 完了完了 撤离的完了 毕竟卓音的这个举动 其实就是在威胁龙幼 如此龙幼怎么可能不恼怒 不想杀他灭口 这下 卓音死定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 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 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30集 巫城会馆内 素人都是在此时 屏息凝神而起 他们都满是紧张的 注视着龙幼 注视着卓音 在他们眼中 此时的卓音 真的和死人 没有什么区别的 与此同时 那些跟随 卓音归队的队伍中人 则同样在此时 紧张而起 他们都是眼眸警惕地 看着龙幼 随时准备出手 护住卓音 逃离此地 毕竟 他们也清楚 真的打起来 他们不是龙幼等人的对手 所以 他们能够做的 便是在群军覆没之前 拼死护卓音出去 只要这样 他们便算赢了 不过想起来 他们也是想笑 为了这灵葬 他们最终 没有死在外人的手中 却是要死在自己人 内讧的手里了 可悲 可笑 一旦动手拼死 护卓音姐离开 去寻找唐风 我相信 他会护着卓音姐 等到 总盟的人到来的 一名光头男人 站在了卓音的身后 低声对着身边的人说道 嗯 明白 四周的人 纷纷地在此时点头 他们都已经做好了 牺牲自己的准备了 无为别的 就是为了 九一联盟里的风骨 只为那应有的 公平正绩 整个现场 唯独卓音 依旧显得平静 他迟迟地看着龙幼 一副身中不怕影子斜的模样 而也是在他这 毫无畏惧的目光下 龙幼突然笑了出来 是的 龙幼笑了 这一笑也是笑得 在场众人都是一愣 他们都不明白 龙幼这突然的笑 是什么意思 而在众人的注视下 龙幼则是笑着 拿过那手帕 擦拭着手上的玻璃茶 和红酒说道 好了好了 我只是开个玩笑 卓音姑娘 不用那么认真 这一语出 众人是都愣了 纵使是卓音都愣了 他没有想到龙幼 竟然会突然改变了态度 这有些出乎他的预料 而在卓音的惊讶目光下 龙幼则是直接 从上面站了起来 他缓缓走到了 卓音的面前 笑着道 卓姑娘 能够如此的坚持正义公正 我很欣慰 酒药联盟 需要他便是姑娘这样的人 卓音文言 沉默着 他不知道龙幼究竟是耍什么把戏 所以他没有直接开口 龙幼笑着 然后 他接过身后手下递过来的红酒 递给了卓音道 来 卓姑娘 为我们能够同在一个联盟里干杯 面对龙幼的话 卓音 却是没有接过龙幼的酒杯 他只是平静地看着龙幼 不悲不喜 看到这儿 古墨哈也是有些急的 他直接低声道 你还愣着干什么 龙幼队长敬你酒 你快点拿过来啊 卓音没有理会的 他只是看着龙幼道 龙幼队长 我不是他们 我不会因为你这一杯酒 而改变主意的 龙幼直接笑了笑 而后 他说道 我给你这杯酒 不是要你改变什么主意 这杯酒 纯粹是敬你的 这样吧 我换个说法 为我们不互相残杀 和平共处 而干杯 如何呀 面对他这话 卓音 那清冷的眼里 这才是犯弃的几缕拨 然后 他有些雅意的 看着龙幼道 你这是要打算 不杀唐峰了 龙幼直接哈哈一笑 他说道 哈哈哈哈 卓音姑娘 都已经那么说了 我如果再蛮横的 要杀唐峰 那不就和那些反派恶贼 没什么区别了吗 卓音文言 认真地看着龙幼 像是想看出 他说的究竟是真是假 只是不知道 是龙幼的隐藏功夫 真的好 还是他说的是真的 总之 在他的脸上 卓音只能看出 真诚的温和效应 看不出其他的 而在卓音 沉默的静观间 古墨哈 则是直接催促道 卓音啊 你还愣着干什么 龙幼队长都那么说了 你还不快点 把九给接过来 面对古墨哈的沉宇 卓音 这才是回火神来 然后 他看着眼前 依旧对着他 笑容洋溢的龙银 终是缓缓伸过手 接过了那杯红酒 而随着 红银接过红酒 龙幼也是拿过 手下人 递来的第二杯红酒 并当着卓音的面 一饮而尽 看到龙幼一饮而尽 卓音迟疑了一下 也是拿起红酒 一饮而尽 然后 他看着眼前的龙银道 希望龙幼队长 你能够说话算话 不要做出 让联盟众人寒心的事 龙幼笑吟吟地说道 当然 卓音文言 平静地点了点头道 既然如此 那我便不打扰 龙幼队长 和诸位的酒宴了 我先告辞了 他说着便打算 踏步离开此地 然而 卓音正打算那么做 一股眩晕之意 突然传上了他的脑海 然后 他整个人便像是天旋地转般 站立不住地朝着前方 倾倒而去 看到这 龙幼直接伸出手 一把将他抱了 他笑吟吟地看着卓音 说道 卓姑娘 看来你的酒量不是很好啊 这么快就喝醉了 面对他的话语 卓音不由难受地咬着牙道 龙幼 你害我 毕竟他的酒量 他自己轻入 是绝对不可能一杯倒的 所以 唯一的可能性 便是龙幼往酒里放了东西 与此同时 古墨哈也是神色难看 他着实没有想到 堂堂酒药联盟有名的新秀胶子 竟然会在酒里下东西 而在他神色难看间 龙幼则是笑吟吟地看着卓音 继续道 卓姑娘 你喝醉了 说完 他那抱着卓音的手 在暗中于卓音的脖子上一按 直接将他彻底地按得晕厥地过去 对此那些跟着卓音的人 虽然没有看清怎么回事 但也意识到了不对劲 所以他们立刻怒视向了龙幼道 龙幼 你做什么 快放开卓音间 脖子求怪我们不客气 不客气吗 龙幼笑了笑 然后他眼眸直接一瞪 就凭你们 蒙 随着龙幼这一瞪眸 一股无尽的幻力 瞬间降临到他们之前 将他们全部笼罩而起 然后 这些人便开始发了疯的护砍 他们边砍嘴里 还边喊着龙幼的名字 似乎他们看的人是龙幼一样 那鲜血淋漓的诡异场景 看得在场所有人 都是暗暗心惊 包括古墨哈在内 他们着实没有想到 龙幼的幻术竟然如此的恐怖 而在众人心惊间 龙幼则是直接抱起了卓音 然后神色淡漠的 对着众人道 这里就交给你们受尾了 记住清理干净 不要留下痕迹 更不要留下活口 说完 他直接朝着后院走去 看到这儿 古墨哈下意识地问道 龙幼队长 你这是要带卓音去哪儿啊 面对他的话语 龙幼低头看着怀中 有些像睡美人般的卓音 嘴角微微扬起 带他去做世界上最美妙的事 他说着在无停留 直接带着卓音离开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 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31集 数个小时以后 龙幼从后院走了出来 重新回到了 乌城会馆的大厅里 此时的大厅里 一切已经被清理干净了 那些跟着卓音回来的队员们 惨死的尸体 都已经被李光源 古墨哈等人收拾走了 说实话 在那收拾的过程里 古墨哈的心绪非常的复杂 毕竟 这些都是他共事多年的同伴 是他曾经的手下 不过 碍于隐前的形势 古墨哈终究没有将那 心中复杂的滋味 给表现出来 他只是配合 胡宗兰 李光源等人 将一切清理干净 而且 他还喷上了空气清新剂 龙幼从后院走了出来 闻着那清新的空气 不容 面楼满意之色 嗯 你们做的不错 打扫得很干净 李光源 胡宗兰等人 闻言皆是面楼笑意 对于现在的他们来说 只要龙幼能够满意 那么一切都是值得的 毕竟 现在龙幼是他们的主子 而非九药联盟 而在众人呢 面楼笑意间 古墨哈看了看身后 粘着青丝长发的龙吟 有些忍不住的问道 有哥 卓音他 还好吗 龙幼看了他一眼 然后他笑了笑 挺好的 不过 我倒是没想到 他都那么大了 竟然还是第一次 你都没有对他下手吗 古墨哈文言 面色尴尬而笑 说实话 一直以来 他都将乌城会馆的众人 当成自己人 尤其是卓音 他直接将其当妹妹看待 所以他又怎么可能 会对卓音下手呢 那简直就是畜生的行为 当然 这种话 古墨哈是不会对着龙幼的面说的 毕竟他还不想死 我对他兴趣不大 古墨哈满是尴尬的笑着 解释说道 哈哈哈哈 龙幼直接对着古墨哈 笑着说道 这么一个漂亮的姑娘 你竟然兴趣不大 古墨哈 你该不会是不行吧 啊 众人听到了龙幼的话后 纷纷在此时 狼笑出声 而那场景 看得古墨哈尴尬 他只能尴尬地笑着笑道 啊 不是又哥 你误会了 我只是 哈哈哈哈 误会了吗 龙幼直接伸出手 拍了拍他的肩膀 打断他说道 如果是误会了的话 那你等会儿去玩一次 证明自己啊 我玩 古墨哈一愣 难以置信地说道 当然 龙幼笑着说道 让别人玩 也证明不了 你有用啊 啊 李光源等人文言再度地笑了起来 对此 古墨哈有些神色复杂地说道 可是 朱音他现在是又哥你的女人呀 面对古墨哈的话语 不远处的台阶上 那身着青色黑甲 头上留着道士般的发型 连面见得像是女人般的男子 齐叔腾 直接不屑地吃笑了一声 最后 他用指甲钳摸着指甲 满是不屑地说道 朱音是又哥的女人 你未免想太多了 就是 方便一名身材夭夭地像个水蛇 长得有些风轻万种的女子 安宁 直接走到了龙幼的身边 她像是壁虎一样地 粘在了龙幼的肩上 说道 她也不看看她是谁 做我们又哥的女人 她配吗 面对这两名欺人队员的话 古墨哈也是神色复杂 她下意识地说道 可是 又哥他明明已经和他 在一起了呀 就这 也算是在一起了 那如果是这样 咱们又哥 岂不是和成千上万的女人 在一起过了 这话一出 古墨哈终时反应了过来 龙幼是个极为花心的人 她碰过的女人 没有一万 也有八千了 所以在她的眼中 非常重要的东西 在龙幼的眼中 根本就不算什么 龙幼早就习惯了 真是没有想到 原来她就是这么一个人啊 古墨哈 眉头微皱得难难倒 她本来以为 龙幼身为酒药最有名的杰出后辈 应该是非常优秀的存在 但是 却没有想到 竟然是这么一个人渣 你刚才 说什么 安宁宁像是听到了 古墨哈的自言自语 那苏眉的眼眸 在一瞬间 变得凌厉 直视向了古墨哈 古墨哈是心头一扇 然后 她急忙笑着说道 啊 我说 宁宁姑娘说的对 有哥 她生来这么优秀 一般的女人啊 只配当她的玩物 只有这世上最为优秀的人 才有资格成为她的女人啊 安宁宁笑着说道 是吗 我怎么听着 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呢 古墨哈是神色一变 然后 她看似认真的道 那宁宁姑娘一定是听错了 我刚才就是这么说的 安宁宁闻言笑盈盈的看着古墨哈 那模样 显然是不信 倒是龙幼在此时开口了 她直接说道 宁宁啊 古馆主一心支持我 对我的忠心 天地可见 你不应该怀疑的 这话一出 古墨哈也是立刻强行的 笑着点头附和 对对 我对龙幼队长的忠心天地可见 天地可见 看着她那么说 龙幼忽然笑了笑 然后 她看着古墨哈道 古馆主 你去后院 帮我将 卓音解决掉吧 古墨哈 文言脸上笑意 瞬间就凝固了 她说话都有些结果了 我 我去解决她 当然 怎么 你不愿意 旁边的安宁宁 直接笑着说道 如果古馆长不愿意 那就证明 刚才又搁她白夸了 古馆长根本不是很忠心她的呢 面对她这逼迫的话语 古墨哈是神色一变 然后 她立刻笑着说道 我愿意 我愿意 只不过 引下我们 还要设局 对付汤峰 不能太过浪费时间啊 所以 我打算 登局不好之后 我再去后院 杀了她 哦 古馆长那么说 是想先节约时间了 安宁宁 笑意盈盈地 看着古墨哈道 当然 古墨哈 直接昂着头 挺着胸膛说道 我就是担心 跑到后面 会浪费时间 毕竟 咱们现在啊 得争奋夺秒 这如果 卓音 她现在在这里 那我会毫不犹豫地杀了她的 碰碰 古墨哈这话语 刚说完 那满身的衣衫褴褛 满身狼狈的卓音 便只从后院 跑了过来 她青丝散乱 眼眸冲起来看着龙友 怒声说道 龙友 你个畜生 我杀了你 她说着 直接朝着龙友跑去 要杀了龙友 看到这 安宁宁 笑盈盈地 看着古墨哈道 顾馆长 现在 你可以动手了吗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 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 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32系 大厅里此时的古墨哈 神色算是难看到了几点 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卓音竟然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在这里 该死 古墨哈眉头为肘说实话 他是真的不想杀卓音 但是眼下卓音跑到大厅里来 却是在逼着他杀的 我该怎么办 而在古墨哈心中头疼间 安宁宁则是看着他 继续笑盈盈地说道 古馆主 你还没有回答我呢 现在 你能杀他了吗 面对安宁宁的再次逼迫 古墨哈看着那满面恨意冲杀而来的卓音 终是咬了咬牙 然后他拿起了一柄匕首 便是对着卓音冲了过去 下一场 他冲到卓音的面前 对着那卓音的胸膛便是一匕首刺了下去 那冰冷的匕首刺进卓音的胸膛之上 直接将他刺的是鲜血剑洒而出 看到这 乌城会馆的众人 全部都是愣住了 他们眼眸大瞪着 竟然都没有想到 古墨哈竟然真的会对卓音出手 毕竟平时的时候 古墨哈对着卓音是极为照顾的呀 与此同时 卓音也是轻谋微瞪地看着古墨哈 他满是难以置信 为什么 关主 他实在无法相信 古墨哈会为了龙幼杀他 而面对卓音的问话 古墨哈的眼眸里 也是泛起了一抹自责 然后 他是恶狠狠地对着卓音说道 因为你想伤害龙幼队长 你想伤害他 你便必须要死 他说着 猛然的是抽出了刺在卓音胸膛上的匕首 匕首从卓音的胸膛上是抽了出来 卓音只感觉胸膛一疼 然后 他整个人便是旋转着 摔倒在了地上 他那口吐鲜血 身子抽搐之间 整个人就这样缓缓地死去了 他的眼眸倒没有一直大征 似乎没有死不明 只是 纵使是这样 古墨哈 那整个人还是微微地颤抖 显然有些被卓音的死 而刺激得不轻 而在古墨哈颤抖之间 龙幼则是直接走到了他的身边 起伸出手 拍了拍他的肩膀 满意地说道 你做得不错 古关主 面对他的话语 面对他的话语 古墨哈面颊露出了苦涩的笑意 他笑着道 只要有个开心就好 龙幼不游的仰头 狼笑出声 然后他说道 好 古关主 说得好 以后 我一定会重重地提拔你 古墨哈 陪着笑 内心复杂到了极点 接下去 在龙幼的得意的目光下 古墨哈 直接将卓音的尸体 给抬走处理掉了 而且 是古墨哈 他亲自 抬走处理的 这场景 看在了 安宁宁的眼中 也是惹得他 盈盈而笑 这古墨哈 还真的是一头中犬呢 龙幼抱着安宁宁 看着古墨哈离去的背影 面露笑意 哈哈哈哈 你说得不错 他的确是一头不错的中犬 可以利用 这话一出 其余众人 也纷纷地笑出了声来 在场唯一没有笑的 便是那些会馆的人 他们都是古墨哈的手下 所以 当古墨哈这么 被对待的时候 他们的心绪 也是非常复杂的 毕竟 这其实见解的 就是对他们的态度了 而在他们心绪复杂之间 安宁宁则是 直接忽略的古墨哈 转而 对着龙幼问道 对了 既能够杀了唐风 又能够抢手工的机会 他当然是不会放过了 只可惜 面对李光源的话 龙幼却是摇了摇头 坐陷阱 瓮中捉鳖 太low了 我没那个兴趣 面对龙幼的这话 一名体虚庞大的大汉 有些无脑的猜测道 有哥不会是打算 等唐风他们来的时候 直接用大炮 把他们给强行轰炸了吧 这话一出 众人也都是用看白痴的眼神 去看了他一眼 然后 他们再度看向龙幼 像是等待龙幼的答案 而在他们的注视下 龙幼也是直接一笑 说道 你们说的那些手段 都太俗了 太低劣了 他会不上我的 安宁宁是哥哥的一笑 龙幼笑道 唐风不是用幻术 把沙产他们三个人 都杀死了吗 那我就用幻术 来把他给弄死好了 毕竟 他的幻术 可不是唐风这种小儿科能比的 众人文言 也是纷纷地 秉息凝身而起 他们知道 龙幼这是打算 一笔之道 欢施笔身 那有哥 你打算制造什么幻境 来对付唐风呢 李光元忍不住 心中好奇的时节 在此时问道 龙幼笑了笑 然后他抱着安宁宁 看着会馆外面的沙尘 悠悠地道 唐风应该 最想看到我死吧 既然如此 那我就让他看到我死 然后 在极乐中 死去吧 龙幼说着 他嘴角就生出了异味深长的笑意 数天之后 乌城会馆外面的沙地上 正由着十数辆越野车 急行而止 那越野车在沙地上飞驰着 直接带起了滚滚的尘土 而这群人不是别人 正是一路急行归来的 唐风等人 他们一路开到了会馆的前面 然后就停了下来 车子停下 众人纷纷下了车 哎呀 终于回来了 关东下了车以后 直接伸了个懒腰 满是怅然的感慨道 果然还是家的感觉好啊 这似乎不是你的家 曹烈走到他的身边 瞥了他一眼道 我这是比喻 比喻你懂吗 关东没豪气的说道 曹烈闻言瞥了他一眼 然后他没有在里关东 直接走下了唐风的身边 唐队 要进去吗 唐风看了眼 已经调整好状态 眼眸里都透露着 回家喜悦的众人 笑了笑他说道 嗯 进去吧 说完 他率先迈开脚步 朝着会馆内走去 唐风这一走 关东 同爸等人 也是紧随而上 他们都满面笑意的 朝着会馆里面走去 毕竟 总的来说 他们这次 虽然坎坷了些 但结局是非常完美的呀 他们 算是满载而归的 唐风走到会馆前 他直接 便是推开了会馆的大门 这一推开 里面的场景 瞬间让他唐风等人 神色骤变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 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33集 乌城会馆前 当的唐风等人 推开那会馆的大门时 那院子里的场景 让他们 全部神色大变 因为他们亲眼看到 整个院子里布满了尸体 一刀又一刀 裹砸着那阴红色的鲜血 躺在了 整个院子的个处 这 什么情况 关童 红莹等人 看着眼前的一切 皆是面露惊骇之色 心中震颤 然后关童直接邓谋说道 这是有人打到 屋中会馆来了吗 这一语出 在场所有人 全部都是屏息凝神而喜 毕竟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事 可就非常的严重了 酒药联盟的 一个分布被灭 这事 无论是酒药联盟来说 还是对整个五道界来说 都是大事 不对 正当众人 那么想的时候 费心员是眼前的一切 直接皱着没说到 这应该不是别人打进来 你们看 这倒在地上的人 全部都是酒药联盟的人 没有一个外人 众人文言 也是纷纷地 朝着地上仔细地看了去 这一看 他们也是发现 在地上的人 还的的确确 全部都是酒药联盟的人 并没有一个人是外面的人 而如果真的是外面的人 打进来的话 没理由一个人都没死 可是 如果不是外面的人 杀进来的话 那又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是 众人想着 那脑海里 奇迹是生起了一个 很惊悚的念头 内红 咕噜 草猎想到了这一点 他忍不住地咽了口唾沫道 咱们的人 不会内红了吧 众人文言 皆是沉默起来 因为眼下的场景 还真的是 像极了内红 可是 因为什么内红呢 他们有些想不明白 毕竟 灵葬已经被唐峰等人 给夺走了 他们有内红 也应该 适合唐峰内红啊 怎么 唐峰还没回来呢 他们便先内红了 想知道答案 进去看一眼就知道了 唐峰站在了大门口 倒是显得平静 众人听到他的话 也是冷静下来 或者说 他们已经习惯了 唐峰在身边 一切事情 只要唐峰在 他们的心 便有着独特的安全感 走吧 唐峰平静的 又吐了一语 然后 他直接迈开了脚步 朝着乌城会馆的 中央建筑走去 这一走 众人 也是齐齐跟上 他们一路走到了院子 划过那满地的尸体 缓缓走到了中央大厅内 而这一进大厅 他们 也便是看到了 两股势力的对峙 只见了 那大厅左右两边 分别有这两群人 不上站立着 其中 左边那一群人 是李光源 龙幼等人 而右边那一群人 则是 胡宗兰 胡莫哈 以及 卓音等人 他们一个个身上 都是带着伤 满是警惕地 看着对方 这是 什么情况 关东等人 看着眼前的场景 皆是下意识地 出了声 而在他们这一出声 那场原本就对峙的双方 也是 从那紧张的心绪中 被惊了出来 然后 他们 齐齐地 朝着唐峰等人看去 这一看 他们双方 也是游习游悲 自己的 古莫哈 胡宗兰等人 在看到唐峰等人 出现以后 面颊直接露出了 激动的神色 唐峰 你们来了 而在他们相反的 龙幼等人的神色 则是瞬间变得难看了 其中 李光源 更是暗骂道 该死 他们怎么 这个时候回来了 看着他们 这副表情 红莹 曹烈等人 将是瞬间 猜到了什么 然后 红莹看下了 古莫哈 试探般地问道 古关主 这究竟 是怎么回事啊 你们怎么打起来了 面对他的问话 古莫哈 胡宗兰等人的面颊 时上瞬间 露出了怒意 而后 胡宗兰怒道 是龙幼 他们想要让我们 投降于他 和他一起对付你们 抢夺你们 从灵葬里 拿出来的成果 我们不答应 他们便对我们出手了 古莫哈 附和道 不错 这个出手 为了对付你们 不惜将我们 所有人灭口 听到他的这话 关同 曹烈等人 瞬间就怒了 他们纷纷 面头怒意地 看向了龙幼等人 其中 关同更是 直接地怒骂道 魂赵 你们自己拿不到 灵葬也就算了 竟然 还想要暗杀我们 抢夺我们的成果 想抢我们的成果 也没什么 但问题是 你们连古棺主 还有胡队长等人都杀 未免太出声了吧 怒目瞪道 此等心境 如秦处无异 红鹰 也是轻谋 透怒地附和道 而有了他们的带头 其余的人 也是纷纷地开口 声讨龙幼等人 对此 那浑身染血的龙幼 却是轻蔑一笑 自古以来 胜者为王 败者为寇 所以 等我杀了你们以后 畜生行径的 便不是我 而是你们了 既然他这是想杀了 唐风等人 然后再宰丧 陷害他们了 一听到这 关童 曹烈等人 也是更怒的了 然后 关童拳头握起 那野猫冲斜 说道 混账东西 像你们这种败类 活着只能败坏九一的名声 我宰了你们 随着此语的吐出 关童 那整个人之间 便在此时纵身而出 对着李光源 龙幼等人杀去 而他一动 去的红莹 曹烈等人 也是纷纷地动身 朝着龙幼等人杀去 看到这 古墨哈和胡宗兰 也是在此 纷纷地起身 他们一个个 直接激动地喊道 动手 和他们拼了 这话一出 古墨哈等人 纷纷地冲撵而出 配合关童等人 对着龙幼等人杀去 对此龙幼 直接一口血水 吐在了地上 然后 他们面头冷傲道 行你们 也想杀我 他说着 猛地一脚踩在地板之上 踩得那地板崩裂 整个人之间 是纵身而出 对着关东等人 是硬汗而去 而龙幼一动 那和他一伙的 李光源等人 也是纷纷地歧动 一时间 三帮人直接在整个大厅内 厮杀了起来 厮杀的 那血光漫天 寒沙声不止 蹦蹦 这一场打斗 也不知是持续的多久 总之 当他整场打斗 再度停止的时候 那整个大厅的地面上 又多了很多的尸体 而这些尸体 不看不要紧 一看 也是下了红鹰 关童等人一跳 因为 其中的绝大部分 竟然都是他们的人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 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34集 怎么会这样 红鹰 魏金元等人 看着他地上的尸体 皆是面色周边 要知道 刚才虽然杀得混乱 但是 他们还是时刻 注意这场中的情况 在他们的记忆里 倒下去最多的 应该是龙幼 李光元这一方的人 怎么现在停下来的时候 反倒变成他们了呢 难道 是我们记错了 红鹰 闫老四等人 都是在此时 眉头皱起来 他们总感觉 好像有些不太对劲 而就在他们 想要更加仔细地 去观察的时候 那龙幼等人 像是不要命般 再度冲了上来 对着他们杀去 为此 红鹰等人 能暂时停下休息 继续对着他们杀去 而这一次 见过刚才伤亡的他们 杀得更狠了 为的就是 想尽可能地 保全其方重要 减少 伤亡地 将龙幼等人解决 可是 当战役 在片雪之后 再度停下来的时候 那眼前的场景 却再度 将他们兴住了 因为红鹰 曹猎等人 亲眼看到 这次死的最多的 又是他们的人 哪怕是 明明冲在最前方的 古墨哈等人 都没有怎么死 这怎么会这样 红鹰等人眼眸 为啥地 看着眼前的场景 他们着实有些不明白 明明 刚刚他们看到 最惨的是龙幼等人 为什么到最后死的 最多的是他们 这青脸一番 除了唐风几人在外 他们竟然只剩下不到十人 有鬼 绝对有鬼 红鹰 魏金元等人 皆是在此时那么想 毕竟 对于他们来说 这一次关注战场情况 关注 错误 也就算了 怎么能够两次都错误呢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而在红鹰等人 那么想的时候 龙吟等人 再度冲锋了 看到这 曹莉 谭云轩等人 还想冲 但他们刚打算动 红鹰便喊住了他们 都别动 这一语出 在场剩余的人 也是全部愣住了 他们都看向红鹰 满是困惑 而在他们没有动间 古莫哈等人 则是迎着龙幼等人 冲了上去 他们双方再度 厮杀在了一起 只是 凭借古莫哈等人的力量 根本不是龙幼等人的对手 所以 他们直接 便是被杀了 接接败推 很快的便出现了 要囤灭的畏惧 看到这 谭轩 曹莉等人 也是急的 他们纷纷看着红鹰说道 红鹰姐 怎么了 如果我们再不动手 古莫哈等人别吻了 他们一个个 很是着急 等等 再等等 红鹰 已身面露极色的 站在原地 他脑子里急转着 整个人 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他总感觉 哪里有问题 但具体是哪里 他一时半会儿 说不上来 而曹烈 秦轩等人 是看着他的模样 也是心中焦急 他们一方面是担心 古莫哈等人 一方面 又是不想 逆了红鹰的话 因为他们清楚 红鹰让他们别动手 肯定是有原因的 所以一时间 他们这帮人 都是着急起来 而在他们的着急下 古莫哈等人 也是被越杀越少 到的后面 终于只剩下 古莫哈 和胡宗兰 几个人 看到这 秦轩终于忍不住了 他直接说道 不行 我要去救他们 他再也忍不住 见死不救了 而秦轩一动 其余的人 也是打算动了 只是 正当他们 打算动的时候 红鹰 像是突然 想明白了什么 满是激动的说道 啊 我知道了 我知道是哪里 有问题了 这突如其来的激动一语 也是直接经了 在场的众人 而后 在他们的目光下 红鹰的轻谋 直接锁定向 龙幼那群人当中的 一名长相普通 看上去 毫不起眼的男子 他伸出手指 是大人说道 就是你 我刚刚明明看到 你已经死了 可是现在 你却又出现了 这话一说 在场众人 瞬间哗然了 什么 他已经死了 可是如果他已经死了 那为什么现在 又会重复的 出现在这里 众人说着 那眼里都是困惑 而在他们困惑间 魏金元香是意识到了什么 他神色已变道 不好是幻境 这话一出 在场众人 也都是神色已变 什么 他们竟然进入到了幻境 而在他们那么想见 龙幼等人 也是彻底 也是彻底将 古莫哈等人 全部解决 然后 他们手势汗刀 对着魏金元等人 冲杀而来 看到这 他们下意识地 心神紧绷而起 打算还击 只是 对于他们的举动 魏金元直接 灭色帐红的吼道 都别动 这是幻境 你们的出手 很可能杀的是自己人 听到这话 红莹等人终于明白 为什么刚刚的打斗 明明他们打得最凶最猛 杀敌最多 可是到最后死的最多的 却反倒是他们 因为他们杀的所谓敌人 根本不是敌人 而是自己人 一切都是幻想 想通这一点的 红莹等人 想都不想一个个 全部都是停下手上的动作 眼睁睁地 看着龙幼等人杀来 不打算反击 而这就是红莹 魏金元等人 这一路来的默契和信任 哪怕他们有可能 因为魏金元的错误判断 死在眼前 龙幼等人的手中 他们依旧选择相信 魏金元 不还手 下一刹 在他们的不动下 龙幼等人的身影 果真是一道影子般 穿过了他们的身躯 没有对他们造成 实质性的伤害 而这一举动 也就是彻底证明了 魏金元是对的 眼前的一切 都是幻想 只是虽然证明了 这是幻想 但是他们却高兴不起来 因为眼前的一切 在一定程度上 是在告诉他们 他们还没有和龙幼等人 正式开战 便死伤惨重了 他们被刷得很惨 很惨 轰隆隆 也是在众人神色难看间 此地的场景开始崩塌 那原本死了一堆人的大厅 开始像电影落幕一样 缓缓消散而去 从而露出了一个正常的大厅 大厅里 李光源 胡宗兰 以及古墨哈等人 都好好的活着 他们坐在大厅的左右两边 吃着喝着 笑看着站在大门前的红鹰 关铜等人 而至于龙幼 则像是王者般 坐在中央最上段 他右手的手肘 抵着扶手 手背托着自己的架额 满是轻调的笑意的 看着唐峰等人 笑着道 各位 欢迎你们回来啊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 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35集 会观大厅内 龙幼的那道身影 蹲坐在中央高处 他拿看着唐峰等人的嘴角 透着完美的笑意 各位 我等你们很久了 面对龙幼这一语 关铜 红鹰等人的神色 都是阴沉而下 他们知道 他们被龙幼等人 给坑了 龙幼 你还是人吗 竟然如此坑害我们 坑害 救药的同伴 关铜 在此时 紧握着拳头 一双眼睛 仿佛要喷出火来 龙幼 浑不在意地笑了笑 然后 他看着眼前的 关铜等人 说道 从你们杀了 杀战的那一刻起 你们就已经 不是我的同伴了 而是我的仇人 混账 曹练直接怒道 是杀了他们 来抢我们的成果 想要谋害我们在先 我们只是自保 龙幼嘴角勾了勾 然后 他将安宁宁抱在怀中 拿起红酒杯 和他对饮了一口 悠悠地道 我不管是不是 他们谋害你们在先 我只知道 你们杀了他们 那就够了 只要你们杀了他们 你们就是我的仇人 这一语出 关铜等人 也是彻底的怒 他们怒视着龙幼说道 你这是蛮不讲理 哎 你这话说对了 龙幼举着酒杯 伸出手指 只向他们笑着道 我龙幼 还真的从不讲理 你 关铜等人 即使在此时 被他气得欲色 他们一个个 全都紧握 都想上去 和龙幼搏命 看到这 安宁宁不由娇笑说道 哼 怎么 看你们一个个 想吃人的模样 是打算冲上来 和龙幼哥拼命吗 而对他这话 关铜等人 还没开口 李光源 便是直接狼笑道 呵呵呵 和幼哥拼命 就凭你们现在的模样 真直是闹啊 众人纷纷复合地狼笑 其中便包括 古墨哈等人 对此 关铜 红鹰等人 也是起得面色张红 羞闹至极 然后 关铜怒视 向古墨哈道 古墨哈 你身为 乌城会馆的 关主 理应 公正公益的 主持一切 怎么也能和龙幼 等人为伍 谋害自己人 说实话 对于古墨哈 关铜等人 都是有着怨气的 这不只是因为 古墨哈身为 会馆馆主 背叛那么快 还因为刚才 在幻境里 他们都曾出手 帮了古墨哈等人 而在现实里 古墨哈等人 却毫不犹豫地 背叛了他们 这让他们心中 有些不爽 古墨哈笑吟吟地 是看着关铜说道 你怕是耳朵 有得不好使 你没有听见 刚才龙武队长 说的吗 你们不是刺激人了 旁边的胡松兰 直接吃笑道 哼 到了现在 还自以为是 认为自己和我们 是一路人 真是可笑 就是 李光源笑着扑合 什么都不说 就自恋地 把自己和我们 当一路人 也不想想 您配吗 李队说的对 也不知道想想 您配吗 安宁宁直接此时 嬉笑出声 众人听得皆是 朗笑出声 那嘲讽之意 相当的明显 对此 关铜 红莹等人 一个个也是 羞怒难当 其中关铜 更是直接 全都卧习 压关 紧咬地 看着李光源 等人怒恼 混账 东西 老子纵使是死 要拉你们 这些畜生 去垫背 他说着 直接冲了出去 对着那李光源 等人轰杀而去 看到这 李光源 胡宗兰等人 都是露出了 伏计的目光 在他们看来 眼下的关铜 等人 一个个都是负伤在身 根本发挥不出 什么战斗力 所以 关铜 想要杀了 满状态的他们 简直是痴心妄想 杀了他 李光源满是 伏计的对着身边的 几名手下说道 是 他们恭敬地 应了一声 然后他们直接起身 对着关铜迎击而去 那神色冰冷 而带着嘲弄的模样 显然 他们都没有 向关铜放在眼里 看到这一幕 关铜也是咬了咬牙 然后 他像是彻底 被他们给激怒了 似吼着和他们 硬汗到了一起 老子宰了你们 下一场 他们双方 直接在这大厅内 冲到了一起 并激斗起来 他们的全风火火 灵气流转间 直接打得此地 进风起 地板碎了一块又一块 所过之处 花盆碎裂 桌案崩毁 看得此景 龙幼飞蛋不惊 反倒随脚 继续的扬了起来 他看着大厅中央 疯狂激斗着的 关铜等人 笑着道 呵呵呵 宴会结束前 还能继续 看场好戏 不错不错 安宁宁 娇笑着说道 这算好戏吗 我感觉 半点都不算呢 毕竟 我们都知道 结局了呢 呵呵呵 知道结局没有关系 重要的是过程开心 那就够了 龙幼看着那 激斗着的关铜等人 笑着道 就像是斗狗 我们不需要去看 那最后是哪只狗蝇 我们只要看 那过程撕咬 有多精彩 便可以了 呵呵 好像挺有道理的 那我们就安心看一会儿吧 安宁宁坐在龙幼的大腿上 娇笑了一声 然后 他双手欢抱着龙幼的脖梗 笑盈盈地朝着那大厅看去 剑庄 那坐在下方的沈心仪 也是气闷非常 不错 沈心仪回来了 他急匆匆地赶回来 本来是想着帮龙幼帮忙的 并且彻底地确立自己正主的地位 结果却没有想到 当他回来以后 龙幼根本不怎么理他 他的眼里只有安宁力 当然 龙幼不理沈心仪也是正常的 毕竟当初他理会沈心仪 主要是因为沈心仪当时还有利用价值 能够用来对付唐峰等人 搜集情报 而现在呢 唐峰等人都已经回来了 一切差不多都已经尘埃落定了 沈心仪的价值已经完全失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 他当然不可能再理会沈心仪呢 心仪 你别生气 可能又哥 他只是现在当着大家的面 嘴子不好意思和你粘得太紧 东马上 他可能就来找你了 大厅内周全看着沈心仪 七姨们的模样 喧闹 傻傻 我感觉又哥 他现在肯定是爱于人多 不好意思 所以他假装不亲近你 而去亲近安宁宁的 到晚上人少 他一定会来找你道歉的 刘伟复和道 可以说 他们现在的赌注 都已经压在沈心仪的身上了 所以 他们比沈心仪 更见不得龙有变心 他们更会宽慰自己 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 毕竟只有这样 他们才能继续抱着成为龙有 亲信希望 而面对他们的权威 沈心仪还当真信 他看着那坐在中央的龙吟 戏闻说道 哼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晚上 我一定要他跪几个小时的催板 让他乖乖认错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 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36集 会馆的大厅内 关童和那几名男子的打斗 还在继续着 只是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 龙有 李光源等人 脸上的原本的笑意 渐渐的开始变成了凝重 不耐烦的神色 因为在他们的注视下 关童不但是没有直接败给 这几名男子反倒还越战越勇 到的最后 竟还接连的反败了他们 这一幕也是看到龙幼 安宁宁等人都是生出了不满之色 然后 安宁宁直接猝眉说道 这李光源的手下 是有多饭桶啊 竟然连一个受伤的人都拿不下 简直废物 他这话说的没有收敛 所以直接便是传进了李光源的耳中 听得那李光源面色羞红 神色相当的难看 而后他咬了咬牙 对着身边的另外三名比较厉害的队员 沉声说道 你们去帮忙 是 三名队员急急应了声 然后他们便起身打算去帮忙 只是他们刚起身 李光源又喊住了他们 李光源看着他们皱眉道 记住 别给我丢人 争取速战速决 要知道这场战役 可是他在龙幼面前表现的第一战 如果打得不好看 那丢的可是他的人 对此 三名队员似乎也知道 所以 他们直接便是应声说道 明白 说完 他们立刻加入了战局 对着关通压制而去 而有了他们的加入 那好不容易将战局扭转的关通 还当真又被他们把战局给扭转回来了 又开始被他们压着打了 那场景 看到李光源松了口气 龙幼再度露出了笑意 而在他们露笑前 曹烈 红莹等人则是全都握了握 然后 曹烈打算上去帮忙 毕竟在他的眼中 龙幼等人很明显是在以夺气少 欺负关通 只是曹烈刚踏前一步 魏金源便是将他拦住了 不能去 这话一出 曹烈不由的眉头一皱 为什么不能去 你没看到 他们一群人在欺负关通一个吗 魏金源说道 现在他们是一群人欺负关通一个 而如果你去了 那他们就是更大的一群人欺负你们两个 而如果因为你们两个把其他兄弟带进去了 那就变成了他们所有人欺负我们这几个 到的那时你觉得会怎么样啊 曹烈闻言眉头皱成了穿子 他不傻 如果真的按照魏金源说的那样 到的那时他们都会死 被围攻而死 所以也就是说 眼下他们只能默默的看着 一旦动手 那就等于让决战提前爆发 让大家提前走向死亡 可是 难道我们就真的一眼看着关通 他被围攻 不管他吗 曹烈眉头紧皱 神色有些凝重 当然管 但不是现在 魏金源说道 现在我们先看着 等到关键时刻再出手 面对他这话 曹烈看了看那场中打斗着的关通 又看了看那龙幼 李光源等人 终是不甘地咬了咬牙 行吧 说完 他直接听着魏金源的退了回去 而曹烈的举动 也是被坐在上面的龙幼和安宁宁 尽收眼底 然后他看着那退回去的曹烈 嘴角掀起了笑意 他们还真是胆子小啊 竟然连帮队友都不敢帮 龙幼嘴角微笑 这样不更有意思吗 他喜欢看敌人这种 两难的状态 很有成就感 安宁宁 娇笑说道 哼哼 有哥说得也对 这样更有意思 龙幼笑了笑 然后 他那眼眸继续朝着关通看去 再度开始静静地欣赏关通的打斗 至于唐风 似乎早已被他忽略到角落里了 毕竟 在龙幼的眼中 此时的唐风 已经是瓮中之憋了 接下去 在龙幼等人的注视下 那打透又是持续一阵 只是这一阵的持续之下 李光元 龙幼等人的脸色更难看了 因为他们再度发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 关通又逐渐地扭转了战局 将李光元的手下一个个地打倒在地 猛的一拳轰击在最后一名男子的身上 关通直接便是将那最后一名男子轰得倒飞了出去 重重地摔倒在地 晕厥过去 然后关通看着那满地的手下败将 极为傲然地对着在场众人吼道 还有谁 这一语气势十足 也是听得在场的李光元 胡宗兰等人 神色难堪到了极点 尤其是李光元 他都想找条地方给攥进去了 毕竟他那么多的手下 竟然连一个关通都解决不了 还拿什么颜面混呢 中央高出 安宁宁看着那挑衅全场的关通 眼眸也是犯过了一抹寒意 然后他看着李光元话中怠话地说道 李队长 你的队员还真是好本事啊 竟然那么多人都拿不下一个人 李光元文言神色难堪的 有些说不出话来 安宁宁直接继续说道 如果你的人都是这样的酒囊饭袋 那我觉得也没必要让你们跟着又哥了 他的这一句话 直接听得那李光元等人神色一变 毕竟 他们现在可已经是投靠龙幼了 没有别的退路了 这要是安宁宁掀起他们了 那等待他们的可能是死 想到这儿 李光元猛的站起身 怒视向了关通 混账小子 有我来挥挥你 猛的脚步跺地 李光元直接在此时送生而出 对着关通是汗沙而去 看着这一幕 曹烈再也忍不住了 他猛的一个剑步冲到了关通的身边 然后他对着关通道 一起声 有了曹烈这话 关通也是立刻的反应过来 然后他点了点头 他们两个便是一起冲略而出 对着李光元迎接而去 看到这儿 李光元的嘴角直接掀起了一抹不屑的笑意 毕竟他怎么说 都有着堪比九品的实力 而关通和曹烈呢 不过七品左右的实力 这样的实力纵使他们两个一起上 又能奈他何呢 哼 既然你们想死 看我就成全你们 碰碰 下一刹 李光元的身影 直接和关通二人 是冲杀到了遗处 然后 他们三人直接便是在大厅内 狂猛地攻杀了起来 只是随着他们打得越激烈 那场景便变得越怪 李光元 他这堂堂堪比九品的强者 竟然也开始打不过关通二人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 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37集 说实话 对于李光元的那些队员 打不过关通 龙幼等人 还是能够理解的 毕竟 关通的实力 本来就不弱 再加上 跟着唐风那么久了 耳濡目染之下 各方面的实力 也是有所提升 所以 在这种情况下 李光元那些垃圾队员 打不过关通 很正常 但是眼下 李光元这堪比九品的强者 竟然打不过关通和曹丽 这两个七品 这就让龙幼等人开始 感觉不对了 毕竟 这么大的差距 怎么可能轻易弥补 这究竟 是哪里出了问题 龙幼眼眸微凝的 看着大厅里 激斗着的李光元 关通三人 他那心中波澜尽起 他想弄清楚 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毕竟关通他们 又不是他龙幼 怎么可能屡战屡升呢 而在龙幼思索前 关通在曹丽的配合下 直接一拳 将李光元给轰倒他的地上 然后 曹丽紧随而上 一刀踩碎了李光元的双腿 咔嚓 猛的两脚踩在曹丽的腿上 曹丽硬生生的将李光元的腿给踩得骨折而去 脚骨碎裂 李光元直接是痛苦的仰头 哀嚎而起 也是在他仰头哀嚎间 关通猛的一个剑步踏上 一拳打在了他的面颊之上 猛的一拳打在面颊上 李光元只感觉一股恐怖的劲力 在面颊上爆发而开 然后 他那整张脸便是朝着一旁倾斜而去 那嘴中的碎牙 直接是裹杂着鲜血吐了出去 撒落一地 看到这一幕 胡宗兰 沈星仪等人都是神色一变 其中胡宗兰等人更是紧张的拳头紧握了一下 他们双眸死死的盯着眼前的关通 心虚尽其 他们竟然打败了李光元队长 这怎么可能 显然连他们都有些无法相信 关通二人竟然能够打败李光元 毕竟 他们虽然不喜欢李光元 但是李光元的能耐 他们还是清楚的 这绝对不是七品之人 能够打败的 而正当他们惊讶间 李光元则是抬起头 满射惊恐的 看着关通和曹列道 你们两个不是七品 是八品 这话一出 在场众人全部都是一惊 什么 他们两个是八品 他们目光 奇奇地看向了关通和曹列 神色里有着难以置信 要知道 他们可是记得很清楚的 在刚来的乌城会馆的时候 关通和曹列 只是七品 这眼下去了一趟灵丧出来 就八品了 这是有多快 与此同时 坐在中央高处的龙吟 也是眼眸闪了 心中波澜为奇 这两个小子竟然八品呢 他想着那看向关通和曹列的目光 透出了几分叹了 看来 他们在灵葬里得到了不少的好东西 在龙吟看来 关通和曹列不过是跟着唐风 在唐风身边喝汤的小人物 而他们这样的小人物都能够得到好处 实力尽急 那身为队长的唐风 他那一块肉是不是吃得更加的盆满钵满 龙吟觉得很有可能 大厅里 随着龙吟这个想法的诞生 那胡松兰等人也是渐渐的反应过来了 他们的脑海里 同样都生出了和龙吟一样的想法 他们认为 唐风可能在这次灵葬的事情里 收获极大 想到这 他们非但不为李光源的失败 而感到心惊相反的 他们还更加的兴奋了 因为在他们的眼中 唐风所赢得的东西最终还是要落到他们的手上的 所以唐风从灵葬里带出来的东西越好 那对他们来说便越有利 他们最终分到的东西便可能越好 唐风 灵葬 胡松兰等人眼眸都凝视着唐风 那眼底偷着火热的贪婪 而感受到他们贪婪的目光 关童和曹里的随角都是掀起了一抹微不可查的糊涂 或许在众人的眼中 他们能够打败李光源是因为灵葬的传承 是因为晋级的 但是身为当事人的他们都清楚 他们能够赢不是因为这些 而是因为唐风的幻术 是的 此时的大厅里唐风其实已经下了幻术了 只不过龙幼等人全部都没有察觉而已 正因为唐风幻术的暗中帮助 关童才能够是屡战屡胜 他们已经中计了 关童看着那些 谋头贪婪的胡宗兰等人嘴角微巧 这一切其实都是唐风等人和他的寂寞而已 想到这儿 他再不时宜 趁着众人众计 心中只有灵葬的时候 对李光源下杀手而去 猛的一拳在此时挥出 关童直接对着李光源的脖梗 击打而去 那眼眸决绝的模样 显然是要将李光源置之于死地的 看到之 李光源也是神色一变 然后他立刻高喊道 救我 这一语喊 也是将古墨哈 胡宗兰等人的心血 从贪婪当中给拉了出来 他们急急看向李光源 然后他们神色直接就一变 打算上前救李光源 只可惜 此时他们 再反应过来 已经是太晚了 刚才那一段时间的迟滞 足够让李光源毙命 下一场 在众人的注视下 关童这一拳 直接打在了李光源的脖梗之上 硬生生的 是红碎了李光源的喉紧 那森然的白骨 便是直接的 从李光源的脖梗后部 突了出来 在那阴红色的鲜血缠托下 显得瘆人 胡莫哈 胡宗兰等人 看的此景都是忍不住的 奇奇道奇的狗粮起 他们看着那眼眸大瞪 像是死不瞑目的李光源 心潮微微的翻涌而起 死 死了 直到这一刻 胡莫哈 胡宗兰等人 终是生出了忌惮 忍不住的心血 因为 关童等人 既然是能够真的把李光源干掉 那就证明 他们同样能够把他们两个人干掉 毕竟 他们两个人的实力 和李光源 是差不了多少的 胡关注 不能再陪他们玩下去了 大家一起动手 直接将他们悉数斩杀 胡宗兰直接就站了起来 眼眸偷弄的看着关童二人 他感觉 如果真的一直这样打下去的话 他们这群人 包括他们两个队长自己 恐怕都会一个又一个的死在关童的手上 如此一来 他们刚刚好不容易折腾出来的优势 便毫无意义了 嗯 胡莫哈也是看透了这一点 他直接点了点头 然后 起身看向了关童 腾风等人道 不能再和他们玩下去了 直接动手一起上 将他们拿下 此时此刻 他们已经不在乎什么正派不正派 道义不道义呢 他们只求杀了腾风等人 为达到这个目标 他们纵使不要脸的一拥而上 对付腾风几人也不在乎 大厅内 胡宗兰看着眼前的腾风 关童等人 他那双拳在此时是缓缓的握紧 然后一双眼眸 渐渐的变得淋漓起来的 动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 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谦下安宁 第1038集 懂手 随着胡宗兰的这一声令下 原本还蹲坐着的队员 纷纷在此时起身 陪着胡宗兰一起冲略而输 对着关童 唐风等人掠杀而去 那身影飞快 只一瞬便是飞掠到了关童 唐风等人的死中 然后 直接对着他们就动起的手来 荡荡 下一刹 他们直接和唐风关童等人 死杀而起 打他整个大厅 灵气崩腾 各种过目进回 墙壁军领 看到这 那些原文李光源的队员们 都不用胡宗兰等人喊 他们直接便是起身 冲了出去 加入到了战区当中 对着红鹰 关童等人 围杀而去 那一个个咬牙切齿的模样 显然是想为李光源报仇了 想给自身队伍学耻 而随着李光源队伍之人的加入 那顾莫哈 也是在此时眼眸一闪 而后 他也是不再犹豫 猛地一挥手说道 动手 傻傻 随着此语的吐出 顾莫哈和一部分乌城会馆的人 纷纷在此时 冲略而出 帮助胡宗兰等人 一起对着关童 红鹰等人围杀而去 看着这一幕 那些没有立刻冲出去的乌城会馆之人 不由互相看了一下 然后 他们迟疑的骗徐 最终 还是咬了咬牙 冲了出去 显然 在他们的心中 他们其实是不想和唐峰等人动手的 毕竟他们也是知道对错 明白是非黑白的 只是 眼下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里了 他们也只能是破罐子破摔 一条道 继续走黑的 耍耍 而随着他们的加入 整个大殿内 除了龙幼 沈欣一几人 其余的人全部都是对着 加入到战局当中 对着唐峰 红鹰等人 是围杀而去 一时间 那厮杀的激励 连着整个大厅 都因为这战斗 而摇晃起来了 无数的削口 在众人的厮杀下 诞生而出 隐约的 整个大厅 都有着倒塌的迹象 看到这 沈欣一周全等人 都是紧张起来 他们生怕这建筑 支析是他毁 将他们给砸死 不过好在 虽然打斗得非常激烈 但是这一特殊材料 所塑造而成的建筑 始终就没有直接崩毁 而眼看着建筑 没有坍塌 沈欣仪 也是稍稍地放下心来 然后 她立刻看下了龙友 说道 哎呦 你必须让他们出手 不然胡宗兰他们 是绝对打不过唐风的 虽然沈欣仪很恨唐风 但是她也清楚 唐风的实力 很是强的 凭借胡宗兰 古墨哈 是绝对不是唐风对手的 必须 让龙友这些 真正的强者出手才行 龙友文言 也是皱了皱眉头 说实话 她原本 是想再静观一会儿的 但是 当她听到沈欣仪的话 她不由又想到了 杀斩几人之死 所以最终 龙友沉吟了一下道 齐叔腾 你们两个去对付唐风 面对龙友的话语 那坐在下方的齐叔腾 以及他身边另一名 是带着利爪的矮个子男生 直接在此时时站了起来 他们缓缓地朝着唐风走去 边走 他们体内的凶煞灵气 便缓缓地透散 对此 那唐风也是察觉到了 他直接退出战圈 将目光投向了齐叔腾二人 然后 他们三人 像是十分有默契般 直接退到了大殿的外面 对峙而立 当然 这场对峙 并没有持续多久 仅仅几秒后 三人全部在此时抱舍而输 轰荡到了一处 三道身影 直接在此时撞击到一处 然后唐风 齐叔腾三人 直接在此时疯狂地进攻进来 砰砰 那旋风霍霍 他们都是自身的拳头 往对方的身上招呼着 那打得激烈呀 显然是真正的肉身搏杀了 看到这 安宁宁的眼眸也是不由闪了闪 然后他坐在龙幼的腿上 嘴角弧度危急地看着唐风道 怪不得这小子能够杀了杀斩他们 竟然能够以一人之力和齐叔腾二人斗的旗鼓相当 还当真有些能耐呢 哼 旗鼓相当 沈欣怡冷笑了一下 然后 他像是为了故意向安宁宁般直接说道 你还当真以为 他们能够这样和唐风打个平手 便是旗鼓相当了 我告诉你 如果你是这样想的 那你真是够无知的 安宁宁闻言 清谋里直接闪过了一抹寒意 然后 他预谋冰冷地看着沈欣怡道 你知不知道 单凭你刚才说的这句话 我便能宰了你 沈欣怡心中疑忏 他知道 他的实力的确不是安宁宁对手 所以 如果这是在沙漠里 像面对沙产他们一样的时候 他肯定是不敢说的 可是现在 龙幼仔 沈欣怡的胆子便大些了 我只是 再说实话 沈欣怡看了龙幼一眼 强撑着胆子 对着安宁宁道 你找死 安宁宁谋中犯过了一抹杀意 然后 他便打算动手 震杀沈欣怡 震杀这个早就让他看不爽的女人 只是安宁宁刚打算动手 龙幼便是将他给拦住了 他满是亲密的对着安宁宁低声说道 先别生气 弄清楚是什么情况先 龙幼明白沈欣怡是跟了唐峰一路的 他对唐峰的了解肯定比他们多 所以 如果沈欣怡知道唐峰什么秘密 或者是什么特殊手段的话 并不细心 想到这儿 龙幼看向那还要几分利用价值的沈欣怡 温柔而笑 欣怡啊 你这是知道唐峰他 还有什么手段吗 面对龙幼这温柔的目光 沈欣怡也是眼眸波澜微喜 心神微动 我就知道 龙幼他心中是喜欢我的 你看看 他现在对我多温柔 他想着那眼眸里都是泛起的桃花来 而看着沈欣怡那发呆的模样 龙幼不由地耐着性子再度温柔地道 欣怡 面对他这第二次寒雨 沈欣怡始终是彻底地回过神来后 他调整了一下心绪 对着龙幼点头说道 是的 唐峰他还有个手段 非常厉害 如果 秦叔藤他们没有防备的话 那他们最后肯定会输的 哦 龙幼眼眸一闪 然后他来了兴趣问道 什么手段啊 沈欣怡故意沉引了一下 然后他十分认真地说道 幻术 唐峰的幻术非常恐怖 如果不防着他 会吃大亏 听到这 龙幼和安宁宁先是愣了愣 而后他们两个直接笑了 笑得精密而不信 幻术 这天下间 还有谁能够在我龙幼面前施展幻术呢 简直是开玩笑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 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1039集 说实话 如果今天沈欣怡在龙幼的面前 说唐峰还有别的什么手段 什么秘术 那他可能是会相信的 并生出警惕的 但是沈欣怡说的是幻术 龙幼便半点不会放在心上 毕竟论幻术 他龙幼自认为自己说第二 这整个下国没有人敢说第一 在这种情况下 他怎么可能把唐峰的唤术手段 放在眼里呢 所以面对沈欣怡的话语 龙幼直接笑呢 半点没有放在心上 看到这儿 沈欣怡也是急了 他看着龙幼继续说道 阿佑 你相信我 唐峰的幻术手段真的很恐怖 他当初就是借着幻术 在灵葬里 以一人之力 费了神田祖 天际教等三个组织的人 后来 他也是用幻术 解决地杀斩他们 你相信我 阿佑 面对沈欣怡这话 安宁宁 直接冷笑了一声说道 哼 你说的这些 阿佑他一样也能做到 而且还能做得比唐峰好上数倍 所以你说唐峰的幻术手段 还恐怖吗 沈欣怡闻言 眉头皱了皱 然后他说道 我知道阿佑他也能做到 我只是想告诉阿佑 唐峰的幻术真的很恐怖 一定要让齐树藤他们防备 不然会出事的 安宁宁 直接是吃下了一声说道 沈欣怡 你不要在这微言耸听了 什么唐峰的幻术很恐怖 他的幻术如果很恐怖 他进来以后 还会着了又割的道 还会死了那么多的兄弟 这 沈欣怡眉头微醋 他想争辩 但是就争辩不住什么 因为眼下安宁宁这话 也是事实 唐峰他们的确是着了龙幼的道 沈欣怡 安宁宁看着她 与预色吃饼的模样 继续说道 我看 你就是眼界太低下 胆子太小了 只要别人稍微厉害点 你就把对方想象得很厉害 沈欣怡争论道 我没有 安宁宁说道 还没有 刚刚是谁说的 唐峰很恐怖 沈欣怡闻言 面色上红 再度预色了 安宁宁看着她预色 继续地阴阳怪气地说道 说真的 如果不是知道 你这女人没有什么智商 对佑哥又还算忠心 那我真的要怀疑 你究竟是谁的人了 这佑哥都没有出手呢 你就把对方说得那么恐怖 简直是想动摇人心 你 沈欣怡的面色战红 她怎么都没有想到 安宁宁竟然会在这个时候 趁机泼得一把脏水 想到这儿 沈欣怡直接看下了龙幽说道 阿佑 她是在冤枉我 挑拨我们 你一定要相信我 唐峰她真的 够了 龙幽不耐烦地打断了沈欣怡的话 然后她看着沈欣怡 沉声说道 你说的我都已经知道了 你不用再重复了 龙幽本来就是个很孤傲的人 而现在沈欣怡一个劲在她面前 说唐峰的幻术怎么怎么厉害 这让她怎么受得了啊 这等于就是当着她的面 再说她的幻术不如唐峰 这一场 龙幽对沈欣怡的印象 降到了冰点 阿佑 沈欣怡忍不住地再喊了声 但是她这声刚喊 龙幽便是一个凌厉的目光 甩了过去 打断了她的话 龙幽看着她 一字一顿地道 我说话不喜欢重复第二遍 面对龙幽这怠怒的话 沈欣怡也是心头震颤 然后她看着眼前像是变了个人一样的龙幽 终是将那想要说的话给重新的吞了回去 她闭着嘴不再多说了 而随着沈欣怡闭嘴 龙幽也是收回了目光 然后她看了眼大厅外 激斗着唐峰等人 最终还是收回了提醒的想法 可以说原本龙幽是想提醒一下七叔腾他们 小心唐峰的幻术的 但是经过沈欣怡那么一说 哭傲的她反倒是不想提醒了 她就打算安静地看着 看着唐峰施展幻术 然后她亲自出手将唐峰的幻术给破了 她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论幻术 唐峰不过她的小拇指 而龙幽都不提醒了 安宁妞自然也不会多说了 她只是看傻子般地看了一眼沈欣怡 然后便是继续安静地看起打斗起来了 对此沈欣怡也是阴牙惊咬 气得不行 她心倒 此女人 你别得意 等到七叔腾他们真的吃了唐峰的亏 龙幽她便会知道 我们两个究竟谁说的是对的了 到得那时 她就会抛弃你 重新在乎我了 沈欣怡想着 强行平息下心中的怒意 同样转头朝着外面看去 心有期待 只是她似乎忘了去考虑 如果真的齐叔腾等人被废了 那凭龙幽她自己 还能不能打赢唐峰 他们还能不能活 回馆外 此时的唐峰正和齐叔腾 还有另一名矮个子男子激斗着 那矮个子男子 手上的利爪 忽住地朝着唐峰挥去 那进风凌厉间 虽然被唐峰挡下了大部分的攻击 但是偶然间 还是会在唐峰的体躯上 留下几道划痕的 那凌厉的鲜血 直接便是剑洒而出 爽 又是一爪 抓在唐峰的手臂之上 矮个男子 像是占了便宜的孩子般 直接狡猾地在此时抽身暴退 退到了不远处 而后 他将燃血的爪子 放到嘴边 舔了舔上面的鲜血 而这刚舔了一下 矮个男子 便是直接朝着旁边 是吐了几口水 紧接着他 故意满是嫌弃的 对着唐峰 皱眉说道 你的血 是真难喝呀 唐峰眼眸微凝 他很清楚 他的血不难喝 这矮个男子是故意的 就是这么说 来嘲讽 挑衅 这句话 你再说一遍 唐峰悬浮在半空之上 平静地看着矮个子男子说道 矮个男子笑了笑 他最不爽的就是被人威胁 更何况 唐峰还是用这种鱼血 来威胁他的 所以 面对唐峰的话 他直接离开了嘴 笑着说道 我说 你的血 真难喝 几乎在矮个子男子这话说完了一叉 唐峰 那道身影便是消失在了原地 那速度之快 快到仿佛 他那身影还在原地 但是真正的唐峰 已经出现在了矮个子男子的身后 然后 唐峰猛地伸出手 按住了矮个男子的头颅 他俯视着矮个男子 如望着一个死人 刚才的话 你再说一遍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 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40期 悠悠苍穹之长 矮个男子有些惊恐地站立着 他的目光 落在前方不远处的唐峰身上 那里的唐峰身影中渐渐地变得模糊 然后 像是雪花帆 一点点地随风而散 显然 那不是真正的唐峰 那是速度太快 留下的残影 他怎么可能那么快 矮个男子看着远处那渐渐消失的唐峰 感受着身后 那熟悉的灵气波挡 心中震惨 我最后问你一次 刚才的话 你有能耐再说一遍啊 正当他心中震颤的时候 唐峰站在他的身后 直接神色冰冷地继续道 矮个男子神色一颤 然后他急忙对着身后的唐峰颤声说道 别杀我 我错了 我错了 是我该死 是我乱说话 别杀我 千万别杀我 他说着还直接对着自己扇起的巴掌来 那场景看的下方 那些打斗中的古墨哈 胡宗兰等人都是皱起眉来 毕竟在他们眼中能够进七人队的 应该都是萧雄 是有着不弱能耐的 不应该是像眼前的这个矮个子男人一样 那么的贪生怕死 那么狗凶的人物 而就在古墨哈 胡宗兰等人皱眉间 那一个劲地打着自己的巴掌 求着饶的矮个男子 眼看的唐峰没有继续对自己下杀手 他那眼眸直接闪过了一抹决绝 然后 他趁着欣赏他求饶的这一场 猛地转过身来 面目猙獰的 用那带着利爪的手 对着身后的唐峰 狠刺而去 给我去死吧 下一场矮个男子的利爪 直接刺破空气 然后狠狠地刺到了汤峰 刺进了他的体躯当中 看到这 七叔腾的面颊上 都是露出了笑意 竟然他早就料到 矮个男子这一手了 可以说矮个男子 就是他们七人队里面 小心机最多 最阴险的人 所以 当他看到矮个男子求饶的时候 他半点都不感到嬉戏 脸颊上半点波澜都没有 因为他知道 矮个男子这么做 不是真的求饶 而是要开始害人了 果然 这世上 一旦他表现得像个好人 或者表现对你好了 那就是要害人了 七叔腾 看着那矮个男子 正利爪刺进 腾风的体躯之中 嘴角掀起了笑意 他对矮个男子 究竟还是太了解了 看样子战斗结束了呀 七叔腾 看着那对矮个男子 刺穿了胸腾 嘴中都是开始吐血的腾风 面颊笑意更浓了 与此同时 那原本还嫌弃矮个男子的 古墨哈 胡宗兰等人 那心中对集的嫌弃 也是瞬间的烟消云散 他们看着半空之上的矮个男子 面露了笑意 我就知道 他不是这种人 果然 他是假意投降 为的是更好的杀人 他们一个个笑着 直接都否认了 自己之前的想法 变得好像很懂对方一样 一个个相当的虚伪 只不过此时已经没有人在意他们的虚伪了 他们的目光 全部都落在了半空上的腾风 和那矮个男子之上 包括龙幼 此时的龙吟 端坐在中央 顺着那因为打斗而破坏的墙壁 看着那半空当中被刺穿躯体的腾风 嘴角微巧 腾风 不过如此 他本来还真的有想 腾风会不会施展幻术 可是没有想到 腾风直到被矮个子男子刺住 都没有施展幻术 或者说 没有来得及施展幻术 这结局 让得龙幼更为看清他了 简直是废物 龙幼看着那空中的腾风 满眼都是不信 可不就是废物吗 安宁宁 听得这话 也是笑意盈盈 然后 他故意看了眼 下方的沈心仪道 刚刚也不知道 是哪个蠢才 竟然会觉得唐风厉害 真是笑死人了 沈心仪文言 欲面也是气得张红 他紧握着拳头 很想骂安宁宁 但是他知道 现在龙幼 没有站在他这边 如果他骂了安宁宁 下场会很惨 所以 他强行地忍住了 来死的唐风 你这次 怎么会那么废物 沈心仪直接转 看向那屋外的唐风 咬牙心语 显然 他将所有的仇恨 都转移到了唐风的身上 他恨不了安宁宁等人 那就恨唐风 半空之上 当沈心仪恨唐风的时候 矮个男子则是对着唐风 满是自得地笑着 他边将那利爪 在唐风的体驱当中旋转着 并邪小地看着唐风道 你刚才不是让我再说一遍吗 那行啊 我现在就再说一遍 你给我听好了 我说你的血 很难喝 你听到了吗 废物 矮个男子说着 就那脸上满是得意的笑容 然而正当矮个男子 那么得意而笑的时候 他那身后却是突然 传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那声音冰冷 让得他整个体虚 都是寒了一下 我听到了呀 只一语 让他在场 所有人都是心神一阵 包括矮个男子在内 然后矮个男子机械般地转过了头来 直接是看到了他的身后 出现了第二个唐风 这个唐风 此时正淡漠地看着他 仿如看着个死人 矮个男子 邓谋说了一个字 也是这个字吐出的一刹 唐风猛地伸出了手 扣住了他的头颅 然后 他手中是猛然用力 死 下一刹 矮个男子都没有来得及反抗 他的头颅便是在唐风 那裹挟着的灵力一捏下 直接暴丧而开 画成了那无尽的血雾 刺剑而开 看着这一幕 在场中人 全部都是神色禁变 尤其是齐书腾 胡松兰等人 他们那脸上的笑意 瞬间就凝固了 整个人都是在此时震颤了一下 眼眸直接大瞪而起 神色里满身难以置信 这 怎么可能啊 在他们的眼中 刚刚矮个男子明明已经是赢了的呀 明明已经刺穿唐风的体虚了呀 怎么会突然又出现了第二个唐风 他们不明白 更不理解 与此同时 大厅内的龙友 也是在此时猛地站起了身子 这一站 身子还把坐在他身上的安宁宁 给带着摔倒在了地上 只不过他并没有去理会 甚至看都没看安宁宁一眼 他只是眼眸死死地盯着半空当中的两个唐风 心潮疯狂地翻译 万数 这怎么可能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 一个小旗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41集 大厅内 此时的龙友整个人都是被眼前的一幕给惊住了 他那心肠疯狂地翻涌着 面颊上竟是难以置信的神色 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要知道 龙友虽然看不起唐风 没有将唐风放在眼里 但是为了谨慎行事 他还是对唐风有着警惕的 所以从沈欣怡提醒完后 他一直都有注意着唐风 他随时感受着四周的波动 一旦唐风有使用幻术 他便会立刻出手 帮助七叔等等人 打破唐风的幻术 同时证明 自身远强于唐风 但是眼下所发生的一切 却狠狠地打了他的脸 唐风当着他的面 用了幻术 而他竟然是还没有察觉 哎哟 怎么了 你怎么那么激动 椅子旁边 安宁宁 从地上站了起来 然后他看着眼前满是激动神色的龙友 关心地问道 如果你是因为没有及时发现幻术的话 那你就别自责了 毕竟是因为我的大意 你才没有去注视唐风 警惕唐风施展幻术的 不怪你 安宁宁看着龙友出言开道 在他看来 眼下的龙友之所以没有能够发现唐风施展幻术 一定是因为他刚才听了他的话 轻视唐风 没有去关注 警惕唐风 所以才没有及时发现唐风施展幻术 导致矮个男子出事了 只是安宁宁没有想到 事情完全不是他想的那样 龙友是已经警惕唐风施展幻术的前提下 出事了 所以他才会那么的激动 与此同时 那和安宁宁一起想法的沈欣怡 也是在此时站起了身子 然后他趁着这个机会 走到龙友的身边 官位说道 是啊 安宁 这事不怪你 要怪就怪安宁宁 如果不是他在这里挑拨离间 让你轻视了唐风也不会这样 毕竟 凭你的实力 如果真的有心去警惕唐风 那唐风他肯定是无法用幻术杀人的 你是肯定能提前把他的幻术破开的 沈欣怡意有所指的说着 故意将安宁宁踩下来 将罪则都推到安宁宁的头上 而将龙友则抬得很高 洗去龙友身上的过错 他感觉他这样说 既能挑拨安宁宁 又能哄龙友开心 很好 然而沈欣怡没有想到的是 当他这话说完以后 龙友的神色反倒是更不好看了 因为沈欣怡和安宁宁的话 都在提醒他 他是明明有所警惕的情况下 还败给了唐风 没有能够及时发现唐风施展的幻术 该死 龙友紧咬着牙关 那看向唐风的目光 透着浓浓的怨恨和不甘 而在龙友不干净 苍穹上的七出腾 则是被眼前这一幕 给彻底的惊住了 他看着那明明被矮个子男子 刺穿体驱的唐风 缓缓消散 看着那手上鲜血淋漓的 另一个真正唐风 心着疯狂翻涌而行 你做了什么 面对齐书腾的问语 唐风缓缓地看向他 平静道 幻术 唐风这一句回答 也是让他齐书腾神色一片 然后 他满面不信道 不可能 你觉得不可能是幻术的 他不相信 唐风的会是幻术 因为在他看来 如果唐风施展的是幻术 龙友是觉得会提醒他们 或者说直接动手 将唐风的幻术给破了 岂会让坐视不理 导致矮个男子直接陨落 齐书腾不信 唐风文言神色淡漠地看了他一眼道 无论你信不信 这就是幻术 比如现在 也是幻术 当到唐风这话吐出了一刹 齐书腾的瞳孔直接便是一作 然后 他便是感觉到他的身后 有着一道凌厉的进风 直吹而来 下一刹 齐书腾都没有来得及反应 那突然出现在他身后的唐风 便是对着他的后背一剑劈下 不吃 立剑劈于齐书腾的后背身上 直接便是在他的后背上 割破了衣衫 割开了一道成长的口子 然后 他那整个人便是在吃痛当中 直接朝着前面 冲了一段距离 逃窗而开 避免唐风下毒手的第二剑 而随着齐书腾逃窜到远处站定 他那背后上的伤口上 阴红色的鲜血也是直接的流淌而出 染红了他的后背 那场景看着胡宗兰等人都是倒戏的口良起 心中震颤 他们当真没有想到 明明刚才还稳赢的局面就那么一会儿 就变成了齐书腾二人一死一伤败居险落 也是知道此时 他们才是明白 幻术是多么恐怖的存在 一旦利用的好 那几乎将自己立于了不败之地 图对手 如图诸狗 他们唯一不明白的是 为什么龙佑看到唐风不断使用幻术伤人 他也不阻止 也不打破唐风的幻术 而是任凭唐风使用幻术对付他们 对此齐书腾也是那么想的 所以他都忍不住的看了龙佑一眼 当然也就一眼 因为此时的他还要面对唐风这个劲敌 所以齐书腾看了一眼龙佑一寒 继续朝着唐风看去 而在他的注视下 那手持燃血利剑的唐风 也是神色平静地看着他道 现在你相信我这是幻术了吗 齐书腾神色难看 鸭关紧咬 总是你是幻术又如何 我齐书腾一样能宰了你 哄 恐怖的灵气 于齐书腾的体虚爆发而出 然后他对着地面隔空一息 便是将两柄掉落在地上的寒刀 吸到了手上 紧接着他面目猙獰地看着唐风说道 接下去我便让你知道 一切换处在我面前都是虚妄 伴随着此语的吐出 齐书腾那整个人直接在此时旋转了起来 不错 是旋转 整个人360度疯狂旋转 而随着齐书腾的这样旋转 他那整个人直接在此时 转出了一道小型的龙卷风暴 那体驱时常范围内 全都是灵力的气流旋转着 完靠近一切的物体 都是直接被气流绞成了碎片 看到这儿 唐风也是眼眸傻那傻 他看着眼前疯狂旋转 导致四周都是刀刃 没有所谓漏洞可钻的齐书腾 听见了周眉 看来这家伙 是打算用这种360度无色角的方法 来防我的幻术偷袭了 毕竟 这持刀风转就像是个龙卷风 碰到哪个角都会被刀割到的 所以哪怕是偷袭也根本就靠近不了 这算是比较愚笨的 克制换术的方法了 当然 也的确有效 只不过 唐风看着眼前疯狂旋转的齐书腾 嘴角一扬 只不过这所谓的完全防御 其实还漏了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 足可让我杀了你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 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42集 苍穹上 习图腾所制造的剑人风暴 在此时疯狂的旋转着 那力阵疯狂的摩擦着空气 那声音听得众人有些毛骨纵人 然后 李光源的一名清醒 看着苍穹上的场景 忍不住地咽了口唾沫 心颤说道 如果是我们靠近这剑人所制造的风暴 恐怕会瞬间地被嚼成血沫吧 另一名光头男子 咽了口唾沫 呼和道 不是恐怕 而是肯定 这所谓的剑人风暴 在他们的眼中当真是相当的恐怖 所以如果他们靠近的话 他们毫不迟疑 他们会被直接嚼成血沫 不过 这也是好事 齐书腾的越强 胜着的机会就越高 这样 咱们赢的几率也就越高 最相开口的那名男子说道 嗯 是的 众人纷纷地点头 然后他们看着齐书腾那剑人风暴的目光里 由恐惧变为了兴奋的期待 当然期待的复制他们 还有龙幼 龙幼看着那苍穹上的剑人风暴 眼眸闪烁着光芒 心道 好 齐书腾 就是这么做 加油 给我宰了汤峰 他现在是巴不得齐书腾 把汤峰给废了 这样一来 他就不会暴露 慈禧没看穿汤峰幻术的事情了 毕竟汤峰还没有和他真的对上他 他已经是死在齐书腾的手上了 还怎么暴露啊 苍穹上 恐怖的剑人风暴持续着 那身处于剑人当中的齐书腾 似乎也是察觉到了众人的惊叹 他那心中的自信更足了 然后他直接用灵气威隐对着汤峰道 汤峰 你不是会用幻术吗 来呀 继续用幻术 杀了我呀 齐书腾挑衅他 那言语里尽是自信 显然 在他的眼中 他现在是处于完美的防御状态之下 任凭汤峰的幻术怎么厉害 都不可能杀得了他的 汤峰闻言 白皙的嘴角围攻 然后 他看着眼前的齐书腾 平静说道 既然你那么诚心诚意的请求了 那么 我就成全你 双眼 眼眸陡然一领 唐峰的身影在此时 猛的爆舌而出 他那速度吃快 紧一瞬 便是出现在了七叔腾的头顶之上 然后 他手中力尖一抖 对着那风暴的正中间 便是猛刺而下 下一场 唐峰的那道身影 便像是一道天外流星 在一瞬间刺穿了那剑阵所营造出来的风暴 直指的刺进那齐书腾的头顶 然后 将齐书腾 整个人刺成了两半 咔 启驱在一瞬间 分成两半 齐书腾连瞳孔都没来得及一缩 整个人便没了 他的那左右两个尸体 直接在此时旋转着 带着那阴红色的纤线 从苍穹之上飞绿而空 然后 直直的落坠于底 而随着齐书腾的死去 他那所制造的剑阵风暴 也是直接瓦解 当然 纵使不瓦解 在唐峰这当中的一剑下 也是持续不了多久的 这风暴已经从中央崩回了 至此 齐书腾 尸身两半 云命当场 胡同兰 古墨哈等人 看着紫景 皆是齐一齐的 倒戏的狗凉起 野猫离尽是难以置信 齐 齐书腾的死 死了 他们刚才还觉得 这下齐书腾赢定了 可结果一个转瞬 齐书腾竟然便死了 这让他们一时 有些难以置信 与此同时 大厅内的龙友 整个人也是愣住了 他野猫 微蝉地 看着那苍穹上的 齐书腾的尸身 缓缓落下 他心潮疯狂地 翻涌而起 他死了 他竟然死了 龙友心中想着 他那拳头 在此时紧握而起 他感觉自己 再一次失策了 腾风再一次 出乎了他的预料 杀了他的人 这几次三番的情形 让他龙友心中的 怒意 包张起来 哎呦 你冷静一点 这不是你的错 毕竟这次 腾风没有使用幻术 安宁宁看着 龙友那整个人 都因愤怒而颤抖起来 眼看着 便要失去理智的模样 立刻出声劝道 是啊 阿佑 你冷静 这次不是你的错 是齐书腾他 自己记不如人 沈欣义也是在此时 对着龙友说道 这两个女人 在这个时候 倒是出奇的一致 而面对他们 两个人的劝语 龙友也是 渐渐地冷静了下来 然后他看着 外面持见了唐风 满腔怒意烧减 心中低语 不错 他们说的对 这次唐风用的不是幻术 而是真正的实力手段 所以齐书腾的死 和我没有关系 使他自己记不如人 既然龙友的愤怒 并不是因为失去同伴 而单纯是因为 这事和自己 又没有关系 会不会影响到 自己的名誉 他这种人 心里只有他自己 而在龙友 冷静下来先 外面的胡宗兰 胡莫哈等人 眼看的齐书腾被杀 他们也是非常默契地 抽身而后退 没有再进攻了 他们齐齐拥挤的大门口 警惕地看着红莹等人 显然齐书腾 和矮个男子的死 让他们对唐风的畏惧 直接提升了一个档次 所以在没有人 能够缠住唐风的情况下 他们畏惧 后退了 看到这儿 龙友也是来了火气 一群废物 当然心中骂归骂 但是表面上 他还没有那么直白 龙友只是怒视着胡宗兰 胡莫哈等人说道 你们在做什么 是谁允许你们退的 面对龙友的话语 人群里其中一名平头小弟 忍不住地咽了口唾沫道 勇哥 唐风他太强了 我们 我们不是对手 混账 龙友直接怒骂了一声 然后他怒视着他们说道 唐风他再强 也只有一个人 而你们呢 有那么多人 难道你们那么多人 还打不过唐风他们聊聊几人吗 面对龙友这话 他们互相看了看 神色里还是有些心虚 既然他们不敢对上唐风 看到这儿 龙友怒了 怒他们不争 恐怖的灵力从龙友的体内爆发而出 他的那道身影 直接在此时爆射而出 以极快的速度 出现在的草莲和关铜的面前 而后他猛地伸出左右手 分别扣住了他们两个人的面门 紧接着他手中猛地用力 捏爆了他们的头颅 两颗头颅在此时爆碎 那阴红色的鲜血直接剑洒四风 然后龙友满身凶煞 而带着霸气地看着胡宗兰等人 气势霸力 现在你们还敢不敢动手杀呀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43集 龙友这一鱼气势十足 直接便震慑了在场众人 然后那原本还畏惧的胡宗兰等人 热血瞬间便被他给带起来了 毕竟唐风他再厉害 不是还有龙友在吗 而且你看看 龙友他一出手 瞬间便是将唐风队伍里的人杀了两个 由此可见龙友实力有多强 连唐风都来不及阻止他杀人 胡宗兰等人这样想着 那心底对唐风的畏惧瞬间就减少了大半 而看着他们重新自信起来的模样 龙友那心中的怒意 也是消减了几分 然后他抬起头看向唐风 眼眸冰冷道 唐风 我承认你有点能耐 但可惜你纵使再有能耐 今天你也是困手之斗而已 唐风俯视着他 身色平静道 哦 是吗 安宁宁吃笑了一声 然后他从大厅外面 管管走至龙友的身边 看着唐风自心而笑 难道不是吗 你再强 眼下也就那么几个人了 而我们呢 有那么多人 只要我们这么多人稍微一出手 便能够将你所剩不多的同伴 全部杀死 而你的同伴一死 那便只剩下了你一个人 到时我们所有人一起出手 围杀你们 你还不就等于是困兽之斗吗 安宁宁这话说得自信十足 听得那胡宗兰等人 也是信心大掌 一个个胸膛都挺了起来 他们感觉安宁宁说得不错 只要龙友和安宁宁 能够缠住唐风 那么他们便分分钟 能够将人数不多的红蝇等人解决 而红蝇等人一死 此地只剩下唐风一个人 那就不足委屈 到时他们在龙友的带领下 不说秒杀唐风 磨尸间都能把唐风给磨死 然而正当他们那么想的时候 苍穹上的唐风 却是直接露出了一抹笑意 他看着地上的安宁宁 胡宗兰等人说道 你确定是你们这边人多 而不是我们这边人多吗 面对唐风这话 胡宗兰 安宁宁等人都是一愣 然后他们都笑了 其中安宁宁直接说道 唐风 你这不是在说废话吗 明眼人都能够看得出来 这里究竟是谁人多 就是 沈欣怡在此时也是站出来 配合着安宁宁 阴阳怪际地对着唐风说道 除非那个人脑子和眼睛都不好使 否则 他不可能看不出来 这里究竟谁人多 我觉得唐风他的眼睛 可不就是不好使吗 胡宗兰像是知道 几方众人稳遭胜券了 所以也不畏惧唐风 反倒还开始嘲讽了 而胡宗兰这一嘲讽 众人也是纷纷地笑了出来 他们看着唐风的目光满是精明 对此唐风的神情依旧平静 他淡漠地扫了安宁宁 然后转而看见了龙幼 龙幼兄 你也觉得这里你们人多 我人少吗 面对唐风的问语 龙幼神色孤傲地站立着 淡漠道 这个问题用脚趾头想都能知道 这话一出 胡宗兰等人再度笑出了声 他们再次嘲讽了唐风 而唐风依旧没有神色变化 他只是不悲不喜地看着龙幼 说道 龙幼兄 你确定你不仔细再看看 再感觉感觉 然后再回答我吗 面对唐风的问话 龙幼下意识地变相反怼 但是他刚打算那么做的时候 忽然意识到 唐风那话语里的一个词 感觉感觉 这两个词 让到龙幼心中 忽然生起了一股不想感 然后他看着眼前的唐风 眼眸微微地眯起 你这话什么意思 唐风平静地看着他 面颊带着微笑 你感觉感觉 就知道了 又是这两个字 龙幼心中的不安更浓了 然后他看着眼前神色自若 半点头不慌张 甚至还有点嘲讽笑意的唐风 眉头不又开始皱起来 肩庄 沈欣怡直接官位说道 哎呦 你别理他 他这个人十分狡猾 很可能 他这是明知道打不过了 所以 再用心理战术 对 他肯定是在用心理战 肯定是 周全等人纷纷附和 闭嘴 龙幼冷声打断了他们的花 然后 他不顾沈欣怡等人的神色难看 直接抬头再度看了眼 苍穹上淡霄的唐风 紧接着他回过神 开始凝声而起 嗡 精神力在此时集中 龙幼将体内的灵力 缓缓地朝着四周八方 透散而去 他才用心的感觉 感觉四周 有没有什么异样 感觉四周 有没有什么潜伏的敌人 而在龙幼 这认真的感觉下 一股他之前 没有察觉到的细微波动 也是被他给捕捉到了 这股波动 龙幼感受到 这股细微的波动 他那眉头瞬间 皱得更深 因为他如果感觉了没有错 这股波动 是幻力的波动 也就只说 他们现在所占的地方 是幻术 幻术 龙幼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的瞳孔 都是微微一缩 要知道再从之前 到现在 可都没有感觉到 唐风使用幻术 而现在他在唐风的提醒下 这才察觉到 这岂不是证明 唐风的幻术 要在他之上 如果不提醒 他都不可能察觉得到 当然 眼下最恐怖的 还不是这个问题 而是如果真的有幻术 那岂不是代表着 他们现在都身处于幻术当中了吗 想到这一点 龙幼的面色 瞬间沉了下来 旁边 胡宗兰 看着他那面色阴沉下来的模样 心中不由的 有些微慌的一颤 然后 他强承着底气的 对着龙幼说道 幻哥 怎么了 你没事吧 龙幼没有理胡宗兰 他只是回过神来 眼眸凝重的看着前方 那院子的大门口 然后 他的眼眸 陡然一领 一股虚无的力量 猛的爆发而出 陈鹤道 给我破 哄 下一刹 龙幼那股爆发出来的虚无力量 直接冲下了那空荡无人的院子大门 而后 众人便是看到那明明空荡的院子大门 竟然有着一道虚无的屏障 而此时将龙幼的那股力量 像是水流般给全部挡了下来 当然 这并没有挡太久 在龙幼秩序的轰荡下 那虚无的屏障 很快就是崩溃了 屏障一崩溃 此际的场景 并像是那电影般 直接开始消散 从而 露出了那真正的场景 那大门前站着无数的人影 有关童 有草莉 还有 那所谓死去的个个人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 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44期 当那草莉 关童等人 出现在院子大门前的时候 那在场 所有人的神色 都是一变 包括安宁宁 包括胡宗兰 他们都是 惊骇地 看着眼前的关童等人 心中震颤 这怎么可能 他们不是明明 已经死了吗 要知道 他们可是记得 清清楚楚 关童这些人 都已经是死了的 尤其是关童和草莉 他们两个是 直接死在龙幼手上的 而且是惨死 可是现在 这些人竟然都出现了 这让他们 有些震撼难心 当然 最震撼的 还不是他们 而是龙幼 此时的龙幼 看着他 站在 乌城会馆的 院子路口处 一个个冲着 他面露 笑意的 关童等人 他那整个体虚 都激动地颤抖起来 那呼吸 更是变得急促 因为 他有感觉出来 眼前的这些人 都是真实的 不是幻觉 是有血 有肉的人 而如果他们 是真实的 那就代表着 刚刚的那些 是假的 也就是说 刚才的那一切 都是幻术 怎么样 龙幼兄 是不是很惊喜啊 苍穹上 唐峰 看着那整个人 都颤抖起来 面颊 清白变幻的龙幼 神色平静地问道 面对 唐峰的吻语 龙幼的神色 显得相当难看 他缓缓抬头 看着唐峰 语调有些声色 你究竟是 什么时候 下的幻术 说实话 他这话一问出来 更显得他层次低了 因为龙幼的这话 就等于是 在变相地告诉大家 他没有看穿 唐峰的幻术 而且也不知道 唐峰是什么时候 施展幻术的 这瞬间让人觉得 他的幻术不如唐峰 所以 当他龙幼的话语 问出来的时候 古宗兰 古墨哈等人 瞬间就哗然了 他们满是惊骇地 看着龙幼 什么 之前的那一切 竟然都是唐峰的幻术 这怎么可能 别什么可能不可能的了 引下最重要的是龙幼哥 他没有看出来 之前的那一切 是唐峰的幻术 这就很恐怖了 这一说到这点 在场众人 便是齐齐 盗气得够凉起 的确 如果龙幼 没有能够看得出来 之前的一切 是唐峰 所施展的幻术 那这是深思起来 就很恐怖了 这是否代表着 龙幼的幻术 早已不如唐峰呢 然后 是不是可以 进一步考虑 龙幼的实力 也不如唐峰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他们还打个屁啊 毕竟 单凭他们 他们可没有 信心打赢唐峰 尤格 你刚才那话 是不是问错了 你怎么可能 不知道唐峰 什么时候 施展幻术的 胡宗兰 想到这里 强颜 欢笑地 对着龙幼问道 就是啊 尤格 一定是在和我们 开玩笑 凭他的幻术造诣 怎么可能 不知道唐峰 什么时候 施展幻术 那名光头男子 笑着附和 而他这一附和 其余的人 也是纷纷地 笑着出声 他们都尽可能地 想要说服自己 一切都只是 龙幼的玩笑 不想承认真相 而对于他们的话语 龙幼也没有理会 毕竟这个时候 如果还自欺欺人的话 那就真的是 招死的行为 回答我 你是什么时候 使用的幻术 龙幼眼眸 死死地盯着唐峰 他已经考虑清楚了 如果唐峰的 幻术造诣 真的很高 那 他就不用 幻术去和唐峰拼了 他要用 境界实力 和唐峰拼 只不过他那么想 胡宗兰等人 便不能那么想了 他们在听到龙幼 这话以后 瞬间就明白了 龙幼说的是真的 他们只是在 自欺欺人 完了 这下彻底的完了 胡宗兰等人那么想 毕竟连龙幼都不是 唐峰的对手 他们还能怎么样啊 苍穹上 唐峰看着 开始绝望的 胡宗兰等人 叶某 也是犯过了 一抹波澜 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彻底打击了 胡宗兰等人的气势 让他们 再能 生出 有效的抵抗 想到这 他直接将目光 看下了龙幼党 当我刚推开 污城会馆 院子的大门时 我便施展了幻术 龙幼神色一变 然后他说道 这不可能 你推开会馆 院子大门 理应是先中的 我的幻术 怎么可能变成 你施展幻术 要知道 他当时已经提前 布置好幻术了 只要唐峰等人 推开大门 这个幻术便会 立刻包裹他们 对他们产生影响 所以当唐峰等人 看到那些尸体的时候 就等于他们触动幻术了 可是现在 唐峰却说 他在推开大门后 施展了幻术 这岂不是代表着 唐峰根本就没有 中他的幻术 这根本就不现实 因为龙幼当时 有清楚感觉到 唐峰等人 是中了幻术的 没错 我推开院子大门的时候 我的确是中了你的幻术 唐峰看着龙幼 平静地说道 但是 我只是中了一瞬 便从你的幻术中 挣脱了出来 然后 立刻反使用了幻术 这话一出 胡松兰 胡莫哈等人神色 都是一变 因为唐峰这话代表着 当他中了龙幼的幻术时 他非但 能够轻易地 从龙幼的幻术中脱身 还能够制造幻境 反制龙幼 也就是说 唐峰的幻术造诣 远远地高出龙幼 唐峰的幻术造诣 竟然如此的恐怖吗 胡松兰等人神色微变 新潮在此时 疯狂地翻涌而起 说真的 在此之前 他们一直将龙幼 当成下国幻术第一人 而现在唐峰的表现 让他们意识到 恐怕这下国幻术第一人 还轮不到他龙幼 与此同时 龙幼的神色 也是变得难看 他不信地说道 不可能的 你怎么可能一瞬间 就能够挣脱 我的精心布置的幻境 这绝对是不可能的 唐峰文言 神色淡漠地 俯视着他说道 你连我布置的幻境 都看不出来 你还觉得不可能吗 这一语 也是瞬间将龙幼 气得语色 他蜜色帐红地 想要辩驳 但一时间 却不知道辩驳些什么 毕竟唐峰说的都是真话 对此胡宗兰的神色 也是变得相当难看 他站在龙幼的身边 低声说道 有哥 现在怎么办 要知道刚才他们 可是有优势的 人数众多 但是现在 他们的优势 算是荡然无存了 折腾了那么久 唐峰的人 一个都没有少 而他们的人 却是死了大半 这还怎么打呀 当然 内心想归那么想 表现胡宗兰 是不敢表现出来的 所以 他才对着龙幼问语 而面对胡宗兰的问语 龙幼也是笑了笑 然后 他看着苍穹上的唐峰 眼眸微眯说道 纵时 你幻境比我强又如何 你以为你赢得了我吗 哼 脚步猛地朝前一踏 龙幼的体屈之上 直接爆发出了一股 很恐怖的灵力 这股灵力席卷上 此地的苍穹 瞬间 让它此地苍穹变色 天地尽昏暗 而关通 红莹等人 看着龙幼身上的 这股恐怖力量 也是纷纷的神色骤变 他们瞳孔一缩说道 这是 食品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 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45集 院子当中 当着龙幼身上的灵气 爆发而出的时候 在场的所有人 无论是龙幼这一方的 还是红莹 关东这一方的 他们都是被惊到了 他们一个个都眼眸大瞪的 看着龙幼 满是震撼 食品 这是食品 眼下他们一个个都 感觉得很清楚 龙幼身上的灵气波动 不是酒品 而是浓郁的食品 也就是说 龙幼它是食品 先天无神 感受到这里 胡宗兰等人瞬间就兴奋了 他们一个个看着龙幼的目光 满是激动的神采 哈哈哈哈 龙幼是食品 是食品 要知道 五道境界越到后面越难进击 所以后面的进击 每进击一击 实力便会有着极大的提升 所以食品和酒品 虽然只隔了一个境界 但两者之间的实力差距 还是很大的 可以说 一名食品 足可以杀百名酒品 在这等情况下 眼前唐风的胜率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如此 胡宗兰等人 岂能不兴奋 哈哈哈哈 赢了 咱们赢了 胡宗兰等人 一个个心中狂想 在他们的眼中 眼下的战局 已经是毫无悬念了 他们赢定了 而和他们相反 红英 关同等人的神色 则是难看了起来 说真的 他们在此之前 预判了各种的可能性 甚至 龙幼他 还有什么诡计 或者是 什么队友暗藏着 他们都考虑过了 食品强者 关同曹烈等人的神色 显得相当的难看 因为他们也清楚 面对食品强者 出了同阶级 或者更高者 否则 任何人不是对手 食品之下 龙幼无敌 这下麻烦了 曹烈在此时 眉头紧皱而起 他原本还以为 事情发展到这里 他们赢定了 可是 却没有想到 龙幼竟然 还藏着这么一手 真是小瞧龙幼了 也不一定 红莹抬头看了一眼 苍穹上的唐风 面颊上露出了一抹笑意 毕竟你们别忘了 咱们这队长 最擅长的 就是创造奇迹 魏金元 微微地点头道 不错 如此地擅长 创造奇迹 这一次 他一定能够成功的 我们要相信他 对 我们得相信堂队 秦玄等人 纷纷在此时出生 他们一个个 那云本低落的气势 直接在呼吓那 官位中 又长回来了 看到这儿 龙幼那嘴角不由 掀起了一抹不屑的笑意 然后 他看着关同 曹烈等人说道 唐风 你的这些手下 还真的对你有迷之自信 竟然认为 九品能够打得过十品 真是够愚蠢的 唐风门眼 神色平静地 捕着着龙幼道 他们不是迷之自信 而是正常的自信 因为 他们说的 都是正确的 这话一出 胡松兰 安宁宁等人 都是吃笑出声 然后胡松兰 仰头看着 苍穹上的唐风 笑着道 正确的 你是在和我开玩笑吗 就这种想法 还正确 简直是在逗啊 胡松 他不是在逗你 他只是有点蠢而已 哈哈哈哈 那名光头男 直接在此时 笑着嘲讽唐风 众人纷纷朗笑出声 显然 此时的他们 有着龙幼的撑腰 所以对唐风的畏惧 也是没有了 而畏惧一没有 他们 当然是各种的 嘲讽唐风 而听着众人的笑语 安宁宁 苏心仪等人 也是一个个 面露着笑语 然后 安宁宁看着 苍穹上的唐风 笑盈盈地说道 唐风 你这是修炼 修傻了吧 竟然会认为 九品能够打赢食品 九品打赢食品的事情 本来就非常罕见 而九品能够打赢 像龙幼这种妖孽食品的 更是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所以唐风表现出来 能够打败龙幼的样子 真的让他们觉得好笑 显得非常的愚蠢 嗯 我一感觉 他修炼修傻了 旁边周全 一直在此时点了点头出声 可以说周全行事 算是谨慎的了 一直以来 哪怕唐风受了重伤 他都是表现得唯唯诺诺 只把自己当 沈心仪后面的跟班 不怎么险上漏水的 直到这一次 龙幼展现出惊人的境界 给他一吻婴的局面 他这才露出了 自己的真面目 开始抢着拍龙幼的马屁 吐槽唐风 所以当周全这话语 说完的时候 众人都是一愣 包括唐风 他们都没有想到周全 会在这个时候出声表态 你们几个 还当真没有一个是简单的呀 半空上唐风 俯视着地上的周全 意味深长的感慨出声 说真的 几个未出社会的大学生 一个接着一个的 都能够表现出 那么深层的心机 能够伪装的那么好 这还真的有些出乎他的预料呢 似乎沈心仪这帮人 也就苏蒙正常一些了 哈哈 不是我们不简单 而是你太蠢了 同样的答案 请你不要让我们回答第二遍好吗 刘伟听着唐风的话 直接便是对着他冷嘲热讽 很显然 有着周全的带头 他们一个个也开始蹦得起来 嘲讽唐风 以博取龙幼的好感了 门延 关童 红鹰等人 也是一个个的气怒无比 尤其是关童 他看着眼前翻脸不认人的周全等人 直接拳头紧握而起 咬牙道 早知道你们是这么的畜生的人 当初在灵葬里 便应该宰了你们 面对关童的话 周全等人非但不恼 反倒是还笑了 然后周全直接对着关童 笑着道 你错了 你应该说 早知道我们是这样的人 当初应该让我们渴死饿死在沙漠里 而不应该收留我们 进你们的队伍 刘伟复合的点头 就是就是 周全笑着看着关童 继续道 所以怪只怪你们自己太蠢 要圣母心收留我们 如果你们不收留 那不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吗 他说着直接和刘伟几人相识而笑 那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模样 看着关童红鹰等人是愤怒不已 然后关童怒视着周全 全都紧握着 我今天纵使是死 要攒了你们几个混账 他说着猛着纵身而出 对着周全 一拳哄去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46集 体驱如火炮般抱舍而出 关童的那道身影 直接在此时朝着周全轰煞而去 他那无知紧握成拳 对着周全 便是一拳哄下 死 下一场 随着那沉闷的撞击声响起 一道身影 直接在此时猛的倒舍而出 然后重重的撞在那墙壁之上 撞在那墙壁崩毁 整道身影被那翻落的砖头 埋在其中 看着这一幕 在场众人都是惊了 尤其是沈心仪等人 更是神色惊到了极致 因为他们看得很清楚 那道撞在墙上的身影 不是周全 而是关筒 这 什么情况 刘伟 沈心仪等人 看着眼前这一幕 是既兴奋 又困惑 他们不明白 刚刚那冲到一半的关筒 怎么会突然自己飞了出去 是的 在他们的眼中 关筒是自己无缘无故倒飞出去的 整个过程现在很诡异 是龙幽 古墨哈忽然在此时出了声 沈心仪等人 奇奇地看见了他 古墨哈 神色平静地继续道 刚才 关筒冲到一半的时候 是龙幽 出手将他给轰飞的 只不过 他出手的速度太快 你们看不清 等你们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已经回到原地了 所以一切 才会显得那么的诡异 沈心仪等人文言 皆是恍然点头 原来如此 而在他们恍然间 秦轩等人的神色 也是有些难看 因为刚才那一幕 纵使是他们 都有些没有看清 他们整个队伍当中 也就实力烧强了铜霸 魏金元 以及红鹰等人 看清了 其他的人 都没有看清 十平武神 真的就那么强吗 秦轩等人 新潮在此时翻涌而起 他们感觉 刚才 那招如果打的是他们 他们一样会 毫无反抗之力的 而在他们那么想的时候 周全等人 也是回过神来的 忽然 周全看见了 他倒在地上 身上全部都是墙壁的碎石覆盖 嘴里还吐着鲜血 看上去极为狼狈的关头 得意狼笑道 管童 就你这样 你想杀老子 下辈子吧 哈哈哈哈 旁边 刘伟看了看 那神色不卑不喜 并没有因为周全举动 而生出不满的龙友 也是得意的起来 他看着他被埋在碎石堆里的关头 笑着道 有句话 怎么说来着 我还没有用力 你就倒下了 周全几人纷纷地朗笑出声 那嘚瑟的模样 看到草里 红莹等人 气怒飞上 也是在他们气怒的时候 唐峰看着周全等人的眼眸 闪过了一抹寒意 然后 他那身影猛地闪略而下 朝着周全等人杀去 看到这 龙友眼眸里 直接闪过了一抹寒意 然后 他冷了横道 哼 想在我面前杀人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他说着脚步猛地 朝前一踏 对着那略智地间 要冲到周全等人面前的唐峰 便是一拳轰出 下一差龙幼的这一拳 直接轰在了唐峰 那一拳之上 轰的唐峰 那整个身影直接倒舍而出 像是那急速倒退的风筝般 重新退回到了苍穹之上 那场景看的众人的神色 都是一片 然后 关童 宗蒙等人 都是神色难看起来 他们没有想到 纵使连唐峰出手 都那么轻易地 被龙幼割挡而下 而和他们相反的 胡松兰等人 直接兴奋了起来 毕竟 这场景就代表着唐峰 他不是龙幼的对手 他所出的招数 轻轻松松 便能够给龙幼 给割挡破解 唐峰 拿他们没辙 与此同时 周全等人 也是重重地松了口气 然后 周全看着他退回 苍穹之上的唐峰 挑衅道 哈哈 唐峰 你刚才是想杀我吗 怎么 没有把我杀死呢 是老了 不中用了 还是说 你本来就是个废物 杀不了人啊 他不住地说着 那朗笑的话语里 竟是对唐峰的嘲讽 听得红鹰 曹列等人 一个个气怒非常 而在他们气怒间 唐峰倒是平静 他只是服侍着地面的周全 数着数字 一 二 三 唐峰不住地数着 听到在场众人 都是生出了困惑之意 他们有些不明白 唐峰这个时候 数数是什么意思 是要再冲杀一次吗 还是说 有别的神意 与此同时 周全听着唐峰的数数 心中 莫名地生出了 一股不安的情绪 然后 他看着苍穹上的唐峰 直接冷语说道 唐峰 有能耐你就下来杀我 别在这儿 给我装神弄鬼的 几乎在他这话 落下的一场 唐峰数到了 最后一个数字 十八 随着唐峰这一语的吐出 那原本还什么事 都没有的周全 提去之上 竟然 无端地开始 有着一道道的 血孔暴力而开 那阴红色的鲜血 直接带着皮肉 剑洒而出 同时周全的整个身体 也是随着 这疯狂的暴力 而不住地颤抖着 痛苦万分 众人听着周全的惨叫 看着那体虚 无端自暴 也是齐齐道歇的狗粮起 心中震撼 而在他们的目光下 周全的体虚 也是一个接着一个 一连爆了十八个空洞 正好对应 唐峰数的十八下 也是直到这个时候 众人才是明白 唐峰数的那十八下 究竟是什么意思 随着那最后一个 坑洞的自暴 周全那整个体虚 像是被炸完了 生机一般 眼眸都是开始暗淡 然后他低头看了看身上的无数孔洞 转而 邓某看向了唐峰 随中吐血道 你 你 周全你的半天 但最终 还是没有能够把后面的话语 给说出来 直接 便向前倾倒而下 半倒在了地间 他那眼眸大瞪着 显然是有些不甘心 看到这 吴宗兰 沈欣仪等人 都是奇奇神色一变 他们心中惊惨 这 究竟是什么情况 与此同时 龙幼也是在此时 眼眸犯过的一抹波澜 因为连他都没有看懂 这是什么情况 毕竟刚刚那一拳 他明明已经替周全给挡下来 并将唐峰给哄回去 唐峰理应不可能伤到周全 而在龙幼等人困惑的时候 唐峰也是看着地面上的 依旧大瞪着眼眸 还吊着最后一口气的周全道 我还没用力 你就倒下了 这一语 也是直接将周全刚才说的话 给奉还了回去 听得那周全直接胸口一口鲜血 涌了出来 你 他看着唐峰 胸中鲜血 朝涌了一下 便是彻底一口气没有提上来 被活生生的气得死 那场景 看得刘伟等人 都是神色一变 周全他 死了 虽然他们一路上 看过不少的生死 但是 当他们习惯了以后 都没有怎么当回事 可现在 当周全 这和他们很亲近的朋友 死在他们面前的时候 他们开始有些慌了 与此同时 龙幼缓缓抬头 拧看着唐峰 眼眸 微眯着说道 你刚才做了什么 唐峰文言 笑看着他说道 你想知道吗 那我可以再表演一次 给你看看 这一鱼 瞬间让他在场 众人是警惕而起 他们生怕唐峰的表演 挑选的对象是自己 因为那样 就得死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 一个小旗袍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47集 苍穹之上 唐峰看着下方的 胡宗兰等人 面颊带着温和的笑意 但正是这样温和的笑意 却是让胡宗兰等人 一个个心中发寒 恐惧不已 而在他们恐惧前 龙幼则是神色阴沉地 看着唐峰道 我再问一遍 你刚才究竟做了什么 他说着拳头缓缓握起 谋容 透着猙獰的杀意 如果你不说 那我就直接杀你的同伴 让他们来天命 龙幼这一手 有点损 但却是最有效果的 毕竟 论手段 我阴不过你唐峰 拿你没辙 那我直接动手杀你的同伴 要知道 你可是有那么多的同伴 你一个人 忽悟地过来吗 所以可以说龙幼用这个来逼迫唐峰 算是最聪明的选择 只不过显得有些卑鄙 不过此时的龙幼也不管什么卑鄙不卑鄙 他只需要能够逼出真相 然后想办法杀了唐峰就够了 唐峰 你说还是不说 龙幼也蒙阴冷地看着唐峰 那么呀 他似乎已经做好了唐峰不说 他就出手震杀红鹰等人的准备 而面对他的威胁 唐峰倒是神色平静 他只是笑看着龙幼说道 你不用那么紧张 冷静些 龙幼是毛头含义 开玩笑他能够不紧张吗 要知道唐峰手上能够回一门幻术已经让他很被动了 这如果唐峰还会一门诡异的手段 这让他还怎么打 难道真的要让他和唐峰硬拼 拼到两败俱伤大家团灭吗 这可不是他想要的 所以龙幼一定要弄清楚 唐峰刚才那一招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样他就能够把唐峰的招数都给破解掉 而一旦唐峰这诡异的手段被龙幼给破解了 那他自然也就不惧唐峰 有把握将其击杀了 别和我废话 我再说最后一遍 你刚才究竟做了什么 龙幼眼眸凶猛闪烁 已去周遭灵力不住的崩腾着 环绕着一副暴怒边缘的征兆 对此唐峰不由再度的笑了笑 然后他看着龙幼说道 好了好了 告诉你也没什么 毕竟我用的招数其实很多人都会 很多人都会 胡宗兰 胡莫哈等人都是在此时愣了愣 然后他们有些面面相去的互相看了看 发现没有一个人能看懂的 如此还说大家都会 胡宗兰等人一脸的不信 与此同时龙幼也是眼眸威眉的看着唐峰 说道 唐峰 你这是真把我当傻子吗 你刚才那一招在城没有一个人看到过 你还说大家都会 唐峰耸了耸肩 他捕视着龙幼等人说道 文文中的隔山打牛 难道不是大家都会的吗 隔山打牛 胡宗兰 胡宗兰 龙幼等人是眼眸一闪 然后他们的面颊之上 全都是露出了海然南信之色 刚才那一招竟然是传闻中的隔山打牛 他们想着那心中满是惊讶 而在他们惊讶间 关童 曹烈等人则是瞬间恍然了 其中关童直接道 我说呢 刚才唐队怎么可能被打出那么远的距离 原来你倒在使用隔山打牛 曹烈点头附和 是啊 我也觉得按照唐队的实力 怎么可能被龙幼给击退 原来他是故意的 他是用了一招隔山打牛 众人文言纷纷恍然点头 他们终于明白唐峰被击退的原因 而听着他们恍然的话语 龙幼的神色有些难看 因为他们这个话 那就等于是否定了 他刚才一拳将唐峰打飞的攻击 贬低了他的能力 抬高了唐峰 想到这儿 龙幼直接抬眸看着唐峰 眼眸阴力道 唐峰 你身为九药的新兴 难道只会这些下三滥的阴险手段吗 有能耐的 你和我正面站一场 其实说实话 龙幼他自己其实是最喜欢使用阴谋诡计的 如果可以 他巴不得可以不用出手 直接使用别的阴谋手段把对方给解决掉 这也是他为什么修炼幻术的原因 因为幻术能够让他在最大程度上降低自己的威胁 解决眼前的麻烦 但眼下的情况龙幼在阴谋诡计旁门手段上面 显然是赢不了唐峰的 所以他才说这种话 故意来激唐峰 让唐峰放弃使用这些手段 对此唐峰也有看出龙幼的用意 所以他直接对着龙幼笑着道 隔山打牛 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 怎么能够算是下三滥的阴险手段呢 龙幼兄这么说 并有些过了 就是打不过就说别人下三滥 我看啊 这所谓的东方换神也不过如此嘛 关通直写在此时看着龙幼 阴阳怪气的嘲讽道 就是 打不过就各种泼脏水 真是虚伪 曹列在此时附和 而有了他们的带头 其余的人也是纷纷开口 他们急急在此时吐槽龙幼 对此胡宗兰等人虽然有心帮 但却不知道怎么辩驳 毕竟 关通等人说的也是实话 所以 他们一个个只能面色难看地不说话 而在他们神色难看不说话间 龙幼则是直接忽略了他们 毕竟 他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 这点心境 控制力 他还是有的 更何况他很清楚 关通等人不是重点 和他们争论毫无意义 唐风 我不管你这招究竟是不是下三滥的招数 总之现在 我就一句话 你要不要和我正面一战 龙幼直接看向唐风 看似平静地说道 你如果不和我正面一战 那我只能找你同伴出手了 他很清楚 眼下的情况 算是他和唐风 谁也奈何不了谁 他的境界实力强悍 唐风杀不了他 而唐风鬼的手段多 让人防不胜防 所以他也轻易杀不了唐风 尤其是在唐风体的金药跑的情况下 他更加杀不了唐风 所以龙幼只能逼唐风放弃用这些手段 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分出胜负 他才能够杀了唐风 唐风 我数三个数 如果你还不答应我的话 那我就立刻开始杀你的同伴了 你别想着用幻术来应我 这一次我早有准备 不会中招的 龙幼看着苍穹上的唐风 直接开始倒数 三 二 一 不说 那我就要开始杀人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48集 说实话 对于此时的龙幼来说 他已经不怕唐风的幻术了 因为刚刚他彻底施展出食品境界的时候 他在寺中撒下了几道幻印 这些幻印搭配他自身的幻术造诣 可以帮助他轻易地感受到幻力的波动 除此之外 他自身那一直隐藏的食品力量 也是彻底释放出来了 这股力量被彻底的释放出来 他的实力自然也就提升了 而实力提升 这对幻术的掌控自然也提高了 所以综上种种 他已经不惧唐风的幻术了 他现在只担心唐风的这招 隔山打牛 毕竟如果唐风使用这一招和他对敌的话 那就等于他和唐风没打一拳 几方这边便会死一个人 这打到后面 他就直接变成光杆自令 这还怎么玩 所以龙幼一定要逼唐风就飞 逼他放弃这些手段 和他堂堂正正地打一场 唐风 三个书已经数完 看来你是宁愿你的同伴死 也不敢堂堂正正地和我打一场了 龙幼看着那半空中的唐风 调性的话语里 带着几分挑拨 也罢 既然你如此的贪生怕死 那么我只能向你的同伴下手了 龙幼眼眸阴冷地看着唐风 继续地说了一句 然后他双脚猛地蹬地 整个人如火炮般纵身而出 朝着关通等人杀去 那眼眸杀意激荡 然而正当龙幼打算那么做的时候 那苍穹上 突然有着一道青龙掩月刀直射而下 直直地插在了龙幼前行的路上 刀身刺穿地板 直接刺入土中 见起了点点的星火 然后唐风俯视着那下意识 停顿住身形的龙幼 神色淡漠地说道 既然有人一定要送死 那我又有什么理由不接受呢 面对唐风这一语 胡宗兰 沈欣仪等人瞬间送了口气 心中一喜 毕竟他们也看得出来 论耍手段 龙幼奈何不了唐风 只有正面硬汉 龙幼才有盛心 所以唐风能够打赢 他们自然高兴 与此同时 龙幼那嘴角 也是掀起了一抹糊涂 他心中冷笑 果然还是太年轻 到这个时候竟然还在乎名誉 在乎同伴的性命 在龙幼看来 唐风能够答应这个要求 真的是太年轻 太天真了 毕竟都这个时候了 肯定是以自己的性命为先 怎么可能以别人的性命为主 这种愚蠢 将一切的行径 像极了上海无知的年轻人 他们只将情谊和名誉放在第一位 而不知道 自身力和生命的可贵 简直愚蠢 龙幼心中再度冷笑了一声 然后他看着唐风神色评见了道 好 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砰 脚步猛地跺地 龙幼是那道身影 直接在此时抱舍于半空之上 然后 他看着眼前的唐风 嘴角糊涂静扬而起 洗下去便让你我二人 好好的打一场 看看最后究竟是你死 还是我胜 这一语 也是直接在告诉唐风 无论怎么打 到的最后 赢的人都只有我 那话语充满了孤傲 对此唐风倒是没有在意 他只是笑了笑 然后抬手将那下方地上的青龙掩月刀 吸到了自己的手中 紧接着那手持着青龙掩月刀 看着眼前的龙吟说道 原本我打算直接用剑宰了你 但是后来我想了想 用剑杀了你太便宜了 所以我打算用这柄刀 直接将你劈成两半 一人两半 唐风说的冷傲而直白 听得龙幽的眼眸里直接闪过了一抹寒意 然后他看着眼前的唐风 嘴角糊涂扬着他 呵呵 看来之前几次的胜利 让你增添了不少信心 也好 我这个人最喜欢做的就是摧毁别人的信心 尤其是你这种信心十足的我最喜欢 因为那样信心被碎毁的时候 你才足够绝望 刷 猛的纵身而出 龙幽直接便是在此时 纵身而出对着唐风风杀而去 他那五指紧握间 一股黑色的液体直接流淌上他的双手之上 然后画上了诡异的寒铁手套 包裹着他的整双手 对此 唐风眼眸一闪 然后 他想都不想直接手中青龙眼月刀一阵 便是对着龙幽杀去 我倒要看看谁会绝望 当 下一刹 唐风那青龙眼月刀 直接便是极为狂猛的一刀 斩在了龙幽的拳头之上 那星火四剑间 恐怖的灵力风暴瞬间爆发而说 然后 他们二人 即使在此时双双的倒舍而说 跪出了极长的一段距离 不过虽然 索退距离很长 但是他们并没有停歇 而是在一稳住身形以后 便是双双再度抱舍而出 对着对方冲杀而去 刷 很快的他们双方再度与苍穹交汇 然后 他们便是彻底的缠斗而起 荡荡 那一刹苍穹之上 除了能看到他们的身影疯狂闪烁以外 便是只能看到那恐怖的灵机 不住的因为他们的轰击 而爆发开来 他们爆发于苍穹之上 便像是青天闷雷 让得众人心惊 当然 这种心惊 也没有持续很紧 因为随着唐风和龙佑的彻底厮杀而起 红鹰 红霸等人 也是开始朝着胡宗兰 安宁宁等人看去 当然 他们同时 也在看他们 可以说 随着唐风 和龙佑这两个领头者 站起来 他们这些所谓的战友 几乎不用约定 直接便是将敌时的目光 盯下了对方 他们也准备开始战斗 杀了对方 既然阿佑他和唐风打起来了 那么接下去 你们的头颅 便由我安宁宁来收吧 人群前 安宁宁直接看见了红鹰 观瞳等人 她那神色里满是自傲 我会在阿佑解决唐风前 把你们的头颅 都一个个砍下来 从而 来哄阿佑高兴的 呵呵呵 安宁宁看着红鹰 观瞳等人 她那嘴角直戏扬了起来 宁笑道 面对安宁宁这话 红鹰不忧地笑了笑 然后 她看着眼前的安宁宁 羽毛冰寒地说道 真不好意思了 你这话 也是我想说的 我要在唐风解决龙幼前 宰了你 让她高兴 她说着手中长剑出窍 直接准备 对安宁宁动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 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49集 手中长剑出窍 红鹰直接便是在此时 脚尖踮地 整个人爆射而出 对着安宁宁冲杀而去 她那预谋冰寒 透着绝绝的杀意 看到这儿 安宁宁的眼眸里 同样也是犯过了一抹寒意 然后 她手握着两柄蝴蝶刀 冷横说道 哼 凭你也想杀我 你也 嘿 她说着猛的脚步落地 整个人纵身而出 对着红鹰冲杀而去 下一刹 她们两名女子 直接在院子里销毁 然后便是疯狂地厮杀起来 她们两个人出手 都是招招 灵力果决 直打她那风卷 沉冻 无数的刀光 在此时 似扬而起 那场景也是 看得关童等人 心中微惊 当然 最为心惊的 还是沈新仪等人 因为她们 是最清楚红鹰实力的 按照道理来说 红鹰她的实力 是绝对打破 九品强者安宁宁的 可是现在 红鹰竟然 能够和安宁宁硬碰 这让她们 有些惊骇 这怎么可能 沈新仪眼眸大瞪着 满事难以置信 这世上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陡然的声音响起 那苏蒙不知道何时 走到了人群前方 然后 她看着打斗着的 红鹰二人说道 毕竟 跟着堂队 处处是奇迹 这一鱼 暗含着无限深意 盯得沈新仪眼眸为闪 然后 她看着苏蒙 皱眉问道 你知道什么 面对沈新仪的问语 苏蒙 倒也没有隐瞒 她只是看着 鸡豆中的红鹰 和安宁宁说道 你们逃了以后 那些真假灵葬 便是关闭了 但是 在关闭之前 那些真假灵葬 留下了一些机缘 而堂队 而堂队他当时 便是主动将这些机缘 全部让给了我们 所以 虽然才过去几天 但我们的实力 已经都有了质的提升 胡宗兰 古墨哈等人 门言瞬间明白了 关同 红鹰等人 他们是得到那最后的机缘 虽然让自己进一步蜕变了 怪不得 红鹰的实力 能够在短时间内提升那么多 胡宗兰 古墨哈等人 一个个恍然而过 心中明了 然后 他们那看向红鹰等人的目光 一个个都是充满羡慕 不嫉妒 还有浓浓的贪婪 毕竟 他们之所以会跟着龙幼 还不是为了灵葬 为了让他自身能够强大 而眼下 他们亲眼看到 红鹰等人变得更为强大了 怎么能够不嫉妒不贪婪 当然 最嫉妒的 还是沈欣怡 毕竟当时 他算是和唐峰等人一起的 结果他一路费尽心机 到他最后 却什么都没有得到 而反观红鹰 苏蒙等人 似乎什么都没做 就得到了好处 而且 还是那么大的好处 苏蒙 你和我说这些 是想到我面前显摆吗 沈欣怡 欲手紧握地看着苏蒙 毛头气恨地 咬牙而语 你想多了 我对和你显摆 没有兴趣 苏蒙听见了 看着打斗中的红鹰 和安宁力 看都不看沈欣怡一眼说道 我只是在告诉你 曾经你也有机会 和我们一样获得这些 但最终 被你自己给毁了 是的 在苏蒙的眼中 沈欣怡真的是一手好牌打得起来 她明明可以和她 苏蒙一样 好好的跟着唐峰 然后得到这些好处的 但是沈欣怡却偏偏不 其要耍心机 弄小聪明 最终 导致沈欣怡最后什么都得不到 沈欣怡冷笑了一下 说道 哼 苏蒙 你这是以为 你这样已经算是赢了 所以能够来教训我了吗 如果是这样 那我只能告诉你 你想太多了 你等着看吧 很快 阿友他便会宰了唐峰的 到得那时 你便会知道 你现在的自信和自得 是有多么的愚蠢 到得那时 你便会亲自开口 求我了 沈欣怡昂着头 神色阴冷而孤傲地说着 显然她对龙幼 非常的有自信 所以她确定龙幼 最终能够将唐峰杀死 而只要龙幼将唐峰杀死 那最终赢的人 便还是得沈欣怡 至于苏蒙等人 哪怕过程赢得再漂亮 这最后还是输家 苏蒙文言叹了口气 然后 她像是懒得和沈欣怡计较般 不再多说 继续安静地观看起 红鹰和安宁宁的打斗 反正 对于她来说 她是仁至义尽 什么明示暗示 她已经和沈欣怡表现过很多次 是沈欣怡一直冥顽不灵 既然如此 苏蒙她自然是不会再多说了 沈欣怡 希望你记住 无论结果如何 都是你咎由自取 怨不得别人 苏蒙看着那打斗着的轰鹰二人 心中那么响 而在苏蒙那么响间 轰鹰和安宁宁的打斗 也是达到了一个胶着的阶段 那轰鹰因为是刚刚的实力提升 所以在很多上面把控都没有安宁宁好 从而渐渐的开始被安宁宁压着打 偶尔更是有些险下还生的感觉 看到这 关同和曹敏直接在此时踏步而说 打算前去帮红鹰 毕竟他们也清楚 红鹰现在的实力和安宁宁还是有着差距的 单对单 红鹰输的概率很高 只是当他们真的要站出来帮红鹰的时候 魏金元确实将他们两个人给拦住了 他直接说道 你们两个别去 让他打 这话一出 关同和曹敏都是一愣 而后关同忍不住道 让他打 魏老 你不是在开玩笑吗 红鹰他虽然实力提升了 但是现在就想让他打败安宁宁 还是太难了 估计一个不小心 他还得交代在那 对此魏金元骑士也知道 但是 他还是拦住他们 看着打斗中的红鹰道 红鹰的虽然是提升了实力 但是在很多方面的掌控还很弱 所以这安宁宁现在就是他最好的魔刀石 如果他能够利用好这块魔刀石 在生死当中不断的挣扎徘徊 从而让他自身的实力一点点的提升 那么这对红鹰的好处将是非常大的 关同金蚕等人文言 皆是了然般的点了点头 他们都是听出来了 魏金元这是想要用这场战斗来磨炼红鹰 顺带着逼出红鹰的最终潜力 只是魏老车过程里 万一一个不小心 红鹰可就是会死的 关同忍不住的在此时出声道 竟然相比于魔力 他还是更担心红鹰的安全 魏金元文言平静地看着红鹰道 我知道过程很危险 他可能会死 但风险和收益总是成正比的 如果他这次能够战胜危险 战胜安宁 那么他必将踏至真正的强者行列 划进真正的九品强者当中 这对他来说 是个可遇而不可求的机缘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 《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50世纪 说实话 如果不是魏金元的这一番话 那么 关同 曹烈等人 此时肯定冲上去帮助红鹰的 毕竟经历过这么多的他们 现在和红鹰的关系 已经非比寻常了 他们肯定不会眼睁睁 看着红鹰被欺负的 不过听了魏金元这么一番分析以后 他们便打消了帮忙的念头 因为他们清楚 魏金元说的很有道理 引下这一切 对于红鹰来说 的确是个可遇而不可求的机缘 如果 红鹰能够战胜安宁宁 那他必然将就此蜕变 一飞冲天 所以 接下去 关同 曹烈等人 全部都是站在了原地 安静地看着 安宁宁和红鹰的战斗 而他们不动 胡宗兰等人 也是默契的没有动 当然 胡宗兰等人 不是为了红鹰 而是 为了他们自己 他们想要等着 安宁宁或者龙幼两个人当中 有着一个赢了以后 再动手 毕竟 眼下他们两个人的实力最强 一旦他们赢了 不但能够增长他们的士气 而且还能够带着他们杀敌 苍穹上 此时 吵着腾风轰荡着 每一击 都是打出了那如雷霆般的众响 而在那众响下 腾风的身影 也是被龙幼给轰得不住的倒退 竟然 虽然论尽力 尸品的他 很明显胜过了唐风 呵呵 小子 我还以为 你有多大的能耐 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 龙幼看着眼前 在他的拳头下 一次又一次倒退的唐风 得意地狼笑 从而 对唐风进行心神上的干扰 唐风威严 神色威宁 他没有废话 只是一刀 又一刀地继续朝着龙幼看去 他手中的青龙眼月刀 带着大开大合的霸气之势 不住地冲荡于龙幼的铁拳之上 一次又一次地 在他那铁拳上 留下的痕迹 当然不是很深 所以 看到这儿的龙幼又开口了 他直接狼笑说道 唐风 你这是打算 学古人滴水穿石 一刀 又一刀地砍在我的铁拳之上 慢慢地将我的铁拳打裂吗 龙幼笑着 满是嘲讽 看到这儿 腾风的眼眸也是微微地凝了你 然后 他看着眼前的龙幼说道 你就那么急着求死 求我宰了你吗 面对腾风的话 龙幼直接笑着道 哈哈 当然了 我是求着你杀了我呀 但可惜 你杀不了我 龙幼笑得得意 心中自信 腾风门眼 眼眸泛过了一抹寒光 然后 他看着眼前的龙幼说道 好 既然你一心要求死 那我就成全你 青龙眼月 横扫千军 咚 恐怖的灵气 突然从腾风手中的青龙眼月刀上 爆发而出 腾风在此时紧握着那青龙眼月刀 猛地一个转身 对着龙幼 打出了一招横扫千军 那一刻 长刀扫出 那青龙眼月刀的刀身之上 直接便是有着一头青龙 尖陷而出 然后 那青龙挥舞着那猙獰的龙爪 张着那獠牙的血嘴 带着那 无尽的龙吟 冲天清光 直接对着龙幼 背扑而去 那气势霸力 可摄人信使 看到这 龙幼也是眼眸一闪 然后他看着那冲荡而来的青龙 冷横说道 嗯 纵使你武技武出花来 你今天也只有九品 而九品武神注定要败于我手 他说着眼眸 陡然凶光显现 而后 他双拳一握 直接对着眼前的青龙 双拳挥出 吓了一场 龙幼的双拳 直接便是轰在了那青龙之上 砰 双拳轰在青龙之上 一股恐怖的灵力风暴 瞬间爆发而开 然后 龙幼那道一直不可阻挡的身影 竟然在此时被轰得倒舍而去 他直直地倒舍出了很长的一段距离 然后才是堪堪的稳住的身形 咔嚓 这身形刚刚稳住 他那双铁拳上便是出现了一道裂纹 虽然是很细的一道 但也证明着他这无间不摧的铁拳裂了 这怎么可能 龙幼看的此景 眼眸直接一闪 有些难以置信 要知道 他的这双铁拳 可是他用了九九八十一道稀有材料 花费了九百九十九天 历时无数的时间打造而生 坚不可摧 可谓是真正的 刀不能断 火炼不容 可是眼下唐风这一刀 竟然是直接将他这铁拳给砍裂了 这让他有些难以置信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龙幼看着那手上威力的铁拳 满面的不愿相信 他觉得 这一定是凑巧 一定是 对面 腾风看着他那发疯 不愿相信的神色 不由笑了讲 然后 他看着龙幼说道 我本来以为这世上 只有弱者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 不愿意接受那受挫的现实 没想到你龙幼 也一样接受不了 看来你比着他们 也没有什么区别 龙幼文言眼眸直接闪过了一抹凶猛 毕竟铁拳被打猎的事情 已经是刺激到他了 现在腾风还直接出于嘲讽的 这让素来性格孤傲的他 怎么能够忍 腾风也找死 龙幼面容猙獰的吐了一语 然后他那双拳猛的在此时紧握而起 他怒视着眼前的腾风 直接猛的一拳轰出 我到 大日龙拳 伴随着龙幼这一语的吐出 他那拳头之上 直接便是有着炙热的白光 现现而出 仿佛变向是一轮烈日 缓缓升起 而后那烈日当中 一头通体泛着白光的龙影 直接从中席卷而出 他嘶吼着朝着对面的唐风 冲掠而去 那猙獰龙嘴尽张紧 显然是要将唐风一口吞下 看到这一幕 唐风的眼眸也是闪了闪 而后 他看着那像是龙卷一般 袭杀而来的浩尚白龙 缓缓地吐出了一口啄气 紧接着 他提着青龙掩月刀 看着白龙说道 既然如此 今天 我便学一学先祖 当一当斩龙人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 《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51集 苍穹上 伴随着唐风 那悠悠话语的吐出 他眼眸盯开着 那轰荡而来的白龙 体内的力量 直接在此时 缓缓地凝聚而起 然后 他在那白龙即将靠近的一刹 体内力量 猛地爆发而出 谋充血光耀眼 陈鹤说道 滚地也助我 当着唐风这话的吐出 他那体虚之上 直接是竟然有着 一道巨大的身影 冲天而起 这道身影穿着战甲 面色通红 还带着些许的长须 乍一看便知道 那是武圣关羽 显然 唐风这是感悟天道轮转 引动其内的 关羽英魂 而随着这关羽英魂的 显现而出 唐风几乎没有半点的停顿 直接便是手持那青龙眼月刀 对着那前方发光的白龙 猛掌而下 我有一刀 可斩天下妖龙 哼 吓一吓 唐风的那一刀 直接便是对着那白龙 猛掌而下 而他的斩鸡 也是渐渐带动了他身后的那道 通天关羽 同样 刀斩而下 那一刻 从旁关去 并有一种 关帝降师 一刀斩进 涅龙 除尽 世间 污浊之感 那气势浩荡 看经了众人 而在众人的注视下 关羽这道 通天大刀 也终于是带着那四壳撕裂 苍雄的恐怖力量 直直斩在了龙幼的 那所谓的白龙身上 咔嚓 刀身斩在了龙躯之上 那看似凶煞 且鳞片遍布 坚不可摧的白龙 直接在此时 被斩得崩裂而开 瞬间就裂成了两半 然后 他便是直接哀鸣一声 溃散而去 白龙被一刀斩毁 那与之兮兮相关的龙幼 直接像是受到了恐怖的重创一般 吐出了一股 阴红色的鲜血 同时 他那整个人 在苍穹之上 直直地倒退了树梦 这才是坎坎 稳住了身心 看在这一幕 胡宗兰 沈欣仪等人 都是神色斗饼 他们看着 那被打退的龙幼 满是难以置信 我的天啊 唐峰 他竟然把龙幼队长给打退了 我这不是在做梦吧 啊 要吃了唐峰 他不过是九品强者 而龙幼 可是祸身 假食的食品 一鸣九品大腿 食品 他怎么看 都有些不现实 而在他们男性间 关同 曹列等人 都是瞬间的兴奋了 尤其是关同 他那整个人 都差点跳起来 他握着拳头 满是激动的说道 好好 我就知道 当对 他能行的 一定能行的 曹轩 金蚕等人文言 也是纷纷的笑着点头 其中 那阎老四 更是望着 苍穹上的唐峰 心中感慨说道 当初选择臣服 真的是很明智的决定啊 这小子 他真是太妖孽了 曾经他觉得 一个人 能够像龙幼那么妖孽 已经是很恐怖的了 而当他见到唐峰以后 他终是明白 像龙幼的这种妖孽 根本就不算什么 这世间 真正妖孽的 是得像唐峰这样的 简直 快妖孽到不是人了 而在阎老四 那么想见 那憨战中的红鹰 看着眼前的场景 也是不由地松了口气 面颊上 直接露出了笑意 说实话 刚才他虽然一直在打 而且打得很惨 但是 他的心中 还是一直担心着唐峰的 他担心 唐峰打不过龙幼 会被龙幼杀死 所以当他现在 看到唐峰把龙幼打伤的时候 他那心 也是松了不上 只不过 红鹰没有想到的是 他这心情微松 面露笑意的举动 看在安宁宁的眼中 确实惹来了 安宁宁的恨意 安宁宁眼眸阴冷地 看着他说道 贱女人 你还有心情为唐峰高兴 你简直是在找死 他说着 那狱长一番 直接便更为凶猛地 对着红鹰打去 傻傻 那一刻 狱长翻飞 犹如狂风骤雨一般地 打向了红鹰 打他那红鹰 防备不及 接接败退 甚至有好几次 红鹰都是直接中了场 被打得 体驱倒退 口吐鲜血 看到这儿 那刚还兴奋的关童 曹烈等人 神色瞬间凝重了起来 他们的拳头紧握地 看着被打得 显向还生的红鹰 满是担忧 红鹰 一定要坚持住 苍穹上 此时的龙友 并没有注意到 下方的情况 或者说 他已经没有心思 去理会下面怎么样了 他只是看着眼前的 唐锋 满是杀意 毕竟 他修炼至今 还真的没有 如此的狼狈过 而且造成这一切的 竟然还只有 一颗酒品 唐锋 我不得不承认 你的确很厉害 竟然能够凭借 酒品的能力 和我打到这个地步 将来 如果我今天 还是酒品的话 我恐怕还真不一定 能够打得过你 龙友这一番话 倒是实话 他感觉如果 他是酒品 那恐怕今天 他很有可能会 输在唐锋的手中 因为唐锋的妖腻 当真比他 直强不弱 不过可惜 我今天不是酒品 而是食品 龙友眼眸 泛着胸光 看着唐锋道 听我食品的实力 今天你纵是妖孽出天来 你也别死 恐怖的灵气 在此时与龙友的体躯之上 爆发而出 尸通苍穹 显然 在这一刻 龙友是将他体内的食品之力 彻底的施展出来了 所以 那恐怖的动静 连在天地都是惊动的 那原本 轻功万里的苍穹 都是在此时阴神昏暗而去 同时 那四方的大帝 像是在此时 畏惧龙友的实力 而大风尽起 风阴哀嚎不止 对此那站在不远处的唐锋 也是难得的缓缓凝谋而起 他看着眼前的龙友 感受着其体躯上 波动着的恐怖力量 不由新潮巍巍的翻译 食品的力量 的确是有些不凡 都能够隐隐地影响到这天地了 可惜和当初的我 终究还是差得太远 毕竟 当初的唐锋 可是称帝的存在 这种力量在他的眼中 看似很强 但是实际上 还是渺小的 唐锋 对面 龙友将自身的力量 全部都释放出来以后 他昂着头 面色满是孤傲的 看着唐锋 接下去 我便让你看看 你和我之间的差距 我要让你明白 九品挑战食品的下场 只有此 恐怖的灵气 在龙友的体躯之上 席卷而起 然后直接便是化成了 一头 通天彻底的灰黑巨龙 这头巨龙体躯庞大 尽可名言百名 那一双龙毛 仿如日月 巨大的让人心惨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 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52集 说实话 胡宗兰 古墨哈等人 虽然实力没有龙友强 但是 他们也都算是 见识广播的强者了 这辈子他们也是 见过很多常人 没有见识过的东西的 但是 像眼下这么巨大的巨龙 他们真的是 从来没有见过 悠悠的龙吟 在苍穹响荡 此时 那由龙幼浑身的灵力 幻化而成的 灰黑巨龙 之间 便是腾身在半空之上 他的龙躯蜿蜒 仿佛纵横千百里 他那龙脉巨大 可比日月 他那龙身 游荡着 遮天蔽日 古墨哈 胡宗兰等人 抬头目睹着这一切 其实忍不住的 唧唧道歧的口凉起 心中震撼 这就是食品无神 观以全身灵力 做凝聚出来的灵容 这未免也太庞大了吧 他们感觉眼前的 这头巨龙 如果打个喷嚏 恐怕便能够造成 一场遮天暴雨 洪涝灾害 如果 始如动个身子 恐怖便能够 引得雷霆阵阵 唯颤八方 总之 这条灰黑色的 玲珑之大 让得众人敬畏 院子里 观同曹列等人 抬头目睹着 苍穹上的场景 也是忍不住的 咽了口唾沫 心中危惨 食品的武神 灵力竟然达到了 那么恐怖的惊敌 这还怎么大呀 他们感觉在这恐怖 而浩瀚的灵力之下 他们根本就直接输了 完全就没有什么资格 也没有什么能力 和龙幼去拼 毕竟 这灵力相差也太大了 与此同时 那被打得节节败退 受了重伤的红鹰 也是那么想的 所以 他看着那苍穹上的唐风 眼眸里透出了 浓浓地担忧 看到这儿 安宁宁却直接吃笑道 道德现在 还有心思去担心你这情郎 我看 你还是好好担心 担心你自己吧 他说着 眼眸一灵 整个人再度冲杀而出 对着红鹰杀去 他杀着红鹰的面前 手中蝴蝶双刀翻飞 如暴风咒雨般 朝着红鹰打去 从而 在红鹰的身上 增添了一道又一道的伤害 那阴红色的鲜血 直接从那道道的伤痕中 剑洒而出 看他这一幕 安宁宁那嘴角的笑意 也是扬得更深 真是废物呀 然后 他看着眼前的红鹰 戏谑而笑道 红鹰 你也别挣扎了 你就放弃抵抗 直接乖乖去地府 然后等着你这情郎 来找你吧 安宁宁笑着那笑意里 满是自信和得意 而面对安宁宁这话 原本都有些绝望的红鹰 却是神色开始渐渐地变化 他看着眼前的安宁宁 看着那苍穹之上 像是陷入危急的唐风 眼眸渐渐地变得凝重 而尖锐 不行 我不能死 我必须活下来 活下来去帮助唐风 现在红鹰接受不了 他直接就这样死了 因为在他的眼中 他一直都没有认真 帮过唐风什么忙 而他想要帮唐风的忙 想要证明自己的价值 想帮助唐风 所以他不愿死 也不能死 我一定要打败他 打败他 去帮助唐风 红鹰看着眼前得意的安宁宁 眼眸突然在此时变得决绝起来 然后 一股诡异的昂扬战役 与他的体躯透散而开 安宁宁 我绝不会输给你的 下一刹 红鹰那体内的力量 突然在此时暴涨 然后他手中力尽一震 直接化成了一道红色的流光 以超出之前的速度 对着安宁宁杀去 而他这举动 来得突然 也是让得安宁宁 没有预料 咔 力剑划破了安宁宁的胳膊 然后 他那整个人 都没有怎么反应过来 他那胳膊上的衣衫 直接便是被割了开来 紧接着 一道伤痕 便是随着寒光的割膜 印在了他那胳膊上 那阴红色的鲜血 瞬间就流淌而出 看得到这一幕 在场中人 全部都是愣住了 他们都是眼眸大瞪的 看着眼前的安宁宁 满是难以置信 他竟然把安宁宁给打伤了 要知道 在刚才之前 红鹰还几乎 全部都是被动防守 差不多连主动的进攻都没有 而现在红鹰竟然是非但主动进攻了 还一招便打伤了安宁宁 这让他们有些难以置信 当然 难以置信的不只是他们 还有安宁宁 他退至了不远处 侧头看着胳膊上的伤痕 那眼眸里满是难以置信 你竟然敢伤我 你竟然敢伤我 安宁宁是转过头来 他那看着红鹰的脸面变得猙獰 因为在他看来 红鹰只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是个摆不上谈面的贱女人 使得轻松松松 便可以碾死的存在 他之所以那么久没有把她杀了 纯粹是自己玩心中而已 可是现在 这个被安宁宁当成玩具 当成蚂蚁的东西 现在竟然敢跳起来 咬它 而且还是把它给咬伤了 这让它有些无法接受了 红鹰 我宰了你 安宁宁面目猙獰的咬牙吐了一语 然后 他那双蝴蝶刀一阵 整个人便是以极快的速度飙射而出 对着红鹰冲杀而去 他那速度之快都带起了无尽的尘土 而如果是在之前 红鹰看到安宁宁那么气势十足的冲杀而来 那他肯定会心中生出了几分畏惧 从而位战先切的 但是现在 红鹰的心中全部都是小帮助唐峰的信念 所以面对安宁宁的杀来 他没有生出半点的畏惧 相反的他还生出了决以死战的决心 而一个人一旦有决以死战的心 那么他的气势便算胜过天下任何人了 唰 手中利剑一阵 红鹰那整个人直接在此时 化作了一道红色的流光板 以不弱于安宁宁的速度 对着安宁宁冲杀而去 他那利剑刺出 犹如一抹长红 刺目而迅击 唐 下一刹 红鹰那手中的利剑 直接便是刺在了安宁宁 那蝴蝶双刀之上 从而刺出了那点点的星火 刺的那安宁宁和他御守发麻 不过纵实是这样 他们都没有后退 他们只是在此时咬了咬牙 然后他们两个人都是抽身回去 更为疯狂的对着对方杀去 当当当 那一刻 他们两个人疯狂的交着手 那体驱所过之地 灵气风暴是疯狂的席去 将那四周的一切尘土 加山 全部都是给卷得更干净的 那破坏力显得更恐怖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 《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53集 院子里无论是胡宗兰一方的人 还是关童这一方的人 他们此时的野猫都是环环搭腾 那嘴巴也是渐渐大张 整个人像是越来越惊讶 越来越惊讶 因为他们亲眼看着那红莹 在和安宁宁激斗中 不再落入下风 他们开始打平了 当然 如果仅仅只是这样 那还没什么 但是红莹的潜力炮发 显然不止于此 随着这打斗激烈程度的上升 红莹非但打平了安宁宁 还逐渐压制安宁宁了 是的 红莹开始压制安宁宁了 他的手中的利剑 无助的挥舞着 仿佛一道红色的流光 在众人的眼前不断的闪耀 然后众人便是看到红莹 开始压制安宁宁打 如果说之前安宁宁在红莹身上 打出十道伤害 红莹只能勉强在安宁宁身上 打出一道的话 那么现在便完全不是这样的 现在安宁宁打红莹十道伤痕 红莹能够在安宁宁身上 打出十三道 虽然仅仅超过三道 但这也间接的证明 红莹已经开始压制安宁宁了 人群前 关同直接在此时咽了口唾沫 满面难以置信的颤声说道 我这不是在做梦吧 我公英他竟然开始压制安宁宁打了 旁边曹莹同样是瞪着眼睛 满是震撼说道 好像不是做梦吧 他那话刚说到这里 那胳膊上便是感觉到一阵疼意 然后他猛地转过头去 他看见了关同道 你叫我干嘛 面对曹莹的质问 关同咧嘴笑了笑道 我试试会不会痛 如果会痛的话 那就说明 这不是做梦 而现在看来的确不是做梦 因为你会痛 曹莹想杀人的 他怒道 那你瞧自己啊 你瞧我干嘛 关同白了他一眼 你这不废话吗 你瞧自己会痛啊 关同啊 老子瞧死你 他说着直接伸出手 对着关同的脖子下去 看到这儿 魏金元 阎老四等人 也是笑着摇了摇头 他们那气氛融洽 看着古墨哈的眼里 心绪不由的有些复杂起来 因为曾几何时 他们屋整会馆的气氛 也是那么好的 只是 不知道从哪一个开始 全部变了 他们分崩离析 内讧了 而在古墨哈 心绪复杂间 安宁宁则是打得有些羞闹 要知道 他从一开始心中 就没有将红莹放在眼里过 而现在 这个不被他放在眼里的红莹 竟然一次次扭转战局 如今 更是直接开始压着他打了 这让安宁宁的心中 有些接受不了 不可能的 你绝对不可能打得过我的 这不可能的 安宁宁看着眼前 那越打越冷静 手中逐渐 越快的红莹 紧紧地摇了摇银牙 然后 他拼命地动用体内的力量 将可提升自己的速度 反压制红莹 可是安宁宁发现 无论他怎么提升 红莹的速度和力量 始终都压他一头 到的最后 他还是被压制着 该死 该死 怎么会这样 安宁宁紧咬着牙关 心中气闷 他很想再提升力量 压制红莹 但是他实在是提不动了 单纯的速度和力量 他已经提升到极致了 难道我当真要输给这个贱女人 安宁宁看着眼前一场冷静的红莹 不甘地咬了咬银牙 不行 我绝不能输给他 他想着那体内的力量 突然灌入于蝴蝶双刀之身 然后他眼眸一淋 沉声说道 确认 翁 伴随着安宁宁之一语的吐出 他那手中的蝴蝶双刀 直接在此时 是冒起了血红色的光 同时几只虚无的血色蝴蝶 直接从双刀上显露而出 他们展翅着 那诡异的纹路于翅膀上显露而出 射人心神 那一刻 这血蝴蝶给众人的感觉 更像是来自地狱 阴忧而透着阴鬼的气息 接下去 我要你死 安宁宁感受到这血刃的显现 他直接面目猙獰地看了红莹一眼 然后 他直接手持着诡异的血色蝴蝶刀 再度对着红莹杀去 他的速度 适合依旧是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 当他这一招展出的时候 那红莹竟然硬生生的没有能够及时反应 被那蝴蝶刀直接一刀斩伤了手臂 蝴蝶的蝴蝶刀划过了红莹的手臂 直接便是在他的手臂上留下了一刀鲜血淋漓的口子 隐约的甚至还能看到几分白骨 看到这儿 官童 曹莹等人都是神色一变 心中一紧 然后官童皱眉的 这什么情况 明明感觉 安宁莹的速度没有提升啊 身为旁观者 他看得很清楚 安宁莹的速度没有提升 而既然速度没有升 那他又是如何做到的 把红莹打伤的呢 嗯 安宁莹的速度是没有提升 但是红莹的速度下降了 魏金元站在了官童的身边 突然出声说道 这一语 也是引得众人全部朝着魏金元看去 他们一个客满面的困惑 然后官童直接问道 红莹的速度下降了 什么情况 魏金元看着那 依旧在打斗中的红莹和安宁莹 眼眸微凝道 问题住在安宁莹手上的蝴蝶刀上 但那蝴蝶刀散发着一股很诡异的气息 能够喊动人的心神 所以每一次安宁莹对红莹动手 红莹要反击的时候 那蝴蝶刀上的诡异蝴蝶 便会借着那血光刺激红莹的心神 从而让得红莹心神恍惚 虽然只是那么一瞬的恍惚 但也足以让安宁莹取得仙机 伴至红莹了 听到这话 关通曹莹等人瞬间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然后关通直接忍不住道 我靠 你这不是明显的耍赖作弊吗 关通感觉 这就像在打斗里 对方 时常用激光照一下你的眼睛 扰乱你的视线 然后再趁机对付你一样 魏金元文言笑了笑 他神色平静地看着那激斗中的红莹 悠悠说道 人这辈子会遇到的打斗有很多 有光明正大的 也有卑鄙无耻的 你无法苛求这些 你只能做的 是拼了命去打赢这场打斗 只有这样你才能活下来 才能够退一遍 这世界就是这样 没有公平 只有优胜劣汰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一个小气泡 演播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54集 虽然关同曹烈等人 现在都感觉 这样的打斗对着红莹来说 非常的不公平 但是他们也知道 魏金元说的是对的 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 绝对的公平可言 所以你如果想要更好地活下去 能做的只能是在不公平中前行 然后让眼前的不公平压不到你 或者说败在你的手中 否则迎接你的不是失败 而是死亡了 我相信红莹 他一定能够适应过来 扭转战局 打败这无耻的安宁宁的 金采安在此时看着眼前那激斗中的红莹 出语说道 不错 他一定能够赢安宁宁 一定能 关同在这个时候直接点到复合金采安说 对 他一定能赢安宁宁的 众人纷纷在此时附和 然后他们一个个都是安静下来 宁神秉息地朝着安宁宁和红莹看去 开始认真地静静地观看大斗 而在他们凝视大斗间 苍穹上的龙幼 也差不多是要和唐风进行了所谓的决战 他踏了于半宫之上 周身巨龙环绕地看着那远处的唐风 嘴角微勾说道 唐风 不知道这一条龙你又斩得了吗 唐风门眼神色平静道 试试就知道了 龙幼笑了笑 然后他看着唐风道 好 那我就成全你 让你试一试 他说着摸了摸那游荡过来的龙头 笑着道 去吧 去宰了他 面对他的话语 那灰黑色的巨龙眼眸闪了闪 然后 他直接头颅一转 游荡到了高处 紧接着 他以俯视的姿态看着唐风一眼 嘶吼出声 恐怖的龙吟在此时 想荡而起 传荡于此地八方 从而 让那苍穹变色 四方动物瑟瑟发抖 那无形的力量 伴随着龙吟 朝着四方 扩散而去 让到此地的众人 都感觉到了一股无形的压力 这股压力 压得他们呼吸 迟致 体驱难受 当然 这也没有持续太久 因为 当这巨龙挑衅 判得对着唐风吼完以后 他便是直接一个腾转 整个身子席卷而出 对着唐风 冲杀而去 那庞大的身躯 在这苍穹上游荡着 直接遮挡了大半的阳光 那场景看得众人心惊 对此唐风 倒是显得平静 他只是想看着眼前冲荡而来的巨龙 眼眸凝了你 然后 他猛地纵神而出 主动地对着那头巨龙 冲掠而去 那速度之快 仿若流行 看得这一幕 龙幽并没有什么惊讶 也没有什么敬畏 他只是十分自信地看着 那冲杀而来的唐风 嘴角未扬 还真是有自信 这都敢主动冲杀过来 他笑看着唐风 那眼眸里尽是嘲讽 是的 龙幽的眼里都是嘲讽 因为他很清楚 这道灰黑巨龙拥有着 怎么样的力量 那股力量 莫说是唐风这样的九品 哪怕是十品都不敢硬汉的 只能避其锋芒 而引下唐风 却选择了硬汉 这简直愚蠢到家了 如此他又怎能不嘲讽呢 唐风 你知道吗 你这就是属于 主动送死的内心 龙幽看着那不断靠近巨龙的唐风 那嘴角实现 尽阳而起 接下去 在龙幽的注视下 唐风的那道身影 也是直接冲到了 那灰黑巨龙的身体 然后他想都不想 举起手中的青龙掩月刀 便是对着那巨龙的头颅 一刀斩下 死 下一场那青龙掩月刀 裹挟着那恐怖的灵气 带着那似连空气都可劈开的霸道力量 支持的便是轰在了黑色巨龙的头颅之上 然而 这一轰 唐风的青龙掩月刀 并没有将巨龙的头颅斩裂 相反的 那龙手坚固无比 所以 直接将他手中的青龙掩月刀 给斩断了 青龙掩月刀斩在那头颅上 直接便是 剑起了点点的星火 而后 整柄长刀在唐风那手上的恐怖劲力 以及头颅的坚固反阵之下 应声碎裂 长刀崩裂 瞬间便是断成了两截 看到这儿 唐风的神色 也是一变 他没想到这柄青龙掩月刀 竟然会因为承受不住 他所爆发的力量 以及那龙手的剑骨直接断裂 这是当真出乎了他的预料 而在唐风亚裔间 那被痛击的灰黑色巨龙 则是在此时反应过来 他看着眼前进攻失败的唐风 抬起那遮天的巨嘴 便是对着唐风 吐出了一道龙溪 恐怖的火焰犹如那滔天火海 从巨龙的嘴中 袭卷而出 朝着唐风 朝涌而去 而由于距离的过近 所以反应不及时的唐风 也是来不及抽身撤离了 接下去唐风连神色都没来得及一遍 那滔天的火海 便是将他整个人都包裹而下 那一刻火海漫天 这些便是将唐风整个人都埋葬在的其中 看着这一幕 关童 红霸等人都是神色紧变 不好 他们一个个心中紧揪而起 毕竟眼前的唐风 还是切切实实的 来了这灰黑色巨龙一击 那恐怖的火海 是真的将唐风吞噬进去了 而在他们担心间 吴松兰等人则是心中大喜 在他们看来 这头巨龙所喷出的火焰 恐怕连食品强者都能够杀死 而现在 唐风不但被这火焰给喷中了 还直接被吞噬在了里面 如此情况 唐风这区区九品 恐怕是死定了 看来我们赢了 吴松兰等人望着那苍穹上的场景 眼眸闪烁心中兴奋 但对此 古摩哈却是神色复杂 并没有表露出太多兴奋的神色 他只是看着那滔天火海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苍穹上 龙幽眼看着喜风巨龙 所喷出来的火海 直接冲在了唐风的体虚之上 并将其整个人都吞噬进去 他那嘴角也是忍不住的 扬起了一抹笑意 然后他看着那片火海 满是自信的悠悠而笑的 看来明年的今天便是你忌日的呀 唐风 不过你放心看在我们同时一场的份上 我不会给你上香的 哈哈哈哈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 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55集 此时此刻 不只是龙幼 可以说除关东等人以外 在场所有人全部都认为 唐风死定了 毕竟 这被火焰当头喷到 也就算了 还整个人都深陷在火海里 半天都没有出来 这不是死了是啥呀 苍穹上龙幼在认定 唐风死定了以后 那整个人 已是忍不住地开始自恋起来 他看着那悠悠火海 继续地笑着说道 说真的 唐风 原本我以为 你能够和我痛痛快快地再打一会儿 至少还能再坚持个几分钟 可是没想到啊 你竟然立一分钟都坚持不住 你还真是没用 他不住地呢喃着 那脸上尽是自得的笑意 然而 正当龙幼那么笑的时候 一个让他难以置信的场景出现了 置信的那滔天的火海里 唐风的那道身影 竟然像是个没事人一般 缓缓地走了出来 他那周身环绕着一股紫黑色的火焰 这股火焰 轻易地便是将靠近他体去的龙眼 给吸收得干干净净净 让他们无法伤到 唐风愤恶 这怎么可能 龙幼看到这瞳孔骤然一缩 满面都是难以置信的神色 他很清楚 他的那龙眼 是连十品枪着都能够烧死 炼花的存在 而唐风不过区区九笔 怎么可能低等地注射火焰呢 怎么可能能够活着从里面出来呢 不可能的 这绝对的不可能的 龙幼眼眸大瞪地看着那从火中走出 气势射人的唐风 无助地尼南着 心中无法相信 当然 无法相信的 不止是他 还有下面的胡宗兰等人 他们看着那直接从火里面走出来的唐风 一个个全部都是愣住了 在他们看来 唐风真的应该是死定了的 怎么可能又没死 这家伙究竟是不是人呢 胡宗兰抬头望着那已经走出火海 但身上依旧燃烧着紫黑色火焰的唐风 今朝疯狂翻诱 他开始有些怕了 他感觉今天这场必赢的局 或许会出问题 而在胡宗兰心中畏惧间 胡莫哈则是神色复杂地看着唐风 他认真地看着 那黑碎眼眸里的复杂意味 变得更浓了 然后 他忽然转过头 意味深长地看了胡宗兰等人一眼 苍穹上 此时的唐风静静地站立在那火海之外 他的那双黑眸里 透着鸡膜漆的金色纹路 那纹路虽然很淡很淡 但却透着一股连天地都畏惧的神韵 然后唐风看着龙幼道 本来我还以为你这火海有多强 还想多认真地抵御一会儿 可是没有想到你这火海的力量那么的孱弱 根本连靠近都靠近不了我 如此我待着也没趣的 也就出来了 所以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啊 面对唐风这话 龙幼的神色难看到了几点 他紧咬着牙关 看着唐风道 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能够抵御得住火海 但是如果你以为这样你便赢了的话 那我只能告诉你 你太天真了 给我宰了他 伴随着龙幼这一语的吼中 这头灰黑色的巨龙直接便是嘶吼了一声 然后他猛的一个翻转 带着那遮天蔽日的体虚对着唐风冲去 那獠牙血嘴进张间 显然是小将唐风直接给吞了 看到这儿 唐风道是神色依旧是平静 他只是看着这头看似恐怖的巨龙 直接悠悠的说道 刚才你用火来喷我 那么现在我便用你的火来对付你吧 翁 随着唐风的话语的吐出 那环绕在他身上的紫黑色火焰 忽然爆发出了一股很恐怖的吸尸之力 他们像那漩涡般 直接将唐风身后的滔天火海 全部都是吸尸了进去 而随着他们将火海吸尸殆尽 唐风也是看着那冲荡而来的灰黑色巨龙 吐出了四个字 还给他吧 这一语吐出 那藤丧在唐风身上的紫黑色火焰 忽然像只那喷泉般 将那吸尸进去的漫天火海 全部在此时喷了出来 恐怖的火海直接在此时席卷而出 朝着那通天巨龙冲荡而去 下一刹 那漫天火海直接便是 跟那灰黑色的通天巨龙撞到了一处 然后那火海 那火海瞬间蔓延着巨龙四分之一的体驱 同时牢牢地包裹住了他那巨大的头颅 头颅四分之一的体驱被火焰所包裹 这条看似无间不摧的恐怖巨龙 直接便是在此时痛苦的哀嚎出生 他那庞大的体驱也是在此时扭动了起来 他龙爪更是挥舞着 想要摆脱那滔天火焰 这可惜任凭这巨龙怎么摆动这体驱 怎么挥爪驱赶 那无尽的火焰就是笼罩着他的躯体 让得他难以动的 看到这儿 龙又也是紧张了起来 因为他很清楚 这条巨龙和他是息息相关 一旦这条巨龙真的被火焰给灼烧成灰心 那么相对的他也会受到重创 所以这巨龙绝不能死 尤其是不能那么憋屈地被自己的火烧死 凝水 龙又直接在此时手中印发一切 沉声喝倒 而听到龙又的声音 感受到他那指引他的印发 这头灰黑色的巨龙 也是在此时反应过来了 他直接便是仰头而起 喷出了过天的雨水 一时间的大雨倾盆 直接于苍穹之上呼散而下 看到这一幕 乌宗兰等人都是不约而同地松了口气 说真的 他们刚才真的担心 这灰黑色巨龙直接被烧死了 但是现在 他们不担心了 毕竟这么大的水 这火怎么可能烧得起 而和他们一样那么响的 还有龙又 他觉得当着这雨水冲出来的时候 巨龙便无忧了 然而接下去的一幕 却是直接向龙又看待了 因为他亲眼看到 在那雨水的冲刷下 那包裹着灰黑色巨龙的火焰 非但没有变小 反倒还变得更大了 那熊熊燃烧 仿佛要烧去这世间半变天 这 怎么可能呢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 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说实话 此时的龙又是真的被惊到了 他活了那么久 当真没有看到过那么古怪的事情 怎么可能油水扑不灭的火呢 毕竟他们现在是生活在现代 而不是生活在古时的上古 还有什么三美身火 遇水燃烧越恐怖 更何况 龙又自己那巨龙所喷出的火焰 是什么样的 他是最清楚的 正常来说 用水是绝对能够浇灭的 不可能像现在这样 越来越旺的 汤峰 你做了什么 龙又猛地将目光投向汤峰 他不傻 这火呀 是能够变成水泡不灭 一定有着被汤峰动了手脚了 不然 不可能是这样的 汤峰文言 倒也没有否认 他只是神色平静地说道 我在你的火里 加了洗驴我的火 要知道 汤峰的紫黑色火焰 可不是普通的火焰 那别说普通的水了 纵使是一些灵水 深水 都不一定能够浇得灭 而有他的火焰在里面 也就怪不得 这龙所喷出来的火海 无法熄灭了 文言 龙又的神色 变得难看起来 虽然 他不清楚 汤峰的火焰 究竟是怎么样的 但是 单从汤峰的火焰 能够轻易抵御住 那火海的亲事 他就知道 汤峰这火焰不简单 所以面对汤峰的话语 龙又并没有什么怀疑 他只是恨 恨自己轻敌的 这一招凝水 非但没能救得了驱龙 反倒让驱龙更危险了 汤峰 既然你不让我好过 那你休想好过 龙又面目睁年地看着眼前的汤峰 野猫透着浓浓恨意地吐了一遇 然后 他那手中印法直接一变 这一变 那被火焰包裹着的通天巨龙 直接放起来 继续喷水灭火 他直接在半空当中 一个腾转 便是带着那悠悠龙银 朝着汤峰冲去 那么呀 似乎是想在死前 给汤峰一击 来一下 玉石俱焚 看到这儿 汤峰想都不想 直接脚尖一点虚空 整个人 一直地倒射了出去 毕竟他不准 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 还成英雄 和这头灰黑色的巨龙去硬扛呢 浪费气力 他现在只需要等着 这火焰 慢慢把这巨龙给烧死就行了 苍穹上 龙幼眼看着汤峰 打头不打 直接理智地倒退而走 那神色 也是变得更加的难看了 他邀请着牙关 悠悠地说道 汤峰 你堂堂九品强者 竟然必战 你简直是丢欠了九药联盟 丢欠了我下坑五者的脸 既然龙幼这次知道 汤峰如果逃 他奈何不了汤峰 所以他故意说这种话 来刺激唐峰 想要让唐峰头脑发热 来主动和他巨龙拼 但可惜对于他的想法 唐峰一眼便看穿了 所以面对龙幼的话语 唐峰直接笑了笑 然后他便快速后退 便笑着了 我记得之前你和我说过 自古以来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等我赢了 我把你们全部都杀了以后 又有谁会知道我必战过呢 又有谁会说我丢下国五者的脸呢 汤峰笑着直接将曾经龙幼的话 全部都还给了龙幼 应的那龙幼神色难看到了几点 他是真的没有想到 这个唐峰这么的难缠 不仅仅实力强悍 而且还那么诡诈 无相有些强者 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 容易诱骗 不过说真的 我觉得你差不多 可以做好上路的准备了 正当龙幼那么想的时候 唐峰忽然在此时对着他又喊了句 从而再度刺激了龙幼 为此 龙幼也是彻底的忍不住了 他看着那暴退的唐峰 面目猙獰的怒吼道 你当真以为你跑 你必站 我便能奈何得了你吗 老子告诉你 你必站老子一样能够弄死你 伴随着龙幼这猙獰的话语吐出 那原本还疯狂追逐着唐峰的黑色的巨龙 直接在此时仰天咆哮了一声 然后他那躯体竟然在此时散发出了极为剧烈的白光 那白光大上之间 他那看似坚不可摧的体躯竟然在此时军裂开来 一道道的裂纹 直接是显露在了他的屈膝之上 看他这一幕 唐峰眼眸直接一闪 不好 他要自爆 几乎在唐峰 这想法诞生的一场 那原本追逐他的巨龙 直接便是在此时爆炸而开 那爆炸恐怖 让他那巨龙所在的位置 空间都是隐隐裂了开来 然后那似乎可以将山川尽毁 万里房屋仪为平地的恐怖灵力 瞬间以巨龙为基点 朝着四面八方 席卷而去 紧急着那离巨龙最近的唐峰 直接便是被这股恐怖的力量 冲到了 哄 恐怖的力量 冲荡于唐峰的体躯之上 直接将他整个人冲得嘴中吐出 使倒飞而出 当然 他只是倒飞出了一段距离 便是被这巨龙所造成的恐怖灵力风暴 给再度追查 然后吞噬而进了 而随着唐峰被吞噬而进 那恐怖的灵力风暴 就像是一朵蘑菇云 疯狂地朝着四周 扩散而去 最后 遮盖了半片仓序 那恐怖的场景 直接便是看清了下方的关筒 草猎等人 甚至 连的安宁宁都被眼前这一幕 给惊住了 我的天哪 这龙幼是疯了吗 大行人之间将他用浑身灵力所凝聚出来的巨龙给自爆了 关筒眼眸大瞪地看着那苍穹上堪比末日的场景 忍不住的惊骇出声 要知道 巨龙由龙幼所凝 巨龙的自爆在很大的程度上 就等于是龙幼自爆 所以这一场自爆 给龙幼所带来的伤害也是极大的 龙幼这么做当真是有些疯狂 你错了 他正是因为没有疯 所以才那么做的 魏金元凝视着桑球上的恐怖的场景 认真说道 因为如果他不那么做 那最终的结果 就是这巨龙孝散 而唐队 他什么事都没有 如此一来龙幼的损失 就明显比唐队大了 所以龙幼选择自爆 以伤害自己为代价 重创唐队 甚至于杀了唐队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一个小旗胖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说实话 龙幼能够达到今天这个境界 并且获得东方换神的称号 他依靠的绝对不仅仅是天赋 还有的是果学和狠辣 当他知道 双方将持不下的结果 最后只有他的巨龙陨落的时候 他便非常果决的选择了 将那条巨龙自爆 因为这样一来 虽然他会受伤 但同样的唐风也会受伤 而对龙幼来说 相比于唐风不受伤 但损失一条巨龙和唐风受伤 他也受伤无比 龙幼更偏向于后者 他宁愿两个人一起受伤 也不愿意单纯的 他损失一条巨龙 唐风什么事都没有 所以可以说 龙幼他有着该有的狠了 这也是为什么 他能够一路披荆斩棘 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原因 院子里 卫星员仰头望着苍穹上 那恐怖的云朵 他那苍茫的眼眸里 也是忍不住的泛起了 屡屡的波澜 龙幼这家国的确是个人物啊 至少 这种敢于断臂伤人的举动 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魏老 你还有心自夸的呢 他这都要把唐风给拼死了 关童听着魏金元的话语 忍不住的出声抱怨 他那看着苍穹的眼眸里 满是担忧 魏金元笑了脚 然后 他看着那生事害人的恐怖苍穹 淡笑道 这都一路走到这里了 你还没了解你们这个唐队是什么样的人吗 他可不是那么容易杀死的 尤其是魏金元 想到了那阎王显现的时候 他是更加确定 唐风 不会那么容易死了 毕竟这家伙可是 连阎王都是朋友的人 话虽那么说没错 不过我还是挺担心唐队的 关童撇的撇嘴 然后他看着那苍穹上的恐怖场景 难难道 毕竟这股自暴实在是太恐怖了 的确 这股自暴是很恐怖的 因为纵使是他们相隔那么远 站在院子里 都能够感觉到这股自暴的冲击 那一个个都是皮肤火辣辣的疼 将来如果是普通人在这里 恐怕直接都要被影响的吐血了吧 放心吧 这子暴再恐怖 都不会有主子太恐怖 魏金元看着苍穹上的场景 那言语里满是对唐风的自信 嗯 我也觉得唐队他不会有事的 金蚕点了点头 不可了魏金元的话 而有了他们两个那么说 众人原本的紧张和担忧的心血 倒是纷纷松了那么些 他们只是看着那悠悠苍穹 期待着唐风能够安然无恙的出现 而相比于他们的看好 吴宗兰等人就完全不是那么想的了 在他们看来 唐风刚刚受到低波自暴冲击的时候 便直接被冲得吐血了 而面前都这样了 那后面还了得 他们感觉后面冲击在唐风的身上 肯定会把唐风给冲得四分五裂 死无全尸的 所以总的来说 唐风这次死定了 嗯 虽然这代价大了点 不过总算还好 这结局不错 忽宗兰看着灵力风暴席卷的悠悠苍穹 眼眸里露出了欣慰的笑意 是的 接下去 唐风一死 对面就取农无首了 咱们就赢定了 旁边那名光头男子也是在此时笑着附和 对 咱们赢定了 众人纷纷地笑着附和 那场景 当真有种纵使外面在风吹雨打 里面温暖如春 笑意昂然的感慨 气氛相当的好 看到这 沈欣怡刘伟等人也是露出了教育 毕竟情绪是会传染的 眼下 胡宗兰等人都那么的轻松高兴 他们受到影响下 自然也会有点的 更何况 他们也和胡宗兰等人一样 认为唐风死定了 如此 怎能不高兴呢 院子里 那依旧和红鹰在缠斗着的安宁里 也是在这个时候 面颊露出了得意的笑意 他看着眼前这个明明已经落于下风 但依旧和他死斗着的红鹰 调笑说道 哈哈哈哈 你看到了吗 你的男人 被我的男人打中了 这一次 他看来是死定了呢 红鹰文言 神色冰冷地挥着剑 他不会死 他坚信 唐风他不会死 哼 到得现在 还在自欺欺人 你难道没有看到 你男人在被彻底轰重前 都被打得吐血了吗 都这种状态了 还不会死 安宁宁笑着 那话语里透着欺负 我说了 他不会死 要死 也是龙又死 红鹰 红鹰 依旧是面无表情的 威武之力线 他才奴隶地 适应到蝴蝶雪光 安宁宁闻言 请牟里犯过了一抹杀意 然后他看着眼前的红鹰 直接阴森冷笑道 哼 说真的 他们两个究竟谁会死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你 马上就要死了 伴随着这句话的突出 安宁体恤之内的力量 彻底被压榨得爆发而出 然后 他提着手中的血色蝴蝶刀 更为狂猛而凌厉地 对着红鹰下去 杀得红鹰 节节败腿 那场景 看在秦轩 关通等人的眼中 也是让着他们那心 再度地提了提 接下去 在众人这般紧张的注视下 那苍穹上的恐怖灵力风暴 也是渐渐地散了 然后 龙用那道距离爆炸点颇远 受到影响颇小的身影 率先映入众人的眼帘当中 只见得此时的龙友 已经完全不复刚才的 替躺形象了 他身上的衣衫 已经破烂不堪 同时 他那体虚之上 还有着不少新增的伤痕 不过好在 这些伤痕都不是很重 没有严重到健骨的地步 所以相对来说 给人感觉还好 没那么恐怖 除此之外 龙幼的嘴角 还残留着血迹 很明显 他这是自爆了巨龙以后 体内受到重创 从而吐血的残留 看到这胡宗兰 沈欣仪等人的面颊之上 全部都是露出了兴奋的效应 还活着 龙幼他还活着 他们一个个抬头 看着那心中兴奋之息 而等到兴奋差不多以后 他们也是将目光 转而朝着那灵力风暴 最浓郁的地方看去 那里是唐风曾经站立的地方 所以他们盯着那里看 想看看唐风结局怎么样 而在他们的注视下 那浓郁的灵力风暴 也是缓缓散去 从而露出了其内的场景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58集 苍穹之上 等到那最后的 一点灵力风暴 散去的时候 那在场的胡宗兰等人 全部都是瞳孔一缩 神色大变 因为他们亲眼看到 在那里唐风 正静静地站立着 他的身上 衣衫破碎不堪 倒倒猙獰的伤痕 带着那阴红色的间歇 从中 显露而出 整个人看上去 显得非常的狼狈 但无论他多少狼狈 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 那便是他没死 这怎么可能 众人看着他 踏力在于苍穹之上 虽然浑身伤痕 但依旧孤傲战里 没有倒下的唐风 神色当中满是 惊骇难以言之色 他们当真难以相信 在那么恐怖的自爆下 唐风竟然还能活着 要知道这股力量 足可炸死 数十名酒品 几名食品 这样 他都扛下来了 这也太不是人了 吴宗兰等人 看着那苍穹上的唐风 眼眸不住地震颤着 心中逐渐生出了 浓浓的恐惧 甚至 有那么一瞬 他们都怀疑 唐风 他究竟是不是 酒品了 而在他们那么想见 安宁宁 也是被眼前这一幕 给惊到了 他那轻眸 注视着苍穹上的景象 满是难以置信的到 这家伙 是怎么做到的 安宁宁他素来孤傲 平时别说 胡宗兰这等层次的人 纵使是 其人对的杀战他们 他都不怎么瞧得上眼 这事件似乎 唯一能够让得他 高看的野旧龙友 燕北璇这几个人 然而 眼下 他却不得不对 唐风高看一眼 毕竟 这唐风能活下来 着实有些恐怖 至少他是绝对做不到的 苍穹上 龙幼看着远处的唐风 看着他虽然受伤 反倒是更凶悍的模样 那面颊之上 满是震撼难言之色 他皱眉 喃喃地说道 不可能的 你不可能还活着的 那股力量 他再清楚不过 在这股力量下 唐风怎么可能还活着 这一定是假的 一定是 文言 唐风倒是神色平静 他看着龙幼 耸了耸肩道 不好意思 从小我妈 并给我生了一副 铜皮铁骨 所以你的这点 小瓜小蹭 对我来说 真的没什么影响 这一语 也是自己的龙幼 眼皮抖了头 小瓜小蹭 他竟然说 我的自爆 只是小瓜小蹭 龙幼感觉 唐风这是在 嘲讽侮辱他 唐风 龙幼牙关 在此时紧咬而洗 他那看着 唐风的眼眸 充满了无尽的杀意 但是 他不敢再随意上前了 因为唐风 表现出来的战力 着实太诡异了 唐风一次又一次地 超出了他的预料 而在龙幼激怒间 唐风则是 神色平静地看着他 继续说道 接下去 你还有什么招数吗 如果没有的话 便要轮到我了 龙幼神色一变 他很清楚 单单论防御 唐风都表现出 那么恐怖 且逆天的战力了 想到这儿 龙幼立刻急语说道 我当然还有招数 只不过 我怕你不敢接 唐风文言 不由地一笑 那你尽管地使出来吧 龙幼松了口气 他等的就是 唐风的这句话 因为这样 他才能继续保持助攻 唐风 才不会 直接地杀过来 好 既然你这么说了 那我便成全你 龙幼想着 他直接神色冰冷地 看着唐风 然后他强撑着 那有些疲惫的体虚 手中的印法一结 天幻 森罗鬼 伴随着龙幼这话的突出 一股无形恐怖的幻力 瞬间从天而降 然后 众人便是看到 一座广阔到堪比 一座平原的森林 突然与苍穹上 是显现而出 并对着唐风 镇压而去 那座森林有着一片黑色的林木 那林木上 浓烟滚滚 有着无数黑色的咕噜头 在嘶吼着 呼喊着 现在十分的恐怖 众人只看着心中 便是生出了战力感 看到这 唐风却是淡然一笑 然后 他看着那苍穹上 那遮天壁日的恐怖森林 看着 那像是人间地狱般的场景 唐风直接是笑着说道 雕虫小气 你敢翻门弄斧吗 咻 这一点 一道流光 直接从唐风 那手指指尖是飞了出去 然后毫无意外的 指尺地射在了 那森林之上 啪啦 那一抹微小的流光 射在那森林之上 便仿佛是一滴雨水 滴在了辽阔的大海当中 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 毫不起眼 然而 正是这一滴 毫不起眼的雨水 它在滴进这座广袤森林的时候 直接掀起了一阵 恐怖的滔天巨浪 随着 折磨流光 冲进这座森林当中 这原本气息恐怖 仿佛可镇压天地黑色森林 直接便是被那大水冲垮的堤坝 瞬间 溃塌而去 那整座森林层层崩毁 那一场 众人甚至能够看清楚 看到那无数临目的倒塌 厚图崩裂散落的恐怖场景 胡宗兰等人 看到这儿 都是忍不住倒气的口凉气 心中震惨 唐风他究竟是不是人呢 那么恐怖的手段 竟然弹指之间 便被他给毁了 他们看着那心中 对唐风的畏惧更深了 然而 他们却是不知道 眼前的这座森林 看似庞大恐怖 实则都是虚的 这只是一道幻想 他们是在进行幻术的比拼 而在幻术上的比拼 那所消耗的力量 其实很小 听得完全是造诣和掌控力 所以这一切 其实没有他们看到的那么疯狂 当然 这事对龙友 无论怎么看 都是很疯狂 因为刚才的那一招 可是他曾经引以为傲的幻术 他曾经就用过这招 硬生生的让他数十名同级强者被吓破了弹 惊恐而死 可是现在竟然被唐风是弹指给破了 这让他有些难以接受 难道 他的幻术造诣 当真比我高吗 龙友 紧咬着牙关 一直以来 他最引以为傲的便是幻术了 可是今天 他最引以为傲的东西去一次次被唐风所打扮 这让他很不甘心 不 我不相信 龙友也冒死死的 是定着唐风 我的幻术绝对不会比任何一个人要差 绝对不会 随着这恐怖的念头在自己的心中产生 龙友在像是疯魔了一般 对着唐风是疯狂的结印 以一连施展了是八十多道的幻术 先换 乾坤十二天门 先换 八万弥罗神手 千须 三十六神魔鬼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一千零五十九集 悠悠的苍穹上 那一道又一道的幻术 被龙友给施展了出来 然后降临此地间 那一刻在众人的眼中 此地仿如炼狱一般 整个苍穹之上 既有那化成巨大的 咕噜的浓浓黑云 也有着那仿佛从地狱里冲出来的 恐怖地狱骑士 还有那像是从乱葬缸里 伸出来的无数鬼手 总之 各种恐怖的幻想 全都在此时降临 那场景 方如末日 院子里 胡宗兰等人 看到这一幕 他们直接都身子站立起来 那一个全都是面颊发白 浑身冒汗 心中恐惧 有些弱的 便是直接承受不了 跪倒在了地上 显然 这些恐怖的幻术 虽然没有实质性的伤害 但是在精神上的打击 却是十分恐怖的 所以精神意识不够强的人 直接便承受不住了 与此同时 关童 曹烈 以及童霸等人 也是一个个 面颊煞白 深透虚汗 说实话 他们此时已经看出来了 眼前的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都只是龙幽的幻术 可总是这样 他们依旧是躲避不了 受到影响 他们还是中招的 所以可以说 有些幻术 就是那么恐怖 哪怕你明知道是真的 你都会沉沦进去 这就是一名幻术强者 真正的实力吗 这也太恐怖了 关童 仰望着 藏穷上那恐怖的场景 心潮忍不住地翻涌着 以前 他还觉得幻术 其实没有太大的用处 顶多就是像唐风这样 用来当个极好的辅助 但做不了主攻的手段 但是现在 他感觉幻术炼制天风 其实也很恐怖 至少眼前的这一切 如果是全部降临在 他的身上的话 那他恐怕是必死 而且是生不如死 院子里 安宁宁看着眼前的这一切 也是心潮繁荣 然后他并没有像众人 那样惊涛害浪 相反的 他像是有些心灵扭曲一般 看着那藏穷上的 无数阴森幻想 满是享受说道 这才是世间最美的景色 简直太迷人了 安宁宁真的很喜欢 这样的末日景象 很喜欢这样的幻术 而在他那么想见 苍穹上的龙幽 则在此身面目 猙獰地看着唐风 他那额头轻轻爆起 浑身血脉膨张 像个疯子般看着唐风 唐风 你不是自认为 你的幻术天下第一吗 那行啊 有能耐你把我的 这些幻术全部给破了 龙幽说这话的时候 他那身上还有着血珠 从毛孔里渗透出来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一下凝聚出 那么多的幻术 已经超出他自身 能够承受的范围了 所以可以说 此时他的整个体虚 就在超幅和运转 随时都面临着崩溃 这毛孔渗血 事实开始 唐风 有能耐 你就将我这些幻术 一一都给破了 龙幽眼眸冲击地 看着唐风 咬牙切实地挑衅他 你行吗 唐风文言笑了笑 然后他看着眼前的龙吟 咬你那么成亲成义的请求了 那我就答应你吧 今天我便让你看看 可为一箭破万法 他说着 直接缓缓踏步而出 朝着龙幽走去 看到这一幕 龙幽眼眸闪了闪 然后他想都不想 便是手中印法一变 操控着两道恐怖的幻术 朝着唐风阵去 那是一道千里血尸 一道万里金睛 他们两道幻术 都是在此时对着唐风 狠狠地镇压而去 看到这儿 唐风白急地嘴角 犯过了一抹笑意 然后 他像是没有看到 这两道恐怖的幻术 镇压过了一番 只是神色平静地 向前走着 直到走到那两道幻术 快到他身前的时候 他才是缓缓地抬起手 伸出剑指 箭指一出 一股恐怖的剑气 瞬间从中 席卷而出 并朝着四面八方 过散而去 而后 众人便是看到那 所谓的两道幻术 在碰到那剑气的时候 直接便是一 随功拉朽之态 被损毁殆尽 他们一层层地崩溃 彻底消散 至此 两道幻术 连腾风的一脚都没有办法 便结束了 看到这 胡宗兰等人再度眼眸一闪 毕竟 唐风这举动 等于是在间接地 又一次证明 他的幻术远比龙幼的要强 而在他那么想前 龙幼也是有些疯狂了 在他看来 那两道幻术虽然不是最强的 但怎么说 都是他精心准备的 怎么会那么容易地 便被唐风给破去呢 唐风 龙幼在此时忍不住地 暗暗地咬了咬牙 然后他看着眼前的唐风 再度手指引发一变 这一变几乎十道幻术 在此时于那苍穹之上 降落而下 朝着唐风镇压而去 所以在那一刻 众人竟能看到那苍穹上 有着万道鬼魔呼嚎笨腾 又能看到 有着千万的骷髅从这黑云中走出 对着唐风杀了过去 最后还有能看到 便是那道道紫黑色的雷霆 像是活了一样 学着那苍龙的模样 直接齐全咆哮着 对着唐风杀去 这一切一切的幻术 此时 全部朝着唐风一个人震去 看到这 众人心中不由的一锦 毕竟这可是十多道幻术 这么多的幻术 如果全部都弄在 他们这些人的头上 那他们绝对 是要暴体而亡的 甚至说 活活被吓死都有可能 然而这让他们感到无尽 恐怖的那么多的幻术 在唐风的眼中 简直像是过家家一样 毕竟唐风的幻术造诣太高了 当年在神域的时候 他便已经学会了差不多 所有低中高层的幻术 然后还时常参悟幻术打倒 将幻术的境界 修到了一个巅峰 所以和他这样的幻术境界相比 龙幼的幻术真的像是小孩子学的 普通的很 唉 唐风看着那轰荡而来的无数幻术 忍不住的叹了口气 悠悠的说道 虽然我很不想说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 幻术不一定要靠量取胜 也可以靠质 比如我这样 伴随着唐风 这话语的突出 唐风紧握着自己的手指 呈剑指的状 然后他猛地在此时 对着眼前的无数幻术 一剑斩下 我有一剑 可斩万道幻术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 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当着唐风的一线 斩下来的时候 一股冲天的剑衣 瞬间从他的指尖 爆发而出 然后化成了虚无的剑影 朝着前方 猛然斩落 那一刹剑影 斩落而下 所到之处 所有幻象 全部崩毁而去 万般幻影 皆在此时 层层的崩塌 消散于天地间 那一剑所过 仿佛天地万物 皆化为虚无 众人看到这一幕 皆是在此时 神色骤变 心头奇奇道歇的口良心 尤其是 吴宗兰等人 他们之间 都是惊在那里 说不出话来 毕竟那可是 十多道恐怖的幻术 那所蕴含的神念 是无比强大的 可是 就是那么强大 且繁多的幻术 竟然被唐风 一剑全部给斩毁了 这唐风得有多小 与此同时 安宁宁也是再度 被唐风给惊到了 因为这可是足足 十多道的幻术 这就一剑给破了 唐风这是何等的剑力 只是安宁宁不知道 唐风之所以 能够一剑毁了 那么多的幻术 靠的不是剑力 而是他的神念 是的 唐风在这一道剑力内 融合了他的一缕神念 而要知道 是没做过帝尊的人 他的神念 可是非常强大的 纵使是一缕 都足可拧压龙幼 制造所有的幻术 而诞生的神念 所以 龙幼这些 以精神力所维持的幻术 在靠近这道剑力的时候 也会那么轻松的被击溃 噗 幻术被剥 龙幼那整个人 像是瘦了重创一般 直接一口鲜血就吐了出来 然后 他那整个人 直指的向后倒退了树 那蜜色惨白的模样 显得狼狈无比 那场景 也是看得胡宗兰等人 暗暗地咧嘴 心虚复杂 而在他心虚复杂间 龙幼也是直接抬起了头来 看见了远处的唐峰 他那猙獰的面颊之上 满是不甘 为什么 为什么你对幻术会那么的精通呢 你究竟是什么人 是什么人 一直以来 他都自认自己 是下国幻术第一人 可是今天 他确切 是切切实实地尝到了 幻术被碾压的滋味 而且还是完全的碾压 半点还手的余力都没有的那种 这让龙幼有些怀疑自己 更有些无法接受 所以他忍不住地对着唐峰发问 他真的想知道 为什么唐峰的幻术造诣 会那么的恐怖 而面对龙幼的问语 唐峰却是显得十分的平静 他看着龙幼道 你想知道我是谁 是吗 那行啊 那我就成全你 他说着脚步猛地朝前一踏 咚 这一踏 踏那脚 直接在他身前的虚空上 踏出了一道无尽的波澜 然后 那道波澜 像是水波一般 逃着四面八方 过散而去 只一瞬间 便是过散至此地的半个仓去 从而将龙幼和他所制造出来的那无数的幻想全部笼罩而行 看到这儿龙幼的眉头直接就皱了皱 他不知道唐峰这又想搞什么鬼 不过他的不知道 只持续的一瞬间 因为很快的 一变出现了 蒙 伴随着这道水波 破散至半座苍穹后 一道无形的幻里直接从天而降 笼罩了半个苍穹之上 然后龙幼便看到眼前的景象变了 只见到他的眼前直接从浩瀚苍穹挂成了一座血海 而在那血海的尽头 海岸的边上 则跪着一群人 这群人身上透散的气息 且十分的恐怖 至于有多恐怖 龙幼形容不出来 所以在这群人面前 龙幼感觉自己就是蝼蚁 他们一个鼻息 便可以让他消失在这世间 这世间怎么会有这么多恐怖的存在 龙幼看着那密密麻麻跪在地上的身影 心中震颤不休 当然 更令他震颤的 还不是这群恐怖的人 而是他们现在的举动 是的 他们在下跪 在向眼前的一座建筑物下跪 这座建筑物看上去像极了金字大 但是 它却不是金字大 因为它不是用黄土砂石 也不是用黄金白银堆砌起来的 而是骷髅头 不错 是一颗颗骷髅头堆砌起起来的 那密密麻麻的足足有数十万颗之多 而在这人头所堆砌起来的建筑物顶端 这有着一个王座 那王座同样也是用骷髅头打造而成的 此时在那骷髅王座之上 正坐着一个巨大的身影 这身影带着银色的面颊 右手脱塞 像是正在甲位 龙幽看着这道身影 黑毛波澜危急 说实话 眼前的这道身影 身上并没有像地上的那批人一样 透散出极为恐怖的气息 但虽然如此 龙幽却不会小覷于它 毕竟 能够让那群恐怖的人顶礼膜拜 绝对不是小人物 所以 龙幽在此时静静地看着它 想要看清楚 而似乎是因为受到了它的凝视 那道身影在此时缓缓睁开了眼眸 哄 这一针 一股内敛于身的恐怖气息 瞬间刺丧而开 那气息一瞬便是纵横了千万里 让得这万里之内所有生灵 全部在此时瑟瑟发倒 战力拜佛 同时 无数的星辰日月 像是感受到此人的出现一般 奇奇地齐聚于它的上空 仿佛对它顶礼膜拜 臣服派马 那万道星河 更是纵横于它的头顶 为的光耀加深 那奇景万千 让得天下众生为产 看到这一幕 龙幽那新潮也是疯狂的翻涌而起 说实话 他曾梦想过要成为强者 但是他却从来没有想过成为这样的强者 这真的太恐怖太强悍了 这究竟是谁 龙幽看着眼前的这道身影 心中微颤 而在他震颤之间 那道身影像是指导的心中所想般 缓缓地伸出手 摘下了脸上的面具 而这一摘 龙幽便是神色惊变 因为那道身影展现出来的容貌 不是别人 正是唐风 这 怎么可能 龙幽神色大变 通孔微缩 他看着眼前那道仿佛只手可振天下 异于可杀万人的通天身影 新潮便疯狂地翻涌了起来 因为他无法相信 眼前的这道恐怖身影 竟然就是唐风 这是假的 这一定是假的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 一个小旗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61集 说实话 当的龙幽看到那张脸 是唐风的脸 他是完全不信 眼前这道身影 是唐风的 他只当 这是唐风拿来忽悠他的幻想 然而 接下去的一幕幕 确实让他 变了想法了 只见了 眼前的场景 直接开始变换 他开始看到唐风 刚刚穿越到神域的场景 开始看到 唐风穿越以后 经历各种的磨难 慢慢适应过来的场景 开始看到 唐风刻苦修炼 勇闯无数险境的场景 开始看到 唐风为那世界活下来 九死一生 一步步朝着上面攀爬的场景 那一幕幕 从唐风到神域 再到创险境 九死一生 再到被人追杀 绝地反击 再到 以血蛛救道路 一股铸造王座 最终 登临地位的场景 这一切的一切 囊括了唐风整个半生 看见了天地黑暗 腥风血雨 而当最后一幕 唐风踏着枯骨 缓缓登临地位 坐上那王座的时候 龙幼终于相信 眼前的这一幕 不是假的 更不是什么狗屁幻术 它就是真的 真的人生经历 那属于唐风的人生经历 也就是说 眼前的唐风 他曾是神帝 刷 瞳孔骤然一缩 龙幼终于明白 为什么他幻术天赋那么高 都比不过唐风 甚至说 在唐风的面前 现在如此孱弱了 因为唐风是神帝 神帝一念 何必天地幸好 其实他这种人的精神力 何必你的呢 他也终于明白 为什么无论他怎么努力 都打不过唐风了 因为他们双方的层次 根本就不在一个档子 哪怕唐风的境界 跌落到了九品 他们也不在一个层次 唐风要败的 轻松至极 现在 你知道我是谁的吗 正当龙幼心中 那么恍然的时候 那坐在王座上的巨大身影 直接在此时看见了他 那悠悠的话语 传荡到他的耳中 让得他心神一阵 然后 龙幼抬头看着眼前的 这道王座上的身影 神色疯狂地变了变 最终 他咬了咬牙 不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是谁 是的 龙幼没有承认 他心中已经认定的想法 他拒绝地承认 这连他自身 都已经承认了一切 因为龙幼无法接受 唐风他真的是神帝 无法接受 他真的就这样输给唐风 所以 他连自己心中的想法 都是违背的 这是假的 这一切都是假的 是你为了吓我 所以制造出来的幻想 唐风 你骗不到我的 龙幼在此时 面目猙獰地看着唐风 疯狂地嘶吼着 对此 那王座上的唐风 却是什么都没有说 他只是 用着那看蝼蚁般的眼神 看着龙幼隐约间 还透着怜悯 而也是这种怜悯 让得龙幼更加的疯狂了 他疯狂地在云地嘶吼了起来 是假的 这一切都是假的 或许是龙幼的情绪波动过大 也或许是因为 他扛不住唐风的 这些幻想神 又或许是因为龙幼 不相信自己心底的想法 导致肉身和灵魂开始不合 总之在龙幼 这疯狂的含语下 他的整个体虚 开始发生变化 他整个身子 开始不规则地扭曲 他的眼睛 鼻孔等地方 开始流血 总之 在这一刻 龙幼那整个人 就像是自我毁灭般 开始一寸寸扭曲 一点点地崩溃 从身体 载到灵魂 地面之上 胡宗兰等人并不能看到 唐风所施展的幻术 他们唯一能看到的 只是龙幼 还有龙幼所施展的那道道的幻想 此时在他们的眼中 龙幼正站立在苍穹上 疯狂地扭动着身子 他在自己扭动着 好像挣扎着身 只是龙幼越挣扎 他那气窍所流出来的血 并越多 同时他身上的各个关节 也扭曲得更厉害 只不过不知道为什么 龙幼好像察觉不到这一切般 依旧在这疯狂地扭转着自己的身子 从而间接地摧毁着自己的身子 而至于 龙幼之前所释放出来的 那无数道的幻想 这就显得平静得多了 这些幻想 像是被什么东西 给震慑住了一般 他们齐齐在此时 安静不动 甚至隐约地 还能够感觉到 他们在颤抖 在恐惧 吴松兰等人目睹着这一切 都是忍不住地咽了口唾沫 心中震颤 这究竟是什么情况 他们是真的看不懂 眼前这诡异的一切 究竟是怎么回事 而在他们看不懂间 安宁宁则是 轻谋疯狂地震颤着 他心中呢难道 幻术 这是幻术镇压 和龙幽待在一起那么久了 安宁宁对幻术差不多 也是有些了解了 他知道 眼前之所以会出现龙幽自毁 幻象站立的场景 那是因为龙幽被幻术镇压了 而且是直接镇压到灵魂深处了 所以龙幽才会出现 那么诡异的自动流血的场景 只是安宁宁不明白 唐风究竟是施展了什么样的幻术 竟然能够将龙幽折腾成这样 这家伙 真的是人吗 安宁宁看着苍穹上的唐风 她那心中不由地生出了点点的畏惧 当然和她一样畏惧的还有沈心仪 此时此刻 沈心仪望着苍穹上的场景 盲目自信的她 终于开始自我怀疑了 她开始觉得苏蒙的话或许是对的 她不应该把毒主吓在龙幽的身上 她应该吓在唐风的身上的 唐风才可能是真正的胜者 她后悔了 而在沈心仪后悔间 关童 童霸等人目睹着苍穹上的场景 却是异常的兴奋 因为他们看出来了 唐风要赢了 他们的唐队要赢了 啊哈 我就知道唐队都会赢的 我会赢的 关童直接在此时高兴的朗笑出声 对此 曹烈等人虽然没有像他这样直接说 但是 他们那看着苍穹上的激动神色 差不多也是暴露了他们心中的想法了 他们也觉得 唐风赢定了 苍穹上 此时的唐风 并没有去关注地上的场景 他只是在这个时候平静地看着 那已然 欺哄流血的龙幽 他看着龙幽扭曲到 终于扛不住 缓缓地跪了下来 他看着龙幽跪在地上依旧死死挣扎的场景 然后 唐风缓缓地吐了一语 够了 上路吧 那一刻龙幽的灵魂深处 像是有什么东西 炸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 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62期 悠悠苍穹上 当着唐风那话语从水中吐出 龙幽只感觉他那灵魂深处 发出了一道沉闷的爆炸声 然后他的知觉 便是好像飞走了一样 没了 紧接着 他那体内的灵力 像是失去堵人般 疯狂地流失 疯狂地流失 哪怕龙幽用尽全力 想要保存住他们 都是没用 那灵力就像是那滚滚浪水 朝着体虚之外 流淌而去 消散于世间 与此同时 龙幽那眼毛皮 却突然增加了万斤重量半 有些挣不开了 哪怕他努力地 想去抬那眼毛 都是无法阻止 那眼毛的剑剑下河 然后 龙幽那整个体虚 终是抗制不住 直直地向后扬倒而去 直追而下 怎么会这样 呼啸的冷风 在耳畔吹他 龙幽感受着体内 生机不可阻碍的 消散而去 他那看着唐峰的眼毛 也是透着浓浓的不甘 但是 任凭他再不甘 他也无法扭转 这已然消散的生机 他只能 眼睁睁地看着 唐峰的那道身影 在他的眼毛里 越来越远 越来越小 院子里 胡松兰等人 眼看着龙幽那道体虚 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 像是那拖了线的风筝般 屋里的落坠而下的龙吟 他们那新潮 一直疯狂地翻涌而起 他们眼眸大瞪的满是恐惧 出事了 这叫彻底出事了 他们知道 龙幽死了 而龙幽一死 他们也完了 毕竟此地最强的是龙幽 而龙幽都解决不了唐峰 那凭他们这些人 可能吗 怎么办 这下该怎么办 吴宗兰神色着急 心中慌乱 他有些后悔了 后悔和投靠了龙幽 基于灵葬的机缘和唐峰 去作对呢 早知道如此 他当时就应该选择是中立的 毕竟 如果他选择了中立 那凭借他就要联盟队员的身份 唐峰应该是不会杀他的 可是此事再后悔 一切已经是完了 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吴宗兰着急着 心思乱转 与此同时 沈心仪那整个人 也是愣在了那里 他看着苍穹上 明显已经陨落 直坠而下的龙幽 面颊彻底的杀白 他的眼眸里满身难以置信 他是真的没有想到 龙幽这么一个名声在外的食品强者 竟然最终栽死了唐峰 这么一个区区九品的手上 这真的是太出乎他的预料了 心意姐 这下我们怎么办 怎么办呢 刘伟等人 看着那坠落而下的龙银 整个人 也是彻底的慌了身 毕竟 他们现在可是和沈心仪一起 跟着龙幼的 这龙幼死了 那他们下场会怎么样 他们简直不敢想 刘伟等人现在只是后悔 后悔他们刚才不应该跳反 笑得那么早 要知道他们刚刚 可是以龙幼赢定了呀 所以直接便翻脸 嘲讽唐峰等人了 这可是拉了很大一段的仇恨 而如果早知道龙幼会输 那他们打死都不会那么早跳反 反而会一直忍下去 如果那样的话 那唐峰等人纵使算账 也只会算沈心仪 不太会算他们的账 而沈心仪死了 那他们是无所谓了 反正对他们也没有特别大的损失 只是现在来看 这一切都完了 欣仪姐 我们该怎么办 怎么办 刘伟等人一个个都身子开始打颤了 沈心仪 看着他们这模样 也是谋其厌恶 都给我闭嘴 一群废物 面对她的贺耻 刘伟等人 先是乖巧的应了应 但是很快的他们反应过来了 现在的他们 已经不用再看沈心仪的脸色了 凭什么还要听她的 还要受她的气 想到这 刘伟朝着方伯看去 然后 他们的眼眸里 不约而同的浮现了一个念头 拿下沈心仪 向唐峰等人邀功 随着这个念头的诞生 刘伟和方伯甚至 在此时 缓缓地朝着沈心仪走去 他们走到沈心仪的身边 然后 将手放到了沈心仪的肩膀上 看到这 沈心仪直接眉头一皱 她满是仙气地看着他们 呵斥道 你们做什么 在她的眼中 她是唯有龙幼这种人 才能配得上的 别的人都不配碰她 心仪姐 你先别生气 我是想和你说 我们有办法可以 稳当地解决唐峰 刘伟对着沈心仪低声说道 嗯 沈心仪眼眸一闪 然后 她立刻转头 看向了刘伟说道 当真 真的 刘伟点头 不过 这方法在这里说不方便 还请新仪姐 跟我们两个到医院在后面去 我们和你说 然后一起开始计划 沈心仪闻言 柳眉微醋 说实话 如果是平时 她是绝对不相信 刘伟和方伯能够想到这种手段 但是眼下 前面已经是死路了 所以一点点希望 她都会拼命地去抓 包括方伯二人 或许不靠谱的话 反正在沈心仪看来 解刘伟和方伯二人 一万个担子 他们都是不敢对她不利的 只是 她不知道 有时候人到绝路的时候 什么都会做得出来 毕竟 兔子急得还要人 更何况 是人呢 好 我跟你们进去 沈心仪没有多想 直接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然后 她直接转身而过 朝着那会馆内走去 前往那无人的后院 看到这 刘伟和方伯 他们互相看了一眼 他们的眼眸里 都生起了一抹阴性 而后他们 皆是非常默契地 踏步而出 朝着后院走去 他们走着 那眼神都盯在 沈心仪背后的某些部位 满是贪婪 沈心仪 他们看着那嘴角 笑意更深了 然后 他们和沈心仪一起 消失在了会馆 进到了后院内 而随着沈心仪三人的离开 那站在一旁的安宁仪 也是眼眸闪了闪 她感觉 沈心仪往后走 一定是去躲起来了 毕竟眼下携局已经注定了 想到这 安宁仪的眼眸 再度地闪了闪 然后她猛地纵声而出 朝着乌城会馆外冲去 是的 她也要逃跑 逃离这里 只是安宁仪的身影 刚刚掠起而出 红婴的那道身影 便是挡到了她的身前 然后红婴举剑 对着安宁仪 直接一剑斩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 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清脆的声音 在此时相当而起 安宁仪那道刚刚冲出去 没有多少距离的身影 直接便是被红婴给一剑斩了回来 她那身影直直地在地上 划出了一段距离 那拿着蝴蝶刀的双手 被红婴这一剑斩得发麻 而在她双手发麻肩 那拦阻她的红婴 则是直接落到了地上 然后她手持立剑 看着安宁仪说道 想走 有没有问过我 面对红婴这话 安宁仪的眼眸里 也是泛过了屡屡的寒意 她面目透出了凝色 你找死 脚步猛地跺地 安宁仪的那道身影 直接在此时抱舌而出 她以极快的速度 来到红婴的身前 对着红婴杀去 她想得很清楚了 既然不能立刻逃走 那她就拿下红婴 只要能够拿下红婴 她便能够用红婴当人质 然后威胁汤风 让她离开 贱人 这都是你自找的 安宁仪眼眸阴厉地 看着眼前的红婴 咬了咬牙 然后她那手中的 狐猎双刀 疯狂地对着红婴 挥一挥去 当当 那寒光漫天 直打的红婴 结结败退 看头这 关童曹烈等人 都是紧握着拳头 他们很想上去帮忙 但是 一想到刚才问心源的话 他们又是忍住了 所以 他们只是紧握着拳 毛头紧张地 看着他们激动 当然 看红婴激斗的 还不只是他们 苍穹上唐风 再将龙幼震杀以后 她并没有直接落下来 对着胡宗兰 安宁宁等人动手 相反的 她只是降落到了院子上宫 然后平静地 看着安宁宁和红婴打斗 既然她也清楚 这对红婴是一次磨练 是她的机会 如果红婴 能够打败安宁宁 那必然将再一次褪变 成为真正的强者 接下去 在众人的注视下 红婴和安宁宁的激动 也是越来越凶利 当然 之所以会那么凶利 是因为安宁宁进攻的 越来越猛了 毕竟 虽然唐风没有直接对她动手 但是有些人 只要站在那里 那就是压力 就像人考试的时候 健康老师虽然什么都没有做 也什么都没有说 但是她只要站在你身边 便会对你的心理 造成极大的压力 所以在这压力下 安宁宁对红婴的进攻 变得更加的疯狂 她想快速拿下红婴 好逃离这里 傻傻 在安宁宁这疯狂的进攻下 红婴的身上 也是增添了一道又一道的伤痕 那阴红色的鲜血 几乎浸染了她半个地区了 那凄惨的模样 别说关东等人看不下去 纵使胡宗兰等人都看不下去了 简直是惨虐呀 只是纵使明明已经被伤得那么惨了 红婴她还在坚持着 而且她并没有因为身上的伤势 变得行动迟缓 战力下降 她一直都是保持着高昂的姿态 以那不变的活力 迎战着安宁宁 那成绩 也是看到安宁宁 都有些怀疑人生 这世间哪有那么打不死的人呢 这女人 简直就是疯子 安宁宁看着眼前纵使百战之伤 都不退半步 还咬牙和她死战的红婴 那神色也是难看到了极点 说实话 如果可以 她是真的不想和红婴这种疯子打 但是她知道 眼下她没有选择 她必须打赢红婴 才有希望求得一线生计 这是你逼我的 安宁宁看着眼前的红婴 咬了咬银牙 然后 她那眼眸里闪过了一抹红光 纵而直接激发了她所修炼的禁术 这禁术一激发 她那本来已经到极限的力量 再度又提升了不少 而这力量一提升 再加上那蝴蝶刀上诡异的血色 对红婴的影响 瞬间便是打的红婴 连还手之力都没有 那刀影 现是暴风骤雨一般 打向红婴 打的红婴 纵是败对 还伤口急增 看到这关通终于 有些忍不住 她拳头紧握着 不行 再这样打下去 红婴 她就死了 她说着便是打算上前帮红婴 然而正当关通要这么做的时候 汤穹之上的唐风 忽然开口了 她看着红婴说道 有时候打斗不一定要用眼睛去看 可以用心去感受 心在感受的时候 是最不会受到外物的干扰 这一鱼 平静 但却非常惊喜地传进了红婴的耳朵当中 从而瞬间点响了那苦苦想要适应那蝴蝶血色的红婴 她心中低难道 用心 去感受 红婴想着 然后她竟然十分大胆地在此时缓缓闭上了眼睛 开始凭借听力 以及那隐约的心灵感应 去对战暗婴 而她这么一做 动作瞬间比之前慢了许多 毕竟红婴在这方面可算是初出毛路 根本就没有使用过这种打法 看到这 暗婴婴瞬间乐了 她正愁没有办法能够快速打败红婴 结果唐风便主动来了一个助攻 帮助她 让红婴主动地削弱了自身的战力 她怎么能不高兴 这下你还不死 暗婴婴看着眼前愚蠢至极的红婴 她那嘴角直接掀起了一抹笑意 然后她那手中蝴蝶双刀 更为迅气地对着红婴杀去 这一次 她当真是轻轻松松便杀了红婴 节节败退 甚至有好几次都差点把红婴给杀了 那场景险笑还生 看得关通 曹烈等人的心都是掉起来了 在场 唯独唐风的神色是平静的 因为她知道 安宁宁不敢真的对红婴下杀手 她只是想把红婴给拿下 用来威胁她 所以她不担心红婴会死 她只是担心红婴能不能把握住机会 掌控她所给的体点 从而彻底的蜕变 接下去 在唐风和众人的注视下 红婴也是和安宁宁不住地打斗着 他们持续了足足半个小时 红婴竟落了下方 眼看着红婴她就要落败了 然而也是在这个时候 红婴像是忽然习惯了 她那出招开始变快了 一招又一招 一件又一件 红婴变得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几分钟以后 她已经可以接住 安宁宁所有的刀斩了 看到这 安宁宁也是神色微变 开始慌乱了起来 怎么会适应得那么快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64集 说实话 安宁宁想过 红婴可能会慢慢适应 唐风教她的方法 但是 她没有想过 会适应得那么快 毕竟 用心感应 用心战斗 那可是很高深的战斗方法 很多人 是要修炼几年 甚至几十年 才能够做到的 而现在 才多久呢 仅仅前后不到一个小时 红婴她就熟悉 掌控这方法了 这也太疯狂了吧 该死 我不信 一定是错巧 一定是 安宁宁看着眼前 将她那一招招 全部挡下来的红婴 忍不住的新招翻了翻 然后 她紧咬着阴牙 手中招式直接一变 然而让她自己的进攻 直接由左侧变到了右侧 安宁宁觉得 如果红婴 刚刚只是因为 习惯了她的进攻方式 是凑到的 那么当她将进攻 仿佛忽然变了 那红婴一定是挡不住 所以 她变了出招的方法 下一招 安宁宁的蝴蝶刀 再度打在红婴的利剑之上 是的 纵使她改变了 出刀的方法 她 还是被红婴的利剑 给挡住了 也就是说 红婴不是凑到的 她是真的适应了 这种以心感应的打法 该死 这怎么可能 安宁宁看着眼前 向她的招数 悉数挡下的红婴 忍不住地咬了咬银牙 那眼眸里 满是难以置信 她无法相信 红婴竟然真的 将她的出招挡住了 这不现实 不现实 血蝶 血蝶 安宁宁心中 稍稍的慌乱 然后进攻失败的她 开始转而催动力量 进入蝴蝶双刀之中 想要用血蝶来干扰红婴 但可惜啊 此时的红婴是闭着眼睛的 她的这招干扰 根本就半点用都没有 半倒因为 她将大部分力量 转到了蝴蝶道上 导致她的出招变慢了 而这一慢 直接就被红婴给抓到气会 她手中长剑翻飞 直接开始专手围攻 下一场 红婴那利剑挥舞 只打她那猝不及防的 安宁宁节节败腿 同时那一道又一道的伤痕 在她的体虚之上 现现而出 看到这 胡宗兰等人的神色 也是大变 他们没有想到 红婴竟然那么快 便适应了唐峰的打法 开始反攻 这群家伙究竟是不是人啊 胡宗兰看着眼前 压着安宁宁打的红婴 她甚至开始怀疑 唐峰这一群人 全部是不正常的 毕竟唐峰那么逆天 也就算了 这随便摘出一个红婴 也那么逆天吗 这也太疯狂了吧 而在胡宗兰 新朝翻涌间 关童 曹烈等人 则是瞬间兴奋了 他们看着那手中 长剑翻飞 打得安宁宁 节节败退 身上伤痕不断增加的安宁宁 心中激动无比 啊哈 成了 红婴的退变了 他们知道 至此以后 红婴算是真正跨入 九品墙这行列了 这天下千 将彻底有她一席的位置 以后 咱们恐怕都击步不了她了 关童看着那越打越猛 眼看着好几次 都要将安宁宁拿下的 忍不住 高兴地说道 曹烈闻言皮了她一眼道 说得好像你先打得过她一样 众人听到这话 纷纷忍不住地朗笑出声 对此 关童也是面色一红道 你这家伙 稍说两句 会死是吧 曹烈说道 不愧死 会疯 众人看着他们两个人 那顶嘴的模样 也是忍不住地再度朗笑出声 那场景 也是欢快得很 看到胡宗兰等人 都是忍不住地暗暗咧嘴 毕竟 这战斗还没有结束呢 关童等人 就感觉已经是和打完了一样 正当胡宗兰那么想的时候 那疯狂进攻红鹰找到了机会 直接一个剑步踏上 极为光猛的一剑 站在了那刚刚被打退的 安宁宁的双刀之上 然后 那刚刚倒退 都还没有反应过来的安宁宁 他的那手上双刀 直接便是被红鹰打得虎狗崩利 一柄蝴蝶刀 没有拿稳掉落在了地上 蝴蝶刀掉在地上 安宁宁的神色也是直接一变 毕竟他拿着两柄蝴蝶刀 他勉强和红鹰应个旗鼓相当 这如果少了一柄 那还怎么和红鹰斗 想到这 安宁宁立刻想蹲下身子去捡 只是 他的身影刚刚打算蹲下 一刀寒光 便是在他的眼前闪掠而起 让他的瞳孔一缩 下一刹 安宁宁想都不想 立刻举起手中 另一把蝴蝶刀 牵去割挡 蝴蝶刀挡住红鹰的那一剑 安宁宁的虎口直接 便被这长剑上所爆发出的力量 给轰得进一步的军力 那心血直接剑洒而出 同时 那恐怖的劲力 让得安宁宁直接重重地坐在了地上 体驱坐在了地上 直接发出了一道沉闷的重响 然后 安宁宁感觉 她那下身的骨头 都像是在此时要碎裂开一番 疼痛无比 看到这 吴宗兰等人 也是忍不住的暗暗咧嘴 毕竟这场景 看上去都疼 更别提 真的受那么一招重击了 而在他们咧嘴间 一招发完的红鹰 也是手中力尖一转 直接打算对着安宁宁来第二剑 看到这 安宁宁神色骤变 然后她想都不想 立刻对着胡宗兰等人 呵斥说道 你们还愣着做什么 还不快点动手 这个时候 她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 只能求助于胡宗兰等人 而对于安宁宁的贺涵 胡宗兰等人 先是愣了愣 然后 胡宗兰咬了咬牙 便是打算抽身而上 带着众人 签去帮安宁宁 因为此时的他们 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他们知道唐峰不会放过他们的 所以他们只能一条道走到黑 帮助安宁宁 对付红鹰 对付唐峰等人 动手 胡宗兰猛的喊了声 然后他便是带着众人 前去救安宁宁 看到这 关同曹列等人 直接便是打算动手 亲吓胡宗兰等人 然而 正当他们要动手的时候 那一直站在胡宗兰身边的古墨哈 确实在此时爆燃而起 他猛的一掌派出 狠狠地打在了胡宗兰的后背之上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 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65集 后背猛地瘦了一掌 胡宗兰都还没有反应过来 是怎么回事 但他整个人便是直接在此时飞了出去 重重地摔落在了地上 然后一口阴红色的鲜血 直接从他嘴里吐了出来 鲜血吐出 直接灼燃天地 看到这一幕在场中人 全部都是愣了 关筒等人也是愣了 胡宗兰这一方的人也愣了 甚至连安宁宁都是愣住了 他们都不明白 古墨哈为什么会突然反水 古墨哈你疯了 竟然对我动手 胡宗兰猛地在此时转过身来 看向古墨哈怒涂 你这是以为这个时候反派我们 唐锋 他并会放过你 你别做梦了 在他看来 古墨哈这个时候反水 对他出手 只有八九是想杀了他 戴罪立功 好让唐锋放过他 你错了 我杀你并不是想戴罪立功 让唐锋放了我 我杀你只是为了那些被你杀死的会馆 兄弟 古墨哈看着眼前的胡宗兰 直接沉声道 胡宗兰文言一愣 他倒是没有想到古墨哈 这人是为了他们杀他的 当然 别说他没有想到 在场其他人也没有想到 甚至连的那些义路 跟着古墨哈的会馆 其他人都没有想到 因为在他们看来 古墨哈应该是完全背弃那些 被杀死的会馆众人 投靠龙幼了 毕竟刚才杀会馆众人 陷害卓音的时候 古墨哈都是有份的 按道理说 是应该不会随意变化的 我知道 在你们眼中 我已经是背叛者了 但是我告诉你 我从来没有背叛了唐锋 背叛了关童等人 也背叛了你们 但我从来没有背叛过 吴城会馆 古墨哈 像是看穿了众人心中所想 所以他直接继续沉声道 吴宗兰一愣 然后他直接笑了 你这是在开玩笑吗 刚才难道你没有杀 物中会馆的人 对 我是杀了 那是因为我知道 他们必死无疑 所以我不想让他们 死在你们这种人手上 我宁愿由我来背他们的性命 胡宗兰道 这些你都可以辩解 那捉音呢 这个你又怎么说 面对胡宗兰的这句问语 古墨哈 直接说道 我是愧对他 因为我是无能的 害得他被龙幼给击步了 但是我并没有杀了他 胡宗兰再度的不屈息而想 古墨哈 你是在和我开玩笑吗 刚刚大家明明的亲眼所见 你杀了卓音 现在你来和我说你没有杀他 你是涉事 当我们都隐瞎吗 这话一出 中人都是忍不住的附和 的确 他们刚刚是亲眼看到胡宗兰 把卓音给杀掉的 而且还是为了龙幼杀掉的 怎么可能说 古墨哈没有杀卓音 而对于胡宗兰的话语 古墨哈倒是显得平静 他直接说道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 你们都不会信 没关系等我杀了你们 输了心中罪念以后 我自会带汤峰 他们去见卓音 到的那时 我会引就自杀的 古墨哈 他这一语说的是认真的 半点没有撒谎的感觉 为此物中会馆的众人 一个个也是忍不住的心潮泛起 情绪复杂 而在他们情绪复杂间 古墨哈则是看着胡宗兰道 胡宗兰 我便先取你的命 以为我那些死去兄弟的在天之灵 他说着猛的纵声而起 直接对着胡宗兰杀去 看到这儿 胡宗兰也是神色一变 然后他看着眼前的古墨哈 直接咬牙道 混账 你算什么东西 凭你也想杀我 说完 他猛的一挡拍在了地上 让他自己的整个人 直接从地上振飞而去 并对着古墨哈 硬汗而去 下一刹 他们这两道身影 直接便是在此地大战而起 疯狂的对着对方 汗杀而去 那激斗之声 瞬间 向荡藏去 当然 按照正常来说 其实古墨哈 不是胡宗兰的对手 但是奈何刚才 胡宗兰刚才 受了古墨哈一掌 战力大打折扣 所以 他们双方在这一次的打斗中 算是打了个不相上下 并没有直接分出胜部 看到这一幕 那些跟随胡宗兰的人 稍稍的愣了 然后 其中几名胡宗兰的死忠小弟 直接抽身而出 先去帮胡宗兰 而随着他们的加入 那本就勉强和胡宗兰 打成平手的古墨哈 瞬间落入了下腹 一时间 变得现象还生 看到这 胡宗兰也是瞬间得意而起 他看着眼前狼狈无比的古墨哈 宁笑道 哼 古墨哈 既然 你想要杀我 为你的同伴报仇 那我就先杀了你 给我垫底 胡宗兰想过了 反正他是要死的 死之前 如果他能够先痛痛快快地 把古墨哈这个偷袭 他的魂杖给杀了 那也算是一大块 古墨哈文言 没有说话 他只是咬着牙 拼命地和胡宗兰打斗着 哪怕他身上的伤势 不住地夹住 他还是咬着牙 和他们打斗着 并且是近乎拼命地打斗 就好像他真的是在为会馆的兄弟报仇 所以能杀一个 便是一个 为此 那帮助胡宗兰的手下 也是有些被古墨哈那决绝的气势给惊到了 他们没有想到古墨哈 竟然会那么地拼 而在他们被惊到肩 会馆的那些手下终于动容 他们清楚 如果古墨哈是演戏 那根本就没有必要那么拼 演得差不多就可以了 而眼下古墨哈可是真的把命给豁出去再打 文主 我来帮你 一名块头很大 手上还拿着一根狼牙棒的男子 终于率先看不下去了 他直接高喊了一声 然后他纵身而出 先去帮助古墨哈 我也来 另一只手持双骨剑的女生 也是看得心中动容 直接抽身而出 冲到了古墨哈的身边 对着胡宗兰等人杀去 而有了他们两个人的带头 其余屋城会馆的人纷纷响应 他们纷纷偷身而上去 前去帮助古墨哈 对胡宗兰等人动手 一时间那原本 局势瞬间就扭转了 原本是胡宗兰等人围着古墨哈的 而现在 直接变成了古墨哈等屋城会馆的人 围着胡宗兰等人杀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66集 该死 怎么会这样 胡宗兰眼看得乌城会馆的众人 冲到古墨哈的身边 帮助古墨哈 对着他围杀而来 他那神色 也是难看到了极点 他没有想到都这样的 古墨哈的号召力 竟然还那么强 你们这群蠢货 古墨哈他是骗你们 你们竟然野心 胡宗兰忍不住的 对着这群 朝着他杀来的 乌城会馆众人直接喊道 在他看来 乌城会馆这些人 现在应该是和他一条船的 不应该帮着古墨哈来杀他 哼 纵使是受骗 我等也愿意 那名手持狼牙棒的大块头 直接在此时冷横出声 他们都这样的 其余的人自然也是如此了 看到这 胡宗兰的神色 也是难看到了几点 他知道 他已经拉不回他们了 想到这儿胡宗兰 直接对着那孩愣在那里 没有来帮他的手下喊道 你们还愣着做什么 还不来帮忙 面对胡宗兰这一语 他的那些手下 这才反应过来 然后他们纷纷抽身而上 前去帮助胡宗兰 而他们这一动 算是彻底拉开了 双方大战的序幕 接下去 胡宗兰这一方的人 和乌城会馆的所有人 直接便是打了起来 这所谓的内讧 正是开始 看到这儿 管彤和曹烈等人 互相看了看 然后他们 竟是十分默契地点了点头 直接抽身而出 对着胡宗兰那群人 杀了过去 毕竟 对于他们来说 无诚会馆的人 终究是他们的兄弟 是九要联盟的人 只要他们 回过几时 那还是可以拉一把的 更何况 古墨哈刚才的那些话 他们也都听见了 其早有心悔改了 杀 那一刻关童 曹烈 以及魏金元等人 纷纷冲吕而出 对着胡宗兰等人杀去 直杀的胡宗兰等人 节节败退 此伤惨重 看他这一幕 安宁宁也是急的 毕竟按照这可驱使下去 胡宗兰等人会死 他也跑不了 想到这他彻底忍不住 直接抽身而出 对着了铜霸冲去 那一幕倒是看愣了 在场的某一部分人 因为在他们的眼中 铜霸的实力不弱 而安宁宁又是受伤的状态 这个时候 他去找铜霸 显得有些不明智 他们感觉 纵是安宁宁要抓新的人质 你应该挑实力弱点的 怎么会挑铜霸 然而他们不知道 安宁宁之所以选择铜霸 是深思熟虑过的 因为安宁宁知道 沈欣宁已经暗中 把铜霸策反了 所以这个时候 他只需要冲到铜霸的身边 然后让铜霸佯装 背他擒住 那他就可以用铜霸 威胁唐风 然后带着铜霸一起离开了 算是简单而有效 铜霸 住我 安宁宁猛地冲到了铜霸的身前 然后他直接低声说了去 玉手便是立刻对着铜霸的拨梗扣去 他扣得不是很慢 但也不快 因为安宁宁觉得 铜霸是肯定会帮他的 不然他如果把铜霸背叛唐风的事情捅出来 铜霸也不好过 然而正当安宁宁那么理所当然地决的是 铜霸却是在此时直接伸出手 反抓住了安宁宁的浩腕 大手伸出 铜霸轻而易举地便是将安宁宁的鲜血浩腕握在了手中 看到这儿 安宁宁不由的神色微微一变 因为他没想到 铜霸竟然非但没有主动地让他抓住 还反倒抓住了他的手 铜霸 你这是在做什么 安宁宁下意识地皱眉 低喝了声 铜霸咧嘴于响 然后他看着安宁宁道 你倒主动送上门来 让我抓了 你说我是在做什么呀 面对铜霸这话 安宁宁的神色直接一变 然后他看着眼前的铜霸 焦鹤说道 铜霸 你敢 铜霸闻言直接一笑 然后他想都不想 手中猛地用力 直接一扭 咔嚓 吓一吓 安宁宁都还没来得及反应 他那御手的手腕 便是被铜霸给扭成了麻花状 那御手的骨骼 全部尽碎而去 御手被扭断 安宁宁直接痛苦地 发出了一声淒厉的哀号 对此通霸不由眉头一皱 吵死了 他说着十分耿直地 一脚踢在了安宁宁的胸膛上 胸膛被拽 安宁宁只感觉一股恐怖的劲力 直接在胸膛上爆发而开 然后 他那整个人便是直接被踢得倒飞了出去 重重地摔落在地上 一口鲜血从嘴中吐出 同时 他那凄厉的寒雨 瞬间戛然而止 那场景看得在场众人 都是奇奇的道歉的口凉气 而在众人的息息之间 那一拳打死一人的关童 也是直接落在了同霸的身边 然后 他看着那倒在地上 欺散无比的安宁宁 咧嘴笑着道 老通 你这下手有点狠啊 就是 人家可是女的 你这下手那么狠 有些过分了啊 曹烈同样的在此事一拳打退一人 对着通霸笑着说道 他活该 谁让他喊那么大声呢 同霸神色淡漠道 关童听到这话 直接笑着说道 你 这真是个钢铁之男 曹烈耸了耸肩 赞同 关童看向地上的安宁宁 故意说道 安姑娘 我真是挺同情你的 找谁当人质不好 偏偏要这老通 可怜哦 面对他的话语 安宁宁并没有生气 相反的 他只是怒势向了同霸说道 你们不应该在这里嘲讽我 你们应该杀了他 对他动手 这话一出 关童曹烈等人都是乐了 然后 关童看着安宁宁道 安姑娘 我如果没得记错 老通刚才那一脚踢的是你的胸膛 而不是你的头吧 怎么这一脚下去 你的脑子还不灵了呢 让我们对老通出手 你这是在开玩笑吧 曹烈等人门言 也是纷纷笑了出来 而对于他们的笑语 安宁宁则是面色畅红 气氛无比 她紧咬着阴牙 看着他们说道 你们是应该对她动手 因为 她是叛徒 她早已暗中和我们勾结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 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 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67集 安宁宁的话语 来得突然 让得在场众人 心神都是一阵 包括秦轩 司徒勋等人 包括胡宗兰 古莫哈等人 因为他们都没有想到 安宁宁会说出这样的一番话来 好一会儿后 秦轩率先的浪笑出声 他看着地上的安宁宁 犹如看着一个傻子 哈哈哈哈 你这是在和我们开玩笑吧 佟队长是叛徒 和你们勾结了 你这片傻子呢 众人文言 也是纷纷狼笑出声 在他们的眼中 谁背叛都可能 佟阀绝不可能 毕竟同罢 可是他们这个队伍的副队长 如果这副队长都背叛了 那他们这个队伍 还怎么整啊 这不是开玩笑吗 对此 安宁宁倒是依旧神色素人 他宁神说道 我知道你们不相信 没关系 我这里有证据 这话一出 众人的笑意都是止住的 他们都是在此时 奇奇地朝着安宁宁看去 他们想看看 安宁宁究竟能够拿出什么证据 而在众人的注视下 安宁宁直接 用她那还能动的左手 在身上掏了许久 掏出了一部手机 然后她拿着手机 对着众人说道 这证据就在我的手机里 等你们听完 你们就知道了 说完 她直接翻出了 手机里面的录音 是的 当时沈欣怡和同罢谈判的时候 沈欣怡是悄悄地 把他们两个人的对话 录制下来了 同时 发给龙幼 而龙幼他们 便把这份录音给拷贝了 因为他们其实 也不是非常信任铜霸 担心铜霸 有可能还会翻水 所以 他们拿着这个 随时可以威胁铜霸 可以说 这玩意儿是个 控制铜霸的好把柄 只是安宁宁没有想到 她拿出这东西的时候 竟然是在 引下这个镜框下 而且她拿出这个东西 不是威胁铜霸 而是要报复铜霸 拖着铜霸一起死 铜霸 你记住 这是你逼我这么做的 安宁宁眼眸阴狠地 看了铜霸一眼 显然 刚才铜霸 那翻脸不认人的举动 彻底惹恼了她 所以 她打算 拿出这个和铜霸 预示剧焚 想到这儿 安宁宁直接按下了播放按钮 这一播放 那有关于 铜霸和沈心仪谈判的声音 瞬间从安宁宁的手机当中 传了出来 听到这儿 在场众人全部都是停下了打斗 静静地听着录音 这一听 他们也是发现 安宁宁说的是真的 铜霸 她早就和沈心仪他们 暗中勾结 并投靠龙幼了 怎么可能 秦轩等人听着这录音 神色上直接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 毕竟 在他们的眼中 铜霸也是值得他们敬佩的对着 怎么会是叛徒呢 与此同时 古墨哈等人也是神色复杂 似乎 他们也有些难以相信 铜霸竟然会是叛徒 而在他们那么想见 安宁宁则是直接看向众人 昂首说道 现在你们相信 我没有撒谎了吗 面对他的这句问语 众人不由沉默了 包括秦轩等人都沉默了 他们有些不知道说什么了 而在他们的沉默间 铜霸突然伸出手 扣出了关铜的脖鸽 那举动来得突然 也是让他在场的众人一惊 而在他们惊海仙 关铜则是拼命地握住铜霸的手 面子战红道 铜霸你做什么 那模样显然是挣扎得有些难受 看到这 秦轩 司徒寻等人的眼神 都是一变 然后 他们都是看向铜霸 惊声说道 铜队 而在他们惊声间 安宁宁则是直接一笑 他看着眼前的铜霸 直接冷笑道 哼 怎么 现在想反抗了 你早干嘛去了 安宁宁觉得 铜霸如果早那么识趣 什么事都没有 他和铜霸都能安全地跑出去 而且铜霸的名声还能保住 他们还不知道铜霸背叛 但是偏偏 铜霸要选择翻脸不认人 最终导致现在的这个结局 这一切 真是铜霸咎由自诩 哼 铜霸 你还真是活该啊 接下去 你就陪着我一起死吧 安宁宁看着眼前的铜霸 冷笑道 他可不信 铜霸真的能够凭借 关铜当人质逃出去 铜霸文言没有说话 不过 他没有说 关铜倒是说话了 关铜看着眼前的铜霸说道 老铜 你听到了没有 他让你陪着他一起死 你还不快点放开我 陪他一起去死 哦 铜霸应了声 然后他当真把夹着关铜脖子的手放开了 这非常随意的一幕 也是直接看愣了众人 包括安宁宁 他们都是眼眸大瞪地看着铜霸 满是惊诈 这 什么情况 而在他们惊诈的目光下 关铜则是对着众人 咧嘴一笑道 嘿嘿 不好意思 和大家开了个玩笑 刚刚其实不是老铜用手掐我的脖子 而是我自己拿着老铜的手 掐我的脖子 说实话 这一次 纵使众人再聪明 他们都没有想到 这事情的真相竟然是这样的 最重要的是 关铜那么做屠杀呢 对此 关铜像是看穿了他们心中所想般 直接咧嘴而笑道 嘿嘿 我就只读个乐子 这一语众人再读无语了 而在众人无语间 关铜则是笑着看见了安宁宁的 安宁宁 我劝你不要白费力气了 我老是告诉你吧 老铜的所谓叛变是假的 这一切其实都是堂队受益的 这话一出 众人皆是哗然而开 他们坚满是诧异地看着关铜 看着唐锋 什么 这一切竟然都是唐队受益的 真的假的 与此同时 安宁宁也是一脸的不信 她摇着头 满是不甘地看着关铜说道 不可能 不可能的 这绝对不可能是假的 你在骗我 骗我 关铜耸了耸肩说道 我骗你有什么好处啊 真是的 安宁宁沉默 她那轻谋大瞪着 依旧还是一副不信的神色 对此 红英在此时提着剑走了过来 她看着安宁宁说道 关铜说的没错 同队的叛变是唐队受益的 可以说 沈欣怡收买同队的那个晚上 同队便将沈欣怡收买她的事情 告诉唐队了 然后 唐队便直接让同队按照计划 继续假意投靠了 因为唐队觉得 如果这样做了 我们不但能够借用同队 看你们究竟想闹什么幺蛾子 还能够偶尔借用同队 从你们那里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而且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或许 我们还能够借用同队 在最后的关键时刻 反杀你们一把 安宁宁温言 神色变得异常难看 他没有想到 一切的真相竟然是这样 竟然是唐风 在幕后操控一切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 一个小旗胖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68集 院子里 此时所有人 都是将目光投向了安宁宁 那眼神里满是同情 毕竟 安宁宁费尽心机 折腾了那么久 结果到的最后 非但什么都没有得到 还得知了被耍的真相 这真的是有些惨 也是在众人那么想的时候 倒在地上的安宁宁 猛地在此时纵身而起 朝着外面肥快地逃窜而去 显然 他终究是果断的 在知道自己 拉同把一起死的希望 没有了以后 安宁宁趁着众人分神的一场 再度选择了逃跑 这也算是安宁宁最后的希望了 都不用唐风动手 紧请红莺 便把他彻底拦下来了 冰寒的剑椅 在此时闪过安宁宁的眼眸 下一场 安宁宁都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红莺的长剑 并已经抹过了他的脖子 从而夺了他的生机 脖子被抹 阴红色的鲜血 瞬间从安宁宁的脖子上 剑洒而出 然后 他那整个人 也是眼眸大瞪的 满是难以置信地看着前方 身子无力地倾倒而去 就这样 安宁宁前逃的体虚 直接没有沾纹 摔倒在了地上 他的脖子躺血 眼眸大瞪 体虚抽搐的模样 简直是有些不甘心 他忍不住张嘴 喃喃地说道 怎么回 这么快 面对安宁宁的话语 红莺手持着燃起的长剑 神色淡漠地俯视着安宁宁道 因为 这一剑 我睁着眼 众人闻言一愣 然后 他们下意识地 朝着红莺看去 可不是吗 此时的红莺眼睛睁着 而红莺闭着眼睛 出见速度都那么快 自然就更别提她 睁着眼睛了 对此 安宁宁也是理解了 但纵使是这样 她还是非常的不甘 毕竟 对于她来说 她可是梦想着 要和龙幼等人 一起踏着巅峰 成为下国最强者行列的人 而现在 她竟然就在这里了 她怎么能够甘心呢 想到这儿 安宁宁大睁着眼睛 看着前方 最终吐出大口的鲜血 喃喃地说道 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 她这样呢喃着 最终眼眸暗淡 缓缓死去 看到这儿 红莺等人 都是神色平行 没有半点的同情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 像安宁宁这种人 真的是死有余辜 所以对于安宁宁的死 他们非但没有同情 相反的 他们还有些庆幸 庆幸这世上 少了安宁宁这样的人 庆幸九一联盟 少了一个祸害 住住 而随着安宁宁的死去 胡宗兰等人 也是彻底明白 大势已去 毕竟龙幽 安宁宁都已经死了 接下去 他们还拿什么 和唐峰等人都 想到这儿 胡宗兰直接举起双手 对着唐峰说道 唐队 我愿意投降 求唐队心战 饶我性命 说实话 胡宗兰这不投降还好 他这一投降 那些本来还没有 太多骨气的手下队员们 纷纷放弃了武器 对着唐峰跪地投降 毕竟 连胡宗兰这个领头的 都投降了 他们怎么可能还坚持 一时间 胡宗兰等人 全部都是在此时跪了下来 对着唐峰 求饶说道 我等愿想 求唐队饶命 饶命啊 看到这儿 关童 红英 乃至于古墨哈等人 都将目光看向了唐峰 毕竟 不管他们 是想杀胡宗兰等人 还是不想杀胡宗兰等人 眼下这里 都轮不到他们做主 做主的是唐峰 而在他们的注视下 唐峰则是神色平静地 看着眼前的胡宗兰等人 说道 你们愿意投降吗 这话一出 胡宗兰心中一喜 在他看来 唐峰一定是有想法要接受他们投降 所以才会那么问的 不然根本就没有必要问这种废话 他觉得唐峰这时在给他们台阶 一定是 想到这儿 胡宗兰将额头磕到了地上 对着唐峰 看似十分恭敬地说道 是的 我们愿意投降 臣服唐队 从此以后 只要唐队愿意 我们愿意以唐队马首示战 为唐队上刀山 下火海 再所不辞 唐峰文言 面颊上不由露出了一抹笑意 然后 他看着地上表忠诚的 胡宗兰等人 直接说道 听起来倒是挺不错的 但可惜啊 我对这一切不感兴趣 所以 我不纳想 刷 这话一出 胡宗兰等人的神色 也是禁变 然后 胡宗兰看着唐峰说道 唐队 我知道 我们之前做了不少的措施 但那也是碍于行事没有办法 我们真的不是诚心 想和你作对的呀 真的 对啊唐队 我们不是诚心 要和你作对的 求唐队 找我们性命 其余的那些人 也是纷繁在死时出生 想要唐峰饶他们的命 对此 唐峰直接笑了笑 然后 他看着地上的胡宗兰等人倒 说实话 如果你们能够宁死不屈的 和我抗争一下 我可能还会饶了你们的命 可是现在 你们一个个 却全部都那么没有骨气的 直接下跪投降 同时 还开始甩锅 这一系列的举动 也是让我彻底看清 你们就是一群不知廉耻的小人 而既然是小人 你说 我可能饶你们性命 还收你们吗 我担心 我会成为第二个龙友啊 胡宗兰文言 神色骤变 他知道唐峰这么说 是担心 如果有一天唐峰也挂了 然后原本臣服唐峰的他们这些人 便会毫不犹豫地投靠对方 那行径很两面拍 当然了 如果真的发生了 他们还的确是会那么做的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 保住自己的性命是最重要的 他们的心中只要自己好就够了 不过虽然做会这样做 胡宗兰是绝对不会承认的 所以他直接对着唐峰说道 唐队 你相信我 我们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 对 我们不会 其余的人再度在此时附和 唐峰文言笑了笑 然后他看着他们道 这话 你们到地府 去和龙友说吧 说完 他直接对着铜把等人一挥手 动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069集 啥啥 半岁着唐峰那手的麾下 那铜把关筒等人瞬间就反应过来 他们齐齐地冲逾而出 对着胡宗兰等人震杀而去 而此时胡宗兰等人一个个都是跪在了地上 求饶的状态 所以他们面对铜把等人的冲杀根本就来不及反应 一时间他们直接被铜把等人杀得死伤惨重 然后等到胡宗兰等人反应过来 准备反抗的时候 那古墨哈等人又加入了 而随着他们的加入 胡宗兰等人也是彻底落入下风 一切直接变成了一边倒的屠杀 一个小时以后 随着铜把那最后一拳的落下 战局终于是结束了 胡宗兰等人全部陨落 那整个院子里 遍布了胡宗兰等人的尸体 阴红色的鲜血 裹杂着那浓浓的血腥味流淌于整个院子当中 四目无比 看到之 铜把关东等人的心中 也是犯过了一抹复杂的意味 他们赢了 但赢得心中难受 毕竟不管怎么说 他们其实都是自己人 是酒药的人 如果可以没有人想要这样的结局 而随着胡宗兰等人进阶死去 古墨哈也是重重的吐了口气 然后他扬起那染满了鲜血的面颊 对着那悠悠苍穹道 诸位 我替你们报仇了 这一语 也是听得乌城会馆的那些众人心中触动 他们齐齐此时仰头而袭 眼眶失火 大将 我们替你们报仇了 你们一路走好 那一刻 胡摩哈等人齐齐在此时仰头哀悼 像是彻底送走那些同伴 偏袭之后 古墨哈缓缓地回过神来 然后他直接踏步走到了唐峰的面前 他单膝下跪 垂手道 唐队 这次的事情 都是我古墨哈一人之国 是我带领着大家投靠龙幼 也是我带领大家 对抗你们 所以 我愿领死 只求唐队不要伤害他们 不要枉杀无辜 听到这话 乌城会馆的众人皆是心中触动 然后 那名大块头男子 直接站出来道 不知道 这次的事情我也有错 唐队你如果要杀 就连我一起烧了吧 他说着直接踏步而出 走到古墨哈的身边跪了下来 准备和古墨哈一起死 而有他们两个人的带头 其余乌城会馆的人 纷纷踏步而出 他们纷纷来到古墨哈的人的身边 下跪说道 叫我一个 那一个接着一个 几乎所有会馆的人 全部都来到了古墨哈的四周 他们齐齐跪下身来 深色绝绝地看着唐峰九死 那场景看得关童 童把等人心中动容 而在他们动容间 古墨哈则是直接就急了 他转而看向他们道 你们都在胡闹些什么呀 这事和你们有什么关系 你们快点走开 他这是真的在替他们感到着急 因为他不想他们跟着他一起死 古墨哈觉得 他已经辜负了一批兄弟了 不能再鼓服一批了 只可惜对于古墨哈的贺耻 他们根本就不听 他们就是站着古墨哈的身边 要和古墨哈一起死 看到这儿 唐峰也是不由地露出了笑容 他看着他们道 行了 都起来吧 面对他这话 大块头直接道 不 我不去的 我要和古墨主一起死 对 我们要和古墨主一起死 其余的人纷纷地附和 一定要这么做吗 汤峰说道 你们一定要和他一起死 不肯接受我原谅你们所有人吗 文言大块头想都不想 下意识地说道 对 我们要一起死 他这话说到这儿 忽然就顿住了 然后大块头看向唐峰 眼眸大瞪 满是难以置信 呃 等等 你刚才说什么 你说 你原谅我们了 唐峰面露笑意地看着眼前的大块头 然后 他点了点头 是的 大块头呼吸一致 他有些激动 而兴奋地看着唐峰道 真的 比珍珠还真 这话一出 大块头瞬间兴奋了 他直接转头看向身边 有些惊讶难信的古墨哈道 哈哈 关主 你听到了吗 唐对他说 他原谅我们了 面对大块头这话 古墨哈整个人 也是愣了两句 然后 他才有些将信将疑地 看向唐峰道 唐峰 你真的不杀我了 嗯 唐峰点头 古墨哈继续说道 可是 我刚刚对你们动手了呀 但我们没事 不是吗 古墨哈沉默了一下 然后他说道 可是我还害了卓音 害了很多的会馆兄弟 我知道 你那是没有办法的选择 毕竟 如果你不那么做 恐怕连眼下的你们都会死 古墨哈沉默 的确 如果说 一开始古墨哈 是贪龙幽厉害 觉得跟着龙幽有前途的话 那么当龙幽 对乌城会馆的人下手的时候 他的心就不是那么想了 那个时候的他 已经不想跟着龙幽了 但是古墨哈知道 当时的情况 他如果不跟龙幽 就等于是临时反水 而一旦他临时反水 龙幽一定会将他 还有乌城会馆的人 全部缠除 到的那时 死的就不只是 跟着卓音回来的人了 而是整个乌城会馆的所有人 而这不是他想看到的 所以古墨哈最终选择 人气吞声 带着众人继续臣服 古墨哈 腾风在此时 继续看着古墨哈说道 我知道 你这次有着私心 但更多是被逼无奈 所以这一次 我看在大家 看在九妖联盟的份上 原谅你 但如果还有下一次 我腾风便和你 新账旧账一起算 到的那时 我绝不会再放过你 腾风说的决绝 好像是在威胁古墨哈 以后不要再犯 但是实际上 他这是不想古墨哈 有过重的心理负担 所以才那么说 好让古墨哈心中好受一点 从而迈过这个坎 对此 古墨哈也是明白他的良苦用心 所以古墨哈眼眶一红 直接对着唐风 磕头说道 我古墨哈发誓 从今以后 定终于救药 终于唐风 如为此事 天诛地灭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 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最终 古墨哈等人 全部都是向唐风 表明了心悸 宣誓了 从今以后 终于救药 终于唐风 而对于后面的 唐风倒是没有想到 他本意只是不忍心 再杀所谓的同伴 但并没有想过 让古墨哈等人 直接臣服于他 不过 总的来说 这不算一件坏事 所以唐风 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接下去 随着古墨哈等人的 悔改投诚 唐风等人 也是缓过来 准备开始清扫战场 顺带着 和九要联盟总部 汇报此地的事情 只是 当他们刚要那么做的时候 关童却是发现了什么 他有些困惑地 扫失这四周道 咦 你怎么感觉沈心仪 那么不见了 此话一出 众人也是起起反应过来 是啊 这一转眼 怎么没有见到沈心仪呢 毕竟 刚刚他可是 明明看到 沈心仪和他们在一起 都在院子里的 而且 他们也没有看到 沈心仪逃跑啊 我知道他们在哪儿 他们在会馆的后院 正当众人 有些困惑的时候 那名大怪兔突然在此时开了口 因为他刚才亲眼看到 沈心仪 刘伟三人 去往后面了 他们去后院了 敢不会从后院跑了吧 关童现在是担心 沈心仪等人 直接从后院翻墙跑了 如果是这样 那就便宜沈心仪了 不会 武墨哈直接说道 物证会馆的后面 有着铁丝网拉着的 根本翻不了墙 而且为了避免 有居心不良的人 前进物证会馆 会馆的四周都有着禁止 不让旁人轻易地潜入 而眼下会馆前面的禁止 是被我们打开了 但是后面的禁止 一直都是封着的 没有打开 所以沈心仪不可能 从后面逃跑 毕竟这种情况下 想逃跑的话 只能打破禁止 可问题是 凭借沈心仪的实力 他能够打破禁止吗 古墨哈感觉不可能 那我知道了 他们肯定是躲在后面 想给我们制造出 他们已经跑了的假象 然后等我们出去 追他们的时候 他们再出来逃走 馆同瞬间反应过来 翻 分析道 文言 曹烈手托下巴道 哎 你别说还真有可能 馆同有些得意地 昂起了头道 你这么觉得吧 曹烈点着头道 嗯 感觉有万分之一的概率的 这什么话呀 还不如不说呢 对此 公英不由地笑了笑 然后他说道 好了 别管概率不概率了 我们现在到后面去看看 就知道什么情况了 众人点头 毕竟沈欣怡等人 肯定在院子后面跑不了 所以 他们只要去后院 把沈欣怡几人抓起来 他们也就知道 沈欣怡等人打什么主意 唐峰文言 也是微微点头 嗯 去看看吧 而有了他的开口 众人 也是彻底不再犹豫 他们纷纷跟着唐峰 前往了后院 当然 也不算全部跟 还有一部分是留了下来 清扫战场 包括秦轩 曹烈等人 离开院子 唐峰等人直接一路 来到了会馆的后院 而当他们 还没走进后院的时候 摇摇的他们 并隐约闻到了 一股 糜烂的味道 这股味道 众人熟悉 那是男女之间 乱七八糟的味道 唐峰闻到这个味道 眉头不由皱了皱 然后 他暂时没有多想 继续朝着院子里面走去 这一走 唐峰也是看到 从院子口 一路到院子最里面 一路 都有着一些 被撕下来的衣物 鞋袜 他们散落在地上 一路延伸到最里端 而这最里端 唐峰等人 不看还好 一看 也是神色直接一变 因为他们亲眼看到 刘伟 沈星仪三个人 此时 都有些一不避体的 躺在那地面之上 其中 沈星仪 更是蓬头构灭 一副狼狈的 凄惨模样 她那脸上污肿 眼眶 湿红的模样 显然是 经受过毒打的 这 什么情况 关筒 红鹰等人 目睹着 眼前这场景 都是眉头 皱了起来 他们是真的 有些不明白 眼下这 唱的又是哪一出 毕竟 按照正常来说 沈星仪 刘伟三人 不是一伙的吗 怎么看眼下 这个节奏 他们三个 直接内讧了呢 而且 这内讧的情况 还有些狠 有些惨烈 而在关筒等人 那么想见 那躺在地上 满面惬意的刘伟 似乎 也是发现了 唐峰等人的出现 然后 他神色微微一变 便是匆忙起身 只是他这一起身 他才是发现 自己身上 没有怎么穿 感觉到这 刘伟立刻 满是尴尬的 跑到边上 将那地上的衣服 捡起来穿到好 见妆 方伯也是 同样的反应过来 捡衣服穿 等到他们 慌慌张张的 穿好衣服以后 刘伟这才之间 看向了唐峰 咧嘴笑着道 那个 唐队你来了 唐峰文言眼眸里 犯过了一抹厌恶 然后 他看着他们 看似平静地说道 你们在做什么呀 面对唐峰的话语 刘伟像是抢功班 立刻反应过来道 哦 是这样的 唐队 刚刚这个贱女人 想逃跑 所以 我们两个直接出手 将她给拿下了 方伯点头覆核 对对 我们一起出手 把她给擒下了 关东看到了那不远处 一旧躺在地上 神情呆着没缓过来的 沈心仪道 你确定 你们这个叫秦 这明明叫害人好吗 然而面对关东的问话 刘伟却是面不红 气不传 他直接说道 哦 是这样的 我们觉得沈心仪 这个贱女人 三番四次的 想害唐队 简直可恶到了极点 所以 我们便没有忍住 直接收拾了她 想给唐队出气 啊 对对 我们收拾了她 因为我们想给唐队出气 方伯在这个时候 也是来不及多想了 所以刘伟说什么 他便立刻附和 是点头承认 文言 关同 红英 以及魏心元等人 全都笑了 毕竟 今天能够站在这里的 哪一个不是 比刘伟他们厉害的存在呢 哪一个不是人生阅历 眼界经验 比他们高的呢 所以 在这种情况下 刘伟二人 要这话来逛他们 简直就是开玩笑 他们根本就是自私 动了坏心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 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 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71集 后院内 苏蒙看着眼前的一切 他呢 玉面 也是难看起来 说真的 一个沈心仪坏 已经让他觉得不可思议了 难以接受 而现在刘伟和方伯 所表现出来的无耻 竟然似乎比沈心仪 还要高上几分 这让苏蒙 不由有些开始怀疑人生 怀疑自己 遇到的究竟 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他们为什么 能够自私 无耻到这种地步 而在苏蒙那么想奸 关童 也是直接看着刘伟二人 然后毫不给面子的 拆穿说道 哼哼 为了唐队 教训沈心仪 他说着眼眸 陡然一领道 你们这是当我们傻吗 你们这根本就是 在实行自己的暴行 在自己享受 伴随着这一语的吐出 关童的体恤之上 直接席卷出了一股 很浩瀚的力量 这股力量 在此时 支冲苍雄 那场景像是彰显着 关童的怒意 看到这儿 刘伟和方伯 都是心神一阵 然后刘伟 想都不想 直接对着唐峰跪下说道 唐队 关童兄弟 我们说的句句属实 我们真的是在为了唐队 教训沈心一样 够了 关童直接沉声打断 到的现在 你们还明完不灵 还想将一切事情 推到唐队的头上 我看你们是不见棺材 不落泪 来人 动手把他们两个 给我拿下 诺 那些其余一个队伍的人 听到关童这话 皆是非常给关童面子 他们齐齐踏步而出 准备将刘伟和方伯拿下 看到这儿 刘伟和方伯 也是神色大变 然后他们齐齐看下的苏萌说道 苏萌 你快为我们解释解释 我们真的没有想别的想法 我们只是在帮堂队教训他 面对他们这死不悔改的话 苏萌都是怒了 他直接对着他们两个和事说道 够了 眼下这种情况 就不要在这里撒谎骗人了 刘伟文言下意识地变相辩驳 但是这次 他的那张嘴刚刚张开 苏萌便是直接一到凌厉的眼边就甩了过去 从而让得刘伟将话给硬生生地重新咽了回去 看到这儿 苏萌才算是满意地缓缓收回了目光 他略带怒气不争地看了刘伟二人一眼 然后他直接退到了一旁 像是不想再管和刘伟二人的事情 那主动避险的场景 也是看得关东等人点头 刘伟等人直咧嘴 好了 唐峰看着他们那难看的目光 终是第一次看见了这么狼狈的神信仪 他悠悠地说道 他现在已经这个模样了 你们打算怎么做呀 面对唐峰的问话 刘伟想都不想 下意识地便说道 当然是再教训他几次 让他彻底享受过刻骨铭心的痛以后 再送他上路了 这句话是刘伟早就想好的托子 他感觉此时的唐峰是狠狠审心仪的 所以他将折磨的事情说得惨一点 唐峰一高兴 他们就吻了 只可惜 人算不如天算 他们的话语 听在唐峰的耳中 非但没有引起他的兴奋高兴 反倒还引起了唐峰的反感 唐峰看着他们皱眉说道 你们这是打算先狠狠地折磨他 虐待他 然后再杀了他 是的 刘伟方伯二人点了点头 然后刘伟看着唐峰道 当然 如果唐队还有别的什么想法 也可以告诉我们 我们一定会照做的 方伯点头 对 我们只想帮助唐队 他们说着那一个个表现得相当虚伪 想来 如果不知道 恐怕还以为他们两个真的是唐峰的忠实小弟了呢 仿佛 他们一天天为了唐峰 产经节律 心苦无比 当然 唐峰是知道真相的 所以 面对他们的话语 唐峰却并没有什么高兴的情绪 他只是看着刘伟和方伯 除此之外 你们没有别的什么想法了吗 刘伟和方伯一愣 他们不明白 这都已经这样了 还能有什么想法呀 难道说 唐峰这时也看上沈欣怡了 所以他故意问我们还有没有别的想法 为的就是想尽我们的名义 把沈欣怡拿下 然后 好自己用 刘伟这样猜测着 他觉得肯定是这样的 不然唐峰没表多此一举再问 想到这儿 刘伟立刻答 有 我们想要彻底将这女的打服 然后 让她心甘情愿的臣服于你 这话一出 关童红英等人 都是愣在了那里 因为他们没有想到 刘伟等人竟然那么的猥琐 为了拍唐峰的马屁 为了保命 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 什么话都说得了口了 那场景看的众人一个个 都是面露厌恶 然后 其中的红英 直接忍不住说道 你们不打算救他 逼他求情 在他看来 刘伟等人 但凡还有一点良知的话 那当他们听到他这句话的时候 他们便理由回过神来 并转换性子 忏悔 并救神心意 但可惜啊 对于红英这话 刘伟和方伯根本就没有听进去 他们只是看着眼前的红英 坚定说道 不 我们绝不会为他求情的 因为这一些都是他自找的 是他要乱来的 所以 这是他该受的惩罚 我们绝不求情 面对他们这话 红英的神色 变得复杂起来 他是真的没有想到 刘伟会说的那么决绝 这还真是无情啊 而在他那么想见 苏蒙也是神色难看 彻底说不出话来 他也感觉刘伟二人 有些表现得过了 而在苏蒙那么想见 唐峰则是平静地看着刘伟二人说道 既然你们那么说了 那我也就相信你们 过去吧 给沈欣怡一个痛快吧 好 刘伟立刻兴奋地答应出声 因为他感觉唐峰这话 其实就是答应他们了 他只是 再给我们个台阶 好让我们把沈欣怡杀了以后 好直接下了台阶 站到和他一起 想到这儿 刘伟直接转身 朝着沈欣怡走去 他一路走到沈欣怡的面前 然后他俯视着眼前眼眸 依旧呆滞的沈欣怡道 沈欣怡你一路三番四次地想谋害唐队 导致自身犯下滔天大祸 所以现在我便代表唐队 代表九亚联盟 喊出你死刑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72集 我判处你死刑 当得刘伟这话从嘴里说出来的时候 在场众人都是眉头皱起 他们看着刘伟 烟底透着厌恶 因为他们是真的没有想到 刘伟竟然能够说出这种话来 这虚伪和无耻 也是达到了一定境界的 而在众人厌恶的目光下 刘伟直接从旁边拿起了一块叙石 然后重新走到沈欣怡的面前 将手中的巨石高高举起 他看着沈欣怡 看似一身正气地说道 沈欣怡 现在我代表汤队 对你执行死刑 作文 他那手中的巨石 便是对着沈欣怡砸去 而随着刘伟这石头的砸下 沈欣怡也终是从呆滞当中 回过了神来 然后 他立刻对着刘伟惊呼说道 不要 不要杀我 面对他这突然的寒雨 刘伟倒是没有想到 所以他下意识地愣了愣 而趁着他愣神的功夫 沈欣怡直接对着刘伟颤声说道 刘伟你别 别杀我 我可以不在意你刚才做的一切 我愿意 愿意当你的女人 显然为了活命 沈欣怡也是豁出去的 刘伟文言也是眼眸闪了闪 她有些心动 毕竟沈欣怡这女人的滋味是真的不赖 如果可以的话 她还真想留着沈欣怡 一直慢慢地享用 然而正当她那么想的时候 方伯走到了她的身边 对着她低声说道 现在不是想着享受的时候 我们得想究竟能不能活 面对方伯这话 刘伟回过神来了 是啊 眼下他们最主要的是能不能活下去 这如果不能活下去 那纵使沈欣怡答应做的女人 也没有什么用啊 而如果他们想要活下去 那就必须在唐峰面前表现得很好 想到这儿 刘伟看向沈欣怡的面目 直接变得猙獰了 他故意喊道 贱人 到了现在 你还想迷惑我 欺骗我们 我打死你 说完 他拿着手中的巨石 直接对着沈欣怡就狠杂而下 对此沈欣怡也是神色大变 他急忙开口喊道 我 我没骗你 我没 沈欣怡那话语还没说完呢 刘伟的石头便是砸在了他的脑袋上 砸得他 话语戛然而止 头颅崩裂 鲜血横流 那汤井 看得关童 苏盟等人都是眉头紧照 他们是没有想到刘伟还当真那么狠 直接砸沈欣怡了 当然 沈欣怡也没有想到 这曾经追过他后面 也跟在他身后当跟班的人 现在竟然会主动拿石头砸他 而在他们冷神间 刘伟则是直接拿起巨石 继续对着沈欣怡砸去 是的 他并没有因为砸了一下而挺手 而是生怕沈欣怡死得不够彻底一般 再度拿起石头继续对着沈欣怡砸而下 刘伟猛烈的砸着 他一连砸了石树下 砸得那血肉横飞 砸得那自身都是大汗淋漓 砸得关童 苏盟等人都有些看兔了 那过程里 沈欣怡也是从一开始的求饶到声音累落的求饶 再到只能伸手不能动弹 最后连求饶的手都伸不出 只能躺在那里犹如尸体 猛的最后又砸了一下 然后刘伟看着地上已经死得透透的沈欣怡 将手中的石头递给了方伯 给 方伯闻言一愣 他强忍着那恶心的感觉到 这不是已经死了吗 刘伟说道 他是死了 但你还没死 你如果不砸 唐峰他们以为你是同情的 心中还和他一起 怎么办啊 方伯一愣 他倒还真没有想到这一层 所以你必须也砸 最好能够像我一样砸得那么狠 好让唐峰看到你的态度 方伯闻言沉默了一下 然后他最终咬了咬牙 接过了刘伟手中的巨石 对着沈欣怡砸去 而这举动 也差不多是彻彻底底地虐尸体了 对此纵使是唐峰 都有些看不下去了 他直接转过身来 对着关通等人说道 给他们一个痛快吧 说完他直接迈步离开了 看到这儿 苏蒙 同爸等人摇了摇头 也是离开了 当然他们不同情沈欣怡 因为这一切都是沈欣怡 最有应得的 但是刘伟和方伯的举动 说是有些不人道 不像人 所以沈欣怡死 刘伟和方伯也该死 而眼看的唐峰等人离开 刘伟和方伯也是反应了过来 然后方伯顾不得手上 沾满了线线 直接看向还没走的关通几人道 关哥 唐队他怎么走了 面对他的话语 刘伟直接呵斥道 这还用问吗 汤队他肯定 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所以走了呀 他说着直接派马屁的 对着关通笑着道 你说是吧 关哥 关通文言没有理刘伟 他只是拿出手套 慢慢的给自己套上 刘伟见状 还有一些不知道状况 他直接笑着道 关哥 你不用麻烦了 这收拾现场的事情 我们来就好 对 我们来就好 关哥 你不用折腾的 方伯笑着附和 竟然 在他们的眼中 他们都以为关通戴手套 是要清理现场的 毕竟在他们看来 他们都已经表现的那么好了 唐峰应该是不会杀他们了 关通文言冷冷的一笑 然后他戴着黑色手套道 我戴手套 从来不是清理现场的 刘伟一愣 他下意识道 啊 那是做什么 关通眼眸冰冷的 看下了方伯和刘伟说道 杀人 伴随着这话的突出 关通那整个人 直接在此时就抱舌而出 他以极快的速度 出现在刘伟和方伯的面前 然后他猛地伸出双手 扣住了他们的脖子 感受到这 刘伟的神色浸片 然后他对着关通惊呼道 关通 你不能杀我 你如果杀了我 唐队他不会放过你的 到的现在他都认为 唐峰已经饶过他了 是关通不遵命令 不饶过的 关通文言冷笑了一下 然后 他看着眼前的刘伟道 真不好意思 要杀你们的人 就是唐队 所以 上路吧 说完 他那扣着刘伟和方伯的手 猛地用力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 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73集 咔嚓 手中猛地用劲 关通想都不想 直接将刘伟和方伯的脖梗 被捏碎了 他过程里 没有半点的犹豫 因为 在他的眼中 刘伟和方伯这种人渣 是真的该死 而随着脖子被捏碎 刘伟和方伯的嘴中 也是直接吐出了一口鲜血 然后 他们的头颅 直接便是没有力气地 朝着一旁 歪倒而去 至此 沈欣怡 刘伟等人 全部死亡 离开后院 唐峰 同爸等人 直接走回了前院 可是 当他们走回前院的时候 眼前的一切 却是让得唐峰等人 全部变了脸色 只见了眼前的院子里 那留下的青嫂 所谓战场的人 全部都横七竖八地 倒在了地上 他们那一个个 全部都是苦涂鲜血 横死过去 怎么会这样 同爸 红莹等人 神色变了变 然后 他们纷纷跑了出去 来到院子里 众人的身边 他们一个个检查 竟然发现这些人 基本上全部都死了 而且死得都很惨 是直接 被捏碎脑骨的 一招致命 正当此时 之前那名大块头 吐了口鲜血 似乎 他还没有死到 看到这 古墨哈立刻抽身上前 来到他的身边 他扶起大块头 说道 宁刚 你怎么样了 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 古墨哈是真的有些心惊 要知道他们才离开多久 宁刚这些人竟然就出事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些人的出事 毫无预警 好像他们连喊都没来得及 喊一声 便全部出事了 所以走到后院的唐峰 古墨哈等人都察觉不了 关主 宁刚躺倒在地上 他嘴中吐血 看着古墨哈道 快 快走 有白 白玉人 这话一出 古墨哈等人的神色都是一变 什么 白玉人 要知道九一联盟之所以会成立 就是因为白玉人 现在的白玉人 可彼是九一联盟的头号大敌了 所以 只要出现白玉人 哪怕是一个 也足以让古墨哈等人心情紧张起来 而在古墨哈等人紧张间 宁刚也是嘴中一口鲜血吐出 整个人彻底一口气都没有提上来 死了过去 看到这古墨哈的心都像是被撕裂一般 毕竟 他和宁刚的感情本就深厚 再加上刚才宁刚为了护他 宁愿和他一起死的举动 这让他心中早已将宁刚视所生死之脚 现在宁刚死了 他怎么可能不悲伤不恼怒呢 猛的仰头咆哮而起 古墨哈抱着怀里的宁刚 眼眶像是冲血的一般 看着四周说道 是谁 是哪个混账东西害死他们给我滚出来 他吼着那蓬勃的力量 也是由他体内透散而出的 然后朝着四方扩散而去 也是在这个时候一道白色的流光 突然不知道从哪里射略而出 直直的射降了古墨哈 那速度飞快 古墨哈都没有反应过来 便已经是射到了古墨哈的进前了 下一刹 古墨哈连瞳孔都没来得及一缩 那白光便是直接洞穿了古墨哈的肩膀 并带着那阴红色的鲜血 直直的 是轰在了地上 轰在那地上 过了一个坑洞 一口阴红色的尖血 直接从他嘴里吐出 拙染于地 看着这一幕 红英苏蒙等人都是神色一变 因为他们没有想到 在这种情况下 竟然还有人 能够以偷袭的手段 伤了古墨哈 由此可见 对方的实力有多强了 至少 绝对在九瓶以上 甚至更高 而在众人心惊间 唐峰像是根据这道白光的轨迹 查到了什么 所以他猛地转过身来 直接对着不远处的墙壁 一掌拍出 隔空一掌 轰在了墙壁上 那墙壁直接在此时倒塌而去 那滚滚沉土四阳间 一道体恤比正常人类要高大许多 浑身几肤雪白 倒有些透明的身影 也是直接从墙壁后面现象而出 他那黑宝石般的眼眸闪烁间 手上还提着身负重伤 像是昏迷的曹烈 看到这儿 红莺 魏金元等人 都是神色一变 曹烈 他们想着 又将目光看下了 这道庞大的身影 他们一个个眼眸微凝 真的是白玉人 而是在他们警惕的目光下 这名白玉人 则是直接将目光看向唐峰 他咧嘴笑着道 哈哈哈哈 真没有想到你竟然能够这么快察觉到我在哪儿 厉害 厉害 唐峰闻眼眼眸凝了凝 然后他看着眼前的白玉人道 我早应该想到 这里既然有灵葬 你们白玉人就应该会来的 是的 按理说 哪个地方有灵葬 哪个地方便很有可能出现白玉人的 这是每个酒药人都知道的 而这一次 唐峰等人没有多想 是因为这次来灵葬的人太多了 有国内的 有国外的 算是群星会翠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下意识地便认为 白玉人是不敢现身了 而一开始 也和他们猜测的一样 这一路看下来 他们还真的没有看到白玉人的身影 所以渐渐地 他们也就放松警惕 认为白玉人是不敢出现在这里 但是现在 他们知道 他们似乎错了 白玉人还是来了 你们早就抵达乌城了 是吗 唐峰眼眸凝视着眼前的白玉人 继续说道 眼前的白玉人笑了笑 然后他道 哼哼 不愧是能够解决 东方换神的唐先生 是的 实话和唐先生说了 我们早就来了 只不过我们的将军认为 那么早出现 对我们不利 很容易引起你们一致对外 所以我们才一直藏着没有出现 唐峰文言 眼眸微明 的确如果白玉人一开始就出现 那么在有外敌的情况下 无论是国内势力 还是国外势力 都是极有可能 会联合起来的 他们很可能 一致对外 先收拾的白玉人 在内讧 所以可以说 白玉人的这名将军 很聪明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 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 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74集 院子里唐峰看着眼前的这名白玉人 他那黑碎的眼眸里偷着几分杀鸡 他才考虑要不要先直接冲出去 斩了这名白玉人 把曹烈给救了 只是 正当唐峰那么想的时候 这名白玉人 却是直接一笑 他看着眼前的唐峰 说道 唐先生 我知道你想杀我 但我劝你别那么做 因为我有这绝对的把握 可以在你动手杀我之前 把他带走 白玉人笑着杨里扬手中的曹烈 满是自信 唐峰门眼 眼眸闪了闪 然后 他目光恢复了正常 人色平静地看着白玉人道 像你们这种人 是真的不应该活在这个世上 毕竟这样的白玉人 对蓝星的人威胁太大了 只是面对唐峰的话 白玉人却是直接笑了笑道 哼 你错了唐先生 这世上应该活下来的 正是像我们这样的人 毕竟这个世界 是优生劣汰的世界 只有优等者才配活下去 不优者 理应被淘汰 而无论从智商 还是从体能 我们都比蓝星人高出很多 所以你不觉得应该活下来的是我们 需要被淘汰的是蓝星人吗 唐峰文言 神色平静地看着白玉人道 侵律者总是会有许多的歪理 白玉人一笑 这不是歪理 唐先生 这是事实 就像眼下 在我们的眼中 这群人都应该去死 但是你和你身边的那位女士 却有资格活下来 唐峰看了一眼红莺 他知道白玉人说的就是他 既然白玉人刚才是见识过红莺 和安宁宁鸡斗的成绩 知道红莺有着不低的潜力了 所以你是想放了我和他 杀了其余所有人吗 唐峰神色平静地看着白玉人道 白玉人笑看着唐峰 哈哈哈哈 将军说过 你们九要联盟的人 相对来说颇为讲情意 所以如果我当真 向唐先生说的那么做的话 唐先生一定不会答应的 所以我不会那么做的 哦 唐峰看着他继续说道 那你是打算做什么呀 白玉人笑看着唐峰 我想带阁下去见将军 面对他的话 与唐峰神色平静地看着他道 怎么 你们这位绝顶聪明的将军 竟然没有来这里吗 他是怕我杀了他吗 白玉人笑了笑 然后他说道 将军说了 他要见唐先生 得很正式的见 得在高雅的地方见 不能在车中肮脏的地方见 那样有失我们的礼数 听到这话 红鹰铜霸等人情绪还好 古墨哈等瞬间就不答应了 毕竟这里是乌城会馆 是他们半个家 什么时候这里变成肮脏的地方了 小子 你把嘴巴放干净点 其中一名面颊油疤的男子 直接在此时站了出来 怒儿地指向了这名白玉人道 不错 你把嘴巴放干净点 其余人纷纷地附和 说实话 如果不是因为这名白玉人手上 有着草猎当人质 他们这些会馆的人 在古墨哈被伤到的时候 恐怕就冲出去和他拼命了 现在白玉人还出言不逊 如此他们怎能不怒 只不过对于他们的愤怒 这名白玉人却是淡然一笑 然后他看着刀疤男子等人说道 我和唐先生这等高贵者的聊天 旁人是不能插嘴的 插嘴的话 是要受到惩罚的 几乎在他话语说完的一刹 那刀疤男子身前的地上 猛地有着一名白玉人 从地里钻了出来 然后他在那尘土黄沙之中 直接极为迅气地 对着那名刀疤男子挥出了手中的匕首 下一刹 刀疤男就没有反应过来 那名女子手中的匕首 便是直接割过了他的钵梗 取了他的生机 拨梗被割 男子只感觉猴肩一凉 然后那阴红色的鲜血 直接从他的脖子上 便是劲洒而出 洒了一地 那场景直接看见了在场的所有人 而在他们震惊间 刀疤男也是直接双手捂着自己的拨梗 然后满是惊恐地看着眼前这名白玉人 他说着 那整个人直接抗持不住倒塌的地上 阿虎 众人看得这神色都是一变 惊寒出声 然后 他们纷纷冲撕而出 先去搀扶阿虎 而那女白玉人 则是借着这个机会 猛地抽身后退 几个闪烁间 退回了那名男白玉人的身边 看到这 古墨哈等人也是反应过来 然后其中一名额头有致的男子 猛地怒视向了这两名白玉人 他沉声说道 混账 你竟然敢杀人 老子和你拼了 他说着便想冲出去和他们拼杀 只是他刚要那么做的时候 铜霸却是伸出手枪的拦住 铜霸看着他道 你不是他的对手 面对铜霸这话 这名男子直接伺候道 总是不是他的对手 我一样要和他拼了 我要他死 他说着便打算再度的冲出去 但是这一次 古墨哈直接开口了 古墨哈喝止道 给我站住 这一喝止 那有致男子瞬间就顿住了身子 显然他可以不听铜霸的 但是他不敢不听古墨哈的 而在有致男子顿住间 古墨哈也是在人的搀扶下 走到他的面前 古墨哈沉喝道 已经死了那么多的兄弟了 你还要胡来 还有让我再死一个兄弟吗 有致男听得心中酸楚 他忍不住道 可是关注阿虎他 阿虎他的事 唐对他自会做主 他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古墨哈相信唐风 他相信唐风 一定会给他们做主 不会让阿虎白死的 文言有致男看了唐风一眼 最终他低头不说话了 看到这儿 古墨哈也是心中稍宽 他是真的担心 有致男冲上去送死 然后带动大家去送死 因为刚才受了 对方一招的他 他很清楚 对方是多恐怖的一个人 如果他们上去了 那只能是送死 阴下这儿 唯一有可能镇住 对方的只有唐风呢 唐队 这里交给你了 你想怎么做 我们全听你的 古墨哈直接转身 看向唐风 他那眼眸里满是真诚 唐风文言 微微地点了点头 然后他看向白玉仁道 你刚才又杀了我一个人 白玉仁笑着 嗯 所以呢 所以 我要杀你一百人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 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 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75集 所以 我要杀你一百人 当那唐风 这话语吐出来的时候 在场众人 全部都是一愣 包括那两名白玉仁 然后 那名女白玉仁 直接笑着说道 杀我们百人 唐先生 还真是会开玩笑啊 唐风神色冰冷地 看着他说道 我这个人 只和自己的朋友 开玩笑 至于其他人 没有资格和我开玩笑 他这话偷着含义 但是 女白玉仁 却听得想笑 他看着唐风说道 是吗 那我倒真的想看看 唐先生 怎么杀我们百人 毕竟眼下这里 满打满算 也只有他们两个白玉仁 唐风上哪去杀一百个呢 然而 在他那么想的时候 唐风却是神色平静地看着他们 说了句 有些牛头不对马嘴的话 你们刚才就是用的这一招 把我的这些朋友全杀死的吧 两名白玉仁文言 神色直接一变 因为他们都清楚 唐风说的这一招 就是女白玉仁 从地上钻出来 然后突像杀手的这一招 而事实上 他们刚才还的确是用这种对院子里的人完成顺杀的 他们那出手突如其来 让人防不胜防 所以曹烈等人还没有怎么反应 便死了大片 唐先生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女白玉仁洛卡 回过来神 对着唐风笑着道 唐风文言也是笑了笑 然后他看着眼前的洛卡直接说道 你马上便会知道 我在说什么了 伴随着唐风这一语的吐出 他那眼眸在此身猛地一领 然后他直接抬起脚 狠狠地一脚踩在地上 这一脚踩在地上 一股极为恐怖的灵力 直接顺着他的脚 冲至地底 然后再如潮水般与地底拨荡而开 在这一拨荡而开 此地便像是火箭发射一般 直接有着属于百道的白玉仁身影 直接被唐风从地底轰了出来 他们哀嚎着从地底直接飞到了半空之上 然后狼狈地坠落在地上 一个接着一个 直接将地面震的是尘仆四阳而起 同时那诡异的纤细也是从他们的嘴中吐出 呼洒于底 那场景直接看清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包括洛卡这两名白玉人 而在他们震惊间 唐风则是神色平静地看着洛卡道 现在你明白我在说什么了吗 面对他的话语 洛卡也是眼眸冰冷地看着唐风 那玉手紧握着匕首 阴牙紧咬的模样显然是向上前杀了唐风 但是他想那么做的时候 他身边的那名南白玉人将他给拦住了 你不是他的对手 南白玉人直接说道 闻言洛卡瞬间冷静地下来 似乎和刚才阿虎的冲动相比洛卡要冷静得多 哪怕他再怒 他都能够瞬间调整情绪管理情绪 看到这 唐风也是忍不住地眼眸闪了 说真的 他越和白玉人接触得多 他越觉得必须赶紧解决白玉人 否则的话 那他们蓝星只有两个下场 一 那就是灾难来临 然后绝大多数蓝星人都能够在灾难中蜕变的 从而是超越白玉人 二 那就是蓝星人蜕变艰难 最终被白玉人给取而代之 而眼下后者的概率显然高于后者 毕竟 白玉人的智商 实力 还有刺控力等方面都太强了 完胜蓝星人 所以唐风心中冒起了快点将白玉人全部震杀的念头 要不后果不堪设想 而在唐风那么想牵 白玉人洛卡也是看着他 直接挑衅般地说道 唐先生 我已经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了 但可惜你并没有成功做到杀我们一百人 一命第一命唐风并没有做到 眼下那些被唐风一脚踩出来的白玉人 还有着很多没死呢 唐风文言神色平静地说道 我知道 不过他们马上要死了呀 他说完整个人直接纵身而出 对着他们杀去 他那速度很快 整个人仿如一形幻影般 在院子里众人的面前穿梭着 唰唰 下一刹 院子里那些白玉人 还没有完全的反应过来 他们便全部被唐风一剑封喉 一个都是不剩 那场景也是看得众人心惊震 而在众人震撼间 唐风也是手持着燃血利剑 转身看见了两名白玉人说道 现在一百人够了吗 面对他的问语 洛卡的神色也是难看到了极点 他总感觉眼下的唐风 是在故意和他作对 洪先生 实话告诉你 如果不是因为将军有令 不能让我杀你的话 那你现在 肯定已经成为我刀下亡魂了 洛卡满是不甘地看着唐风 咬牙说道 我是不是会成为你刀下亡魂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你马上要成为我剑下亡魂了 唐风笑了一语 然后他那身影突然在此时飙折而出 他那速度飞快 直奔洛卡 看着此景 洛卡眼眸一闪 然后他看着眼前的唐风 直接冲了出去 对其对汗 他那神色里是还透着几分自傲 哼 无知的家伙 我这就让你明白明白 我真正白玉人的厉害 而在洛卡那么想见 南白玉人则是瞬间急的 他没想到洛卡竟然会那么的胡为 说过了让他要忍耐 不能对唐风动手 结果他还是那么做了 简直胡来 而在南白玉人那么想见 洛卡的身影也是和唐风交汇了 然后他看着眼前的唐风 想都不想 直接拿起手中的匕首 对着唐风的胸膛刺去 他边刺 边看着南白玉人心中冷笑 就这速度也想杀我 去死吧 你个废物 下一场 洛卡手中的匕首 直接在他和众人的注视下 刺进了唐风的体虚内 那一刻众人都是紧张的心神 屏息而起 毕竟这可是唐风啊 而在他们注视下 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那洛卡刺到了唐风 并没有刺出什么信息 甚至连皮肉被刺的身影都没有 他只是一个空壳 被洛卡轻易的给破开了 不好 这是假的 洛卡看到眼前这 瞬间意料到了什么 瞳孔骤然一缩 也是在此时 唐风的声音 突然在他的左前方响起 你知道的太晚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76集 你知道的太晚了 冰冷的话语 在洛卡的左前方响起 然后 但那整个人都还没来得及反应 眼前便是闪过了一抹憨光 胡耻 韩光在此时乍现 洛卡只感觉脖子上一疼 然后 他那头颅便是直接在此时旋转着飞上了半空当中 最后带着那淋漓的鲜血落坠而下 头颅落地 直接震起了点点的尘土 然后 又带着那斑驳的鲜血 一路滚至了一旁 带起了一路的血痕 那场景 现在相当的凄凉 看到这儿 那名南白玉人 忍不住的眼眸微微眯起 幻术 不是 南白玉人 刚才感受得很清楚 刚刚唐峰 没有使用幻术 所以 刚才那一切 唐峰靠的是自己的速度 而 这就有些恐怖了 能够将速度达到这种境地 想到这儿 南白玉人 幻顾了心神 直接对着唐峰 鼓起张来 笑着道 呵呵呵 不愧是将军看中的人 唐先生果然厉害 唐峰文言 随手一甩利剑上的鲜血 然后 他看着眼前 白玉人 眼色平静地说道 我杀了你那么多的同伴 你倒是半点都不在意啊 你的心态 还真好 南白玉人 笑着道 哈哈哈哈 唐先生 刚才 我可是说了呀 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 他们死了 只能说 是他们 实力太弱 无适合这个世界 没有什么 好心疼的 唐峰拿着 已经没有鲜血的利剑 他看着眼前的南白玉人 说道 是吗 那按照这么说来 我杀了你 也是因为 你不适合这个世界 没有什么好心疼的了 南白玉人 文言愣了呢 然后他笑着道 哈哈哈哈 按理说 是这样的 但唐先生 你现在还不能杀我 哦 为何呀 因为我现在是唐先生的 接引使 是带唐先生 去见将军的人 如果唐先生杀了我 那唐先生 你便不能见到将军了 唐峰笑着道 我从没有打算 去见你们的将军 这样 你是不是就可以死了呢 南白玉人 故作思考撞倒 理论上来说 的确是可以的 不过从个人角度出发 或劝唐先生 别那么做 因为将军是个脾气 不好的人 如果唐先生 那么做的话 他一定会生气的 而他一旦生气的 那他便会派人 来杀唐先生的 听到他的话 古莫哈按着肩膀 直接冷笑道 派人来杀唐队 你怕是忘了 刚才你们的这群 同伴是怎么死的了 还说来杀唐队 我看是来送死的 众人文言 纷纷点头 对 就是送死的 而面对他们的话语 南白玉人却是一笑 然后他看着古莫哈等人道 诸位不要误会 我们这帮人 不过是将军手下的传令兵 是算不上什么阶位的人 我们和将军的正规军 是完全不可相比的 而如果腾锋先生杀了我 那来的便是将军的正规军 到的那时 唐先生会不会死 我不知道 但你们是肯定会死的 南白玉人笑着 那话语却是让他古莫哈 童霸等人都生出了怒意 毕竟没有人喜欢被笑笑 而且对方还是白玉人 对此唐峰倒是神色平静 他只是看着南白玉人说道 所以你是想告诉我 等会儿来的那群人很强势吗 南白玉人笑着道 至少他们杀我们这些人 也能像唐先生刚才一样轻而易举 唐峰文言眼眸闪了闪 说实话唐峰能感觉得出来 刚才的那批白玉人其实不弱 至少整体上来说 他们比古莫哈等人要强 想来能够和他们匹敌的 也就同霸 红鹰等人 所以如果南白玉人说的是真的 那就等于等会儿来的那些白玉人 他们的势力差不多和同霸红鹰等人 是一个档子 而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一切必然会和白玉人说的一样 他可能没什么事情 但是古莫哈等人必死 毕竟唐峰现在的状态也不是很好 所以纵使他再努力 也无法保得住他们全部人 唐先生 南白玉人看着唐峰 那眼眸闪烁不定的模样 面颊上露出了一抹笑意道 现在你可以跟我去见将军了吗 唐峰闻言沉默了一下 然后他看着南白玉人手上的曹烈道 你先放了他 南白玉人微微一笑 他知道唐峰这差不多是答应的 所以他直接笑着说道 好的唐先生 说完南白玉人直接将手中的曹烈 朝着古莫哈 同霸等人一扔 下一刹 曹烈的那套身影就这样被他扔到了半空当中 于空中刮出了一道糊涂以后 朝着唐峰等人追逐而去 看到之 古莫哈 唐峰等人的神色都是微微一变 然后唐峰想都不想 下意识的便是抽身而上将曹烈接了住了 而眼看着唐峰接受了曹烈 南白玉人也是露出了笑意 然后他看向唐峰 继续道 唐先生 你要办的事已经办妥了 现在你能跟我走了吗 带路 唐峰平静地说了一句 但也是这一语 让得古莫哈 同霸等人都是神色一变 他们看着唐峰 满是着急的小眩羽 唐队 唐峰文言直接伸出手 打断了他们的话 然后他说道 放心 一切我心中自有定夺 你们在这里等着我回来就可以了 面对唐峰这话 众人原本是还想再劝的 但是 当他们看到唐峰 那坚定的眼神 最终还是忍下来了 他们只是看着唐峰 急急道 那唐队 你带我去吧 他们一个个说着 显然都是想让唐峰戴上自己 对此唐峰迟疑了一下 然后他想了想到 红莺跟我走 其他人都带着 这一语 也是让得红莺眼眸一亮 让得其余的人心中 有些失望 毕竟他们都想陪着唐峰 一起去的 而在他们失望间 古莫哈却是率先回过神来 他看着失望的众人倒 比一个个垂头丧气的 唐队带红莺去是对的 因为眼下红莺的实力最强 只有他去才不会拖唐队的后腿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77集 面对古莫哈这话 众人都是微微点头表示赞同 的确 引下他们这群人 里面最不可能拖唐峰后腿的 便是红莺了 毕竟红莺的实力 他们刚才是有目共睹的 那是连安宁宁都能够精益打败的存在 这等存在 跟着唐峰 他们自然是放心的 反倒是他们自己实力不济 跟着 也是去拖后腿的 嗯 我们明白了 那就让红莺姐陪唐队去吧 我们在这里等唐队 秦轩率先回过神来 善解人意的说道 对 红莺姐去 我们在这里等你们 其余人纷纷的附和 那场景 也是看得唐峰 微微点头 可以说唐峰原本是谁都不打算带的 但是他知道 如果他谁都不带 众人肯定不放心 所以他选择带红莺 这样众人便会放心点 而眼前的一幕 证明了他的想法是对的 唐峰心中吐了口气 然后他看着众人说道 好了 我先走 你们安静地待在这里 哪都不要去 众人文言直接点头答应 可以说 他们现在是完全听唐峰 以唐峰为主心鼓了 唐峰见状微微点头 然后他手上一翻 让他两颗不大不小的玻璃球 出现在手中 他分别递给了唐峰和古墨哈道 这两颗是阵器 如果你们真的遇到危险了 那么就捏碎他 他们会瞬间 划成两座攻防大阵 在这股大阵下 纵使是十一品强者前来 没有数个小时 都别想攻破 文言 唐峰还稍稍好些 毕竟他跟着唐峰那么久了 已经习惯唐峰的许多不凡了 但是古墨哈便不一样 他听着唐峰这话 心中直接道歇了口良起 十一品强者都无法 很快攻破吗 这未免也太猛了吧 唐峰对他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 古墨哈看着眼前的唐峰 心潮忍不住的翻涌而起 他总感觉眼前的唐峰 似乎远不像表面那么简单 有时候他甚至都怀疑 唐峰是不是和燕北轩是亲戚的 都那么的妖孽不凡 好了 我先走了 你们小心行事 唐峰将两颗珠子 递给古墨哈和铜把以后 直接便是神色平静地说了一句 然后他便是转身 带着红鹰朝着那白玉人走去 而看着唐峰的走来 南白玉人的面颊之上 也是露出了一抹笑意 然后他像着所谓的绅士般 对着唐峰直接行了一礼 笑着说道 瓦骨猎奇将军坐下 一等兵我白 很高兴成为唐先生的接音室 这一次旅途 愿唐先生感到愉快 显然警惕的南白玉人 直到此时才是真正泄露出 那所谓将军的名字 以及他的名字 对此 唐峰倒是没怎么在意 宛正对他来说 早说晚说都没什么区别 他至少都是要一剑斩了他们 所以唐峰只是走到卧白的面前 平静地说道 走吧 我白淡淡一笑 请唐先生稍等 他说着自己从口袋里取出了一段骨笛 然后他直接转过身来 拿着骨笛开始吹走 伴随着骨笛的响声 一阵诡异 放入骨笛般的笛声 直接从那笛子里面传了出来 然后一阵诡异的地洞 直接在他们前方不远处 相当而起 紧接着众人 便是看到那原本完好的黄土大地之上 竟然有着什么巨大的物体 直接破土而出 噗噗噗噗 恐怖的巨大物体 从土中破出 直接便是让得呢 暗的大地崩裂 无数尘土滚滚四扬而起 而后 在那无尽的尘土当中 众人直接看到一道仿如巨船 但又不是巨船 而更像是钢铁巨瘦的金属物体 直接从滚滚尘土中显现而出 他那满身的黑色金属质感 充满了高科技的味道 让人震撼 我的天 这究竟是什么玩意儿 人群里一名精瘦的男子 看得着恐怖的巨兽 直接变识忍不住的震撼出声 另一名威放的男子 直接咽了口唾沫 看上去 有些像是巨船 和钢铁巨兽的结合体 闻言 此足寻 是皱着眉头说道 我感觉 更像宇宙飞船 和钢铁巨兽的结合体 总之 无论是什么 它反正一定是高科技的产物 众人听得是纷纷点头覆盒 然后他们开始对白玉仁 更加的忌惮 要知道一直以来 他们对白玉仁的观念 都停留在武道上 他们都感觉 白玉仁在武道方面 比蓝星人要强横 其他方面 白玉仁是不如蓝星的 尤其是科技 但是现在 白玉仁所展现出来的科技 竟然已经超过蓝星了 这如何能够让他们不计丹呢 毕竟 丹从身体素质上来说 白玉仁已经完胜 绝大多数的蓝星人了 现在连科技都超越蓝星人 那就等于 近乎全方位碾压了 这还怎么打呀 将来 如果不是有燕北玄战的强者作战 他们都要感觉绝望了 与此同时 唐峰也是眼眸微凝 因为连他都是没有想到 白玉仁竟然 还有这等恐怖的科技 而在唐峰眼眸微凝间 我白看着古墨哈 铜霸等人 面颊上了几分惊涩 那神色里 也是露出了几分自得和享受 似乎他等的就是这一刻 这铜霸 古墨哈等香巴佬 被他们的科技 所震撼的一刻 唯一遗憾的是 卧白没有从唐峰的神色里 看出太多的震撼 不过纵使如此 也阻止不了卧白的自得 还有那种恐怖的优越感 他笑看着唐峰说道 唐先生 你感觉我们的交通工具如何呀 还行 卧白皱了皱眉头 显然他对唐峰的这个答案 不是很满意 所以卧白缓了缓 又笑着道 对比你们蓝星的科技怎么样啊 唐峰眉眼看了他一眼 他知道卧白想做什么 那是想显示优越感 打压他 打压蓝星 所以他怎么可能让卧白如愿 唐峰直接神色平静地说道 在我们蓝星 比拼的不是科技 卧白笑了 不比科技 那比的是武道吗 如果是武道 他一样有信心 站在蓝星之上 只是唐峰的回答 却是出乎了他的预料 不 不是武道 卧白文言一愣 然后他看着唐峰道 不是武道 也不是科技 那是什么 唐峰神色平静地说道 神话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78集 破碎的墙堆上 当的唐峰将神话 那两个字说出来的时候 卧白直接便是笑了 他看着唐峰道 没有想到你们蓝星人竟然会最看重神话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 这当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 卧白这句话便是很明显的反话了 他在嘲讽唐峰等人将希望和重心放在所谓的神话上 因为在他看来 神话都是存在传闻里面被幻想出来的 是不切实际的 只是弱者和愚蠢的人才会将一切放在神话上 只是卧白不知道 这个世界神话是真的存在的 而且力量很恐怖 就比如那位聂炎王 如果对方愿意的话 将来纵使是一万个卧白 也不是他的对手 我想你们的将军 并不希望你把时间浪费在做这种愚蠢的事情上面 唐峰看着眼前的卧白 懒得解释 直接平静地怼道 卧白文言 眼皮抖了抖 然后他看着唐峰 恢复了所谓的平静 笑着说道 唐先生说的有道理 说完他中心转过身来 看一下了那已经显露在大地上的黑色钢铁巨兽 他吹着吹手中的骨笛 轰隆隆 这骨笛一吹 那钢铁巨兽密封的头顶上 直接变像是那巨门一般 缓缓打开 然后一道光芒 直接从那巨门之中照射下来 嗡 光芒照耀在唐峰等人的体虚之上 一股无形的悬浮之力 直接诞生而出 从街引着唐峰几人升空而起 缓缓地朝着那大门飞去 看到这儿 唐峰也是眼眸微微闪了闪 反引力系统 看来这白玉人在科技方面 是真的很高啊 毕竟能够将反引力系统运用的那么好 连接个人都用上了 这可不简单 至少现在的蓝星暂时还做不到 接下去 在众人的注视下 唐峰几人也是直接在这道光芒的引导下 飞进了那钢铁巨兽的所谓巨门当中 他们一进巨门 那巨门也更像是那有所感应的大门般 缓缓关闭 然后整个钢铁巨兽 在此时 直接转过身来 猛的一个跳跃 重新钻进了那大地之中 庞大的巨兽重新钻进了大地之中 然后那整个大地在泥土 稍稍的翻拥了一会儿以后 竟然便重新恢复了原样 是的 整个大地恢复原样了 仿佛之前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那巨兽也没有出现过一样 看到这一幕 古墨哈 铜把等人也是被震撼了 毕竟这一手纵干整个蓝星 恐怕都没有一种科技产物能够做到 这白鱼人的科技是真的有点恐怖啊 古墨哈看着那远处 看似平静的大地 那眉头忍不住地皱了起来 他觉得 这次的事情过去 他一定要将这个信息汇报给燕北璇 毕竟 这个信息是很重要的 在科技方面 如果他们没有防备和觉悟 到那时 很可能会给九一联盟乃是与整个蓝星的人类 都带来惨痛的损失 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只是古墨哈没有想过 这一次 白鱼人其实没有打算让他们完全活着离开 也就是说 无论唐峰投不投靠白鱼人 他们都会死 乌城会馆的院子外 一群白鱼人正于土地当中 缓缓地行进着 他们的目的地是乌城会馆 目标便是古墨哈等人 同一时刻 那所谓的钢铁巨兽内部 此时的唐峰 正和红鹰 握白 站在了钢铁巨兽的头颅之中 只不过说是头颅 实际上就是一个驾驶室 是的 是驾驶室 具体的模样 便和唐峰曾经看过的科幻片里面的 那些宇宙飞船驾驶室一样 有着各种精密的更高科技仪器 以及道道虚拟的科幻屏幕 除此之外 还有数十名操控着仪器的白鱼人 总之 整体看上去和那所谓的宇宙飞船操控室 没有太大的区别 怎么样 唐先生 我们的黑兽 是不是很不错呀 我白站在这驾驶室内 看着刚刚进来的唐峰 毫不避讳地笑着问道 勉强吧 唐峰扫了眼四周的仪器 平静说道 看来唐先生也是可不愿意轻易承认对方优秀的人呢 我白笑着 竟然在他看来 唐峰说这话是因为唐峰思想顽固 有些不愿意承认和接受白鱼人在这方面的优秀 唐峰文言没有理会我白 也懒得解释 他只是静静地看着身前那巨大的屏幕 从这巨大的屏幕里唐峰能够看得出来 眼前的这道黑兽正在泥土里快速地前行着 但诡异的是 纵使巨大的他那么快速地前行都没有带出半点的震动 那感觉就好像这黑兽是游荡在海里不是泥土的一样 甚至说纵使是游荡在海里都没有那么灵活 而且这黑兽就像是能够清楚地知道具体地点是哪里呀 所以虽然那屏幕上前方所呈现出来都是大同小异的泥土 但黑兽依旧都是能够快速地朝着目的地准确地前行 你们族域的人是将所有的科技都投入到了大地当中了吗 唐峰看着眼前的一切 他是真的怀疑 白玉人是不是将所有的科技资源都投到大地当中而非海洋了 毕竟眼下白玉人所展现出来的土中科技 远比蓝星海洋中的要好 别的这些高科技功能就不提了 就单单说是普通的一点 蓝星地下科技基本上是要破坏土地才能够维持的 但是白玉人的这个黑兽却不会 他反倒能够将土地弥补 就像眼下 他们虽然行驶了那么长的一段路 但是那一段路所过来的地面却没有遭受半点的破坏 也没有引起所谓的塌方和事故 甚至说当黑兽一走 大地便恢复了政策 一切恢复如初 所以看到这一切 感慨的唐风才会忍不住的有此询问 我白文言直接笑了笑 然后他说道 不是的 我们族的人素来讲求全面发展 所以土地是我们擅长的东西 但并非质疑土地 还有苍穹 还有海洋等等 我白不断地说着 就好像自己已经和唐风是刺激人般 没有隐藏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 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所谓的钢铁黑兽内 唐风正安静地听着卧白的话语 他那看似平静的神色里 泛起了几缕波了 他是真的没有想到 白玉仁竟然是讲求全面发展的 如此说来 岂不是代表着白玉仁 在至空至海的各个方面 都能够镇压蓝星人 毕竟针对地底里面的黑科技 蓝星的科技已经输了 那其余的恐怕 也就不会弱了 而这一比起来 蓝星的科技 便真的显得落后了 这迟早会掀起一阵风暴的 红莺同样听着卧白的话语 神色平静地说道 在他看来 此事让九一联盟 或者下国的其他高层看到 他们一定是会被惊呆的 到的那时 恐怕便是意气风暴的爆发开来了 红莺姑娘 正当他那么想的时候 那原本站在他身旁的卧白 直接看着他 笑着说道 红莺姑娘 你那么盯着咱们眼前这一切看 这是对我们的非常感兴趣吗 感兴趣吗 其实也不算 因为红莺之所以认真看 纯莺是为了嫉妒下来 好回去和酒药联盟的众人说 让他们提前防备下来 不至于最终被白鱼人打个措手不及 我只是对你们的搭配比较感兴趣 红莺站在唐峰的身边 回过身来 看似平静的胡乱说道 没有想到 红姑娘的癖好 也那么的独特呀 卧白直接朗声 对着唐峰笑了下 他当然知道 红莺没有说假话 但是他不在意 毕竟 对于有着绝对信心的胜利者 他是不会在意这些细节的 在他看来 纵使红莺看出话来 都改变不了蓝星人不如他们 要被他们所打败的事实 卧白先生 唐峰在此时 看向眼前满是得意的卧白道 你现在似乎不应该和我们说这些 你应该先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能见到将军 眼下他都科技差不多有些了解了 所以他不想多说了 直接问卧白关于将军的事了 哈哈哈哈 唐先生不用着急 再过半个小时 咱们就能见到将军了 卧白看着唐峰 朗笑出声 在他看来 唐峰等人应该放轻松 多聊聊这些科技 毕竟我们 这黑兽的飞行速度非常快 比飞机都差不多了 所以只需要半个多小时 便能够抵达将军 所定的地点了 卧白重新将话题搬回来 笑着气去倒 唐峰文言 也是听出来了 这卧白铺显摆自身科技 比蓝星墙是不痛快了 所以想到这儿的唐峰 直接看着眼前的卧白道 嗯 你们的地下挖土机 的确挺有两下子的 其实唐峰一开始 并不想打击卧白 但是卧白太得寸进尺了 所以他便故意说一句 打击卧白 对此卧白也真的有些 戒不上话了 他沉默了半天 才是对着唐峰笑着道 哈哈 唐先生真的爱开玩笑 我这巨兽和挖土机 可是有着很大区别的呢 区别就是一个在 泥土表层工作 一个是在里面 唐峰神色平静地继续怼道 卧白文言眼眸闪了闪 然后他终是有些忍不住 他直接看向唐峰 啼笑肉不笑道 好了 唐先生 我们还是聊点别的吧 嗯 你想聊什么呀 我白眼咕噜咕噜的一段 然后他看着眼前的唐峰 笑着道 我想聊聊 唐先生刚才是怎样大担子 才能说服自己过来 而不管古墨哈那去人 唐先生便不怕 你前脚走 后脚我便派人去把你的这些 都给拿下吗 或者直接都给杀了 卧白笑隐隐地看着唐峰 那眼里透着蜥蜴的光芒 只是看着唐峰的神色 依旧平静 他看着卧白说道 你的那位将军 不敢那么说 哦 卧白来了兴趣 毕竟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人敢这么说 那位将军 说其不敢杀人 想到这儿 我白看着唐峰道 唐先生 为什么你觉得 我的将军不会那么做呢 唐峰平静地说道 因为 他如果那么做了 不会亲手宰了他 这一语 一直听到在场众人 全部神色骤变 毕竟在场除了唐峰和红莺以外 其他的可都是白玉人 是那名将军的手下 身为手下 他们的上司被那么挑衅 那么说 他们自然要色变男性 甚至 连自认为自身沉稳的卧白 听到他这话 都是忍不住谋起波了 好一会儿后 卧白才是笑着对唐峰道 唐先生 你还真是有信心啊 天生如此 唐峰平静地说道 哈哈哈哈 好 好一句 天生如此 唐先生 我是越来越对你感兴趣了 卧白笑着 他看着唐峰的眼神 透着几分复杂 而在他神色复杂间 唐峰并没有过多理会 他只是看着眼前 那巨大的虚拟屏幕说道 能允许对我感兴趣的 只能是两种人 一种是死人 一种是女人 你要当哪一种呢 这一语 也是问得卧白一愣 然后 他看着眼前的唐峰 不由其意去地笑着他 看样子 我还是暂时闭嘴 让你们好好等待 见将军吧 他感觉再这样聊下去 唐峰可能要抱起打他了 当然如果他真的认为 想过这个故事 那他便会知道 唐峰这不是报道 而是直接杀人 接下去 唐峰等人 也是安静地站在了驾驶室 看着那无数道虚拟屏幕 不断地在此时变换着 一直到半个小时以后 半个小时 那一直在地下游走的钢铁巨烧 像是察觉到了什么一番 忽然轰破了前方的一块巨大的巨石 然后 他像是在此时 猛地冲到了一块陆地之上 是的 他冲到了陆地上 但是这个陆地 不是荒野里的陆地 而是一个 潜藏在大地深处的陆地 这个陆地 就像是一个小型空间 里面什么都有 比如各种唯美的建筑物 还有那高高悬挂在高空中的续扬 这虚扬缓缓洒下 直接扑洒在了唐风和红鹰等人的眼前 然后红鹰忍不住地轻谋微善心中触动 这白玉人 竟然能够造出那么完美的地下世界 怪不得 他们能够存活在地下 地下世界的王者吗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一个小旗炮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80节 驾驶室内 唐风和红鹰都是看着外面的暖暖的续扬 心中波澜危急 因为他们有被眼前这地下美城给稍稍地惊到了几分 这画面真的是太唯美了 整个地下城就像是童话里的世界一般 童话里的建筑 童话的草木 还有那童话里的暖阳 总之到处都充满了温馨童话感 唐队 你说这一切究竟是真的 还是三地投影啊 红鹰站在唐风的身边 宁看着眼前的一切 那黑碎的毛子里 止不住的泛气缕缕的波澜 毕竟 这真的是太逼真的 唐风温言 沉吟了一下 然后他平静地说道 太阳是假的 其他是真的 而且 太阳也不是三地投影 应该是 一种人造太阳 红鹰听到这话 直接倒戏了口凉起 心神微变 人造太阳 要知道人造太阳这个概念 不止一个国家提出来过 很多国家都提出来过 但是到现在为止 没有一个国家 能够成功地制造出人造太阳 而眼下白玉人竟然制造出来了 这可惜地先进到什么地步呀 红鹰都有些不敢想了 旁边握摆看着红鹰 那略带金色的模样 他的嘴角也是掀起了一抹笑意 可以说 他想要看到的就是红鹰这种表情 当然 他最想看到这个表情的 还是唐峰 只可惜 唐峰致死之中 表现得很平静 半点都没有惊讶到的神色 所以他不免有些失望 不过 我白心态终究很好 所以纵使他没有看到他想看到的 他还是很快地便是恢复了正常 并对着唐峰笑着说道 唐先生 我们马上就到 马上 红鹰微微地一愣 然后他看着卧白说道 这里还不是目的地 卧白笑着说道 当然不是 这里只是一颗经过的地方 红鹰闻言神色变得复杂地看着卧白道 你不会是故意来这里 让我们面前显摆一下的吧 当然不是 卧白朗笑着 那神色稍微有些尴尬 说实话 他不是到唐峰等人面前显摆 但却是故意开到这里的 因为这是将军的命令 让他们看一眼白玉人美好的一面 毕竟蓝星人都喜欢美好的事物 所以让唐峰等人看一眼这所谓的美好 或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吸引到唐峰等人 让他们心偏向白玉人 而面对卧白的否认 红鹰也是一脸的怀疑 不过 他也没有过度的追究 他只是自顾自地转过头来 继续欣赏眼前的美景 这真的是太美了 而是看着他那有些眷恋的模样 卧白也是面露笑意说道 怎么样 美吗 如果我们统治这世界 那我们便会将这整个世界 都打造得那么美的 红鹰文言直接收回了目光 然后他平静地说道 是很美 但是 这种美我们自己也会打造 不需要你们来 面对红鹰这话 我白却是笑了 红鹰小姐 这话说的 你自己恐怕都不信吗 毕竟 你我心中都清楚 这些年过来 你们蓝星人 是怎么对待蓝星的 你们拼命地排放污染物 拼命地推倒山林 拼命地破坏着整个环境 从而 换去那一座座所谓的摩天大楼 崭新的工厂 拔地而起 卧白不住地说着 也是说的红鹰神色有些难看 因为卧白说的是实话 一直以来 各个国家为了经济的发展 对环境的破坏 的确是比较严重的 有些更是直接牺牲了 很大程度的环境 换去的经济发展 所以面对卧白这话 红鹰有些辩驳不出 看到这 卧白那效益 也是更浓了 也是在此时 唐峰忽然平静地说道 每个国家 每个星球 都会经历这个阶段 从破坏环境 到保护环境 乃至于发展环境 最后 达至完美和平 这一切 都是避免不了的 所以现在看来 蓝星是消耗环境多 但是 要不了多久 他们便会开始 大力地保护环境 然后开始发展环境 达至双方的完美平衡 红鹰文言 也是立刻点头 他赞同说道 唐队说的没错 这一切都是暂时的 我们蓝星 也早晚会开始 维护发展环境 并创造眼前的这些 唯美事物的 我白笑了笑道 你们说的也是有道理 不过这恐怕 就要很久很久以后了吧 但如果我们白玉人 来统治蓝星 那就不一样了 我们会立刻 就开始这样做 可以让这个完美的结局 提前到来 唐峰文言 直接地笑了笑 然后 他看见了我白道 不好意思 我这个人喜欢 循序见经 不喜欢 一下到底 这一语 也是直接将 我白的话 给堵死了 我白一时间 有些说不出话来 看到这 唐峰直接转身 朝着旁边的唐仪走去道 行了 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直接去你将军那 说完 他直接 走到那唐仪上 躺了下来 悠哉休息 看到这一幕 我白也是知道 这里的一切 说服不了唐峰了 所以 他摇了摇头 也是 没有再继续多说 而是直接命令驾驶员 驾驶这所谓的船体 继续往前开了 呼啰啰 黑色的钢铁巨兽 继续朝着前方 快速的行驶 而这一次 便更快了 有些像是空间跳跃 所以 大约十多分钟以后 他们便是抵达了那所谓的目的地 黑色的钢铁巨兽 猛地穿越空间 跳跃到了一块广袤无边的虚空土地中 眼前的场景 直接呈现在了红莹的面积 而这一程 也是直接将红莹给看了 如果说 刚才所看到的是童话里的世界的话 那么 眼前的这一切 并有些像是电影里面 那所谓的宇宙空间中转站 而且是那种军事中转站 整个空间看去 除了那漫无边际的星际黄土 便是那无数座的堡垒 以及那飞行于各处的飞艇 飞船 而在这些物体的上空 也不再是太阳 而是一片虚空 一片像是宇宙般的星空 红莹目睹着眼前的这一切 忍不住地 倒戏地口凉起 心中震撼 这难道是所谓的 战争壁垒吗 这也太震撼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81集 说实话 此时的红莹 是真的被眼前的场景 给震撼了 这一幕真的像起了 一个军事基地 而且是宇宙里面的 那种军事基地 整个场景宏大 而充满了科技军事感 与此同时 那看似唐餐木以上 实际上将一切 信收眼底的唐峰 也是眼眸微微眯起 心中波澜未同 这就是白玉人的军事基地 到底确比蓝星 要显得强大得多 而在唐峰那么想见 我白则是看着眼前的科幻基地 面颊上露出了几分自信的笑意 然后他转身看见了唐峰 唐先生 我们的目的地到了 哦 是吗 唐峰看似随意地温了一句 然后他才像是刚刚看见了一番 缓缓从唐椅上是站起了身子 他缓步走到了屏幕前 然后唐峰看着那屏幕外面的基地 很是平静地说道 这里是你们的军事基地 我白笑着道 勉强算是吧 勉强算 是的 我白笑着道 眼前这个场景是军事基地 但却并非真正的军事基地 怎么说呢 就像是你们古代说的 前锋营和大本营的区别吧 而眼前的这里 便只是一座前锋营 听到卧白这话 红鹰的交融直接便是一变 这里还只是一座前锋营 那大本营得多恐怖呢 红鹰是真的有些不敢想的 他那神色渐渐变得凝重起来 毕竟白鱼人越恐怖 他们蓝星胜率 几率便越低 与此同时 唐风的眼眸也是微微的凝起 他有些明白 为什么那位阎王要插手人世间的事情 因为按照眼下这种情况看 单靠人世间自己的力量 赢得几率的确很低 看来这场战役 恐怕会打得很艰难吧 唐风眼眸微微凝起 他觉得除非这世界真的 出现入地人先 反须地先这种层次的强者 否则他们想速赢白鱼人 几率很渺茫 甚至说想赢都几率很渺茫 所以这场战役 如果真的开打了 绝对会打得很尖 以前的时候 他们还是想得太乐观了 包括他 包括燕北玄 正当唐风那么响的时候 那远处突然有着数十辆飞机 直接飞掠而来 他们以极快的速度 飞到了黑兽的进前 然后他们像是人一般 在这黑色钢铁巨兽的头部 开了口门 分裂而开 排成了两个队伍 像是欢迎唐风等人 等到这儿 我白不由地对着唐风笑着道 唐先生 将军派人来欢迎我们了 我们可以出发了 唐风问言 神色平静 我白健壮笑了笑 然后 他直接示意手下 打开了眼前的大门 巨大的大门 在此时打开 而随着这大门的打开 一辆战机 直接飞到了大门口 然后 那战机的尾部 对向了这个大门 同时舱门缓缓开启 露出了里面 站着的几名白玉人 其中那领头的男子 身子最高 而且 他身上还穿着和旁边人 颜色不一样的 特殊的蓝色战衣 他看着眼前的卧白 和唐风三人说道 你们来了 将军已经在等你们很久了 卧白文言笑着道 中间生出了点事 所以有些耽搁了 他说着直接看向唐风的 唐先生 让我们一起上战舰吧 唐风文言 倒是没有多说 他直接一个脚尖点地 整个人轻飞而起 落到了战舰里 红鹰剑撞 紧随而上 然后 便是卧白 而随着他们三人 宣布进到战舰那以后 那战舰的舱门 也是直接关于 然后 整个战舰 直接冲掠而出 逃着下方的 所谓的军事基地飞去 而随着这架 飞行战舰的飞出 基于战舰 也是紧随而上 下一刹 数十辆战机 像是流星一般 整齐地朝着 那下方军事基地飞去 只一瞬 他们便是到达了 军事基地中央的 大堡垒前 然后 他们在那堡垒前的 巨大空地上 漆漆落了下来 平稳而住 随着战机的停稳 那舱门直接便是打开 然后唐风等人 顺着那战机 走了下来 时时走下来以后 唐风和红鹰 也是发现 和刚才那隆重迎接不同 这里并没有人 很隆重地迎接队伍 只有一名 穿着西装的白鱼人 带着几名白鱼人 站在空地上 他们看到 唐风等人的出现以后 迎了上来道 想必 阁下就是唐先生吧 那名走在最前面 穿着西装的中年男子 来到唐风几人面前后 对着唐风笑着道 嗯 你是瓦骨猎骑将军 唐风看着眼前的 这名中年男子问道 哦 不是 中年男子笑着道 小人 哪有资格和将军 起名 小人 名叫莫迪 是 瓦骨猎骑将军家的管家 专门 被瓦骨猎骑将军 派来迎接唐先生的 面对他这话 红鹰有些不愿了 他直接说道 你们将军 请我们来 现在 却又派一名管事 来迎接 这处理事情的方式 也是挺有意思的 莫迪笑了笑 他知道 红鹰这是有些不爽 他们的代客知道了 想到这儿 莫迪看着红鹰 笑着道 姑娘误会了 我们将军 是临时被钥匙耽搁搁了 所以只能派我前来 红鹰说道 临时的钥匙 什么钥匙 比你们将军 自己邀请的客人 还要重要 莫迪笑着道 和唐先生一样 也是一位 被将军邀请来的客人 唐风文言 眼眸一闪 然后 他看着莫迪说道 你们将军 还邀请了别的客人吗 是的 莫迪笑得依旧温和 唐风心中 波澜危奇 如此说来 这瓦谷烈奇 不知是想收卖我 还是想收卖不少人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趟行程 倒是值得了 毕竟这样一来 他就可以借着这个机会 看一看 有谁会背叛蓝星 有谁已经背叛蓝星了 然后 他就能够借着这个机会 把一些叛徒 给揪出来 解决掉了 这对下国 乃至于整个蓝星 都是好事 想到这 唐风难得地露出了笑意 原来是这样 那应该的应该的 这突然的态度转变 也是看得莫迪等人一愣 这什么情况 怎么那么好说话呢 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 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82集 军事基地里 莫迪对着唐风的忽然好说话 倒是有些懵 他是真的有些不明白 为什么唐风忽然那么好说话 不过 莫迪没有太过在意 毕竟这里是他们的地盘 哪怕唐风 藏着什么阴谋 他们也不怕 在这里 他们有着极大的信心 可以碾压一切图谋不诡制 包括唐风 所以 面对唐风的态度转变 莫迪只是愣了愣以后 他便是对着唐风 笑着道 多谢藏先生的通情达理 客气 唐风笑着 然后 他看着莫迪道 那么现在 可以带我进去 见你的将军了吗 他是真的有些迫不及待地想要看看 究竟是哪些人 被白玉人给收买了 然后 他好一个个打死 莫迪不知道唐风心中的想法 所以 面对唐风的话 他只是笑着道 当然 唐先生 请 随我来 说完 他直接做了个请的手势 整个人便是转身而过 朝着那中央巨大包雷走去 唐风剑壮直接带着红莺紧随而上 而 他们一动 其余人 也是纷纷地跟上 当然 说是跟 实际上 更像是压解唐风等人 他们这一行人 分别 站着唐风和红莺的左右四周 将他们 给围在其中 那么样 竟然 是打算警惕唐风等人的节奏 不过对此 唐风也不介意 毕竟 他是根本没有打算现在动手的 他要动手 也只会 等到见到那所谓的叛徒以后 才会动手的 所以 这一路 唐风也是显得 很是随意 半点都没有要动手的模样 莫蒂等人 看的此景 也是不由微微交换眼神 那么感觉 唐风 应该是看到这军事基地以后 心中震撼了 所以 是真心的打算臣服了 想到这儿 他们的脸上 都是露出了笑意 毕竟如果 唐风 能够实去而诚心投靠 那对他们来说 算是一件好事 接下去 莫蒂直接带着唐风 走到了那军事基地的大门前 然后 他转身和唐风 笑了笑道 唐先生 请稍等 说完他拿出了一张卡 放在了大门的扫描位置 第一 卡片扫描完成 那原本紧闭着的大门 直接在此时开启 那后中的机器门开启的声音 瞬间响起 唐先生 请随我来 莫蒂 眼看着这大门打开 便是直接转身 看向唐风 笑了笑 然后他便是转过身来 朝着大门内走去 而随着莫蒂带着唐风等人 走进军事基地 他们这才是真正的到达了目的地 走进中央这军事堡垒内 唐风一眼便是看到了各种高科技的屏幕 用具乃至于所谓的机器人 他们充斥于堡垒内各个地方 看得众人 新潮威勇 当然 最翻涌新潮的还不是这内部结构的高科技 而是那站在堡垒里面 正穿着白袍进行各种研究的人 这些人竟然有着很大一部分是蓝星人 这就有些刺激了 这些家伙是疯了吗 他们怎么会帮白玉人做事 他们难道不知道 白玉人是域外的人 是要来侵略蓝星的吗 红莺看着那正在进行各种研究的所谓科学家 新潮忍不住的翻涌而起 旁边 莫迪 卧白等人看着红莺那寂寞的模样 不由互相看了看 满是笑意 说实话 他们就是故意让唐风等人先看眼前的一幕的 因为他想让唐风等人知道 投靠白玉人的 不止他们 还有那么多人 他们全部都投靠白玉人 所以唐风完全可以不必有心理负担 直接投靠他们就行 这些人 你们是从哪儿还来的 正当他们那么想的时候 红莺看着眼前的这些蓝星人 直接转头 看向莫迪和卧白 继续说道 我只能告诉你 他们是我们好尽心血请来的 而且他们都是诚心愿意帮助的 我们从没强迫过 莫迪笑着道 红莺文言心中波澜微动 他有点不相信 他们会诚心愿意帮助 他感觉一定有问题 只不过红莺还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多说 莫迪便是收敛了笑意 继续对着唐风说道 好了唐先生 这里只是这个堡垒的开局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所以请您继续的跟我往里走吧 唐风文言点了点头 然后他们一行人再度往里面走 而这一走 他们足足走了一个多小时 这一个小时里 唐风既看到了各种科技 加成的建筑物 又看到了各种军事操练 以及各种各样的实验 总之这战争堡垒内所拥有的一切 远比蓝星高级 接下去 在众人的注视下 唐风等人也是一路前行 这一路 唐风看到过很多实力非凡的强者 这些强者 他们不是拿杯饮酒 便是拿着所谓的香烟 站在一方抽着休息 总之心态各异 各有孤傲 看到这 唐风人也是忍不住的 眼眸闪了闪 然后他看着莫迪道 这些人 都是你们招心着来的 是的 莫迪笑着道 一开始他们当中 有些人还不愿意 但是当他们真的在这里待过以后 他们便再也不想离开了 唐风文言 直接地笑了 他很清楚 他们不想离开 是有八九十一枚 这里有他们喜欢的东西 或者是他们被更大的利益完全收买了 所以留下来了 总之都是一群没有底线的人 唐先生 我相信你也会和他们一样 喜欢上这里的 正当他那么想的时候 莫迪突然对着唐风 笑着说道 唐风文言愣了愣 然后他有心迷之微笑地看着莫迪道 当然 我一定会喜欢上这里的 毕竟老子可是会将这里全部都拆掉 重建自己的基地 这能不喜欢吗 当然 莫迪他们是不知道唐风心中想法的 在他们看来 唐风这话 肯定是因为一路走过来 被那一幕幕高和纪 高武道给震撼到了 所以心更偏向他们白玉人了 这是好事 如果唐先生能够真的喜欢上这里 我想将军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莫迪对着唐风笑着道 唐风文言沉默了一下 然后他淡笑着说道 如果我真的喜欢上这里 他不会高兴 只会哭 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 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83集 堡垒内 唐风的话语来得突然 说的莫迪等人直接都是一愣 他们有些没有听懂 唐风这话的含义 好一会儿 莫迪反应过来 看向唐风道 唐先生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面对莫迪的问语 唐风直接狼笑了一下道 呵呵呵 没有 开个玩笑 开玩笑 他现在怎么可能和莫迪说实话呢 如果说了 莫迪杀了他都来不及呢 还怎么可能 那么主动地带他去见 那所谓的将军 莫迪的文言神色略 有些复杂地点了点头 然后 他没有多说 直接说道 唐先生 随我继续走吧 马上就要到了 说完 他继续带着唐风湾离走 很快的 他们走到了一条道路的尽头 这尽头 有着一座巨大的铁门 莫迪看着这铁门 直接走上前去 红莹剑庄 打算跟上 但是 他刚打算走 莫迪 便是伸出手 将他给拦住了 莫迪说道 红莹姑娘 莫管是要上去进行激光扫描 你不能上去 你如果上去的话 会被激光射死 激光扫描 红莹愣了愣 然后 他暂时 指出了上前的身子 将目光 看向了莫迪 而在红莹的注视下 那铁门的前端 直接有着一只 科技制造的探头 从门里 伸了出来 然后他直接散发出了红外线 扫射莫迪的整个身躯 那一番扫射下来 直接将莫迪的整个体躯 都扫了个通透 然后 那探头 传出了机械般冰冷的声音 深情者进入 莫迪身份管事 资格允许进入 随着这声音的响起 那紧闭着的大门 直接便是打开了 这一开 一座制造巨大的 圆盘电梯 直接显露在了 众人的眼帘之中 看到这 空莹不由的眉头微醋 这么保密的措施 结果就放一个电梯 莫迪文言笑了笑 他转身看向了红英道 重要的不是电梯 而是这电梯即将抵达的地方 红英撇的撇嘴 不知道说什么了 莫迪笑着 他看向唐峰和红英道 好了 两位请随我来吧 我们马上就能够见到将军了 面对他这话 唐峰倒是没有犹豫 直接走了上去 红英见状紧随其后 而随着他们走进以后 莫迪等人也是跟着走进了电梯 等到他们全部走进电梯以后 电梯大门直接关闭 然后那圆盘形的电梯 开始朝着下面降落 电梯下降的速度很快 但纵使是那么快 他们也足足下降了半个多小时 半个小时以后 电梯停下 然后电梯门打开 这一看红英和唐峰的眼眸 也是直接一闪 尤其是红英 他直接被眼前的一幕给惊住了 只见了在他的眼前 是一座古代西式的大殿 那大殿装饰得非常的宏美壮观 两旁上面都插着白玉人的特殊旗帜 而地上也铺着一条崭新的红毯 红毯的左右两边站着一排的白玉人 而从这两排白玉人的气息展看 他们的实力似乎每一个都不弱于卧白 要是的卧白可是一等兵 是能够媲美食品强者的 也就是说这两排人都是食品了 红英感受到这里 他的内心忍不住 微微地道歇的口凉起 然后他对身边的唐峰低声说道 唐队 这些人的实力似乎都很强 唐峰看了他们一眼 然后他平静地说道 一般吧 比起我来差得太远了 唐峰这一语硬生生地 让他刚想开口说话的卧白和莫迪 那话语没能从嘴里说出来 他们的话语全部都是卡在了喉咙里 毕竟 这真的太自恋了 而在他们无语间 红英则是乐了 说实话 他还是第一次看见唐峰自恋的样子 倒是挺可爱的 唐队 原来你那么可爱 红英笑着看着眼前的唐峰说道 可怜没人爱吗 唐峰耸了耸肩膀 红英顿了顿 然后他玉面微红地叫告诉唐峰 他爱 但是他还没来得及开口 唐峰便已经和莫迪走上了红毯 朝着前面走去呢 所以红英那表白的话只能重新验了回去 他跟上唐峰的脚步 而后唐峰 莫迪等人直接顺着红毯走到了这大殿最里端的大门前 不错 又是一座大门 不过这一次这座大门并没有需要输什么密码 也没有需要什么红外线扫描了 那守着大门的两名白玉人在看到唐峰莫迪的出现以后 他们直接便是伸出手拉开了那大门 啪啪 大门打开 里面的场景直接映入了唐峰和红英的眼帘之中 只见了里面同样是一个大殿 只不过和之前看到那些充满科技军事感 古代冰冷感的大殿不同 这个大殿里现在非常的温馨和热闹 因为此时的这座大殿里面似乎正伴着酒会 里面不仅仅有着很多男女伴随着音乐在翩翩起舞 还有摆放了很多的茶水 点心 供其他没有跳舞的人吃喝 同时那四方的角落里还有各种沙发 座椅 算是休息的地方 总之整体看上去像其的西方的贵族休息厅 只是一群西方人 而这里呢 不只有这白玉人 还有这下国人 以及一些西方人 人数多而繁杂 看来你们将军邀请来的人 是真的不少 唐风看着眼前的这个场景 下意识的悠悠感叹 所以他要杀的叛徒估计也不少了 当然 莫迪并不知道他心中的想法 他只是对着唐风笑了笑的 我们将军最喜欢的便是交朋友 所以来的人不少 唐风闻言笑了笑 然后他说道 什么 我还以为他是想把全部敌人凑到一起 然后投降了当朋友 不投降了直接的一起解决呢 面对唐风的话 莫迪直接一愣 因为他们的将军还真的是这个想法 只是他没有想到 唐风竟然随口一语 就点破了 唐先生说笑了 将军他不是这样的人 莫迪想着快速地回过神来 对着唐风 冷笑说道 毕竟这种事 可不能承认呀 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84集 大门前唐风对于莫迪的话语 也是直接地笑了一笑 可以说 在莫迪愣神的那一刹 他便知道 自己的猜测是对的了 只不过莫迪不承认 他也懒得拆砖 我的确是在说笑 唐风笑着之间 顺着莫迪的话往下说 算是将这个话题给圆了过去 对此莫迪尴尬地笑了一下 他也没有心情去在意 唐风是有心那么说的 还是真的只是随口那么一说的 他只是对着唐风笑着说道 唐先生 你随我来吧 将军他就在里面 唐风闻言点了点头 然后他跟着莫迪往里面走 而当着他们往里走的时候 那正在跳舞的众人 也是直接注意到了他们 只不过有莫迪在前面领头 所以他们并没有上来打招呼 他们只是稍稍地看了一眼 然后继续做自己的事情 接下去 唐风和红莺直接跟着莫迪 一路走过人群 然后来到了那大殿的最里端 在这里正站着数道身影 其中一道是白玉人 而另外几道则全部都是蓝星人 证明白玉人的身材十分的魁梧 大概比正常的白玉人要高出一个头 他那上半身虽然穿着战甲 但依旧遮盖不了他那壮硕的体穀 那所谓的肌肉弧度 也是在他的身上完美展现 只一眼 唐风便能看出这去躯体拥有着极强的爆发力 恐怕一拳之下的力量 纵使是他都无法与其媲美 看来此人便应该是将军了 唐风看着这个人 他差不多可以确定 眼前这个人就是莫迪等人口中的将军 瓦骨猎奇 而这名瓦骨猎奇的实力 他如果估计的不错的话 应该是在十一品 十一品 纵使是他打起来都很悬的 看来这一趟来的有些冒险 唐风想着 他感觉这一次他算是真正的犯贤境了 一个弄都不好 还真有可能会交代在这里 而且他那么想的时候 莫迪则是直接走到了那名白玉人的面前 然后他对着那名白玉人 极为理静的攻身说道 将军 唐先生来了 面对莫迪的话语 那手拿香槟的白玉人 也是直接停下和那几名蓝星人的聊天 然后他和莫迪点了点头以后 直接看向了唐风 笑着道 唐先生 我等你很久了呀 说完 他主动上前给了唐风一个热情的拥抱 他热络的模样 不知道他还以为 他们是许久不见的好朋友呢 而随着瓦骨猎奇和唐风拥抱完 他也是直接对着那几位蓝星人介绍道 来 和几位朋友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九一联盟最杰出的年轻财军 唐风先生 面对瓦骨猎奇这话 那几名蓝星人也是立刻上前和唐风笑着打招呼 其中一名西方人模样 更是直接对着唐风伸出手道 你好 唐先生 我叫洛克斯 是西兰国天母教的基祀 西兰国 那倒是和火神教的布朗特他们是一个国的 不过唐风也清楚 火神教和天母教并不是一路的 他们是西兰国内不同的组织 所以他也不会那么傻愣愣的把布朗特说出来 谈关系 唐风只是平静地说道 你好 面对唐风这平静的话语 卢克斯却是眼眸傻那傻 因为在他看来 一般来说无论是谁 哪怕是眼前这位将军 在听到他祭祀的身份时 都会对他表现出几分热情 礼敬有加 可是唐风 却表现得那么冷淡 这让他有些不爽 难道 这人是救药联盟里面的天王 卢克斯心中那么想 在他看来 估计也就只有九要联盟的天王会态度那么高冷了吧 他这样想着 直接看着唐风笑道 唐先生 我已经对自己相细介绍了 你不打算也相细介绍一番吗 显然他这便是在套唐风的身份了 对此唐风也看出来了 所以面对卢克斯 他十分平静地说道 我只是救药联盟里的一个普通人员 面对唐风这话 卢克斯和其余的蓝星人都是眉头一皱 然后他们有些不幸 在他们看来 唐风如果只是个普通队员 怎么可能会被瓦骨猎脊所看中 并且主动邀请到这里来 他们觉得唐风应该是在藏着 不想让他们知道其真正的实力 卢克斯想着直接冷笑出声 然后他看着唐风道 哈哈哈哈 唐先生当真谦逊 竟然还说自己是个小任务 如果你是小任务的话 那恐怕我们都是小无人务了吧 他这话也是故意将唐风抬高 从而切此来试探唐风的态度 只可惜对于他的试探 唐风依旧是神色平静 他只是很冷淡地看着卢克斯道 我说的是实话 面对唐风这话 卢克斯依旧不喜 不过他也没有那样直接地去说了 而是绕了一个圈对着唐风说道 对了唐先生 我听说你们花下国 一直都是以误导境界来分势力高低的 那不知道唐先生 你的误导势力在下国算什么标准呢 唐风文言直接实话实说道 酒品 酒品 卢克斯等人全部都是眉头皱了起来 要知道他们今天能够站在这里和瓦骨猎骑聊天的 没有一个人的实力是低于食品的 哪怕最差也是食品初期 而唐风竟然只有酒品 这让他们瞬间感觉唐风的档次低了 至少比他们低 只能勉强和大殿中央那群蓝星人比 不过虽然他们心中那么响 他们还是没有那么表达出来 毕竟他们谁也不清楚唐风说的究竟是真话还是假话 万一唐风是骗人的呢 他们要是那么快就转变了态度 那不就等于把四夕给坑了吗 所以面对唐风这话 卢克斯只是笑了笑道 唐先生又和我们说笑的 您怎么可能是酒品呢 唐风文言神色平静地道 我就是酒品 不信你们卧白 此话一出 众人齐齐的目光看见了卧白 然后卧白在他们的目光下 略显无奈的道 唐先生一确是酒品 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一个小气泡 演播何其潜下安宁 第1085集 大殿内 当着握把的话语 从嘴里吐出来的时候 卢克斯等人 那对唐风厌恶的神色 瞬间便是露了出来 其中一名叫吉亚的女子 更是直接对着唐风 皱眉说道 酒品 一名酒品的人 竟然也敢跑到将军面前来 打扰将军喝酒 这未免也太大胆了吧 就是 酒品的人应该在大厅里面 和大家喝茶 跑过来打扰将军的雅兴 做什么呀 真是不识趣 另一名精寿的蓝行人说道 而他们也说 其余的蓝行人 也是纷纷的开口 总之 他们一个个都瞧不起他 包括刚才那主动 和他攀谈的卢克斯 整个现场 只有两个人是冷静的 一个是瓦骨猎蟹 还有一个则是卧白 因为卧白清楚 唐风的实力看似是酒品 但是实际上 是能够媲美食品巅峰的存在 那龙幼被唐风杀的一幕 他都还记得很清楚 所以 比起眼前这几十个食品 唐风其实要强很多了 这里根本就轮不到 他们看不起唐风 应该是唐风看不起他们 将军 我白这样想着 他对着瓦骨猎蟹 投去了一个目光 算是提醒瓦骨猎蟹 唐风这个人不简单 最好能够在这个时候 帮忙说说话 拉拢人心 而感受他的目光 瓦骨猎蟹也是很快的反应过来 然后他选择相信我 直接对着中人笑着道 好了好了 唐先生是我邀请来的贵客 至于他的实力 大家也就暂时别说了 这话很明显是在帮着唐风说话 顺带着给大家台阶下 卢克斯等人门言也是立刻闭嘴 不再多说什么了 毕竟连瓦骨猎蟹都亲自开口 让这件事过去了 他们如果还要硬抓着这事不放 那就等于是在间接得罪瓦骨猎蟹呢 这可不是他们想要的 所以他们立刻闭嘴不言 而看透他们不说话 瓦骨猎蟹也是心中满意 然后他转头看见了唐风 唐先生 你远道而来 肯定有些累了吧 来 跟我到那边去 咱们边坐边聊 他说着 当真就拉着唐风 跑到旁边的角落里面 去坐着享受聊天的 那场景直接将 卢格斯等人都给看待了 他们皆是眼眸微瞪的 心潮翻涌说道 这唐风竟然能够让将军 那么特殊对待的 还那么主动的热情 带他到一边坐 他们感觉有些不现实 而在他们感觉有些 不现实期间 红莹则是紧随而上 跟了过去 一时间这里 便只剩下了卧白 卢格斯还有那一部分男性人 然后卢格斯率先忍不住 直接看着莫迪和卧白说道 莫迪 卧白 这究竟是这么灰时 为什么宗主对这个小子特别的在意呢 面对他的这番话 卧白神色平静地说道 具体其实没有什么 只不过这个唐风实力是真的强 所以将军是知道的 便那么做了吧 唐风实力真的强吗 卢格斯等人都是一愣 然后卢格斯直接对着眼前的卧白说道 你说唐风的实力很强 真的假的 刚才你不是说他才区区的旧品吗 嗯 是旧品 卧白点头 然后他打算解释清楚 唐风的旧品 只可惜 对于他后面的话 还没来得及 便被抢先了 那名叫吉亚的 直接此时就皱着眉头 卧白先生 你开什么玩笑 你们的将军 怎么可能会看得当酒品之人 在他看来 瓦骨猎奇是拥有着雄才大略的 所以他应该是不会看上这唐风的 垃圾酒品的唐风 唐风虽然是酒品 但是他的酒品和其他的酒品不一样 我白看着走到角落坐下来的唐风 直接转而对着吉亚说道 不一样 吉亚愣了愣 然后他旁边的卢卡斯 实际就吃笑道 酒品就是酒品 再不一样 他能不一样到那里去呢 就是 区区酒品能不一样到哪去 吉亚不合着卢卡斯的话 可以说 在他的眼中 酒品的人 纵使再强也就是酒品 强不到哪去的 居人文言也是纷纷的点头附和 他们都觉得唐风的实力也就这样的 不可能又特别强的 对此 我白本来想解释 但是想了想 他还是不说了 因为他有些想看卢卡斯等人 和唐风冲突起来 这样的话 他便能够看看他们的实力究竟如何了 毕竟如果派他们的人和他们进行试探 那可是要有代价的 而让唐风和他们对上 那无论他们打成什么样 对他们都没有太大的损失 所以最终 我白只是笑了笑 没有多说 而他的不多说 看在卢卡斯 吉亚等人的眼中也算是雌雄 没话说了 所以他们心中更加认定唐风也就这样了 想到这儿 吉亚等人看着唐风的目光充满了不喜 尤其是吉亚 使些冷恨出声 哼 一个混进来的小人物 还妄图和我们一起 也不看看自己算什么东西 这一刻卢卡斯等人 看着唐风的目光满是不善 角落里 此时的唐风 并不知道吉亚 卢卡斯等人对他的看法 他只是平静地和马谷猎气聊着 唐风说道 马谷将军 看你们这基地的建设 你们这是打算直接掀起战争了 马谷猎气笑了笑道 暂时还没有啊 哦 唐风故意地说道 我观看过你们的军事科技 但从科技上来说 你们已经碾压蓝星了 而既然已经是碾压了 那为什么还不动手呢 马谷猎气文言笑了笑 然后他说道 唐先生马上就要成为我们自己人了 那有些事我也不瞒你了 事不相瞒 我们检测到 在蓝星有着很多的灵葬 这些灵葬里 都有着很重要的宝物 我们的首领担心 一旦开启战争 会让的这些灵葬被战争拨击 从而被损毁殆尽 所以我们想将这些灵葬全部开启 并将这些东西全部拿到手以后 再去动手啊 到那时候 我们便可以放开手脚 进行战争开拓了 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86集 大厅内 唐风和红鹰 听着瓦骨猎气的话 也是明白了 为什么白羽人迟迟没有动手的原因 原来是基于蓝星的那些灵葬 如果是这样 那恐怕这场战争 要百年之后 才有可能真正彻底爆发了 唐风坐在沙发上 平静地说着 毕竟 蓝星的灵葬那么多 可不是一时半会儿 就能够全部挖掘出来的 对此 瓦骨猎气 也是明白 所以他直接笑着说道 呵呵呵 不会的 至多十年 全面战争就会爆发 嗯 瓦骨猎气笑着说道 我们也知道 如果真的要将灵葬全部挖掘出来 起码得耗费百年的时间 而这个时间实在是太过漫长了 所以我们只准备开发十年 十年以后 无论我们开发的灵葬是多少 我们都将发动战争 毕竟时间多久了 让蓝星的科技发展起来可不好 瓦骨猎气笑着拿着酒杯 依靠在沙发上 显然 他们的白玉人 是将各种可能都想到了 也知道怎么做 最为妥当 所以等上百年 让蓝星慢慢发展的损失 他们不会做 唐风温言 不由眼眸闪了闪 可以说 他越和瓦骨猎气聊 便越谐得白玉人不好对付 这位先生 正当唐风那么响的时候 一道温柔的声音突然响起 唐风抬眼看去 便是见到一名白玉女子 正站在她的面前 笑盈盈地看着她 这名白玉女子身材同样高大 但纵是高大 也能够看得出来 她的身材算是白玉人当中 比例最完美的 同时她的模样也生得颇好 显然是个美女类型的 这位先生 我叫马晴 我能够请你跳个舞吗 白玉女子面带温柔笑意地 看着唐风说道 马晴 唐风一愣 毕竟这一路走来 她所知道的白玉人 名字都是偏西方的 这冷不丁冒出一个东方的 她还真是有些顾习惯 旁边的瓦骨猎疾 看着她那微微愣神的模样 不由地叫着说道 马晴她和其他白玉人不一样 她特别喜欢你们下国文化 所以她取的名字 也是下国的名字 哦 唐风看向眼前的马晴 她来了几分兴趣 毕竟她还是第一次遇到 真正喜欢下国文化的 而看到她这模样 瓦骨猎疾也是笑了笑 然后她转而对着马晴说道 马晴啊 这位是唐先生 是我邀请来的贵宾 马晴温柔一笑 我知道 如果不是将军的贵宾 恐怕她也到不了这里 面对她这话 瓦骨猎疾直接是府长大笑 马晴同样是笑了笑 然后她转而看向唐风 继续说道 唐先生 不知道我有荣幸 邀请你跳一支舞吗 唐风一愣 然后她直接想开口拒绝 毕竟她是来捣乱的 不是来跳舞的 只是唐风还没有开口 马骨猎疾便是对着唐风 笑着说道 唐先生 马晴可是我们军中的一枝花 而且她的父亲 也是一名将军 所以一直以来 有不少人追求马晴 但是她从来都对他们视而不见 眼下主动邀请 可还是第一次啊 唐先生可千万不要错过 唐风闻言 眼眸闪了身 她倒是没有想到 眼前的马晴竟然 还有着这么一层身份 而如果是这样的身份 那她倒是可以接近接近 顺带着利用利用 毕竟从瓦骨猎疾的口吻中 她能够听得出来 这马晴父亲的将军身份 似乎比瓦骨猎疾这位将军的重量 还要高得多 想到这儿 唐风对着马晴 淡淡的一笑道 胡胜荣兴 面对她这话 马晴的面颊上 也是露出了满意的笑意 然后 她直接伸出了手说道 那请吧 唐先生 唐风看了看 然后 她起身 伸出了手 拉着马晴跳舞去了 等唐风离开 红莹那一直冷静的玉面 也是泛起了几缕运怒 她那嘴巴 直接就嘟起 认识我那么久了 就没有和我跳过舞 现在却和白鱼人去跳 渣男 她现在的心里 那是一个嫉妒恨 而在红莹那么想的时候 一名穿着十分绅士的南白鱼人 也是走到了红莹的面前 然后对方看着红莹 笑着伸出手道 优雅的女士 不知道我有这个荣幸 请你挑支舞吗 面对她的文娱 红莹直接看了她一眼 然后她冷冷地说道 没有 他们差不多都是愣在了当场 因为他们都没有想到 这表面上看上去 温柔如水的红莹 竟然会这么直白地拒绝 这也弄得那南白鱼人 愣在了当场 那尴尬的模样是退也不是 进也不是 同一时刻 唐锋已经和马青 开始翩翩起舞了 他们跳得优雅 倒是配合默契 然后马青看着眼前的唐锋呢 彭先生是下锅哪里人 唐锋说道 江北 马青微微汗手 然后他继续说道 彭先生 对我们白鱼人 是不是不太喜欢 唐锋一愣 他倒是没有想到 马青会忽然 问出这么一个话来 为什么这么说呢 唐锋回过神来 反问说道 因为我们白鱼人 是侵略者 马青平静道 哦 唐锋表有兴致地看着他 因为正常来说 侵略者都不会承认 自己是侵略者的 他们都会给自己的侵略 灌上一个很好的理由 比如曾经某国侵略我们的时候 就说是为了建立什么 共同荣誉的圈子 而眼下握白对白鱼人的举动 也说是为了在蓝星 建立上美好的家园 保护所谓的环境 而像马青这么之外 说自己是侵略者的 还是少见的 而在唐锋 略有兴致的目光下 马青也是继续说道 我知道 蓝星人 包括你们下国人在内 其实都不欢迎我们白鱼人 因为在你们的眼中 我们是来侵略 是来占领蓝星的 唐锋文言 忽悠笑了讲 然后 他看着眼前的马青 难道不是吗 面对唐锋的问话 马青直接 昂着头说道 或许 别的白鱼人是 但我不是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 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87集 大厅里 马青的话语 说得突然 而又出乎 唐锋的预料 所以 唐锋听完以后 我又下意识地愣了呢 然后 他才是反应过来 微笑地看着马青 为什么你不是啊 面对他的问语 马青小心翼地 看了看四周 然后 他对着唐锋说道 因为 我和其他白鱼人不一样 我并不想侵略蓝星 我只想和蓝星人交朋友 对于这话 唐锋不由直接笑了 显然 他不是很相信这话 马青看着他笑 也是流眉皱起 你 不信我 唐锋淡笑着说道 我想 在眼下的这种情况下 换成任何蓝星人 他们都不会信的 毕竟 你们都打到别人家门口来了 然后你说 你是来交朋友的 谁信呢 马青文言 也懵力放过了一抹暗淡 然后 他说道 我知道 这是说出去 很难让人相信 但是 我的心里 就是这么想的 我并不赞同父亲 他们侵略蓝星 我觉得 每一个星球上的生命群 都是独立的个体 他们有着自己存在的意义 我们可以去和他们交朋友 和他们交流 沟通 但是 我们不应该去打乱他们 这样 违反这个宇宙 正常运转的秩序 听到他的话 唐风也谋不由闪了闪 他倒是没有想到 马青这么一个姑娘 竟然有着那么高的觉悟 不过 他也不可能 就因为马青这么几句话 就相信他了 毕竟谁知道 这会不会是白玉仁 试探探了阴谋诡计呢 面对白玉仁 这种强大的敌人 有时候不得不防 你说的倒是挺有道理的 唐风想着 他神色平静地点了点头 马青文言撇了撇嘴 然后他看着眼前的唐风说道 说到底 你还是不信我 不过也没事 反正时间能够证明一切 很快 你就会信我的 唐风笑了笑 他忽然感觉 眼前的马青 倒是挺可爱的 而正当唐风 那么响的时候 一名白玉仁忽然走到了他们面前 挡住了他们 舞步要跨的方向 让得他们的跳舞 硬生生地停了下来 然后 这名体虚高大而鬼舞的年轻白玉仁 直接伸出手 对着马青说道 行 我有荣幸 我有荣幸能请你跳一支舞吗 面对他这话 唐风的眉头直接一皱 说实话 他并不是很想和马青跳舞 但是这不代表着他允许别人在他和马青跳舞的时候过来截他的虎 毕竟这有点像是在打他的脸了 而在唐风皱眉间 马青那交融上也是露出了不悦的神色 他流眉意促 看着眼前的年轻男子说道 李格鲁 你难道没有看到 我正在和唐先生跳舞吗 你这样走过来 不觉得很冒昧吗 面对马青的话语 李格鲁直接淡漠地撇了唐风一眼 然后 他看着马青 笑着说道 抱歉马青 我在这里只看到了你 并没有看到其他人 这话 也是很明显地在表示 唐风 不配存在他的眼中 听到这话 马青也是更愤怒了 他看着李格鲁说道 李格鲁 你别太过分了 唐先生可是瓦骨猎奇将军 请回来的朋友 李格鲁直接摇头 他说道 马青 我们白鱼人的朋友 只有白鱼人 一族永远不能成为朋友 这一点你和将军都做错了 你 马青似乎没有想到李格鲁会那么拗 也是背弃得有些说不出话来 看到这儿唐风直接笑着说道 马青姑娘 你怎么和空气说话呢 来 我们继续跳舞吧 这一语 也是直接将李格鲁刚才的话 给还了回去 闻言马青下意识地愣了愣 然后 他不由扑制了一声 笑了出来 因为 他是真的没有想到 唐风会那么较真 而且那么快的 就把话硬生生 给李格鲁还了回去 而在马青笑的时候 李格鲁的神色 则是沉了下来 在他看来 他是高贵的白鱼人 所以只有他羞辱 戏弄别人的份 什么时候轮到唐风这种 一族砸碎 来羞辱他了呢 此处 那些白鱼人 也是嘴角微笑地 看见了唐风 他们都知道 李格鲁的脾气 所以他们明白 唐风要挨揍了 果然 李格鲁看着眼前的唐风 直接眼眸眯了起来 小子你刚才说的话 再说一遍 说实话 李格鲁如果不继续 挑衅唐风还好 踏实一继续挑衅唐风 唐风那不爽的心绪 也是上来了 所以面对李格鲁的话 唐风直接沉默了一下 然后他看着马青 十分认真的道 你刚刚有听到 放屁的声音吗 而且还是很臭很臭的 连换屁 这话一出 马青彻底忍不住了 他直接狼笑了出来 甚至连的那四周的 几名女生 都是忍不住的 无嘴轻笑猪声 看到这儿 李格鲁也是更气愤了 他感觉自己被唐风 给耍着玩了 混账小子你招死 李格鲁看着眼前的唐风 眼眸闪过了一抹凶猛 然后他直接抬起拳头 对着唐风 一拳挥了过去 这暴怒之下的一拳 也是力道失足 直接打出了破空手 看到这儿 在场众人的神色 都是一变 包括马青 他们都没有想到 李格鲁竟然会 二话不说就动手 他们想提醒唐风 但已经是太晚了 李格鲁的拳头 已经对着唐风挥了下去 那一刻众人的心 都是吊了起来 而也是在他们 心吊起来的时候 接下去的一幕 直接将他们给惊住了 因为他们亲眼看到 当李格鲁的拳头 要打到唐风的时候 唐风轻易地伸出了 一根手指 抵住了李格鲁的拳头 手指抵在李格鲁的拳头上 唐风轻易地将 李格鲁的一拳给挡了住 那场景直接看清了众人 也看清了李格鲁 他们都是野猫大声地 看着眼前这一切 心中震撼 这怎么可能呢 而在众人震惊间 唐风则是神色平静地 看着李格鲁 他淡默地说道 既然你用这只手打我 那你这只手也就别要了 伴随着唐风这话语的突出 一道沉闷的爆裂声 直接从李格鲁的手上响起 然后众人便是亲眼看到 李格鲁那打在唐风手指上的拳头 爆开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活了一万年》 作者一个小气泡 演播 何其 潜下安宁 第1088集 拳头猛地在此时暴力而开 那浓稠的心血 直接裹挟着那白骨和血肉 似箭而去 从而 惊了满场的人 下一刹 李格鲁也是直接爱好出声 他左手握着手腕 整个人直接 在此时重重地推了束缚 那场景也是看到在场众人 都是神色变了变 包括卧白 包括马青 他们都神色微变地 看着那倒退的李格鲁 看着他那断裂的手 与此同时 瓦骨猎齐 也是在此时眉头皱了皱 似乎他没有想到 唐风竟然胆子那么大 竟然敢当着他的面 在他的地盘 做这种事 而在他皱眉间 唐风则是神色平静地 看着瓦骨猎齐说的 以后记住 不要随随便便 用拳头挥我 不然 你再碎的 就不是拳头 而是命了 面对唐风的话 李格鲁也是反应过来了 他怒视着眼前的唐风 咬牙切齿地说道 混账东西 我宰了你 他说着便打算 再度地冲上去打唐风 但是 当他要那么做的时候 唐风的眼眸 也是泛过了一抹寒光 而就是这一抹寒光 让他李格鲁的身子 直接打了一个激励 他想到了刚才的一选后果 所以李格鲁最终 没有选择初选 而是转身 对着那些站在角落里的护卫说道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过来把他拿下 说实话 这些护卫的实力 比李格鲁是要强的 但是没有办法 李格鲁的家族势力强大 背景强大 所以纵使李格鲁的实力 没他们强 他也能命令他们 所以面对李格鲁的话 这些护卫稍微一游泳 他们便是冲了过来 将唐风团团的围住 然后那一个个的身上的诡异气体 散发而出 看到这儿 唐风的眼眸威宁 他能够感觉得出来 眼前这批人最弱的求品 最强的看比食品 所以如果真的动起手来 倒是有些麻烦 不远处 卢格斯 吉亚等人 看着眼前这一切 都是露出了笑意 说实话 他们就像看着唐风 出球被杀 毕竟在他们的眼中 唐风根本不配和他们站在一起 不配出现在这里 看来 这小子有麻烦了 卢格斯看着唐风 那面颊上露出了非常明显的笑意 他在幸灾乐祸 是的 他有麻烦了 就是不知道 他能够在这个麻烦下 坚持多久 吉亚笑盈盈地说道 我赌十分钟 卢格斯看着那已经被围住了唐风 笑盈盈地说道 那我就赌五分钟 吉亚同样地笑着 在他看来 那群围着唐风的人 好几个比唐风强 所以唐风坚持不了太久 顶多五分钟 这还是他往高了说的呢 卢格斯文言笑了笑 然后他看一下卧白说道 卧白 莫迪管事 你们呢 赌多久啊 卧白沉默了一下 然后他看下那群 将唐风围住的人道 半个小时吧 面对他的话 卢格斯和吉亚等人 直接笑了 然后吉亚说道 卧白先生 你还真是够看得起他的呢 竟然赌他 能够坚持半个小时 卧白笑了笑 他其实没有说 他赌的是那些护卫 能够坚持半个小时 毕竟 别人不清楚 他是清楚的 唐风的实力 可是能够连龙幼这种妖孽 食品都能斩杀的人 而眼前的这些护卫呢 不过就是盆普通的食品 这种食品 在唐风的面前 真的什么都不是 大厅内 李格鲁眼看着那些护卫 将唐风给围住 他那第一期 也是瞬间增大了不少 然后 他看着眼前的唐风 面目猙獰的说道 小子 接下去 我就让你付出代价 他说着 直接对着那些护卫说道 动手 给我把他的双手 给我剁下来 面对李格鲁的话 众护卫先是愣了的 然后 他们便是打算 听李格鲁的上前动手 你们谁敢 陡然的贺雨相起 马卿直接在此时 就站了出来 他挡到唐风的面前 怒视向这些人道 唐先生 是我和瓦谷猎骑将军的客人 你们谁敢动 马卿那目光灵力 直接扫了他们的面颊 扫到他们的脸上都是火辣辣的 从而让他 他们不敢动 看到这 李格鲁瞬间有些怒了 他看向马卿说道 马卿 你还知不知道你是什么人 你怎么能够帮助蓝行人 对付自己人 他这一语 瞬间将这个事 拉到了种族的高度 所以原本还想出语 帮马卿的人 在听到李格鲁这话以后 他们瞬间就是闭上了嘴 毕竟 只要一个说不好 他们就有可能 直接变成背叛种族 背叛同类的人的 而在他们的沉默间 马卿则是非常理直气壮地说道 我非常清楚自己是什么人 我也更清楚 刚才的事情 究竟是谁对谁错 所以 纵使你是自己人 我也要骂你 因为你做错在先 面对马卿这话 李格鲁也是有些戏闹 他直接看着马卿闹 马卿 我现在不想和你争论 你立刻给我让开 我必须要杀死这个异族 不 我是绝对不会让开的 马卿 伸开了双手 捂住唐风说道 马卿 你这是在逼我 李格鲁 眼眸微眯起来 他现在被毁了一只手 整个人已经变成了发狂的狮子 所以 如果有人一定要拦在他的面前 阻挠他报仇的话 那他一定会出声 收拾这个人的 哪怕这个人是马卿 也一样 毕竟有的时候 男人的面子 比一切都重要 李格鲁 你也是在逼我 你身为白玉人 竟然做出那么低等的事情 而且 还不承认错误 想要继续一错再错 害死唐先生 马卿眼眸灵力地看着李格鲁 还不退一臂地说道 你的举动 简直让我感觉到羞耻 李格鲁 你万为白玉人 他这一语 说得非常直白 也是听得李格鲁的神色 都是变了变 他是真的没有想到 马卿竟然会为了唐风 这么说的 我是有哪点不如这小子 你要那么的帮的说话 针对我 李格鲁 那压关暗咬 心中对马卿的恨意 在此时激增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